武神主宰第667-776章,视频下方详情中可选取章节播放,并有全书播放列表,手机用户点击视频下方标题可展开视频详情。 本视频配有反简字幕,手机用户可轻点视频,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切换字幕,贵求订阅。 第667章 龙耀天 这一刻,所有人都贪婪的看着秦晨和黑奴。 谁都知道,这一次的黑死沼泽探险,以秦晨和黑奴所得最为丰厚。 两人所得到的灵药数量,据说达到了一剂中心药田中的一半以上。 其中还有诸多高阶灵药,甚至是七阶的王级灵药。 对于黑找城中的普通武者们而言,别说是王级灵药了,就算是普通的六阶灵药,都足以令他们疯狂,不顾一切。 如今秦晨和黑奴身上身怀如此之多的灵药,如何让他们不动心? 一时间,不少人跃跃欲试。 感受到周围浓郁的杀鸡,秦晨冷冷地看了众人一眼。 那眼神冰冷,傲然无比,带着浓浓的嘲讽和不屑。 那蔑视的眼神,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纷纷后退了一步。 众人这才想起来,这两人可不是什么一语之辈,传闻古风商会的刘泽副会长就是死在两人手上。 虽然刘泽副会长的死没人亲眼看到,但大周王朝帝魔宗的宗无心却是的的确确死在的秦晨和黑奴手上。 因此当秦晨和黑奴站在传送阵上的时候,竟然没任何人敢有任何意见,反而是原本站在传送阵上的数十人,紧张的后退了一步。 还不开启传送阵。 看到古风商会的人员没有第一时间开启传送阵,黑奴立即含声说道。 是,两位前辈请稍等。 那古风商会的人面带惶恐。 按照规矩,一次传送,必须满足一百个人,才能够催动传送阵,有足够的收益。 但如今传送阵上只有数十个人,而且两人还是杀死了他们副会长的凶手,但守候在这里的传送阵掌控人员,根本连阻止的勇气都没有,仓皇的开启了传送阵。 嗡! 白光亮起,传送阵上的数十人瞬间消失不见。 剑秦晨离去,那古风商会的人员猛的松了口气,这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被冷汗尽失了。 片刻之后,黑爪呈黑爪广场上古风商会上的传送阵猛的亮了起来。 一名掌控传送阵的管事眉头不由一皱,怎么回事? 上一批出来的人还没过去半个时辰,这么快难道又击齐了一百人?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脑海中的疑惑还没落下,那管事就看到传送阵上瞬间出现了数十人,而且这些人在传送阵稳定下来之后,全都第一时间从传送阵中冲了出来,紧张的看着最后留在传送阵上的两人。 这两人正是秦晨和黑奴。 是你们两个。 那古风商会控制传送阵的管事脸色瞬间变了,第一时间发出一声惊呼。 黑爪广场因为来来去去的舞者太多,各种各样的舞者都有,正常情况下,舞者进出,根本不会有人在意。 但古风商会传送阵上的情况太特殊了,众人一传送出来,就迫不及待的冲出来,并且紧张的看着最后的两人,再加上古风商会管事的惊呼,让人一下就注意到了秦晨和黑奴。 什么?是他们两个。 这两个家伙不是听说死在了一剂中心吗? 居然还活着。 据说他们两个身上有一剂中心一半以上的灵药,还敢出现在这里。 秦晨并不知道,他和黑奴早就已经成为了黑爪城的名人,因此他们的出现,立即就在黑照广场引起了轰动。 那两个抢夺了各大势力大量珍稀灵药的家伙回来了。 随着消息传出去,更多的舞者都蜂拥而来,这些人最想知道的是,秦晨和黑奴身上是不是真的有大量的珍稀灵药。 嗖嗖嗖。 甚至于一道道惊人的气息传来,聚集在黑爪城中的大威王朝各大势力顶尖强者,意识纷纷飞略了过来。 陈嫂,周围来了许多武尊。 黑奴的真实一扫,立即就发现了黑爪广场周围瞬间就聚集了不下十名的武尊高手。 其中有他没见过的,也有他见过的黑修会龙颜副会长和御兽山庄的墨新城庄主等人。 此时这群人都难以置信的看着秦晨和黑奴,既是震惊,又是惊喜。 震惊的是秦晨和黑奴竟然没死。 当初在废墟外,他们等了很久,秦晨和黑奴他们依旧没有任何消息,紧接着就是大量的阴魂兽冲了出来, 逼得他们只得逃走。 他们都以为秦晨和黑奴还有没能出来的大洲王朝周寻等人,都已经死在遗迹中心了。 可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活着。 而惊喜的则是,当初他们都极为寄于秦晨身上的灵药,守在废墟外面, 就是准备等着秦晨出来之后,对他发难,要回属于自己的灵药。 本以为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谁曾想,两人非但活着,而且竟然就敢这么公然来到黑爪城。 这是有多大的底气,才敢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一时间,墨新城等人脸上的神情阴晴不定,变幻莫测。 龙岩,这就是从你身上夺走灵药的那两个家伙。 在龙岩身边,站着一名气质阴冷的中年男子,此时冰冷的看着面前的秦晨和黑奴。 修卫高达六阶初七边风的龙岩在此人身边,却极为恭敬,带着忌惮和愤恨道,回会长,就是他们两个。 此人正是黑修会会长龙药天。 黑死沼泽一记爆发的时候,此人并不在黑爪城,因此没能第一时间赶回来。 等前不久回来之后,才得知了这里的事情,知道龙岩代表黑修会进入一记中心,却被秦晨掠夺走七城的灵药和十万中品真实之后,顿时极为震怒。 只可惜秦晨已死,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谁知道,竟然得知了秦晨再度回到了黑爪城的消息。 哼,此子看起来,也不怎么样了。 龙药天冷哼一声。 龙岩急忙道,会长大人,此人虽然看似普通,实则非同一般。 特别是阵法造诣极为惊人,不然我等也不会在他手上栽了跟头,连大洲王朝六皇子,玄音阁洛英长老都拿他没办法。 哦! 龙药天眯着眼睛,他自然清楚龙岩在自己面前,不敢胡乱说话,刚准备说什么,突然看到古风商会之中走出了一个脸色阴沉的男子,顿时露出了笑容。 呵呵,古风商会的商九副会长出来了,听说此子杀死了古风商会的刘泽,不如咱们先看一场好戏。 龙药天的目光落在广场上一鸣脸色阴沉的男子身上。 第668章好大的口气 感受到周围出现许多武尊,黑奴嘴角露一丝冷笑。 他和秦晨在一技中心杀死的武尊还少呢? 连大洲王朝的一人图和血魔胶的天魔长老这两大六阶中期巅峰的武尊都死在了陈嫂手上,这里面最强的也就六阶中期的武尊,他岂会惧怕? 陈嫂,我们现在怎么办? 黑奴对着秦晨沉声道。 不用担心,我们直接离开便是,本少可没功夫和这些家伙闲扯,他们不出手还好,只要出手,本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事后悔。 连黑奴都不怕这些人,秦晨就更不怕了。 两位好大的口气,我古风商会可是要吓坏了,听说两位在黑死沼泽中杀了我们古风商会的刘泽副会长,两位是不是要给我们古风商会一个交代? 秦晨的话刚刚落下,便有一道冷哼之声响起,只见一名脸色阴沉的中年男子带着几名半步武尊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商九副会长,人家口气能不大吗?听说这两个家伙不但杀了我们刘泽副会长,还杀死了大周王朝帝魔宗的宗无心副宗主,甚至利用阵法造诣敲诈了三大王朝的诸多势力,根本就没把我们古风商会放在眼里吧。 那中年男子身后的一名半步武尊此时也冷笑说道,一挥手,一群人立即将秦晨和黑奴包围了起来。 此时场上立刻激荡起一股浓烈的杀意,诸多古风商会的强者,都目光冰冷地盯着秦晨和黑奴,同时眸光深处闪烁着贪婪之意。 他们也知道秦晨和黑奴实力非同一般,不过却不妨碍他们包围住两人,因为他们古风商会的会长就在黑找城,估计接到消息后要不了多久就会赶到这里,只要他们和商九副会长先将两人拦住,一等会长大人到来,这两个家伙还能翻起什么花浪来。 此次黑死沼泽之行,古风商会因为刘泽副会长之死,导致了古风商会并没有资格进入一级中心,自然也不曾像黑修会,玉兽山庄一样获得高阶灵药。 所以得到消息之后,古风商会的会长大为震怒,现在看到秦晨和黑奴出现,别说他们很可能是杀了刘泽的凶手,就算不是他们做的,古风商会也不可能让秦晨和黑奴安然离开这里。 黑奴看了一眼秦晨。 黑奴行走江湖那么久,如何不清楚得到了大量灵药的他们,早就成了三大王朝各大势力眼中的香馍馍。 想要离开这黑找城,绝不会轻松,必须要死一些人才行,而这古风商会倒是一个很好的杀鸡警猴的对象。 黑奴你还等什么,对方都这么找上门来了,难道咱们还和他们废话不成? 黑奴知道的东西秦晨自然也知道,所以看到黑奴看过来,直接就冷声说道。 黑奴早就想动手了,现在听到了秦晨的话,哪里还用得着隐忍,嘴角勾勒一丝冷笑,从刘泽身上抢来的寒冰长枪瞬间就撕了出去。 轰隆。 刹那之间,漫天枪影笼罩一切,天地间到处都是冰冷的枪影席卷,化作一道道寒冰怒龙,将四周包围住他们的古风商会强者全都笼罩在了里面。 寒冰长枪,刘泽副会长果然是你们杀的。 看到黑奴手中的寒冰长枪,古风商会的诸多强者脸上顿时露出惊怒之意,如何不知道刘泽的死,肯定和黑奴他们有关。 更让他们愤怒的是黑奴的嚣张,竟然公然祭出刘泽副会长的贴身宝兵,这显然是根本没将他们古风商会放在眼里。 你找死。 那伤九副会长脸色大变,手中突然出现一柄折扇,朝着黑奴猛的扇去。 轰隆一声,迷蒙的扇影和漫天枪影碰撞在一起, 在伤九看来,他们这么多人联手,他只要抵挡住黑奴的攻击,剩下的古风商会强者一起联手,定然能让黑奴落入下风,甚至斩杀。 可当他激荡出去的扇影和漫天枪影碰撞的一瞬间,他立即就感到了不对劲,一股恐怖到极致的寒冰之气竟然瞬间轰碎他挥出的扇影,疯狂涌入他的体内。 不好。 他脸色大变,体内经脉震动之下,张口就喷出一口鲜血,同时身形急忙暴退。 伤九毕竟是六阶初期巅峰的武尊,实力比起刘泽只强不弱,因此仓促之间勉强还能抵挡,可他带来的那些半部武尊甚至五阶后期巅峰的武宗,就没那么好运了。 紧紧刹那之间,无数寒冰枪影就已经将这些人全都笼罩,这些人脸上带着惊怒之色,想要反抗,却发现体内真力冻结,根本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就已经被无数枪影刺中。 扑扑扑。 一道道惊怒的惨叫声和嘶吼声响起,只是数个呼吸,伤九带来的诸多古风伤会强者便全都变成了一具尸体,一个个头颅被长枪扎出一个窟窿,倒在地上,声息全无。 嘿嘿。 黑奴凝叫一声,手一抬,这些人身上的储物戒指便全都落入他的手中,同时他手上的动作不停,一枪朝着伤九迅猛扎来。 竟敢杀我古风伤会的人,你今天死定了。 伤九惊怒交加,愤怒抵挡的同时,疯狂后退,同时眸中带着一丝惊恐之色。 他怎么也没料到,黑奴的实力竟然强到这等地步。 根据他得到的情报,黑奴在黑死沼泽的时候,面对地魔宗的宗无心,甚至都不是对方对手,还是和秦晨联手之下,才将宗无心斩杀。 这时候静岗海岗和本尊嚣张,你也去死。 黑奴根本不理会伤九的话,凝笑一声,枪影之上,一头咆哮的冰龙浮现,猛的朝伤九吞噬而来。 咔嚓。 那冰龙带着无可匹敌的力量,一下子轰碎伤九身前的善影护照,眼看就要将他杀死。 放肆。 轰。 远处天际,突然响起一道雷霆震怒之声,紧接着一道金色长钩飞掠而来,瞬间拦在伤九面前,轰隆一声,长钩与枪影狠狠碰撞在一起,替伤九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嗖嗖嗖。 紧接着,几道身影来到黑爪广场之中,瞬间站在伤九身边,冷冷盯着面前的秦晨和黑弩。 此人表情英质,身上散发着厚重的六阶中期真力,浑身杀气冲天,犹如精气狼烟,直冲云霄。 正是古风商会的会长,丑冷风。 第669章废话太多。 哦!又来一个家伙,有点意思。 见到丑冷风来到场上,黑奴黑黑一笑,收起寒冰长枪,倒也没有继续对伤九下手,只是怪笑着看着丑冷风。 那丑冷风浑身上下气势滔天,散发出一股冷冽的寒意,他仅仅是站在这里,整个广场上便有一股肃杀的气氛席卷一切,令人不寒而栗。 古风商会的丑冷风会长来了,这下有好戏看了。 丑冷风会长乃是六阶中期的五尊强者,一身修为登风造极,是汴州赫赫有名的强者之一,而且他身边还有那么多古风商会的高手,这两个家伙要倒霉了。 是啊,传闻丑冷风会长脾气暴躁,极为霸道,曾经汴州有其他商会和古风商会争夺市场,结果全都被丑冷风会长逐一灭掉,他可是眼里揉不尽半点沙子的人。 不过那两个家伙也不是一语之辈,港和三大王朝的顶尖势力叫板,就算当初是因为占据了出口要挟的缘故,但能做出这种事的,恐怕也不是怕事之人。 咱们操那么多心干嘛,只管好看戏得了。 丑冷风一出现,广场立即响起一阵哗然之声,不少舞者窃窃私语,内心激动。 有点意思。 黑修会的龙耀天会长,玉兽山庄的墨新城等其他变州顶尖势力强者们,此时也都目光一宁,嘴角勾勒冷笑。 说他们不对秦晨身上灵耀不动心,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秦晨在黑死沼泽所做的一切,也的确震慑到了他们。 说实话,如果没有古风商会和秦晨的矛盾,恐怕他们这些人早就上前了。 但是现在,他们却全都躲在后面,静观其变。 之前黑奴展现出来的实力,丝毫不弱于一名普通六阶中期的武尊,面对这样的高手,他们还是颇有些忌惮的,不如先让古风商会的人上前打探打探,再做定夺。 一时间,众人各怀心思,却都出乎一致的没有上前,只是守在黑爪广场的各个方位,不给秦晨他们突围的机会。 筹会长,就是他们,就是这两个家伙杀死了刘泽副会长,刚才更是杀死了我们古风商会的诸多强者,甚至差点将属下也斩杀在这里,会长大人你一定要为属下做主啊。 丑冷风一出现,伤酒便惊怒的大吼起来,愤怒看着黑奴。 刚才那一瞬间,他甚至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如果不是丑冷风及时赶到,恐怕他已经死在黑奴手上了,就算不死,恐怕也已经身受重伤。 对黑奴如何不愤怒? 本座知道了,你先退一边。 丑冷风看了伤酒一眼,而后转过头,冷冷盯着秦晨和黑奴,眸中暴射出冷冽的寒芒,寒声道,就是阁下,杀了我古风商会的刘泽。 伴随着他话音落下,一股冷力的杀气萦绕在每个人身上,让附近的舞者,都忍不住身上一寒。 刘泽,你是说那个勾结是血魔人,陷害黑爪成诸多进入黑死沼泽历练舞者的家伙。 如果是那畜生的话,的确是我们杀的。 秦晨点点头,淡然说道。 承认了,这家伙竟然直接承认了。 众人听到秦晨的话,一个个目瞪口呆。 好,好,没想到刘泽果然是你们杀的,还敢血口喷人,是我们古风商会舞者舞督,两位好大的威风。 愁冷风语气冰冷。 论威风的应该是你们古风商会吧,那刘泽利用嗜血魔人陷害那么多黑爪成的冒险者,甚至害死了不少人,被我们揭穿之后,便在黑死沼泽对我等一路追杀,杀了他,我等也是为民除害。 黑奴冷笑,身上的气势陡然释放,将愁冷风释放出来的杀意,瞬间冲得七零八落。 以前的他,哪里敢和古风商会的会长这么说话,当年他在这黑死沼泽的时候,就算是遇到一些古风商会的管事,也只能低调做人。 可现在,他和秦晨连六阶中期巅峰的武尊都杀过,而他自己也是六阶中期巅峰的武尊,哪里还会在意丑冷风这个六阶中期的武尊? 六阶中期武尊? 阁下好大的魄力,难怪敢杀我们古风商会的人。 丑冷风目光一凝,寒生说道。 他的目光凝聚在黑奴身上,对于一旁才五阶后期巅峰的秦晨,却是丝毫都不在意。 原来这家伙也是六阶中期的武尊。 文言,众人纷纷吃惊的看了眼黑奴,难怪这家伙党敢如此嚣张。 会长,和他们废话什么,我们这里这么多人,难道还怕他们两个不成,六阶中期的武尊又如何,党敢杀我们古风商会的人,今天他们就休想活着离开。 伤九咬着牙说道。 伤九,你放心,任何党敢对我古风商会动手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丑冷风寒生说道。 要动手就动手,废话太多,黑奴,让他们滚,不滚的话,直接杀了。 秦晨不耐烦地说道。 这丑冷风一上来就叽叽歪歪,又不动手,真以为自己闲着没事做门,哪有空和他们废话那么多。 文言,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这秦晨也太嚣张了吧,他面前的,可是古风商会的丑冷风会长啊,竟然敢这么和他说话。 那些古风商会的舞者更是瞠目结舌。 年轻人,有个六阶中期的武尊做护卫狠了不满。 也对,想我变周,总共也没有多少六阶中期的武尊,心里膨胀一些,也情有可原。 丑冷风盯着秦晨,嘴角带着讥讽的笑容,随时他随时都可以斩杀秦晨。 陈嫂都让你们滚了,还在那叽叽歪歪,找死。 黑奴早就等着秦晨的命令,现在听到秦晨的话,看到对方还在那叽叽歪歪,根本懒得废话,手中寒冰长枪瞬间就撕了出去。 轰隆 黑色的长枪化作流光,瞬间就来到丑冷风面前,显然是根本不给对方丝毫面子,要一枪将对方斩杀。 丑冷风表面上没有将秦晨和黑奴放在眼里,可是心里却早就开始提防黑奴了。 对方同样是六阶中期的武尊,那就绝对不能调以轻心,他做出来的轻松和不屑,都是给周围的人看得。 而且他古风商会吃了这么大一个亏,不但死了一个六阶初期的副会长,更是死了诸多半部武尊级别的管事,只有轻松杀死黑奴和秦晨,才能让场上的人都忌惮。 第670章 一剑超神 更何况丑冷风想杀秦晨和黑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杀了刘泽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是两人身上从黑死沼泽得来的诸多灵药。 只有轻松的杀死两人,才能让周围看气的其他顶尖势力强者对自己更加挡寒,不至于上来捡便宜。 所以在黑奴刺出寒冰长枪的瞬间,他的手中就出现了一张金色符露,瞬间就被激活开来,同时他手中的金钩宝兵,也第一时间挥了出去。 那金色符露一经催动,立即就化作一道金色的护照,这护照瞬间就将丑冷风围在中间,形成一个极其惊人的防御护照,同时那金钩宝兵带起一道金色的长虹,瞬间就与黑奴刺出的寒冰长枪碰撞在一起。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寒冰长枪与金色长钩碰撞爆发出惊人的恐怖威压,一股前所未有的可怕冲击以两人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开来。 骇人的气息,经得周围许多人都疯狂后退,根本不敢逼近。 轰轰轰,这些冲击波轰在丑冷风的身上,瞬间就被他提表的金色护照给抵御在了外面,那金色护照不断荡漾波动,将冲击之力逐渐泄去,可他自己却一点伤势都没有。 可对面,黑奴体表同样涌现出一股悍然的气息,将这股冲击给挡在了外面。 一次交锋,两人无功而返,都安然无恙。 闻。 此子浩强的实力。 丑冷风皱眉看着黑奴,他能感受到刚才那股冲击的可怕,就算是有了金身符的保护,体内气血依旧有些沸腾,可黑奴,仅凭自身防御,就将自己的攻击给抵挡了下来。 这等实力,绝对不在他之下。 你们几个,给我拿住那小子。 脸色凝重之下,丑冷风怒喝一声,手中金色长钩再度朝黑奴旋转而来,同时封锁住黑奴救援秦晨的方向。 在丑冷风看来,秦晨是黑奴的主人,只要他的手下对秦晨出手,黑奴慌乱之下,一定会不顾一切去出手救援。 而仓促之下,黑奴心慌意乱,自然会出现错漏,到时候自己再行出手,立刻就能将他斩杀。 好。 嘿嘿。 商九等其与古风商会的强者听道愁冷风的吩咐,一个个脸上全都露出凝笑,朝秦晨暴掠而来。 轰隆。 这一群人中,除了商九之外,还有一名六阶初期的武尊,以及数名半部武尊强者,几人共同出手之下,骇人的气息席卷一切,瞬间就将秦晨包裹在中央,必无可避。 古风商会好卑鄙的手段。 话可不能这么说,兵不厌诈,既然动手了,难道还要让着对方不成? 那家伙要倒霉了,自以为有武尊高手保护,连古风商会都不放在眼里,现在他的护卫已经被丑冷风会长牵制,凭他一个,如何能抵挡伤九副会长他们的袭击? 看着秦晨,人群叹息,知道这一次秦晨要倒霉了。 丑冷风嘴角勾勒起一丝冷笑,扭头看向黑奴,在他的想象中,黑奴发现自己的主人被围,定然会惊慌失措,到时候,就是自己全力出手的最佳时机。 可让丑冷风没想到的是,看到秦晨面对伤九等人的疯狂攻击,黑奴脸上非但没有丝毫惊慌,反而是勾勒出一丝淡淡的冷笑。 怎么会? 丑冷风一愣,就听到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 本来本少还懒得动手,既然你们找死,那就别怪本少不客气了。 冰冷的声音,在所有人耳边响起,原本静静站在那里,傲然不动的秦晨,眸中陡然射出一丝冷冽的寒芒。 唤进囚龙。 下一刻,一道无形的精神力波动,瞬间暴涌而出,笼罩住伤九等人。 什么? 伤九等人脑海中猛的一阵,暴掠的身形莫的停滞下来,一个个眼神惊恐,仿佛看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东西一般。 强大如六阶后期的精神力,化作一股恐怖的精神风暴,涌入几人的脑海。 下一刻。 扑扑扑。 秦晨挥动手中神秘袖剑,璀璨的剑光淹没一切,瞬间切割过伤九等人的脖梗,在所有人骇然的目光中,伤九等人头颅冲天而起,瞬间惨死在当场。 什么? 怎么会这样? 仅仅一个照面,之前在黑奴手上,留下了一命的伤九等人,便瞬间被秦晨斩杀,如此骇人的一幕,瞬间惊呆了场上所有人。 一剑。 仅仅是一剑。 古风商会两大六阶初七武尊,数名半部武尊,便瞬间陨落,这一幕,令众人前所未有的震骇。 这可是两名六阶初七的武尊,数名半部武尊啊。 别说是普通舞者了,就算是龙耀天和墨新城等人,也都目瞪口呆,内心狂震。 砰砰砰。 伤九几人的尸体倒在地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那声音让周围的舞者顿时变得死记一般。 所有人中,只有黑奴神情淡定,嘴角冷笑连连。 这些家伙,居然以为陈少好对付,难道他们不知道,论实力,陈少比其他来,都要可怕上许多吗? 秦晨轻轻擦拭了一下神秘袖剑,收剑入鞘,而后对着黑奴冷冷道,黑奴,你还在看什么? 这么长时间,连个六阶中期的武尊都杀不死,你说我收你卫仆还有什么用? 给你一炷香的时间,若是还杀不死这丑冷风,你也就别跟着我了。 陈少你放心,要不了一炷香,给我半炷香的时间,我就将这丑冷风的头颅拿来给你。 被秦晨这么一说,黑奴脸上无光,浑身的杀气更胜。 半炷香,杀我。 此时丑冷风已经从震骇中清醒过来,听到黑奴这么说,顿时震怒万分。 我倒要看看,阁下怎么杀我。 怒吼之下,丑冷风身上陡然生腾起一股浓郁的血脉之力,手中金钩化作漫天金色虚影,组成一片天罗地网,朝黑奴席卷了过来。 雕虫小记。 黑奴冷笑。 呼。 懒得再用寒冰长枪,他手中天魔帆瞬间抛飞出去,化作一片滔天的魔气,朝着丑冷风包裹了过来。 顶刻间,无数魔气蜂拥而来,先是将伤九等人尚未消散的灵魂之力吸收殆尽,而后漫天魔气猛地冲胯丑冷风挥出的金色虚影,将他瞬间包裹在了其中。 第671章还有谁? 轰轰轰。 无数魔气笼罩住丑冷风,在众目睽睽之下疯狂的进攻。 当初黑奴灿是五阶后期巅峰修为的时候,就能凭借天魔帆与刘泽战成平手,现在突破六阶中期巅峰之后,天魔帆的威力何止强了十倍? 那惊人的魔气之中,有鬼哭狼嚎的声音响起,不断的轰击在丑冷风体表的金色护罩之上。 一开始的时候,那金色护罩还能抵挡,可仅仅几次冲击之后,丑冷风体表的金色护罩,便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纹,圣人的魔气,通过裂纹涌现而来,瞬间包裹住丑冷风。 怎么会,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丑冷风脸色难看,心中大惊。 听说了黑奴和秦晨在黑死沼泽击杀了帝魔宗附宗祖宗无心之后,他就知道黑奴和秦晨不是简单的角色,却也没想到对方的实力竟然强到这等地步。 如果让对方破去了他的金色护罩,那接下来说不定就会陷入危险之中,真被对方斩杀也不是不可能。 金黄之下的丑冷风急忙就喷出一口精血,疯狂催动手中的金钩,想要破开天魔帆的包围,将黑奴重创了再说。 一般舞者施展珍宝的时候,对自身的防御肯定有所下降,绝不可能一边施展珍宝,一边还能全力防御。 可让丑冷风震惊是,他想得很好,却根本没料到黑奴的天魔帆防御,强得可怕。 他那金钩施展出的漫天攻击,根本就无法冲破天魔帆的防御,反而被天魔帆中涌现出来的漫天黑色魔器,压迫得越来越小。 不好。 丑冷风看到自己施展出的金钩攻击,非但攻破不了面前的黑色魔器,反而越来越缓慢,越来越无力的时候,他就知道对方的修为根本就是还要比他强。 此时他已经明白,自己想要杀死黑奴已经不可能了,甚至连在对方手上保命,都未必能做到,更何况对面还有一个比那斗篷人更加狠辣的少年。 明白了这一点后,丑冷风顿时就出了一声冷汗,此时此刻,他再也顾不得找秦晨和黑奴麻烦,急忙喊道,朋友等等,有话好商量,我古风商会愿意。 黑奴一听就清楚这家伙知道怕了,想要求饶,但他已经在陈嫂面前夸下海口,怎会给对方求饶的机会。 更何况,黑奴也明白秦晨的个性,根本不是那种对方求饶就放过的人。 所以根本不理会丑冷风说什么,黑奴更加猛烈的催动天空中的天魔帆。 呜呜呜呜。 黑色魔器从密密麻麻的金色护罩裂缝中涌入,轰咖一声,那些金色护罩在坚持了片刻之后,彻底粉碎了开来,而丑冷风此时已经被无数黑色魔器,从头到脚彻底的包裹。 不,不要。 啊。 凄厉痛苦的惨叫声响起,丑冷风整个人被黑色魔器包裹,疯狂的挣扎着,试图逃离这里,但是没用,天魔帆疯狂吸收他的灵魂,他抵抗的力量越来越弱。 到最后,砰的一声,丑冷风的灵魂被天魔帆彻底吞噬,整个人跌倒在地,彻底没了声息。 呼。 漫天魔器重新回归天魔帆,天魔帆迅速缩小,收入黑奴手中,同时被黑奴收起来的,还有丑冷风的储物戒指。 众人这才看到丑冷风的尸体,纷纷倒吸一口冷气。 只见众人面前的丑冷风,哪里还会有半点人样,尸体干扁,就像是僵尸一般,浑身只剩下皮包骨头,眼球暴突,恐怖异常。 他瞪大惊恐的双眼,表情扭曲,显然临死前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嘶。 场上顿时响起一连串的倒吸冷气之声,紧接着一片死寂,所有人都骇然看着面前的秦晨和黑奴。 此时在两人周围,足足躺着十数具尸体,除此之外,方圆数十米之内,根本无人敢靠近。 没有人想到古风商会和秦晨他们冲突的结果会是这样,堂堂古风商会,汴州最顶尖的势力之一,统治黑爪城上百年的霸主级势力之一,就这么全军覆灭。 这等场景,让人如何不震惊? 陈嫂,性不辱使命。 黑奴恭敬的地上愁冷风的储物戒指,忍不住擦了擦冷汗。 他还真怕秦晨不要他追随了。 场上还有想找我们麻烦的古风商会舞者吗? 有的话,赶紧上来,本少一块儿解决了,省得再麻烦。 接过储物戒指,秦晨扫了眼四周,但莫说道。 周围还有一些古风商会的五接五宗,此时脸上全都带着惊恐之色,根本没人敢说半句话。 连他们的会长都死在了秦晨他们手上,他们上来,根本只有送死的份,一个个全都惊恐的后退,消失在人群之中。 秦晨瞥了这些人一眼,倒也没有大开杀戒,对他而言,只要这些家伙不找他麻烦,他也懒得去杀他们,污了自己的双手。 除了古风商会,还有谁要来找本少麻烦的,也都站出来吧。 见古风商会再也没人敢上前,秦晨目光又落在龙耀天,墨新城等其他势力的强者身上,冷笑着说道。 墨的,场上的气氛疏的冷了下来。 一股诡异的氛围,在人群中传递而开。 不少无关的舞者纷纷后退开来,在黑爪广场中央露出一个巨大的空地,骇然的看着龙耀天等人。 龙耀天等人感受到秦晨的目光,就像是被某个远古洪荒猛兽盯上了一般,心底猛的一寒,浑身寒毛都竖了起来。 他们无法想象,这么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少年,竟然有如此可怕的眼神。 怎么? 不说话? 几位暗中将本少包围起来,不是基于本少身上的灵药吗? 现在怎么都不说话了? 秦晨淡笑说道,只是他的笑容落在别人眼中,却犹如魔鬼一般。 墨新城 见没人说话,秦晨看向认识的玉兽山庄的墨新城,似笑非笑说道。 墨新城顿时吓了一跳,差点没尿身上,急忙摆手道,咳咳,陈嫂说笑了,在下怎么可能会觊觎陈嫂身上的东西,之前在一记忠心,在下可是心甘情愿给陈嫂上供的,陈嫂你可明见哪,在下绝无觊觎之心。 墨新城吓得浑身冷汗都出来了,那模样,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秦晨看。 第672章别装逼 那么其他人呢? 秦晨瞥了一眼墨新城,倒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淡墨对着龙耀天等人说道。 如此嚣张的目光,让龙耀天眼神一寒,身上流露出一丝杀意。 他龙耀天,黑修会会长,一身修位高达六阶中期,在这遍州境内,谁敢如此对他说话。 如今一个少年,竟然也用这种口气对他开口,令他心中怒意博生,恨不能立即出手,教训秦晨。 闻 感受到龙耀天身上的杀意,秦晨目光微微一冷。 这位朋友,似乎不服气啊。 他嘴角秦笑,身形傲然在广场之上,衣媚飞扬,仿佛与天地融为了一体。 这一刻,一股森冷的气息,再度从他身上弥漫而出,仿佛化身地狱修罗,那平静,却又充满无尽杀意的目光,直冲云霄。 冷。 每个人身上都感受到了无边的寒冷。 会长。 黑修会龙颜副会长吓了一跳,急忙看向龙耀天,心中焦急万分。 会长大人不会是失心疯了吧? 黑奴之前展露出来的实力,绝对不是普通的六阶中期武尊,起码也是六阶中期巅峰的强者。 再加上秦晨,一剑斩杀两大六阶初期武尊,这等实力,真要冲突起来,光凭他黑修会,根本只是找死的份。 平心而论,龙颜对黑修会的实力十分了解,和古风商会,最多也就在伯仲之间。 现在古风商会在短短片刻之间,就被秦晨和黑奴所灭,龙颜并不觉得,他们黑修会就会是两人的对手。 感受到龙颜紧张的话,以及躺在黑奴脚边化为干湿的丑冷风尸体,龙耀天心中的愤怒和火热,瞬间一阵冰凉。 没有,老夫只是觉得,阁下如此杀戮,有为天和。 龙耀天冷冷的道。 有为天和? 秦晨笑了。 你笑什么? 龙耀天脸色一沉,冷冷道。 何为有为天和? 在你眼里,本少杀他,就是有为天和,他想杀本少,就是理所应当吗? 秦晨冷笑。 他虽然对你动手,但却并未伤到你,而阁下,却直接杀死这么多古风商会的人,更何况,是阁下杀古风商会的人在前。 龙耀天冷声道。 是吗? 秦晨淡默的看着龙耀天,以及他身边的黑羞会舞者,顿时看得众人心中发寒,脸色苍白,就怕秦晨突然拟出手。 甚至连龙耀天自己,也心中警惕,体内真力运转到极限,紧张的握紧拳头。 奇料,秦晨丝毫未动,只是再度露出嘶嘶笑意,讽刺的笑。 你又笑什么? 龙耀天心下恼怒,如果不是忌惮秦晨,早就一拳打上去了。 你怕我? 淡默的声音,从秦晨的嘴里吐出,让龙耀天神色一凝,随即冷笑道,我怕你。 我龙耀天乃是黑羞会会长,六阶中期五尊,此黑沼城,乃是我黑羞会和各大势力的地盘,我会怕你这外来的小辈。 你怕我? 秦晨声音依然,平静的道,你说我杀了古风商会的人,没错,不妨告诉你,在黑死沼泽,我还杀了你黑羞会的高手,更抢夺了你黑羞会的灵药。 你黑羞会此刻应该是恨我入骨。 你若不怕我,早已动手,你,不能确定能不能胜我,却又不愿放弃失去的灵药,也不想丢掉你所谓的尊严。 所以你用言语试探,想挽回一些尊严,甚至,拉拢其他势力,要对我动手。 在没有势力附和你之前,你不敢对我出手,不是吗? 秦晨淡默地说着,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龙耀天听到秦晨的话目光一凝,没错,他忌惮秦晨,连愁冷风都死在秦晨手上,他能不害怕吗? 更何况,他感觉,那还不是秦晨的底线。 未知,才最可怕,让人感到恐惧,龙耀天不确定秦晨和黑奴有多强,否则他岂会和秦晨废话,早就第一时间出手,擒拿秦晨。 秦晨,说到了他的内心深处。 你到底想说什么? 深吸一口气,龙耀天沉声道。 我想说的是,秦晨淡淡看了龙耀天一眼,冷漠道,既然你觊觎本少身上的灵药,要动手,那就快点动手,如果不敢,就滚一边去,别像条狗一样,挡着本少的去路。 你! 龙耀天浑身血脉喷张,杀意滔天,差点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但秦晨的一个眼神,却令他浑身发冷,身体僵硬,不敢有任何动作。 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神,冰冷,漠视一切,仿佛他看着的,并不是一个变周的恐怖势力,而是路上一颗微不足道的石子,一脚就能踢开,碾碎。 你想清楚了,现在滚开,本少可以既往不救,但你若敢动一下手,哪怕只是动一个手指头,本少今天就图了你黑修会满门,让你这所谓的变周顶尖势力,在这天舞大陆,彻底抹去。 秦晨一字一句的说道,字字珠鸡,字字如刀,刺入龙耀天内心。 秦晨霸道的话,让周围人群内心猛颤。 太霸道,太嚣张。 对黑修会的龙耀天会长,黑爪城最顶尖的强者,黑爪城最庞大的势力,如此说话。 闻所未闻。 这是要有多大的底气,才敢说出这样的话。 但奇怪的是,从这少年口中说出,众人非但不觉得丝毫不妥,反而是觉得理所当然。 此时,所有人都看向龙耀天,看他如何回答。 众目睽睽之下,龙耀天脸色由红转白,由白转青,他胸膛起伏,压抑无穷的怒火。 似乎随时都遇爆发,可最终,却是蹬蹬退了两步。 这一让,龙耀天内心的高傲和尊严,像是泄了气的皮球,瞬间消失,整个人仿佛苍老了十岁。 让了,竟然让了。 众人震撼,意料之外,可仔细想想,却又在情理之中。 既然没勇气,以后就别装逼。 冷冷扫了龙耀天,以及场上的诸多势力强者一眼,秦晨嗤笑一声,带着黑奴,离开了黑爪广场, 消失在了众人视线。 看着两人傲然离去的背影,整个黑爪广场,一片死寂。 无法形容内心的感受。 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一次交锋,是他们败了,一个聚集了汴州诸多顶尖势力的黑爪城,败给了这么一个不满二十的少年。 一塌图的。 第673章 三大势力 三天后 一望无银的天际之上,一头体型庞大的铁羽鹰展翅高飞,在那铁羽鹰背上,站着两人。 其中一人,身穿青色长袍,面容俊朗,身形飘逸,散发莫名的气势,仿佛与这天的融为一体。 他站在铁羽鹰脖梗之上,双腿宛若磐石,在呼啸的飓风之下窥然不动,双眸凝视前方,犹如帝王。 而另一人,则身穿黑色斗篷,连面容都被笼罩在阴暗之中,只是凝视着面前的少年,眼神恭敬。 这两人,自然就是从黑爪城离开的秦晨和黑奴了。 当初,秦晨和黑奴强势斩杀古风商会会长丑冷风,并喝退黑修会会长龙耀天,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黑爪城,整个过程,无一人阻拦。 而出了黑爪城之后,秦晨第一时间召唤了铁羽鹰。 果然没令秦晨失望,那铁羽鹰,在这段时间中,一直守候在黑爪城外的山林中,并未离去。 秦晨感动之下,先为铁羽鹰服用了不少丹药,令他的修为,突破到了旋即,这才乘坐铁羽鹰,前往大威王朝皇城。 突破了旋即之后的铁羽鹰,速度极快,短短三天时间,已经驾着秦晨和黑奴横跨了大威王朝两个州,估计还有不到七天时间,就能到达大威王朝皇城。 这三天里,秦晨便这么一直站在铁羽鹰的身上,冷视前方。 在这数千米高的高空之中,以旋即铁羽鹰的速度,迎面吹来的狂风,会是何等的可怕。 可秦晨却窥然不动,他双脚如同生了根一般,在这净风之中,闭目沉思,融入到了这片天地之间。 仿佛,风就是他,他就是风。 五国之地,怎会出现如此恐怖的天才,陈嫂,他真是五国之人。 凝视着面前的秦晨,黑奴心中震撼。 站在鹰背上窥然不动,这不算什么,以他的修为,同样也能做到。 可若是要像秦晨这般,让自身与这天的融为一体,使得迎面吹来的镜风,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却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 这是传说中天人合一的状态。 跟着秦晨越久,黑奴越能感受到秦晨的可怕。 当初,在废墟之外,秦晨言自己是外遇之人,来自更高势力,黑奴本以为只是随口一说,但这几天仔细深思,却忍不住怀疑,秦晨所说,是否未真。 一名普通五国之人,怎么会在炼药、阵法等方面,拥有如此可怕的造诣。 黑奴,你应该是这大威王朝之人吧,不知这大威王朝皇城势力如何,你可知晓。 这时,一道淡漠之声,突然在黑奴耳畔响起。 黑奴一愣,旋即回过神来,明暗是陈少在询问自己。 大威王朝 黑奴青南,眸中突然闪过一丝迷离之色,眼底深处,掠过一道莫名惆怅的神情。 那目光让秦晨看到,不由得微微一愣。 看来这黑奴,心中也有很多故事啊。 秦晨知道,黑奴身上必然会有一些秘密,是自己不知道的,这秘密,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现在看来,这个秘密,和大威王朝皇城有关。 恍惚之中,黑奴眼神逐渐正式起来,沉生道,陈少,大威王朝,乃是百朝之地颇为强大的一个王朝,皇城之中,也是势力遍布,强者如云。 不过总体而言,大威王朝皇城的顶尖势力,分为三个。 三个。 秦晨看过来,仔细聆听。 黑奴道,第一个,无庸置疑,便是大威王朝的皇室,作为统御大威王朝皇权的势力,断家,一直是整个大威王朝最强大的势力,无人敢挑衅其锋芒,帝星学院之所以能在大威王朝拥有超然的地位,究其根本,是因为帝星学院的后台是皇室,帝星学院,是皇室用来收罗王朝天才,为皇室培养强者的摇篮。 而第二个势力,便是宗门联盟。 在大陆之上,宗门和皇室之间的利益冲突,有目共睹,一个宗门想要强大,必须获取大量资源,而同样的,一个王朝想要强大,同样需要资源的辅助,这两者之间,是有着根本上的冲突的。 而在大威王朝,段家皇室是当之无愧的巨头霸主,因此王朝中的诸多势力,为了能和王朝对抗,由最顶尖的几大宗门,联合其他各州的小宗门,组成了一个宗门联盟。 当然,这个联盟的目的,只是为了平衡皇室,因此联盟的结构十分松散,并非铁板一块,否则大威王朝皇室也不会容许他们存在。 至于第三个,便是大威王朝的各大家族,这些家族,有豪门,有世家,其中最顶尖的,当属冷家,墨家,吴家这三大顶尖豪门。 说到这里,秦臣明显感觉到黑奴语气变得凝重起来,言语中蕴含一丝不可察觉的恨意。 黑奴含声道,这三大家族,控制皇城以及王朝各个行业的命脉,同样极为可怕,可以说,这些家族,能够控制皇朝任何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即便是皇室,也有些忌惮。 而除了这三大势力之外,在皇城之中,还有血脉胜帝,当阁等其他一些顶尖势力,同样不容小觑,只不过像血脉胜帝,当阁这样的势力,都比较超然,不会参与到王朝的争夺之中,所以属下并未将其归入这三大势力之中。 随着黑奴的讲述,秦臣对大威王朝皇城的结构,也有了一丝模糊的了解。 看样子,黑奴似乎和皇城中的某个大家族,有仇恨。 看了眼黑奴,秦臣暗暗思存。 那种恨意,虽然黑奴隐藏得很好,但还是被秦臣敏锐地感觉到了,那仿佛是一种镌刻入骨髓的恨意。 不过既然黑奴没说,秦臣也就没问。 接下来,两人都是继续闭目修炼。 时间如流水,转瞬即逝。 七天之后,一座宏伟的城池,莫得出现在两人的面前。 整座城池占地面积无比宏伟,一眼望去,颜绵无边,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霸气,仿佛一头史前巨兽,横卧在这平原之上。 陈少,这就是大威王朝皇城了。 黑奴眸中闪过一丝惊芒,陈生说道。 第674章 没这个人 望着眼前宏伟的城池,秦臣莫名感叹。 不得不说,大威王朝比起五国,强大太多了,光是从皇城,两者队比起来,就如昊月与荧光,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走,我们进去吧。 大威王朝的皇城,管理十分严格,任何非秦,都不得随意出入,因此秦臣只能将铁与鹰,继续留在城外。 在缴纳了入城费之后,两人步入皇城之中。 不得不说,大威王朝的确不是五国可以比拟的,甚至连黑找城比起来,也是小巫见大巫。 大街上,随处可见五街的五宗行走,这样的人物任何一个放到五国之地,都是第一高手级别。 五国,还是太弱小。 秦臣叹息。 也难怪当初玄州流先宗等宗们对五国如此轻慢,的确五国太过弱小了,大威王朝中的任何一个势力,都足以横扫五国的武者,那里太贫瘠,太荒芜。 甚至,之前看守城门的城卫,都是玄级的武者,放到五国之地,足以在一个王国之力建立一个不小的家族了。 黑奴,你可知道地心学院的位置。 仅仅是片刻,秦臣便从港海中回过神来,询问黑奴。 根据秦臣估计,幽千雪,王启明他们,跟随当阁的木冷峰管事等人来到皇城之后,应该早就已经加入了地心学院。 此刻秦臣最想知道的,是他们的安危。 而直接去地心学院,无疑是最快捷的方法。 王朝第一学院,属下岂会不知。 黑奴但笑说道,而后便带着秦臣向前走去。 让开,都让开,给我快点让开。 突然,一道怒喝声响起,紧接着几名身穿滑袍的舞者,骑马掠过街道,差点将一些行人撞倒,惊慌乱窜。 其中秦臣就站在街道中间,看见这几人横冲几时而来,目光一沉。 这些家伙,好嚣张。 那几名骑士,看到街上竟然还有人不让路,顿时脸色一沉,其中领头的一名骑士,甚至毫不犹豫就朝秦臣冲撞上来。 眼看秦臣就要撞中,另外一名骑士,在几池中一拉对方,两人几乎贴着秦臣掠过。 大哥,你拉我做什么? 这小子找死,不如成全他便是。 今天是少爷大喜的日子,别惹事。 那被叫做大哥的舞者,回头冷冷看了眼秦臣身旁的黑奴,一行人迅速消失在街道尽头。 冯家的几个家伙,还真是嚣张。 看着几人离去的背影,黑奴冷哼一声,眸中流露出一丝杀意。 剑秦臣目光疑惑,黑奴解释道,冯家,是三大家族之一豪门冷家麾下的一个顶尖世家,在这皇城之中,也算个人物,一向嚣张霸道。 小兄弟,你们知道是冯家的人,还敢不动,要不是今天冯家少爷大喜,那几个家伙脾气好,你们两个恐怕死定了。 一个躲在一旁的摊贩出声提醒道。 这两个家伙是运气好,捡了一条命。 据说平家找的那个媳妇,美若天仙,为了这件事,冯家筹备了好长时间。 哎,那种世家婚宴,岂是我等能揣测的? 人群议论纷纷。 秦臣倒没在意这冯家有没有喜事,而是皱眉看向黑奴,道,当初我听当格的木冷风说大威王朝的皇城极为安全,怎么还有这等七行霸士之事? 大威王朝皇城之中的确极为安全,严禁动武,不过那是内城,这里是外城,普通人自然不能大动干戈,但是所谓的一些世家,却不受这个限制。 黑奴冷笑,说起来,这外城其实还算好,最乱的还是西城的贫民窟,那里聚集了大量前来皇城的外地武者。 这些人,没有地位,也没有金钱,只能住在西城之中,那里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连城卫军都不会过去,经常会有冲突发生,死个人都很正常。 说到这,黑奴脸色变得极为阴沉,其实这皇城是个大染缸,表面上看起来金碧辉煌,实际上,藏屋纳垢的地方到处都是,可谓金玉其外,败续其中。 秦晨脸色难看。 他还以为大威王朝皇城,极为安全,没想到竟然如此混乱。 呦千雪他们在这里,会安全吗? 走,去地兴学院。 两人当即快步离去。 大威王朝皇城,极为辽阔,半个时辰之后,秦晨和黑奴终于来到了一座宏伟的建筑面前。 说是一座建筑,实则是一片辽阔的建筑群落,耸立在这繁华的皇城之中,任何一栋建筑上,都雕刻着复杂的花纹,显得极为大气,磅礴。 而在建筑的正前方,有着一座拱形大门,在大门之上,雕刻着几个金碧辉煌的大字,地兴学院。 这几个大字龙飞凤舞,尤其是地兴二字,充斥这一股灵力的气息,霸道,孤傲,仿佛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不愧是皇家学院。 秦晨目光一凝,那几个大字,蕴含着惊人的气势,以他的眼光自然能看出,写下这等大字的,绝非普通人,最起码,也要是七阶五王级别的强者。 五王呢? 秦晨十分清楚,所谓王朝,必然是由五王级别的高手坐镇,否则,根本不配称之为王朝。 因此这皇室之中,必然会有五王级别的高手,这也是大威王朝能够屹立百朝之中的根本。 在那拱形大门边上,还站有两个护卫,冷视着周围的行人。 这两名守卫,无庸置疑,便是这地兴学院的守卫了。 秦晨自然地走向两人。 枪! 不等秦晨和黑奴靠近,这两名守卫已然抽出了利刃,冷冷地看着两人,拦住两人的去路。 两位止步,此地是王朝地兴学院,非学员,严禁入内。 这两名守卫,修卫竟然都在五阶五宗境界,散发出冷冽的气势,冷冷看着黑奴。 毕竟黑奴一身斗篷的打扮以及身上的气息,给人一种十分不舒服的感觉。 这一举动,顿时引来了不少周围进出地兴学院的学员。 两位不必在意,我等是来地兴学院找人的。 秦晨露出微笑,拱手说道。 找谁? 两名守卫文言,神色稍微缓和了一些,开口问道。 我等要找贵院的王启明几人,还请通报一下。 王启明? 两名守卫对视一眼,所有地兴学院的正式学员我等都知道,但是没你说的这个人。 怎么会? 秦晨一愣。 第六百七十五章赶紧滚。 此时的秦晨,心中满是诧异。 黑奴一世微微皱眉。 当初跟随着木冷风他们前来皇城的舞者,本就不多,满打满算,也就忧千雪,宇文风,王启明,子勋公主,赵灵山,以及四皇子赵薇这六人。 而六人中,以忧千雪,宇文风,王启明的实力最强,在古南都大比之时,成功闯入十二强,并且得到了古南都传承。 因此在秦晨看来,如果他们六人中有人加入到了地兴学院,那么最有可能的,便是王启明,宇文风,忧千雪这三人,这才开口询问。 可起料,对方根本没有听说过王启明,甚至表态,整个地兴学院,没有他不认识的学员。 这让秦晨面色一沉。 发生这种情况,往往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王启明的确没有成为地兴学院的学员,而第二个,便是对方说话。 冷视着两名守卫,秦晨能够看出,这两人,没有说谎。 王启明竟然没有加入地兴学院。 秦晨内心狠狠一抽搐。 这代表当初穆冷风给他的承诺,并未做到,并且,原先的计划,出现了偏离。 只是秦晨还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个地方出现了偏离。 那不知贵学院,有没有宇文峰这名学员。 秦晨再度开口,他想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偏差,究竟是王启明一个人的问题,还是所有人都没能加入。 宇文峰。 那守卫脸上带着疑惑,这神情,令秦晨的心再度溢沉。 只见对方面带疑惑,沉思片刻之后,却是再度摇头,没听说过,我地兴学院,也没有这个学员。 那幽千雪呢? 秦晨急忙再度开口。 这个名字一出,秦晨突然感觉到,场上的气氛似乎发生了某些诡异的变化,周围不少学员的目光,纷纷的凝视过来,带着古怪。 不对,这些人应该见过幽千雪,最起码,也是听说过,否则,不可能是这种表情。 正准备开口询问,却听一道失笑之声突然响起,你说的是那几个从五国之地前来的贱民吗? 转过头,就看到一对男女,正站在不远处,男的颇为英俊,女的容貌也极为娇好,只是两人都带着那种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气势,让秦晨不爽。 但此时,秦晨却没心情和他们争执,只是沉声道,你见过他们。 那女子,冷哼一声,上下打量秦晨,痴笑道,几个五国来的贱民而已,怎么没见过,那几个家伙,在前些日子的入学招生上,自以为天赋不错,妄图加入我帝兴学院。 可笑,我帝兴学院,乃是大威王朝顶尖学院,岂是他那种贱民所能进入的,不管实力如何,光是贱民的身份,便不可能成为我帝兴学院的学员,实在可笑。 没加入帝兴学院。 秦晨手心紧钻,心中一沉,那他们现在在哪里? 他语气焦急,紧张说道。 当初幽千雪他们之所以会来大威王朝皇城,便是因为只要加入帝兴学院,刘先宗等势力便不能为难幽千雪几人。 可如今,幽千雪他们竟然没能加入帝兴学院,那他们会遭遇什么样的危险? 秦晨不敢想象。 听到秦晨紧张的语气,那少女狐疑的看了眼秦晨,脸色难看起来,冷漠道,你这么紧张的打听他们做什么? 莫非,你也是和他们一样,来自五国的贱民不成。 说,他们到底在哪里? 秦晨目光一冷,身上绽放寒气,他可不想和对方做口舌之争。 你想做什么? 少女身边的青年面色一寒,踏前一步,眸中有锋利的冷芒闪过。 一股冷冽的气势,笼罩住秦晨,此人年仅二十四五,竟然是一名武阶初七的武宗。 如此实力,比当初玄州三大天骄之一的帝天一、华天渡等人,只强不弱。 不愧是大威王朝最顶尖的帝兴学院,随手一人,便有这等实力。 只可惜,他遇到的是秦晨。 你,是否知道他们的下落? 秦晨冷视那青年。 知道,又如何,不知道,又如何。 俊朗青年不懈地看着秦晨,我以前未曾见过阁下,阁下应该不是我地心学院之人吧,也敢在此闹事,是找死吗? 高高俯视秦晨,俊朗青年眸中带着嘲讽和轻蔑之色。 呵呵,此人竟然敢对秋云秋少嚣张,难道他不知道秋少是谁吗? 看他年龄,也只有十六七吧,在秋少面前,恐怕一个照面都过不了。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也不知从哪里来的,不会真和那几个贱民一样,来自五国之地,想加入我们地心学院吧。 哼,此人把我们地心学院当成什么了,垃圾收容锁吗? 周围人群传来窃窃私语,也有几人,嘴角擒着冷笑,满是不屑之意。 在他们这些大威王朝皇城的天才眼里,来自王朝各州的天骄,都算不得什么,更不用说是五国这样的地方了,恐怕在我们心目中,五国的武者,甚至连垃圾都不如。 秦晨目光一冷,这些家伙,太嚣张。 陈少 跨前一步,黑奴站了出来,斗棚下的目光,阴冷如毒蛇。 此地是我地心学院,阁下可要考虑清楚了,别过火。 感受到黑奴身上的气势,两名守卫脸色一变,莫得跨前一步,冷冽说道。 手一抬,秦晨阻止了黑奴,同时对那两名守卫拱手道,两位请放心,在下不会在这里破坏你们地心学院的规矩。 呵呵,贱民就是贱民,怕了吧,那就赶紧滚,这里不是你们放肆的地方。 骏朗青年秋云痴笑一声,呵斥开口,嚣张狂妄。 咯咯。 那少女也笑了起来,眼神轻蔑,仿佛在看蝼蚁。 周围其他学员也都嘴角擒笑,这两人在地心学院门口嚣张,怕是找错了地方。 唤进囚龙。 秦晨冷笑,并不说话,只是双眸之中,陡然射出一道无形的精神之力,那幽冷深邃的眸光,如同一个漩涡,陡然渗透入前方那青年和少女的精神世界。 呼。 两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下一刻。 一身轻沙的两人,同时现身一个冰寒幽深的空间。 几根拳头粗的电光锁链,将彼此的四肢捆覆住,漆冷将麻枝杆,让两人动弹不得。 第676章杂役学员 说吧,王启明他们,究竟在什么地方? 秦晨冷视两人,寒声说道。 你是什么人? 这里是,什么地方? 两人立声尖叫,眼神骇然。 猛然从学院门口,被带到如此阴森恐怖的地方,令他们如何不震惊,不惊骇。 浑身寒毛竖起,惊目盯着秦晨。 弄清楚状况,现在是本少在问你们。 秦晨立声道。 我明白了,这里是你的精神空间,你是幻术师。 突然,似是想到了什么,秋云脸上露出惊容,紧接着强大的真力,从他体内疯狂涌动,试图冲破这精神屏障。 别白费功夫了,以你的精神修为,想要冲破本少的精神空间,无异于痴人说梦。 秦晨冷笑。 臭小子,你知道本少是谁吗? 本少是秋家的秋云少爷,你敢动我,我秋家不会放过你的,识相的话,速速将本少放下,饶你一死。 剑反抗无用,俊朗青年顿时立声呵斥道,眼神怨毒。 这种时候,竟然还在威胁秦晨。 看来正常的问话,是无法进行了。 秦晨摇头,神情淡然自若,手中浮现一条遍布荆棘的雷电长边。 精神力突破到六阶之后,秦晨能够将精神幻境中的时间流速,扩大至百倍以上。 也就是说,外界一息的时间,在这里至少是一百息,对秦晨而言,足以做很多事情。 噼啪!黑色的雷电荆棘长边,在虚空划过一道边影,瞬间抽打在俊朗青年的身上,瞬间在他身上撕扯出道道遍布写家的胶痕。 啊!俊朗青年惨叫出声,怒视秦晨,嘶吼道,小子,你敢动我,我秋家不会放过你的。 呵呵! 秦晨冷笑,不为所动,但秋云的硬骨头却令他颇为头疼,他不是虐待狂,相信不断折磨下去,秋云要不了多久就会求饶,但是他没有这个时间。 此时秦晨心中,最牵挂的还是王启明他们。 此人骨头倒挺硬,不知道你的骨头如何。 转过头,秦晨看向那口口声声呵斥自己贱民的少女身上。 少女身穿薄纱,四肢舒展,被雷电铁链拉扯在虚空之中,姿势极为暧昧,浑身上下的曲线,若隐若现。 贱民,你想干什么? 感受到秦晨协议的目光,少女只觉得浑身一凉,仿佛浑身上下都被对方看透了般,没有任何的秘密,脸色瞬间一片惨白,下意识的怒斥。 贱民 秦晨淡笑,挥动手中不满荆棘的雷电之鞭。 劈啪 电光涌动,少女胸口瞬间出现一道鞭痕,身上的薄纱,也在这一击下被撕扯开来,露出大片血腻的肌肤。 啊! 少女惊呼,娇躯瑟发抖,内心空前无助,她情不自禁想要双手遮住自己暴露的春光,无奈身体被束缚在虚空,根本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体,暴露在空气之中。 臭小子,有种你放开我,决意死战。 秋云眼神愤怒,咆哮嘶吼,浑身轻筋暴突。 嗯,还不说吗? 呵呵,在本少的精神空间里,本少就是这里的王,可以肆意妄为,如此娇嫩的一个少女,本少是不是要做些什么呢? 秦晨似笑非笑,看着秋云和那妖娇少女,你们两个应该是情侣吧,在你男友面前,做一些南登大雅之堂的事情,不知道回头你这男友,会不会扔了你这贱货呢? 不要。 少女面色大变,骇然惊呼,楚楚可怜。 恶魔,这家伙是个恶魔。 此时他对秦晨的精神空间,充满了恐惧。 内心已经在想象,如果自己不乖乖配合,遭遇秦晨无尽折磨和顽虐羞的场景。 而且还是在他爱慕的秋云少爷面前。 不。 如果真发生这种事情,他恨不能一头撞死在这里。 我说,我说,你别动手。 少女惊慌失措,惶恐说道。 早点这样不就好了吗? 非要本少动行。 秦晨冷漠道。 你说的那几人,前段时间,的确来我地心学院参加过入学考核。 少女瑟瑟发抖,惶恐开口,他们实力很强,一路击败了很多参加入学考核的学员,甚至获得了新生入学的前几名桂冠。 说到这里,少女谋中流露出一丝极度。 秦晨默然,可以想象,这少女应该也是被击败的新生之一,所以才会口口声声见民,新生怨恨。 后来呢? 秦晨冷喝。 既然获得了入学新生的前几名,按照道理,进入地心学院,是理所应当,可结果秦晨早就知道了,王几名他们并未能够成功入学。 就在地心学院既然招收他们的时候,有人点出,他们是来自五国之地,立即惹来了诸多新生的不满,一起闹到了学院教务处。 少女接着道。 秦晨冷然,他知道,这显然是那些学员们,不愿意让王几名这些击败了他们的人进入地心学院。 当时地心学院的高层,也在权衡利弊,可就在这时,三皇子说了一句话,地心学院,是大威王朝的地心学院,而不是五国的地心学院。 最终,他们没能获得入学资格。 不过,那几个剑,武者背后,似乎有当隔阂血脉圣地的人支持,再加之当时有五皇子开口,说,既然有五国之人前来入学,说明这几人新朝我王朝,更何况,他们也获得了新生入学的前几名,不能因为身份,一棍子打死。 最终,你说的这几人被地心学院录为杂役学院。 杂役学院? 秦晨眉头一皱。 是,杂役学院是学院设立的一个特殊身份,并不属于学院真正的学员,并不会接受学院教导,也不享受学院任何福利,但却要给学院进行打扫等工作,担任杂役学院满三年后,便可再度参加考核,若是通过,便可为正式学员。 少女解释道,秦晨这才明白过来,什么杂役学院,根本就是地心学院打杂的,相当于一些宗门中的杂役弟子,每日为正式学员打扫和服务,根本没有半点地位和人权,唯一的好处是,至少勉强也能算是地心学院的人,可以获得一些庇护。 秦晨明白,这也是王启明他们会答应做这个杂役学员的原因所在。 那他们现在人在哪里? 秦晨寒声道,杂役学员没有资格住在学院里,而且他们也没有资格待在皇城,因此我听说,他们几人都住在西城贫民窟。 说到这里,那少女眸中闪过一丝高傲之色,但突然醒悟过来自己的处境后,急忙又将这一丝高傲收敛了起来。 贫民窟 秦晨目光一冷,骤然射出冷冽寒芒,浑身怒气沸腾。 第677章冯家逼迫 贫民窟是什么地方,秦晨之间已经有所得知。 那是一个极为混乱,卑贱之地,只有那些在皇城之中生存不下去,没有任何背景的武者,才会待的地方。 毕竟,大威王朝皇城寸土寸金,一些普通的五阶五宗,都很难买得起房产,再加之住在客栈,也极为昂贵,以王启明他们的财力和身份,根本无法居住在主城。 住在贫民窟? 你说的是真的。 秦晨立合,眼神瞬间变得极冷,带着不信。 就算是王启明他们成为不了地心学院的正式学员,也不应该住在贫民窟这样的地方。 若只有王启明他们几人,或许会这样,但是带领王启明他们前来的,还有当格的潇雅和穆冷风,以及血脉圣地的向问天和东方青,再不计,他们也不会让王启明几人住在那种地方吧。 所以他不信。 其他我不了解,但那几人,的确是住在西城贫民窟,而且还是贫民窟中最脏乱的地方,这也是称呼他们为贱民的原因之一。 少女被秦晨的目光震慑,情不自禁说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晨明白,此时此刻,对方根本没有骗自己的必要。 这里面一定是发生了某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知道了这一点的秦晨,瞬间就为王启明他们担忧起来。 必须尽快找到幽谦雪他们。 呼! 精神力瞬间收回,秦晨对着黑奴立声道,走,我们去西城。 话音落下,根本不等黑奴回复,已然朝着西城飞掠而去。 黑奴一愣,也急忙跟了上去。 这两个贱民,怎么突然间走了? 原本站在地星学院门口嘲讽的诸多学员,全都一愣。 秦晨的幻境囚笼仅在一瞬之间,以至于这些人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扑通! 在众人的愕然之中,秋云和那少女这才从精神控制中回过神来,一瞬间齐齐摔倒在地,浑身冷汗淋漓。 该死的小子,本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紧接着一道凄厉的怒吼之声,在地星学院门口响彻,怨恨愤怒。 西城,贫民窟。 这里是大威王朝皇城最为残破的地方。 地面上的石板,漆黑斑驳,常年不曾打扫,流淌着倒倒黑色的污水,散发出一股令人作苟的味道。 一个个衣着破络的平民和舞者,偶尔在街道上走过,表情木讷,犹如行尸走肉一般。 这里是皇城最底层的所在。 这里的每个人,都从事着皇城最为卑贱的工作,过着穿不暖,吃不饱的日子。 他们的目光中,没有希望,有的只是呆滞,以及劳累的一天的疲惫。 街道两侧,是一排排低矮的房屋,砸乱无章。 和外界富丽堂皇的建筑,产生天壤的对比。 可便在这任何一个皇城世家弟子都不愿意到来的污秽之地,此时却有一群身穿紧袍,流露富贵之气的高手,聚集在一片残破的房屋前, 嘴琴冷笑,冷冷的凝视面前的那一群少年。 《逍雅,我劝你还是别做无畏的反抗,你虽然是当格之人,但也只是一个四品炼丹师,或许在普通人眼中,地位高贵,但在老夫眼里,根本不算什么,若是你在执迷不悟,就休怪老夫不给当格面子,将你拿下了。 一道淡漠的声音传出,说话之人是这群人中领头的一名中年男子,身穿金纹翠绿公筹,一身气势逼人,冷是人群前方的萧雅。 冯伦,你赶紧让开,否则我萧雅与你不死不休。 萧雅怒喝出声,脸色阴沉,眼眸凌厉的可怕。 他断然没有想到,冯家竟然做出这等卑劣的事情来。 萧雅阁主,咱们再不去冯家,恐怕就没时间了,若是幽谦雪他真的嫁给了冯家少爷,咱们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 萧雅身后,枉起名手持战刀,浑身散发浓烈的杀戮刀意,宛若一尊杀神一般,死死凝视前方的这一群人,目光中带着无尽的杀意。 在他身旁,萧战,宇文峰,子勋,赵灵山,赵伟几人也面带愤怒,浑身发抖。 呵呵,怎么,就凭你们这一群人,也想造反? 锦衣冯仑冷笑凝视着面前这一群人。 冯仑?难道你真要与我当格为敌吗? 萧雅咬着嘴唇,稀里怒喝。 你,也能代表当格? 你可别忘了,你那师尊,现在都不知是死是活,别给你师尊惹麻烦,马上退回屋里去,别自找没去。 冯仑跨前一步,脚步重重一踏,气势奔腾,压迫在萧雅的身上。 哼!一声闷哼传出,萧雅当即蹬蹬后退两步,脸色一白,嘴角几乎一出鲜血。 冯仑? 皇城巅峰是家冯家的和新长老,一身修为,高达六阶初期五尊。 他萧雅,在回到大威王朝之后,虽然突破到了五阶五宗境界,但如今,也才五阶中期,如何和冯仑这等五尊强者相比? 还有你们这群人,都给我滚回去。 眸光一冷,冯仑冷是王启明等人。 冯仑,你冯家强迫幽千雪嫁入你冯家,太过卑鄙,简直禽兽不辱。 王启明怒喝。 找死,自以为加入了地心学院,老夫就不敢动你们了。 更何况,那幽千雪是自愿嫁入我冯家,呵呵,为了能让你们几个活命,此女还真是大义,一听我冯家拿几位的性命要挟,立即就乖乖就犯了,哼,一个五国贱民能嫁入我冯家,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冯仑冷笑连连。 此语,让王启明等人更加愤怒,眼眶通红。 呵呵,恼羞成怒了。 一群五国的蝼蚁,真以为得到了什么传承,就无敌了。 冯仑痴笑,老夫再说一遍,马上滚回屋里,否则就休怪老夫辣手无情。 要知道,你们只是地心学院杂役学员,就算老夫杀了你们,地心学院也根本不会在乎。 不行,我们今天一定要去冯家,救出幽千雪。 王启明咬牙。 就。 你们有这个本事吗? 说吧,冯仑似乎失去了耐心,看向身后跟随而来的诸多冯家舞者,冷冷道,把他们几个,全都扔回屋里去。 是,长老。 宁笑声中,冯仑身后的一群冯家高手,纷纷出手,灰红的得武宗之力暴射,恐怖的真力直接抓射而来,如同血兽张开争鸣巨口,肆无忌惮。 第678章 蝼蚁就是蝼蚁。 冲出去。 王启明怒喝,一刀斩出。 轰。 灵力带着毁灭杀气的刀光,倾泻而出,如同一片汪洋,席卷一切。 小子,你天赋是不错,可惜,太弱了。 对面,一鸣五阶后期巅峰的武宗名校,手中出现一根鞭铁长棍,瞬间轰在王启明批出的战刀之上。 只听轰隆一声,有无尽真力暴射而出,两人脚下的地面,咔嚓裂开,密密麻麻的裂纹,如同蜘蛛网般散开。 登登登。 王启明后退三步,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论修为,他才五阶初期,放到地心学院中,也堪称高手,任何一个五阶初期,甚至五阶中期的武宗前来,都会被他斩杀。 可惜他遇到的,是冯家的顶尖高手。 五阶后期巅峰的武宗,论修为,比他高了几个等阶,更何况,冯家乃是皇城三大豪门之一冷家麾下最顶尖的世家之一,其中弟子修炼帝功法,也绝非无名之物。 滚回去。 一朝得终,那五阶后期巅峰武宗再度凝笑,一棍扫来,棍影咆哮,如怒龙,如猛虎,纵横天地,横扫一切。 这一棍,是要将王启明重伤。 吼。 王启明怒吼,眼眸赤红,先前虽落入下风,可他气息愈发疯狂,咆哮声中再度挥刀出手。 轰轰轰。 棍刀撞击,恐怖的真力疯狂反震,王启明连连后退,嘴里不断吐出鲜血,可他气势却如同发疯的孤狼一般,死死盯着自己的猎物,不曾后退一步。 这家伙,还真是个疯子。 那五阶后期巅峰五宗脸色难看,以他的修为,竟然拿不下一个才五阶初期的青年,传出去,如何立足。 棍扫乾坤。 吼。 血脉之力生腾,那五阶后期巅峰五宗面目猙獰,一瞬间实力暴涨了一倍,那浩荡的棍影披落,瞬间轰碎王启明挥出的刀光,紧接着重重砸在他的身体之上。 扑齿。 王启明张口喷出一口鲜血,脸色苍白,身上四处都溢出鲜血,不停的后退。 那人还想继续进攻。 助手,此人也是古南兜十二强之一,得到有惊人传承,更何况好歹也是地心学院杂役学员,皇城中盯着此人的人太多,就这么杀了,不好交代。 始终傲立在一旁的冯伦冷声呵斥,顿时令那舞者停下脚步,只是冷冷的看着浑身鲜血的王启明,面露不屑。 与此同时,其他几名冯家的舞者,也都强势出手,仅仅片刻之间,肖战,宇文峰等人,个个吐血重伤,被甩飞出去,根本没有反抗的力量。 此次前来,冯家派出了不少高手,一群五阶后期甚至后期巅峰的武宗出手之下,即便是肖战他们实力都有突飞猛进,来到大威王朝之后都突破到了五阶武宗境界,但还是无力阻拦。 他们重重的摔倒在地,浑身剧痛,愤怒的看着面前的冯伦等人,眼神中带着绝望。 一旁,街道两侧,不少听闻动静的舞者此时也围拢而来。 这些人,都是贫民窟中之人,修为强的,也就是普通五阶武宗,弱的,玄疾,天疾的都有,此时都经济的看着面前的场景,一言不发。 对他们而言,皇城顶尖世家之一的冯家,就像一个庞然大物一般,根本不是他们能够得罪的。 像他们这些没地位的贫民,一旦得罪对方,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死。 呵呵,就这点实力,也想反抗,若非因为某些缘故,老夫早就杀了你们了,来人,把这些人都扔进屋里去,若还有敢反抗的,打成残废。 冯伦冷笑着说道,目光中充满了不屑。 而后,他甚至看向周围街道两侧围观的无数贫民窟民众,痴笑道,看到没有,贱民就是贱民,你们这群生活在贫民窟的渣子,永远别想着能够做人上人,好好的当好你们的狗,还有一口饭吃,不听话,狗腿都要被打断。 闻言,贫民窟中众人眼神愤怒,一个个攥紧双拳,目光都快喷出火来。 怎么,不服气? 冯伦目光一冷,如一股冷力的寒风,扫过众人。 原本愤怒的气氛,竟被这冰寒的气息瞬间一扫而空,在场数百人被那冯伦目光一扫,竟个个低下头,连只是他的勇气都没有。 蝼蚁就是蝼蚁,永远别想着能成为凤凰。 冯伦嘲讽道。 而此时,他的几名手下,也在走向愤怒的王启明几人。 冯伦,你住手。 肖雅怒吼一声,冲上前来。 哼,真以为我不敢动你。 冯伦目光一冷,一掌轰出,六阶五尊的真力瞬间凝聚,轰得一声,肖雅的身体直接被拍飞出去,重重摔倒在地,口吐鲜血。 冯伦目光冰冷的看着他,冷冷道,肖雅,老夫只是看在当格的份上,对你网开一面,别给脸不要脸,此事乃我冯家内事,再敢插手,休怪老夫不留情面。 肖雅愤怒的看着平伦,以及被诸多冯家强者重伤的王启明几人,眼中有着强烈的痛苦之意,都是他害了幽千雪,肖战他们。 若非是他将他们带来皇城来,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他以为自己依靠着当格,就能庇护住幽千雪他们,现在才知道,太天真了。 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正赶往贫民窟的秦晨并不知晓,此时,他和黑奴在飞略之下,已然来到了贫民窟外。 这里就是皇城贫民窟吗? 看着面前杂乱的场景,秦晨内心狠狠一抽搐。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污水横流,臭气熏天,零散的棚屋到处搭建,哪里是人住的地方,连狗窝,猪窝都不如。 幽千雪他们竟然住在这个地方。 秦晨内心冰冷,虽然五国极为弱小,但再怎么说,幽千雪也是灵天宗的大小姐,子勋和赵灵山也是大齐国的公主,郡主,何曾住过这样的地方? 这几个月,他们是怎么度过的? 光是想想,秦晨就感到心冷。 既然我来了,就绝不能让他们再吃苦。 心中暗暗说道,秦晨带着黑奴迅速走入贫民窟,刚准备询问,突然感受到贫民窟深处传来一道真力波动。 六阶的武尊 秦晨一愣,刚才那股波动,显然是六阶的武尊气息,但是贫民窟里,怎么会出现武尊级别的高手? 走,过去看看。 心中莫名的感到一丝不妙,秦晨低沉开口,带着黑奴迅速略向波动传来的所在。 第679章对不起,我来晚了。 破落的房屋门前 冯家的诸多高手,将王启明等人牢牢控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 我说,几位何必如此倔强呢? 你们应该知道我冯家想要的是什么,那忧千雪嫁入了我冯家,以后我冯家自然会庇护各位。 各位也知道,盯着你们的,我冯家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如今整个大威王朝,哪个势力不关注几位? 就算能逃出我冯家的手掌,诸位还能逃出所有大威王朝势力的手掌吗? 冯伦冷笑着看着浑身鲜血的王启明几人。 所以说呀,实实物者为俊杰,几位只要乖乖交出我们冯家想要的东西,我保证,我冯家今后会庇护格外,不再受到其他势力的叨唠。 冯伦嘴角勤笑,一脸诚恳的说道。 我呸。 王启明将一口带血的唾沫吐在冯伦身上,怒道,你们冯家用卑鄙的手法要挟幽千雪,还想骗到我们,休想。 众人神色愤怒,他们都很清楚,对方想要的是什么,无非是王启明,宇文峰,以及幽千雪三人从古南都得来的传承秘籍。 当初这个消息传到大威王朝皇城之后,连皇城中的诸多势力也都被惊动了,若非有逍雅他们周旋,再加上成为了地心学院的杂役学员,恐怕他们早就被其他势力给绑走了。 别的不说,光是没找秦晨的刘仙宗,便恨不得将他们千刀万剐。 呵呵,有骨气。 冯伦笑了笑,看了眼身上的唾沫,眸中突然闪过一丝力芒。 砰。 他一脚踹出,脚底将王启明的头颅瞬间碾入地底,脸色顿时变得无比猙獰。 你胆子很大吗? 废物。 冯伦脚底用力,面目猙獰,眼神暴力凶残,将王启明的头颅重的踩入地底,地面上肮脏的东西混着王启明的鲜血,令他无比的狼狈,嘴角不断的溢出鲜血。 王启明。 众人惊呼,看着王启明凄惨的模样,痛苦的流下了眼泪。 他们恨。 恨自己实力不够强,只能被对方欺凌,却无力反抗。 呵呵,骨气倒是不小,不过老夫最烦的就是你这种弱者的骨气,跪着向我求饶,求饶我便放了你。 冯伦脚底撵动,将王启明的头颅一点点撵入地板之中,凝笑着说道。 那种残忍的举动,令所有围观之人都倒吸一口冷气,眼神终满是惊恐之色。 换作他们,根本无法忍受这种痛苦。 可王启明却咬紧牙关,连哼都不哼一声,只是怒吼道,畜生,有种你就杀了我。 你以为老夫不敢杀你吗? 冯伦脸色愈发的争鸣,突然瞥到一旁的子勋公主和赵灵珊,双眸中末地流露出一丝银鞋之色。 来人,把他们两个拉过来。 冯伦突然凝笑一声。 是。 当即有两名高手上前,将子勋和赵灵珊拉了出来。 你想干什么? 消雅愤怒吼道。 其他人也都牙刺剧烈,牙齿都咬出了鲜血。 干什么? 冯伦凝笑着看着子勋和赵灵珊,淫荡地笑道,嘖嘖嘖,真是两个大美人哪,比少爷看中的那个并不逊色多少,今日少爷大喜,春光无限,老夫却被派来看守你们这几个废物,不偷吃一下,岂不是吃了大亏了? 嘿嘿,哈哈哈哈。 众人脸色全都变了,这冯伦简直是禽兽不如,一个个目光惊怒。 冯家的诸多舞者却是凝笑了起来,一个个眼中满是淫荡的笑意。 其中一个舞者甚至淫笑道,冯伦长老,你若玩过了,不如给我们几个也玩玩,也开开婚。 哈哈哈哈,放心,有老夫的,就少不了你们的,把这两人带上来。 那两名抓住子勋和赵灵山的冯家舞者,顿时拉扯着两人上前。 你们放开我们。 子勋和赵灵山脸色大变,愤怒地挣扎。 呵呵,劲还挺大,不过劲越大,玩起来才越爽,嘿嘿嘿。 拉住两人的舞者,个个兴奋无比,浑身燥热起来。 放开子勋公主和灵山郡主。 肖战牙刺剧烈,疯狂扑了上来,但是不等他靠近冯伦,冯伦突然一脚踹出,咔嚓一声, 骨骼碎裂之声清晰响起,肖战喷出一口鲜血,如出塘的炮弹一般重重摔倒在地,浑身扭曲。 可他依旧死死地怒视着平伦,眼眸中流下痛苦的血泪。 身为大齐国的守护神,他何曾如此无助过,他保护的公主和郡主眼看就要被人玷污,可他却根本没有办法阻止。 苍天为何如此不公? 冯伦冷冷地看了眼肖战,冷笑道,扫兴的家伙,这家伙,似乎是五国中的一个顶尖高手吧。 呵呵,五阶初七的武宗,竟然也能成为顶尖高手,简直可笑,来人,杀了他,死人并不是地心学院的杂役学员,也不会有人说什么。 是,长老。 一名冯家的高手凝笑着走上前,手中的战刀猛的朝肖战斩落下来。 不。 子勋等人痛苦地嘶吼起来,眼角流泪,但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战刀迅速斩向肖战的搏梗。 陛下,对不起,臣没能保护好公主和郡主。 肖战眼角寒泪,目光绝望。 眼看那战刀即将披中肖战。 突兀的。 住手。 一道蕴含有无尽怒意的爆喝之声响起,轰隆隆,那声音如狂雷震动,瞬间震撤每个人脑海。 紧接着。 咻。 一道凌厉的剑光几乎同时掠来,盯的一声,将那几乎砍在肖战脖子上的战刀瞬间劈飞出去。 什么人? 所有人都大惊,连朝剑光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两道流光,正从远处暴掠而来。 正是疯狂赶来的秦晨和黑奴。 只是此时的秦晨,浑身散发出冰冷的气息,他的眼眸通红,那冰冷的气势,就如同万载不化的寒冰,让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冰冷。 刷刷。 几乎是眨眼之间,秦晨和黑奴就来到了人群前方。 秦晨。 子勋等人目光都呆滞了,怎么也没想到此时赶来的竟然是秦晨,不知为何,眼泪止不住的流下。 看着面前浑身鲜血,狼狈不堪的王启明等人,秦晨的目光前所未有的冰冷,心中的怒火,像是火山喷发一般抱涌而出。 怒。 前所未有的愤怒,那怒气死死堵在秦晨的胸口,像是一个被引燃的炸药桶一般,怎么也无处宣泄。 对不起,我来晚了。 自责的声音,在这天地间回荡,震撼每个人内心。 第680章一个不留 对不起。 仅仅的几个字,代表了秦晨现在的心情。 自责。 他为了打破桎梏,前往黑找城,一去就是那么久,却不曾料到,王启明他们竟然在这里受苦。 是他把事情想象得太天真了。 就算是有逍遥和穆冷峰他们在,可是当格,毕竟只是一个中立的外来势力,在大威王朝皇城,有一定的震慑力,却没有足够的权威。 如何能护住身怀重宝的王启明他们? 他应该更早的前来。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到来,还为时不晚。 冷冷看了眼冯伦,秦晨眸中兄弟骤声,可随即,秦晨又看向重伤的王启明几人,原本满含怒火的目光,偶然变得温和起来。 诸位放心,现在我来了,从今天起,没有任何人,能踩在我们的头上。 一股冰冷的气息从秦晨身上弥漫而出,他的眼神瞬间变得极冷。 他的话不中,一字一句,但却像是一柄锯锤一般,重重的敲在每个人心头,嗡嗡作响,重于千军。 吃! 突然间,冯伦笑了,笑声轻蔑,眼神不屑。 哪里来的小鬼,在这里大言不惭,找死吗? 他冰冷看着秦晨,目光渐渐的冷了下来。 说实话,之前秦晨突然出现的时候,还真把他吓了一跳,可此时回过神来,心中涌现的,却只有不屑。 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而已,以为自己是谁? 大威王朝的太子呢? 言语竟如此嚣张? 不对,秦晨! 呼地! 冯伦猛的回想起之前肖战他们的称呼。 眸光中偶然射出一道寒芒,你是那个获得了古南都考核冠军,在古南都一记杀死了刘先宗葛玄的那个秦晨。 这一瞬间,冯伦血液加速,兴奋得无法自意。 秦晨大名,他如何没听过? 刘先宗一心追杀的凶手,击败了玄州三大天骄,获得了古南都考核冠军,并且得到最高奖励的那个五国少年。 可以说,如今半个大威王朝的顶尖势力,都在寻找这个少年,想要夺取他身上的古南都传承。 只不过此子,在古南都考核之后,就神秘消失,再也不见踪迹,无人有其消息,没想到竟会突然来到皇城之中。 没错,就是我。 秦晨冷冷开口,没有否认。 还真是你。 冯伦呼吸急促,两眼瞬间放出光芒。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秦晨身上的传承秘籍,可是连他冯家上头豪门冷家都寄予风找的东西。 哈哈哈哈,好,好,小子,既然来了,就一同留下吧,看来这一次,老天眷顾我冯家,我冯家要发了。 冯伦兴奋大笑,对着身旁的手下莫得一挥手,拿下他。 是。 冯伦身边的那些武宗,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听到命令,凝笑一声, 其中最前方的一人,第一时间就朝秦晨扑了上来。 小子,给我躺下吧。 那五阶后期巅峰武宗手掌一番,真力闪耀,酝酿强势攻伐力量,化作一片掌影汪洋,朝秦晨扣杀过来。 轰隆隆的碾压之声响起,代表了五阶后期巅峰的真力席卷,周围不少人分明不在掌影笼罩之中, 可依旧被惊人的气息压迫得动弹不得,心跳加速,一个个面露骇然。 冯家的强者,不愧顶尖世家之名,实在名不虚传。 他们虽然狂妄,可真真确却有狂妄的资格。 秦晨 见到被无尽掌影笼罩的秦晨,先前还处于激动中的肖战等人,脸色瞬间变得死灰,惊呼出声。 秦晨的强悍,他们自然了解,在五国之时,便从未让他们失望过。 可如今,他面对的是大威王朝顶尖世家的冯家,这是一个丝毫不弱于刘先宗的强大势力,比起刘先宗,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今在这里,有冯家的诸多武宗强者,甚至还有冯伦这个六阶的武宗高手,秦晨就算天赋再惊人,又能掀起什么烂花。 这一刻,肖战等人瞬间没有了任何惊喜,有的只是惊恐和后悔,甚至蹊跡秦晨根本没出现过。 但这显然不可能,他们只能期盼,秦晨能够反应过来,及时逃走。 可令他们绝望的是,在那冯家武宗的强势进攻下,秦晨似乎傻了一般,呆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眼睁睁地看着那恐怖的攻击,瞬间降临他的头顶。 呵呵,原来是个白痴,就这家伙,拿到了古南都的冠军。 不是搞错了吧? 冯家出手的武宗见到秦晨一动不动,忍不住恶然开口。 他本以为秦晨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因此一出手便是全力。 可现在看来,实在是谨慎过头了,死子,不过尔尔。 眼看他的掌影就要将秦晨覆盖,就在这刹那之间,秦晨终于动了。 抬起头,一道如惊鸿般的眸光暴射,而后诛人就见秦晨骤然之间抬手虚空一抓。 轰隆一声,一只恐怖大掌影仿佛从虚无中出现,直接朝那出手的武宗身体扣纱过去,轰隆隆的碾压之声传出。 那武宗看到掌印出现的刹那脸色瞬间苍白如指,轰咖一声,他轰出的掌影瞬间就被那恐怖手爪碾压轰碎,紧接着恐怖手爪盖压而下,直接将他扣死在地面之上,体内真力凝固,无法动弹分毫。 怎么可能 住手 放肆 冯家其他人看到这一幕纷纷大喝出声,就连冯伦眼目光一凝,露出骇然,正欲开口,就见秦晨冰冷的眼眸猛的扫向他们。 这是何等冷漠的一双眼瞳,宛若死神从地狱走出,冰冷的风暴席卷这片空间,眼眸锁过之处,诸人进阶感觉到来自秦晨身上的怒火,这一刻他那深邃的眼眸中射出的寒光,隐隐透露出不可一世的锋芒。 被扣住的武宗,更是有种要窒息的感觉,他无法想象,秦晨竟能强大到这等地步,简直害人。 这真的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吗? 不管你们是谁,不管你们有什么身份,党敢对我秦晨的朋友出手,就要有死的觉悟。 黑奴,杀了他们,一个不留。 秦晨冰冷开口,随即大掌印直接扣杀而下,扑斥一声,那被掌印扣住的冯家武宗惨叫一声,瞬间被轰成碎渣,化为满地鲜血。 属下黑奴,原为主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秦晨身后,一身斗篷的黑奴缓缓缓走出。 抬起头,斗篷下的漆黑的双眸中射出斜翼的寒光,寒意冰冷每个人的心脏,节节怪笑声中,黑奴化作一片黑影席像冯伦等人。 第681章,疯狂杀戮 子勋他们站在秦晨不远处,看到这一幕都呆住了,秦晨他,竟然,这么强大。 你放肆。 找死。 冯家诸人个个惊怒不已,纷纷抱起。 秦晨虽然厉害,但只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他们也不是太聚,之前那人被秦晨一掌扣杀,在他们看来,只是因为对方大意了,让秦晨钻了空子。 他们唯一在意的,是从秦晨身后杀出的黑奴。 在黑奴掠出的瞬间,立即就有数名冯家的高手冲了上来。 杀。 只见一名五阶后期巅峰的强者率先抱起发难,身体朝着黑奴轰杀而来,虚空中出现一道可怕的金色刀光,仿佛拥有斩断一切的锋锐,能够切割一切。 节节。 冷笑响起,黑奴手中出现一柄寒冰长枪,划,枪如龙,只是一刹那,将忙充斥天地。 黑奴抬手一次,刺出一道枪影,仿佛虚空都被瞬间刺穿,那似乎能斩断一切的金色战刀,竟被直接扎爆开来。 扑斥。 枪影一抖,那高手邓大惊怒的双眼,眼睁睁看着恐怖的枪影吞噬自己,将整个人刺爆开来,化为血雾,别血长空。 什么? 众人大惊,一名舞阶后期巅峰的高手,这么轻易就被杀死了。 对方究竟是什么修为? 冯家诸多舞者都心下骇然。 一起上,杀了他们两个。 冯伦目光僧寒,怒声呵斥,神色却无比凝重,死死盯着浑身散发阴冷气息的黑奴。 看不透。 他竟然看不透黑奴的修为。 是。 上。 杀了他们。 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们两个不成。 怒喝声连连响起,一瞬间,剩下七八名冯家高手几乎同时出手,轰隆,璀璨的功伐真力化作洪流,朝黑奴席卷。 哈哈哈哈,来得好。 黑奴大笑,身体化作一道黑光,森冷血脉气息浮现,随即有漫天枪影垂落而下,直接笼罩了整片空间,拥有无比害人的尸杀之威。 呼! 天地尖枪影之下,寒风吹拂,仿佛瞬间来到了寒冬腊月,冻得人浑身冰凉,血液僵住。 此枪影席卷,顿时直接镇压所有冯家的高手,仿佛枪在,其他力量进阶失去了色彩。 区区平家,是家而已,竟也敢得罪陈少,你们既自寻死路,我黑奴成全你们。 话音录下,黑奴一斗寒冰长枪,哗啦,枪影横扫,瞬间搅碎冯家诸多武宗强者轰出的真力洪流,紧接着手中长枪再度刺出,一扫之间,仿佛有阵杀一切的枪威垂落下来,枪芒直接穿透了诸人的身体。 扑扑扑扑扑扑。 宛若枪林穿体而过,七八名冯家武宗发出凄厉惨叫,面容惊恐之中,身上进阶出现枪芒窟窿,喷溅出鲜血,紧接着身形从半空坠落而下,随即被无尽的冰冷枪芒撕成碎片,当场殉命。 鲜血,洒落一地,汇聚成河流。 紧紧眨眼之间,冯家前来的所有五阶武宗高手,竟全都殉命,无以幸存。 死。 就在这时,一道怒喝响起,黑奴身后,否然浮现一道身影,冯仑不知何时竟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面带争鸣之色,一掌朝黑奴背后拍出。 轰隆。 掌影迷蒙,邪果千军之力,强悍的遵级力量横扫一切,化作掌影风暴,将黑奴瞬间包裹。 小心。 众人惊呼,瞳孔收缩。 这冯仑实在太过卑鄙,竟然让自己的手下送死,而他则利用战斗的空隙,偷袭出手,要将黑奴暗中斩杀。 哼,如果老夫没看错,你应该也是五尊高手吧,可惜,太嫩了,你错就错在,把当老夫当成无误,去死吧。 雷霆怒喝下,冯仑面色猙獰,体内血脉之力疯狂释放,在他身上形成一道黑红光韵。 之前黑奴一枪扎死他一名五阶后期巅峰的手下,冯仑就知道,黑奴的修为,绝不可能仅仅只有五尊,至少,也和他一样是六阶初七的五尊。 所以,他让其他弟子疯狂出手,吸引黑奴注意,而自己,则暗中潜伏而来,再抱起出手。 唯一令他没料到的是,黑奴太强了,就在这短短瞬间,他带来的七八名手下静静皆陨落,所幸的是,他的偷袭成功了。 轰隆 无尽掌影,几乎没有尽头,带着恐怖的肃杀攻伐之力,吞没黑奴。 成功了。 冯仑眸中闪烁激动,即便对方同样是六阶的五尊,但硬生生成功。 能受自己的权力一掌,不死也要重伤。 正惊喜着,冯仑突然面色大变,骇然的看着掌影淹没的所在,露出万分惊恐的神情。 轰 在他惊恐的目光之下,一道枪影从那密密麻麻的汪洋掌影中穿透而出,枪影横扫,竟将他全力轰出的攻击瞬间粉碎,黑芒暴散之间,璀璨无边。 这就想杀死吗? 阁下想太多了。 黑奴从暴散的真力洪流中走出,嘴琴冷笑,手握寒冰长枪,如同魔神,无可匹敌。 你不是六阶初期的五尊。 感受到黑奴身上如同汪洋般,机遇将他彻底吞噬的恐怖气息,冯仑脸色苍白,此时此刻,心神剧烈,骇然失声。 如此实力,哪是六阶初期的五尊,至少也是六阶中期级别。 这群人身边,怎么可能会有如此高手? 走。 他内心慌乱失措,知道不敌,竟转身就逃,六阶初期五尊的他不战而退。 走得掉。 黑奴冷笑一声,手中有璀璨的真力流动,流向他手中的寒冰长枪,可怕至极,爆。 低喝一声,黑奴手中的寒冰长枪,骤然亮起刺目的符纹光芒,宛若先魔怒吼,可怕的枪影瞬间暴碎开来,化作漫天碎影,轰隆一声巨响,倾泻在冯仑身上。 你。 冯仑飞略的身形凝滞在半空,他转过头,惊怒的看着黑奴,浑身上下都溢出鲜血,下一刻,轰的一声,整个人瞬间爆碎,血肉横飞,尸骨无存。 只是短暂的刹那战斗,包括冯仑在内的所有冯家强者进阶殒殒灭。 黑奴身上黑芒消失,只见他抬手,诸多储物戒指纷纷落入他的手中,而后瞬间回到秦晨身边,恭敬的将诸多储物戒指递给秦晨。 陈少,性不辱使命。 黑奴低头,态度恭敬,如同奴仆面对主人,朴实无华。 第682章怎么回事? 这。 这一刻。 所有人都惊呆,骇然的看着这一幕,嘴唇颤动,全都处于呆滞状态,愣神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特别是肖战等人,呆呆的看着死无全尸,满地鲜血的冯家强者尸体,无言以对。 这里面,任何一个冯家高手,都强得可怕,足以横扫他们所有人。 之前的他们,奋力反抗,甚至连伤到对方的资格都没有。 可如今,短短的片刻之间,所有冯家武者近阶陨落,甚至连那足以令他们仰望的冯仑,也死在这里。 如此强烈的震撼,让诸人一时之间都无法回过神来。 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秦晨身边的那名斗碰人究竟是谁? 怎会如此可怕? 大家都没事吧? 身形一晃,秦晨瞬间来到众人身边,他第一个,扶起王启明,感受着王启明身上的伤势,脸色难看,而后迅速的从身上拿出疗伤灵药,位入王启明口中。 紧接着,秦晨又一一给肖战等人检查伤势,纷纷令他们扶下疗伤丹药。 当秦晨来到子勋和赵灵山身边的时候,空气却变得莫名起来,两人接过秦晨给予的疗伤丹药,眼角的泪水,瞬间涌现了下来。 若非秦晨感到,他们根本不敢想象自己将面临的遭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后,秦晨来到肖雅面前,脸色难看的说道。 秦晨拿出来的灵药,都是利用黑死沼泽遗迹中的灵药所配置,品阶极高,一股暖流在众人身体中流淌,仅仅片刻之间,众人的伤势竟都痊愈得七七八八,除了骨骼碎裂还需调养一段时间外,其他伤势几乎瞬间痊愈。 听闻秦晨的询问,肖雅脸上顿时露出一丝尴尬之色。 当初在古南都,他和师兄穆冷风给秦晨的建议,是把王启明他们带到帝都,并令他们加入帝星学院,使得刘仙宗无法对他们下手,可结果,却和当初完全不同。 秦晨,当初我们的打算,是利用当阁和血脉圣地的地位,使得王启明他们获得帝星学院的考核资格,再加入学院,得到庇护,可惜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点问题。 肖雅羞愧说道。 秦晨皱眉,盯着肖雅,肖雅阁主,这个我知道,我便是从帝星学院找来的,是那大威王朝三皇子炎王启明他们来自五国,不配加入帝星学院,但是以当阁和血脉圣地的地位,不至于连这点问题都处理不了吧。 所谓的三皇子开口,在秦晨看来,并不算什么。 帝星学院虽是大威王朝皇室建立的学院,但当阁和血脉圣地是什么势力? 整个天武大陆最顶尖的两大恐怖组织,就算是不参与到各地势力的争夺中,但不至于连这点面子都没有。 只要当阁或者血脉圣地开口,皇室不会冒着得罪这两大势力,而将王启明他们挡在学院之外。 更何况,就算当阁和血脉圣地无法阻止帝星学院的决定,以这两大势力的能力,完全可以自行庇护王启明他们,根本不可能让他们住在西城贫民窟这样的地方。 陈嫂,你就别怪肖雅阁主了,这一切,和肖雅阁主他们无关,甚至连肖雅阁主他们,也因为我们吃了不少苦。 这时,肖战走上前,苦笑说道。 怎么回事? 秦晨皱眉,看向肖雅。 肖雅面露苦涩,秦晨,你应该知道,我们大威王朝当阁分部,虽然的确有不小的权利,但当阁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 当初主张让你参加丹道大比的,其实是我,我说服了师兄和师尊,让你代替我们大威王朝当阁,去参加丹道大比,也是想以此来庇护王启明他们。 这样的一个名额,其实十分珍贵,当阁内部想要占据抢夺的人极多,当初是师尊信任我,在当阁力挽狂澜,为你说话,才力排众议,可是…… 肖雅脸上露出一丝伤痛,等我带着王启明他们来到皇城之后,当阁中反对你参加大比的声音愈加响亮了,其中有一名和师尊不对头的长老,更是在当阁内部议会上呵斥师尊,说师尊他利用私欲,令当阁牵扯入地方上的争斗中,是在给当阁抹黑。 这倒也还好,毕竟师尊他在当阁,地位极高,也经营多年,算是有一些威望,即便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也能挡下。 可谁曾料到,就在我们回到皇城之后,师尊他突然一病不起,甚至几乎一命呜呼,到现在都没查出什么原因,甚至恐怕都活不了几个月了。 说到这,消雅眼眶顿时红了起来,在师尊病倒后,那和师尊不对头的长老,立即又跳了出来,而没有师尊说话,加上你迟迟不曾到当阁报道,你的名额,便被当阁直接取消了,至于王启明他们,当阁自然也不想管。 师兄为了庇护大家,向当阁副阁主禁言,结果被长老们呵斥,直接关了禁闭,现在都没出来,我在大威王朝当阁,也没有多少资源,人言轻微,也就。 说到这,消雅脸上尽皆羞愧之意。 秦尘脸色难看,他没想到为了自己,消雅在当阁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那么东方清会长何像问天那边呢? 旋即,秦尘又疑惑,就算是消雅他们那边出了问题,血脉圣地也完全有能力庇护王启明他们。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是据我所知,东方清他们在血脉圣地也受到了打压和责罚,似乎也是因为插手了古南都一事。 消雅苦笑。 秦尘脸色阴沉,看来皇城之中对古南都感兴趣的势力,绝非泛泛,否则消雅和东方清他们,不会遭遇到这么大的阻力。 对了,优千雪呢? 似是想到了什么,秦尘忽然皱眉问道。 之前他只顾着救人,这才发现,优千雪竟然不在众人之中。 听到秦尘的询问,所有人脸色都一暗,露出愤怒之色。 千雪他。 众人面露痛苦,他们虽然安全了,但千雪却还在危机之中。 到底是怎么回事? 见到众人表情,秦尘心中立即感到一丝不妙,沉生问道。 第683章 愤怒的秦尘。 呦千雪他,在冯家。 王启明苦涩道。 冯家? 秦尘目光一冷,就是这黄城的世家冯家吗? 陈嫂,之前听说这冯家大婚,莫非是,黑奴突然出声道。 王启明等人脸色一变,面露痛苦道,是的,就是今日大婚的那个冯家,大婚的女主人,就是幽千雪,至于男的,则是冯家的大少爷,冯少峰。 幽千雪大婚。 秦尘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你们在黄城到底发生了什么? 幽千雪怎么会和冯家大少爷结婚? 这怎么可能? 王启明苦涩道,陈嫂,当初我等在肖雅阁主和东方清会长他们的带领下,来到了大威王朝的皇城,本来肖雅阁主是准备让我们成为地心学院的正式学员,以免遭受到各大势力的暗害,但因为当阁和血脉圣地都出了一些问题,再加之大威王朝的三皇子开口,使得我们只成为了地心学院的杂役学员。 杂役学员,说的好听点,是学员,说的难听点,其实只是地心学院的杂役,不过有这个身份,毕竟比没有身份好,尽管只是地心学院的杂役,但依旧足以让大威王朝的各大势力,不至于对我们直接下手。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初时的境遇依旧极为不妙,在学院中,时常受人击辱,我们只能忍着。 秦晨漠然,之前在地心学院南门口,他就已经从那些正式学员的态度中,感受到王启明他们的遭遇了,在地心学院,定然极为艰难。 王启明继续道,而便在这时,冯家的冯绍峰,却对我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几次都替我等出头,喝退了学院里欺辱我等的学员,并以礼相待。 哼,那冯家,乃是皇城最顶尖的世家之一,是冷家麾下最声名显赫的世家,一向眼高于鼎,岂会对你们这些五国弟子表现善意?定然有所企图。 闻言,黑奴突然冷笑了声。 王启明惊恶的看了眼黑奴,苦笑道,当时我们并不清楚情况,现在想来,的确如此,事实上,我们也没有那么白痴,一开始并不相信那冯绍峰,但是几次下来,那冯绍峰都彬彬有礼,甚至还为我等与当初在古南都有过冲突的刘先宗等势力闹翻,久而久之,我等竟然相信了。 哼,冯家会和刘先宗闹翻。 便在这时,黑奴又冷笑了起来,冯家的上头是三大家族之一的冷家,而冷家和王朝宗门联盟中三大宗门之一的归原宗关系不错,而刘先宗,我曾听闻与归原宗有一些关系,这两个势力若是会闹翻,那才怪。 王启明等人都吃惊的看着黑奴,这斗鹏人他们也认出了,是当初在古南都,欲要对他们出手的强者,现在不知为何跟随了秦晨,只是此人对皇城各大势力之间的关系,也太了解了吧。 就连肖雅也吃惊的看着黑奴,说实话,他师尊便在皇城当阁担任长老,在这里也待过两年,但也不知道刘先宗和冯家的关系,可这斗鹏人,三言两语,就将这两大势力之间暗中的联系说了出来,让肖雅震惊万分。 此人到底是什么人? 秦晨也瞥了眼黑奴,看来他的猜测没错,黑奴曾经应该在这大威王朝皇城生活过,否则不可能对皇城的势力,如此了解。 王启明咬牙道,阁下说的没错,其次冯家和刘先宗,本就是一伙,只是当时,我们根本了解不到,因此在刘先宗和冯家有过几次冲突之后,我们还真的信了,再加上有了冯家的帮助,我们在遭受的欺辱,也少了不少,一来两去,便和那冯绍峰输了一些,甚至偶尔会一起交流。 前不久,冯绍峰邀请我等去他冯家,探讨一些东西,我们居然信了,可到了冯家之后,冯绍峰将幽千雪单独叫走,说要交流一些东西,我们一开始还没觉得什么,可等我等准备回去的时候,才发现幽千雪已经被冯家给囚禁,我等自然与之争论,甚至发生了冲突,却根本不是冯家对手,被直接赶了出了。 这么说,幽千雪是被冯家强行留下的。 秦晨冷道 嗯,冯家是说幽千雪自愿留下,但对方根本不让我们见幽千雪,以幽千雪的为人,怎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被赶出冯家之后,我们一直想办法,要救出幽千雪,相信冯家囚禁助幽千雪,是为了他身上的传承秘籍,可是没想到前两天却传出来,冯绍峰要和幽千雪大婚的消息,这怎么可能? 王启明的双拳瞬间钻紧,咬牙道,幽千雪岂会看上冯绍峰那个家伙,于是今天我等正准备去冯家救幽千雪,却不曾料到,冯家竟然派出了冯伦和这些高手,将我们拦在了这里,根本不给我们去冯家的机会,如果不是陈嫂你及时赶到,我们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 之前从冯仑口中,我们也得知了,幽千雪是为了我们的安危,被迫答应了冯家,现在我们最担心的,以幽千雪的性格,是根本不可能嫁给冯绍峰的,今日大婚之上,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众人的脸上都带着浓浓的担忧之色。 以幽千雪的性格,虽然为了大家的安危,被迫答应留在冯家,但是是绝对不会嫁给冯绍峰的,这样一来,结果太让人担心了。 这该死的冯家? 秦晨目光一寒,听到这里,他总算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冯家,竟然做出这等事,太过卑鄙。 陈嫂,事情的经过,我也听明白了,不过属下估计,那幽千雪一事,并非紧紧关系到冯家。 黑奴这时突然道。 什么意思? 冯家,应该只是一个推到台面上来的势力,其实他的背后,应该是冷家所代表的皇城顶尖家族势力,他们的最终目的。 应该还是为了幽千雪从古南都得来的传承秘籍,而让幽千雪嫁入冯家,这秘籍,自然就属于冷家这一脉,即便是冷家这样的顶尖家族,也不敢直接对幽千雪动手,所以利用这种手段,获取传承秘籍。 第六百八十四章大喜之日 说到这,黑奴突然看了眼王启明和宇文峰,但莫道,如果属下没猜错,他们两个身上的传承秘籍,恐怕也定然已经被某些势力看中,这些势力彼此有了妥协,等幽千雪的事情结束,下一个轮到的,应该就是他们了。 王启明等人目光一凝,原来还是古南都传承惹的祸吗? 我不管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黑奴,你应该知道冯家的位置,马上带过我去,我要把幽千雪,毫发无损的带回来。 秦晨眸中射出寒芒,如沙神降临,冰冷开口。 是。 当即,黑奴带着秦晨朝着西城外急速飞掠而去。 皇城南城,冯家府邸,采旗招展,红灯高挂。 冯家府邸外,热闹非凡,街道两侧,早已装扮得喜意迎天,热闹非凡。 哈哈,恭喜,恭喜呀。 恭贺冯家大喜,一点薄礼,不成敬意。 冯家,乃是大威王朝最顶尖的世家之一,在皇城之中,也算是赫赫有名,因此今日冯家大少爷大婚,自然引来无数宾客道贺。 这里面,有皇城各个大小家族的家主,也有各大势力的管事,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诸位,里面请。 冯家诸多管事,一个个嘴角带笑,站在门口迎接宾客,笑容满面,好不热闹。 此时已快正午,府邸大厅之中,早已坐满了诸多的宾客,其中有不少人看着前方搭建的主婚台,一个个议论纷纷。 冯家冯少丰少爷,可是冯家百年来难得的天才,十九岁加入地心学院,如今才二十三,便已是五阶中期的五宗,将来的成就,恐怕都要在冯家家主之上。 传闻,这冯少丰,是冯家内定的下一任家主,而新娘,据说是那几个五国弟子中的一个,虽然传闻颇为惊艳,可以评价少主的身份,居然会娶一个五国女子,真是让人想不通啊。 真的想不通吗?呵呵,我可听说,此女非同一般啊,乃是那古男都传承之时,十二强之一,据闻无空门的司徒圣等人,都得到了的阶中等地功法传承,此女得到地功法,至少也是地阶中等,甚至可能是地阶上等,冯家看重的,应该是此人身上的传承吧。 居,此话可不能乱说。 一旁之人脸上露出惊涩。 有什么不能说的,这几个五国之人来到皇城,说实话,我大威王朝哪个实力没盯着,而那幽千雪似乎是五国几人中排名最高的,冯家虽然是顶尖世家,但又岂能在宗门联盟和几大家族手中夺得此女,背后,要说没有三大家族之一冷家的影子,老夫可是不信。 你找死吗? 一旁的老者,脸色苍白,惊怒万分。 冷家什么势力? 他们虽然也是皇城一些小家族的家主,可一旦对上冷家,恐怕分分钟就能被灭。 好了,别紧张,老夫还不想找死,就不说这些了。 那老者见好友如此惊骇,顿时笑着说道。 事实上不仅是他们,场上诸多钱来道贺的势力,暗中都在议论纷纷。 就在这时候,人群陡然喧哗了起来,只见主婚台旁,有一行身影跨上来,为首众人,是一鹤发中年,面色肃穆威严,正是如今冯家的家主,冯承。 在冯承身后,跟着两道人影,其中一人,身穿金色的衣衫,风度翩翩,英俊潇洒,正是大婚之人,冯绍峰。 而在冯绍峰的身旁,是一身材无比曼妙的女子,穿着紫色的长裙,头上戴着紫色的缝冠,美艳动人。 好漂亮的女人,看来传言属实,那五国女子,美艳清澄,即便我大威王朝,也少有能出其佑者,更何况还身怀京士传承,天赋惊人。 好美,此女气质的确高贵,这一身紫衣,更添几分仙气,便如紫衣仙子下凡一般,冯家少主,真是要眼光,竟能娶到如此美丽的女子,若是新郎是我,那该多好。 如此惊艳之女子,若是能与我一同共度余生,便是为其放弃武道,又算什么。 人群看到那身上被紫光环绕的绝世丽人,顿时心中生出许多感慨,不愧是冯家的少主,如此美丽的女人,太难找了。 甚至场上不少女子,都心生极度之意,在那惊艳的少女面前,自残行贿。 好美,此次冯家,可谓是赚大了,难怪平少风要娶她。 众人感慨不已,本来他们还不明白,冯家夺得此女身上传承,有诸多方法,为何选用这一种? 现在看来,难怪平家少主非要娶此女不可,如此美女,绝对配得上冯少风身份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好了,诸位静一静。 此时,冯承淡淡的说了一声,顿时,人群的议论之声渐渐停歇,目光都落在主婚台上的冯承身上。 冯承对着众人一拱手,今日,乃是小儿大婚之日,在下冯承,先向诸位前来道贺的朋友,说声感谢,感谢诸位前来捧场,见证我冯家大喜之日。 呵呵,冯家主哪里的话? 下方主桌之上,一个淡笑之声传出,却是一名面容英智的中年男子,正是刘先宗的副宗主,华盛,华天杜之父。 就是,恭喜冯家主了,找到了如此一个儿媳,可喜可贺呀。 恭喜,恭喜。 那主桌之上之人,个个身份不凡,进阶笑道。 他们都知道此次冯家大婚的目的,甚至于,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能从此次大婚之中,获得不少的利益。 感谢诸位的好意,马上,便是即时,我儿将与此女结拜天地,诸位见证我冯家大喜,老夫心中,也是颇为感激。 冯承拱了拱手,笑容满面。 所有人都没注意到,冯承身后,被紫光环绕的绝带利人,此时他的脑袋低垂着,目光中透露出一抹绝望之色。 在之前,冯家一直逼迫他,若是他不答应与冯绍峰大婚,那便让冯绍峰侮辱他的清白,并且冯家之人,以王启明等人的生命来威胁他,他只能答应,才得以守身如玉到现在,没让冯绍峰碰自己分毫。 但是,此刻,他已经蒙混不下去了,要不了多久,他和冯绍峰便要在这么多人注视之下,进行拜堂。 不行。 在幽迁雪看来,拜堂,是最神圣之事,即便是死,他也不愿和冯绍峰拜堂,那对他而言,是侮辱,是亵渎。 希望大家,都还安好,我能做的,便只有这些了。 心中绝望,幽迁雪眼角,有一丝泪水滑落,眼眸之中,是誓死如归的决然。 第685章 自吻妖邪 冯绍峰则看着身旁的幽迁雪,眼神中有光彩绽放。 美,太美了。 从第一次见到幽迁雪开始,他就被幽迁雪深深的吸引。 相比子勋和赵灵山,幽迁雪气质高冷,有一种距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愈发吸引冯绍峰这样的男子。 作为冯家的少主,冯绍峰玩过的女人太过了,数不胜数,可他却还从未遇到过如此冷艳的女人,即便是被录用为地心学院的杂役学员,可他的气质,却远远凌驾在那些正式学员之上。 更何况,幽迁雪还是古南都大比十二强之一,身上获得了古南都的京士传承,传闻他的成绩,在当时指落后玄州的几大天骄。 如此战绩,更加深深的吸引冯绍峰。 囚禁忧千雪的这些天里,冯绍峰压抑着身体中的躁动,为的就是今天,大婚之日,光明正大的采写此女的处子之身。 而如今,距离大婚越来越近,冯绍峰心中的冲动也是越来越强烈。 快了,再要不了多久,此女就将成为我的女人,这将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 冯绍峰嘴角勾勒笑容,眼神放光。 即使已到,你二人,拜祭天地。 就在这时,冯承看了眼天色。 当即高声喝道。 顿时,各种唢呐喇叭之声响起,主婚台下,早已准备已久的歌舞团,再歌再舞,削罗打鼓,好不热闹。 众人的目光,都落在冯绍峰和幽千雪身上。 千雪,来,咱们一起拜堂成亲。 冯绍峰走上前,欲要牵起幽千雪的御手,目光中有着些许兴奋。 可幽千雪突然将手缩了回去,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千雪,你忘了答应过我的事情了吗? 冯绍峰脸色一寒,声音加重。 我不会和你成亲的。 终于,一直沉默地幽千雪开口说道,此言一出,便让许多人目光一宁。 听幽千雪的话,似乎并不情愿做冯绍峰的妻子。 冯承和冯绍峰也目光一宁,眼中寒芒闪烁。 千雪,你考虑过后果吗? 冯承冷漠地道,声音中透着威胁,趁我没有动怒,立马和绍峰成婚。 我不会嫁给他的。 幽千雪重复了一句。 随即,他将头上的紫色凤冠猛地拽下,扔在地上,甚至,连身上披着的紫色昏袍,也撕扯下来,随后甩掉。 失去了繁杂的发誓,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如绸缎斑斑,柔顺光泽,在风中飞舞,紫色昏袍下,白的长裙,随风舞动,如同落入凡尘的仙子。 没有了庸俗的富贵服饰,幽千雪非但没有褪色半分,反而更加的清纯,更加的高冷,那种气质,如寒冰,如白莲,高贵,典雅,令人不敢逼世。 你似乎忘记了我们的约定。 冯绍峰面色阴冷,没想到幽千雪会在这个时候后悔。 所谓的约定,就是不嫁给你,就杀了我的朋友呢。 幽千雪抬起头,冷冷地看着平绍峰,如果这就是你所说的约定,那么,我不接受。 哗! 文言,人群陡然哗然。 他们之前也极为好奇,冯家是如何让幽千雪答应嫁入他冯家的,在不少人心中,冯家应该是用庇护的条件,来劝说幽千雪。 却不曾料到,竟然是用这种卑劣的手段,顿时引来众人的纷纷议论。 原来,此女并不愿嫁入冯家,一切,只是冯家用她的朋友要挟对方,不嫁给冯绍峰,便杀她的朋友,这等手段,不得不说,让人感到不迟。 堂堂冯家,太过下作。 放肆。 周围的窃窃私语,令冯承勃然大怒,脸色铁青。 顷刻间,代表六阶初期巅峰的五尊气息,如同狂风骤浪一般席卷开来,震得幽千雪脸色一白,嘴角有鲜血溢出。 可她依旧高傲的抬起头,像一朵出淤泥的雪莲,不像这世间的罪恶,污浊低头,冰冷的眸光,冷冷看着平成,带着倔强,带着坚持。 好,好,很好。 冯承怒急返笑,来人,将幽千雪拉下去,今天她愿意成婚,得成,不愿意,也得成。 话音落下,当即有几名冯家舞者,走上前,目光冷然,欲要抓向幽千雪的双肩,强行拜堂成婚。 你们别过来。 幽千雪冷喝一声,手中突然出现一柄匕首,在人群震惊的目光下,她将匕首,抵在了自己的咽喉处。 你们不是基于我身上的秘法传承吗? 你要你们再上前一步,我就立刻自尽,让你们什么都得不到,冯家主,如果我死在这里,你猜你身后的主人,会不会因此迁怒于你? 幽千雪冷冷的说道。 冯承的脸色变得无比的难看,此女,好刚烈的心。 众人心头也都猛的一颤,好狠辣的手段,这是玉石俱焚的手法。 冯家的主人,指的定然是皇城三大家族之一的豪门冷家,这么说来,冯家取这幽千雪,竟然还有冷家在背后操控不成。 虽然众人早就有此猜测,但当幽千雪真正说出来的时候,还是让众人震动。 好,好,没想到你如此狠辣。 冯承震怒万分,缓缓走上前。 你停下。 幽千雪冷声道,右手微微用力,白皙的脖梗下,顿时浮现一道血丝,有鲜血流淌而下。 再靠近一步,我就自稳在此,不行的话,你再上前试试。 幽千雪怒目冷喝。 看着幽千雪冷冽的目光,众人毫不怀疑,冯承不按他说的做,对方真会自尽在此。 你以为死在这里,你便能得到清白吗? 太天真了,你一死,信不信我立刻让冯家弟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对你行苟且之事,不信的话你大可试试。 冯承冷笑。 众人目光一宁,骇然看着平成,好狠辣的手段,竟说幽千雪敢自稳在此,便让他冯家弟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其尸体奸吟,堂堂是家家主,竟说出这等恶心之话,实在是令人震惊。 但效果却是惊人的,幽千雪脸色一白,握着匕首的右手甚至在颤抖。 叮。 在他失神的一瞬间,冯承突然出手,弹指出一道灵力的颈风,将他手中的匕首给弹飞出去。 而后一掌拍出,扑的一声,幽千雪体内的真力被震伞,身体动弹不得。 你,幽千雪惊怒,却无力反抗。 还不带他下去成婚。 冯承对着平少风冷喝道。 第六百八十六章,活腻了吗? 是,父亲。 冯绍峰目光森冷地走向幽千雪。 这段日子来,他一直对幽千雪极为尊敬,捧都不碰他一下,目的就是想让幽千雪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嫁给他,现在看来,是他想太多了。 这种贱女人,就应该直接凌辱了再说,给她们脸,根本没必要。 跟我走。 一把抓住幽千雪的胳膊,冯绍峰立声道,目光冷烈。 你放开。 幽千雪愤怒道,眼角有泪水滑落,他甚至渴望,此时有人能杀了他。 哼,装什么清纯,给我过来。 冯绍峰拽着幽千雪,令他和自己强行拜堂。 你做梦,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嫁给你的。 幽千雪怒声道,死死不跪下。 此时此刻,他脑海中浮现的,竟然是秦晨的身影,眼神迷离。 他多么希望,在此之前,能再见秦晨一面,可他知道,这对他来说,根本就是个奢望。 见人,跪下。 冯绍峰看到幽千雪迷离的眼神,心中怒火丛生,这表情,此刻的幽千雪,分明在想其他的男人。 抬起手掌,将其狠狠拽了过来。 众人叹息,此女,太天真,以为这样,就能对抗冯家吗? 冯家能成为皇城几大顶尖世家之一,靠的根本不是仁慈。 跪下。 冯绍峰再度怒喝,双手运转真力,将幽千雪一点点压迫下去,他还不信,以他冯家少爷的身份,对付不了一个女人。 眼看幽千雪就要背影生生压迫跪下。 住手。 就在这时,一道犹如雷霆般的怒喝之声,偶然在冯家府底外响起,那怒喝,宛若惊雷,隆隆鸣,蕴含鸣,蕴含惊惊人的威压,瞬间震慑每个人脑海,震得众人脑海嗡嗡作响。 冯绍峰举起的手,也猛的一颤,连抬起头。 只见远处,有一股惊人的愤怒气息,正朝这边急速而来。 什么人? 干什么的? 大胆! 下一刻,冯家府底外响起一连串的护卫怒喝声,紧接着响起的是一连串的惨叫声,而后砰的一声,府底大门被一脚踹开,只见一名青衣青年,身形如垫,瞬间跨入了大厅之中。 在那青年身后,有一斗篷人跟随,一步一驱,宛若奴仆。 哪里来的少年,好恐怖的气息,如此年轻,竟已是武宗强者。 人群震惊的看着出现在现场的青年,面露震惊。 什么人,来我冯家撒野,放肆。 冯家一名长老怒喝一声,震得虚空乱颤,那青年脚步停下,但却依旧站在人群的中间,目光扫过在场所有人,锋利的眼神透着不可一世之意。 这面孔,好眼熟。 人群震动,都震惊的看着秦晨,这面容,虽然是第一次见,但却极为眼熟,仿佛曾经在哪里见过一般。 放开他。 秦晨傲立在人群之中,视四周众人为无物,只是冷冷的看着主婚台上的冯承和冯绍峰,冰冷的说道。 秦晨。 忧千雪的身体猛的颤了颤,不可思议的看着秦晨的身影。 秦晨。 听到此语,所有人都身躯狂震,他们终于想起来,为何会觉得此人面容熟悉了,此人不正是刘先宗,山河门,天鹰谷等几大势力通缉的五国少年秦晨吗? 是你。 轰隆一声,主宾台前的一张酒桌轰然粉碎,紧接着华盛豁然站起,目光怨恨的看着秦晨,双眸中几乎喷出火来。 就是这小子,杀死了自己最疼爱的儿子华天杜。 睡梦中,华盛曾多少次将秦晨千刀万剐,只是这段时间来,一直找不到秦晨的踪迹,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如今看到秦晨出现,如何不愤怒,不震惊。 只见此时秦晨手持神秘袖剑,冰冷宛若刀锋的双眸冷冷扫过诸人,含声道,是谁将我秦晨的女人带到这里来的? 你们冯家活腻了吗? 他的目光冷烈,如出窍的利剑一般,似在冯绍峰和冯承身上,根本无视了华盛的存在。 这一幕,让所有人内心狂震,即便是那些武尊强者都露出一色,此人好狂,武阶的武宗,竟敢如此放肆,说冯家活腻了,太狂妄了。 秦晨 幽谦雪愣愣的看着秦晨,似乎依旧不敢相信秦晨会出现在他面前,喃喃的低语。 直到逍遥,王启明等人纷纷赶来之后,幽谦雪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看着这些纷纷赶来的五国之人,场上众人,忍不住兴奋万分。 有意思,看来平家的此次大婚,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轻松。 对不起,我来晚了,让你受苦了。 秦晨看着幽谦雪,喃喃道。 听到秦晨的话,幽谦雪眼角再度滑落泪水,但是他的眼角,却是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一笑,天地失灰,万物失色,仿佛天地间的一切都失去了色彩,幽谦雪的美,惊是脱俗。 他的脚步缓缓抬起,走向秦晨,突然痛呼一声,冯绍峰死死拽住他的胳膊,将他猛的拽了回来。 贱人,给我滚回来。 冯绍峰怒喝,见到这一幕的他,面目猙獰,内心充满了扭曲。 放开他。 秦晨震怒,立声开口,天地间,仿佛有冷风卷过,甚人的杀意,让每个人都心头发寒。 冯绍峰,你这个卑鄙小人,忧千雪被你强行囚禁在此,他根本不想嫁给你,你还硬拉着他,难道这堂堂大威王朝皇城,竟是如此一个善恶不分,为所欲为的地方吗? 王启明等人也怒喝,纷纷怒骂起来。 今天在场有这么多人,大家也都看到了,冯家好不要脸,强抢少女,无法无天。 潇雅也寒生怒喝。 冯家,毕竟势力庞大,能不起冲突,就尽量不要起冲突,他们的首要目的,是救出幽千雪。 冯家的人,脸色都变得极为难看。 今日,是他冯家大喜之日,本应是冯绍峰和幽千雪大婚之日,然而现在,先是新娘不同意嫁入冯家,接着又有别的人前来捣乱,让冯家情何以堪。 冯家,以后将被人在暗中嘲笑,颜面扫地。 秦晨和五国之人,当着各大势力的面,在打他冯家的耳光。 你们说完了吗? 冯承眼神冰冷,来我冯家大呼小叫,更伤我冯家护卫,还要抢走我冯家的儿媳,你们好大的胆子,我冯家虽然一向不喜动武,但是今天,看来是要破戒了,来人,将他们几个全都拿下,如有反抗,生死无论。 冯承怒喝,杀气迎天,请客间,无数冯家五者从四周涌现而出,浑身绽放沙翼,将秦晨几人团团包围。 第687章 你算什么? 父亲,让我来。 就在这时,冯绍峰突然高喝一声,走上前来。 绍峰 冯承皱眉看过来,甚至在场的其他人,也都震惊地看着平绍峰。 父亲,今日是孩儿大婚,此人却如此前来,大放雀词,捣乱孩儿的婚礼,孩儿请求父亲,让孩儿出手,与这小子一较高下。 冯绍峰跨前一步,浑身战意凛然。 而后,他冷冷看着秦晨,冰冷道,听说,你是古南都大比的冠军,连玄州的三大天骄都败在了你的手上,你可敢接受我的挑战。 冯绍峰眼神高傲,面露不屑。 幽千雪心中牵挂的,就是这个家伙吗? 哼,一个五国的蝼蚁而已,玄州所谓的三大天骄,在皇城之中,连加入地心学院都困难,如何能和自己相比? 自己会在幽千雪面前,证明给他看,他心中牵挂的男子,在他面前,连废物都不如。 贤侄,莫要冲动,据说此子实力非同一般,让魏叔替你教训此人,也为我儿华天度报仇。 华盛跨前一步,浑身有惊人的杀气绽放,说完,就要强势出手。 突然,冯承身形一晃,出现在华盛面前,拦住了他,淡淡道,华副宗主,此人今日冒犯我冯家,是我冯家的敌人,就由我冯家出手拿下便可,不用华副宗主操心。 此举一出,场上众人都是恶然,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平家和刘先宗,竟然在抢这少年? 恶然之下,紧紧片刻,众人顿时恍然。 此子,乃是古南都大比的冠军,所得到的传承秘籍,有多可怕。 根本不可想象,谁拿住此人,便代表主动,冯家自然不会将此好处让给刘先宗。 少丰,那你就出手,拿住这小子吧,记住,只要教训一顿就可以了,别一不小心杀死了。 冯承冷冷道。 对冯少丰,冯承还是很有信心的,冯少丰,是他冯家百年来最具天赋的一个,二十三岁,便已是五阶中期巅峰的武宗。 而那秦晨,虽然看不出真正的修为,但看气息,也仅仅是武宗而已,而且听说,此人数月前在古南都的时候,才刚刚突破玄疾后期,几个月过去,就算得到京士传承,又能强到哪里去? 能突破到五阶初七,恐怕已经顶天了。 父亲,难道还要留他一条活路吗? 冯少丰就没看来。 谁说给他活路,只不过此子赶到我冯家的大婚,岂能这么便宜就死了,总之。 你别将他杀了,秦住便可。 冯成提醒道。 闻言,不少来宾进阶冷笑,这冯成还真是狡猾,他之所以不杀对方,恐怕不是不想让秦晨便宜死去,而是基于他身上的传承吧。 不过众人,却没有点名。 此时,冯家的诸多高手,早已将秦晨一行牢牢包围,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死死盯住黑奴,消雅等人,不让他们有丝毫举动,至于秦晨,则让给了冯少丰。 小子,今日我会让你知道,惹怒我冯少丰的下场。 来到秦晨面前,冯少丰手中出现一柄银色长剑,目光冰冷说道。 秦晨冷漠看着对方,嘴琴冷笑,废话什么,动手吧。 既然对方想装逼,自己不建议给他这个机会。 既然你急着找死,那我就成全,记住,像你这种五国的废物,在皇城之中,根本连蝼蚁都不如。 冯少丰狂傲说道,话音落下,手中长剑莫得了起,顶刻间,漫天银丝在天地间绽放,无尽的银色光辉就像是化作一片天幕,璀璨无边。 漫天银色剑气,如同雨点落下,带着湮灭一切的恐怖杀意,将秦晨身体完全笼罩,必无可避。 是冯家的密技银与剑法。 不愧是冯家百年来难得一遇的顶尖天才,这冯少丰,浩强的实力。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银与剑,飘渺无形,此子要危险了。 见到漫天银色剑雨,众人震惊开口,为冯少丰的实力,感到震惊。 那漫天剑雨,任何一道,都不弱于五阶中期的一击,而且飘渺无形,根本捉摸不到踪迹,别说秦晨这么个少年, 就算是换作一个老牌五阶后期五宗,恐怕也要含恨剑光之下。 听到众人的惊叹,冯城嘴角露出微笑,他这儿子,是他这辈子最为自豪的一件事。 此时剑光之下,秦晨就像傻了一般,一动未动,仿佛根本捕捉不到剑光的来路,不知如何去抵挡。 可惜,此子就算击败过玄州的三大天骄,但在冯城面前,还差得太远。 众人叹息,已经能够想象秦晨接下来的下场了。 眼看漫天剑光即将披中秦晨,原本一直未动的秦晨,突然间抬起了头,他的手掌随意的抬起,手中的神秘袖剑,仿佛找不准方向一般,朝着虚空前方,莫得一展。 一道僻逆的风锐之光一闪即逝,华光只是出现了瞬间,便消失无影。 可令众人震惊的是,冯绍峰挥斩出的漫天银色剑雨,竟瞬间消散一空。 紧接着,一道凄厉的惨叫响起,只见冯绍峰手中的银色长剑已经掉落在地,鲜血从他的右手臂膀之中喷剑而出,他那握剑的右手,竟被直接斩断了下来。 哗!人群瞬间哗然,死死的盯着不远处的秦晨,可却依旧没有看清,秦晨是如何做到的。 此时的秦晨,依旧站在那,仿佛从来没有过半点动作,但冯绍峰的右臂,却实实在在的被斩落在了地面之上。 这,就是你骄傲的资本。 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实力。 如果我连蝼蚁都不如,那么你呢? 你算什么? 秦晨淡漠的话音吐出,让场上众人的心再度一颤。 你! 冯绍峰捂着右臂,骇然的看着秦晨,脸色苍白,无比难看。 秦晨的话,就像是一柄重锤,将他的骄傲瞬间砸得粉碎。 绍峰! 冯绍峰怒喝一声,这才清醒过来,眼眶瞬间通红,就要下令动手。 但他快,秦晨更快,身影一闪,秦晨已经出现在了冯绍峰的身旁,神秘嗅剑抵住他的咽喉。 让忧千雪到我这里来,否则,我一箭杀了他。 冷漠看着平城,秦晨眼神冰冷的说道。 第六百八十八章我不想死。 放肆,你敢动我而一根汗毛,我今日将你碎尸万段。 冯绍怒吼说道,浑身绽放恐怖的杀鸡,骇人的威压,如同风暴,瞬间席卷整个冯家府邸。 他死死盯着秦晨,表情猙獰,双眸通红。 他恨,恨自己竟让冯绍峰去对付那小子,对方闯入自己冯家府邸,何须给冯绍峰表现的机会,直接让诸多冯家高手上前擒住他便是。 现在好了,弄巧成拙,反而使得冯绍峰落入了秦晨的手中,甚至身受重伤。 看着平绍峰断裂的右臂,冯绍心如刀脚。 冯绍峰,是他最得意的儿子,也是冯家这百年来,最为杰出的天才,可现在,右臂断去,一身实力又能剩下几分。 将来成就,恐怕将会变得极其有限。 这等损失,不可谓不大。 都是你这贱人害的。 冯绍愤怒看向身后的忧千雪。 突然一找,将其抓射在身前,右手抵住他的咽喉,怒吼道,放开我儿,否则,我立刻杀死死人,你不是要救他吗? 我就让你见到一具尸体。 他冯绍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反制的方法,用忧千雪来威胁秦晨。 你用他来要挟我。 秦晨眸光一寒,这冯成,好狡猾,但他脸上表情不变,嘴角反而勾勒起一丝猙獰冷笑,你身边那位应该是刘先宗的华盛副宗主吧,难道刘先宗的人没告诉你我,我秦某人,最不怕的就是威胁吗? 右手袖剑微微一挂,扑,冯绍峰喉咙处的肌肤,瞬间被划破开来,一道血痕浮现,紧接着便是鲜血从脖梗处溢下,秦晨森冷说道,你动手啊,你杀了幽千雪,本少就杀了这冯绍峰,并且要你整个冯家陪葬,本少说到做到,有种你就杀了幽千雪。 秦晨声音中带着癫狂,带着猙獰。 不,父亲,救我,快救我呀,我不想死,求求你,别杀我。 感觉到脖梗处一凉,然后是温热的鲜血溢出,冯绍峰吓得魂飞魄散,下身一凉,竟然尿了裤子,同时惊恐的大喊起来,眼泪都流了下来。 他虽然天赋惊人,二十三岁便是五阶中期巅峰的武宗,战斗经验也算丰富,经历过诸多战斗。 可是,身为冯家大少爷,他所谓的战斗,最多只是一些鄙视,和秦晨这众在刀山血海中闯荡而出的武者,如何能比,早就吓得双腿发软,连连求饶。 你。 冯承脸色大变,他没想到,秦晨竟然如此不受威胁。 你以为,我真不敢杀他吗? 冯承右手掐住幽千雪的咽喉,唯一用力,幽千雪脸色顿时长得通红,但他的眼神,却依旧如白脸般清澈,倔强,高冷,温柔地看着秦晨,甚至连哼都没哼一声。 秦晨心中愤怒,但他知道,这时候,绝不能退缩,一退缩,就完了。 他不敢保证,自己的精神风暴能不能第一时间控制住冯承,一旦控制不住,幽千雪必然会陷入生死危险。 你找死。 秦晨怒喝一声,眸光瞬间一冷,左手将冯承风轻轻一推,秦晨右手持剑,猛地刺向冯承风的后心。 扑斥。 神秘袖剑和等风力,他刺入冯承风身体的时候就像是切豆腐般,直接插入了冯承风的体内,剧烈的疼痛,瞬间传遍冯承风全身。 不。 冯承风惊恐大叫,神色骇然,这一刻,他甚至都以为自己死了,而平成也惊怒万分,惊得浑身冷汗遍体。 其他宾客也都豁然间进阶站起,这一刹那,他们只感觉浑身都流过一阵冷气,打了个冷战,一瞬间,真的感觉好冷。 今日可是冯家为冯承风大婚的日子,冯承风身为冯家年轻一辈的佼佼者,未来的少家主,要在婚宴上被人杀死。 我秦晨,最讨厌的就是受人威胁,你敢不敢杀幽千雪,我不知道,但我再说最后一遍,三夕之内,放了幽千雪,如若不放,我便会一剑刺穿此人的后心,大家同归于尽,冯家主,敢不敢赌。 秦晨猙獰冷笑说道,他右手持剑,抵着平少峰后心位置,鲜血,从袖剑上缓缓滴落。 你,放肆! 快放了大少爷! 小子,你这是找死! 冯家诸多强者,此刻全都惊怒的看着这边,浑身杀气沸腾,整片虚空都仿佛被封禁住了。 还威胁我? 秦晨冷笑,吃,吃,轻微的声响传出,那是剑在肉体中摩擦的声音,秦晨一只手抓着平少峰,另一只手中的剑,继续伸入,直抵心脏。 如此一幕,落入冯城眼中,就像是一个恶魔。 父亲,救我,快救救我,我不想死。 冯少峰自己都已经吓傻了,呆若目击,之前的他,甚至都以为自己已经死了,现在发现没死,那种求生的欲望,覆盖了一切。 求求你,放了我,幽千雪是你的,是我错了,我不敢囚禁他,不敢强迫他,我是畜生,不,不,我连畜生都不如,我只求你能放过你,只要你放过我,我保证我们冯家绝不会找你麻烦,求你了。 冯少峰痛哭哀嚎起来,甚至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 这一幕,令冯家之人脸色都变得极为难看,堂堂冯家大少爷,竟是如此贪生怕死之辈,为了生存,什么事都做了出来。 相比对面的幽千雪,至始至终,一句话没说,嘴角挂着淡漠的笑容,仿佛看淡了一切。 高下利分 一、二 对这一幕,秦晨置若罔闻,只是冷漠开口,缓缓数着。 冯成脸色变幻,无比难看,在秦晨数到三,眼神陡然爆出杀鸡的时候,急忙怒吼道,住手,我答应你了。 说完这句话,冯成心中像是落下了一块大石头般,他恨恨看着秦晨,怒道,小子,你不是要这幽千雪吗? 我现在就给你,但你若再敢伤害我而分毫,我要你整个五国,替我而陪葬。 冯成嘶吼说道。 话音落下,他松开幽千雪,对其怒喝道,滚过去。 幽千雪冷然看了眼冯成,在众目睽睽之下,静静地走到了秦晨身边,不急不缓。 如此气度,让场上众人不由地惊叹万分。 第六百八十九章一个不留 秦晨 来到秦晨身边,幽千雪祥和地看着秦晨,眼眸中流动着怜惜和担忧之意。 你,不该来的。 他平静说道,秦晨来这里,等于是将他自己置入了万军之中,幽千雪不愿看到这一幕,可他心中,却依旧莫名的开心。 你去削雅阁主他们那边。 秦晨看着幽千雪,就如当初在血灵池洗礼一般,他还是那么的美,那么的惊世,动人,只是冷傲的脸上,更添了一丝温柔。 在幽千雪身上瞬间点了两下,原本被冯承束缚的真理,一下子活络了开来,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乖巧的听从秦晨的吩咐,退到了府邸门口,和肖雅等人会合在一起。 冯承冷冷的看着这一幕,并未阻止,只是等秦晨将一切都做完之后,才冷冷道,现在人我已经放了,阁下是不是也应该放了我儿了。 他眼神冰冷,冷漠盯着秦晨,谁都可以看得出来,此时的冯承,内心充满了愤怒,只是因为冯绍峰被秦晨要挟着,在死命压制自己的怒火而已。 秦晨嘴角勾勒起一丝淡漠的笑容,冯家主,别着急,我秦某说的话,自然算数,不过在这里,我想向诸位前来道贺的宾客说几句话。 冯承皱了下眉头,这秦晨,搞什么鬼? 众人也是愕然,对他们说几句话,有什么话可说。 只见秦晨对着在场的所有宾客红声道,诸位,秦某今日来此地,并非要破坏大威王朝皇城规矩,只是这冯家,抢夺秦某的女人,用逼迫的方法,威胁幽千雪,秦某只得亲自上门,从冯家手中救回秦某的女人。 如今,幽千雪既已被秦某救出,秦晨也无意再与冯家结怨,就请诸位做个见证,在这里秦某心甘情愿放掉冯家扫主,只为结个善缘,只要冯家不找我秦某的麻烦。 秦某亦无意找冯家的麻烦,大家相安无事,河水不犯井水。 听到秦晨说的话,在场众人脸上都是愕然。 这秦晨什么意思? 这是想和冯家画干戈为玉伯。 这画风转变得也太快了吧。 之前秦晨,傲然灵天,杀伐果断,一上来,便用雷霆手段击败冯绍峰,并要挟冯成,现在好了,人就出来了,就想相安无事,有这么好的事。 不说他自己怎么想,以冯家的性格,会接受他这条件。 也太天真了吧。 众人疑惑,冯成心中则是冷笑,至于冯家众人,更是怒火燃烧。 开玩笑,现在想和他们评价和解了。 没门。 你话也说了,现在是时候将我儿放了吧。 冯成心中冷笑,但脸上不动声色,在救下冯绍峰之前,他什么都不会说,只要冯绍峰被放,那么。 冯成眼底深处,一丝寒芒,小然闪过。 那是自然,秦某现在就放了冯家扫主。 话音落下,秦晨扑斥车回长剑,冯绍峰惨叫一声,后背喷涌出鲜血,但他却浑然不觉,亮亮呛呛向朝冯成跑去。 他已经害怕了,只想离秦晨越远越好。 诸位都看到了,秦某已经放了冯家扫主,大家皆大欢喜,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秦晨朝冯成拱手说道。 到此为止。 哈哈哈哈,好你个到此为止。 你大闹我冯家府邸,今日难道还想活着出去吗? 冯成猙獰大喝起来,声音之中充满了怨毒。 秦晨脸色一变,冯家主,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来人,将我将这秦晨拿下,还有那一群五国之人,一个都不准放走,今日我要他们活着进来,死着出去。 冯成朝着身后的一群护卫一挥手。 冷喝说道。 秦晨怒声道,冯家主,这里可是大威王朝皇城,你敢肆意杀人。 哈哈哈哈,皇城又如何,我想杀谁,就能杀谁,给我拿下他们。 冯成寒声冷喝。 一旁,冯家诸多护卫,早就局势等待发多时,听到冯成命令,一个个愤怒冲上来。 诸位,大家都看到了,是这冯家先动的手,与我秦某可无关,这冯家要杀秦某,秦某总不能任其斩杀吧? 还请诸位今后为本少做个证。 众目睽睽之下,秦晨冷笑了一声,而后一双眼眸,再度变得森寒无比,对着身旁的黑奴道,黑奴,动手吧,杀掉所有冯家之人,一个不留。 杰杰杰,是,陈少。 秦晨身后,黑奴凝笑着走了出来,抬起头,斗碰下面,露出一双嗜血邪义的脸。 死。 寒冰长枪瞬间从他手中挥出,这一枪刺出,空间出现了一道狭长的弧形寒冰华光,那些朝着他们冲来的冯家强者,全都被这寒冰华光笼罩,一缕缕无可匹敌的枪影,将这群人瞬间荡漾在了里面。 扑! 一声轻响传出,空间的寂静被瞬间打破,随即,一道道声响不绝于耳,在人群震撼的目光下,那些朝秦晨杀来的武者,一个个缓缓倒下,全都没了声息。 一枪,冯家数十武者全灭,无疑幸存。 人群心头狂震,几十名冯家强者,连一般的六阶武尊,都不敢轻易抵挡,竟然在这斗盆人手中,被瞬间斩杀,如此场景,瞬间惊呆了每个人的内心。 杀了他们,所有冯家之人,一个不留。 秦家再度冰冷的说道,指着平家的诸多高手,目光纷冷。 是。 黑奴凝笑一声,协议的双瞳之中,竟像是有一团火在燃烧。 真让人兴奋啊,和当年的场景,是那么相像。 呼! 他纵身而起,朝着冯家之人,疯狂杀戮而来。 什么? 众人狂震,这秦晨,好狂妄,竟然敢说出这话。 而那斗盆人,更加狂妄,竟就这么直接冲出,将平家之人,视若无睹,甚至无师场上各大势力的高手。 这是要多嚣张。 才敢这般。 而更让他们震惊的是秦晨的态度,图进平家之人,说出这话的,这还是刚才那个想和冯家化干戈为玉伯的少年吗? 狂妄,我倒要看看,今日你们如何图我冯家。 冯家家主冯城,此时看着数十名冯家武者的尸体,整个人几乎气炸,愤怒嘶吼。 所有人给我听令,除那秦晨,幽千雪,王启明,宇文峰之外,其他所有五国弟子,一个不留。 怒吼声中,冯城暴掠而起,朝着秦晨疯狂斩杀而来,而在冯家另外一处,同样掠起道道恐怖的气息,几名六阶初期巅峰的武尊长老,带着诸多武宗高手,瞬间迎向黑奴。 第六百九十章 强势杀戮 杀 宛若雷霆怒喝响起,诸多冯家强者,纷纷震怒万分,这一刻,将自身修为施展到极致,轰隆隆,带着湮灭一切的恐怖威压,疯狂袭来。 好强 众人震惊,望着那纷纷掠起的冯家长老,这些人中,有两三人都是六阶初期的武尊,还有一两人甚至达到了六阶初期巅峰,除此之外,后期巅峰武宗,半部武尊强者,更是众多,组成一股强大的阵容,朝黑奴杀来。 之前黑奴斩杀他们平家武者,已经令他们出离了愤怒,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将黑奴斩杀在此,以颈效尤。 那滔天的威势,令所有人都变色,心中狂震。 冯家,不愧是冯家,太强了。 光是这么一股长老势力,便足以横扫王朝各大洲的顶尖势力。 那两个家伙,要倒霉了。 看了眼秦晨和黑奴,场上众人叹息。 哈哈哈哈,来得好。 只是令众人没料到的是,面对诸多冯家长老的强势进攻,黑奴狂笑一声,非但没有后退,反而是丝毫不惧,身形一晃之间,长枪抖出,竟朝着那冯家诸多强者主动杀去。 轰。 只见漫天枪影迷蒙,一股冰冷的寒冰气息,在这天地间弥散了开来,黑奴手中的寒冰长枪,一瞬间像是爆开了般,无数符文和纹路亮起,绽放出一股前所未有的滔天威势来。 什么? 众人狂震,这家伙想找死吗? 就算他修为再强,如今面对的,可是冯家几大长老的联手攻击,正常人的第一反应,恐怕都是后退吧。 而平家的诸多长老,更是心中惊怒,此子,太过嚣张,竟当他们未无误吗?一时间,施展出的攻击更加狂暴,那害人的真力,形成一股剧烈的风暴,遮天蔽日。 轰。 惊人的轰鸣,响彻天地,整个冯家府邸都像是地震了一般,四周的灯笼,喜漫,轰然炸碎。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冯家诸多长老竟然并未占据上风,而是在那恐怖的寒冰枪影下,纷纷脸色苍白倒退。 甚至有一些五阶后期巅峰的武宗,承受不了如此恐怖的冲击,惨叫一声,浑身炸开,化为血雾。 反观黑奴,一身黑色斗篷迎风招展,整个人宛若一尊从炼狱中走出来的魔神,肆意张狂。 嗯? 才死了这么几个家伙,真是令人失望。 摇摇头,黑奴甚至一脸郁闷。 如此表情,更是引来冯家诸多长老的震怒,心中惊愤交加。 杀。 怒吼一声,这些长老再度扑击而来,将黑奴瞬间围在中央。 而此时,另一侧。 轰。 青色的血脉气息冲天而起,冯承整个人,被一层青色的光蕴笼罩,他的双手之上,陡然出现一个猙獰的拳套,朝着秦晨一拳轰来。 面对秦晨,冯承根本没有任何留守,六阶初七巅峰的修为,第一时间爆发到极致,更是连血脉之力,都第一时间施展,目的就是要以最短的时间。 将秦晨擒拿。 众人死死的盯着这边,华盛更是双眼一眨不眨,不愿错过任何一个瞬间。 秦晨,古南都考核第一,也是得到了古南都最强传承之人。 只要秦拿住了他,就有可能获得京士传承,甚至让自己家族,一举成为大威王朝最顶尖的家族,足以令任何人觊觎。 因此观察秦晨的,甚至比观察黑奴的更要多,也更在意。 斩。 面对冯承的攻击,秦晨冷笑一声,一声倾吐,手中神秘袖剑,莫得撩起一道雪亮剑影,直扑向前。 枪。 雪亮剑光斩在冯承的拳套之上,一股恐怖的切割之意,瞬间涌入冯承体内,竟令他问哼一声,原本的攻势瞬间被瓦解。 什么? 冯承心中大惊,他乃是六阶初七巅峰的武尊,而秦晨,只是一名武宗,竟能挡住他的这一拳。 难怪之前冯承会被他一招击败,此子的实力,强得可怕,绝对不弱于一般六阶初七的武尊。 但还不够。 轻要杀拳。 心中的震惊,瞬间被压制下来,冯承怒吼一声,身上血脉之力更甚,一道青色光影,冲天而起。 无数青色光运,将平成瞬间包裹,而后无穷的青色力量,瞬间凝聚到了冯承的右拳之上,在他的右拳之上旋转咆哮,毁灭一切。 最终,一道青色拳影轰然击出,只一瞬间,天地间,进阶式青色拳影迷蒙,仿佛平成在一瞬之间,轰出了成百上千拳。 快退。 人群大惊,疯狂后退,除了武尊级别的高手还勉强能靠的劲之外,所有武宗级别的宾客,全都退出了主婚台附近,生怕被那青色拳影扫中,一个个骇然看来。 再斩。 秦晨眸光冷漠,双手握剑,再一次雷霆斩落。 吃吃吃。 无尽剑光与拳影疯狂碰撞在一起,彼此竟发出实质般的声响,彼此泯灭,击散而出的真力,四处洒落,轰隆一声,漫天剑气击射之下,主婚台瞬间支离破碎,轰然倒塌开来。 强,太强了。 众人骇然,冯家能够屹立皇城这么多年,被誉为顶尖世家之一,不是没有道理。 那青药杀拳,乃是冯家的必杀秘技,威力极强,与冯城自身的血脉之力融合,造成的威力,前所未有。 再加上冯城自身修为达到了六阶初期巅峰,场上众人能与他交锋之人,根本就是寥寥无几。 所有人敢肯定,如果换作他们上去和冯城交手,能够抵挡住这一拳的,屈指可数。 可令他们震惊的是,此时的秦晨,在漫天拳影之下,身形如垫,一次次不断的出剑,每一剑落下,必有一道拳影消散,一瞬间像是出了成百上千剑,扑扑声响之中,漫天轻盈,瞬间消散无踪,像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斩 一剑斩碎冯城轰出的万千拳影,秦晨怒喝一声,一道凌厉的剑光,骤然涌现天地之间,剑光璀璨,带着无可匹敌之意,朝着冯城头顶轰然斩落而下。 退 冯城脸色大变,在秦晨的这一剑下,他心中陡然升起一丝浓烈的危机感,竟有种感觉,自己会被这一剑,一分为二,因此没有丝毫的犹豫,身体疯狂后退。 然而下一刻,冯城的脸色陡然大变。 面对他的后退,秦晨手中长剑一抖,竟转了各方向,斩杀向了离他不远,刚刚逃生而出的冯绍峰身上。 第六百九十一章有何不敢? 冯城的脸色瞬间变得一片苍白。 秦晨的这一剑,连他也挡不住,失去右臂,刚刚重伤的冯绍峰又如何能抵挡? 你敢! 冯城咆哮一声,眼眸通红,壮弱疯狂。 你看我敢不敢? 秦晨冷笑,口中冷漠出声,那剑光更强,如雷光闪电,瞬间来到冯绍峰面前。 看着平绍峰惊恐的双眸,秦晨嘴角勾勒冷笑。 他也知道害怕。 可是他当初,是如何对待幽千雪的? 若非他秦晨及时赶到,恐怕今日死的,便是幽千雪了,甚至连肖战他们,都会死在冯轮他们手上。 既然冯家敢对他的朋友下手,他秦晨,又有何不敢? 不,你已经放了我,你不能杀我。 面对秦晨那无可匹敌的一剑,冯绍峰脸色疯狂有曲,露出了绝望之色,失声大吼起来。 他冯绍峰,就要死了吗? 在他大婚之日,被人斩杀。 这一刻,冯绍峰脑海中涌现出很多东西,其中最多的,还是那些曾经死在他手中的舞者,临死前眼中流露出的绝望之色。 原来绝望的死去,是这种感觉吗? 扑哧。 一声轻响,冯绍峰的身形陡然凝固,他的表情凝固住了,眼眸睁开,透露出恐惧,绝望,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也会有今天。 下一刻。 扑。 冯绍峰的眉心处,出现一道血痕,整个人,一分为二,被从中间齐齐的劈成了两半,跌倒在地。 真以为我会放过你吗? 刚才,只不过是耍耍你而已。 看着平绍峰倒下的身体,秦晨心中冷笑,从冯绍峰强迫幽千雪的那一刻开始,此人就已经必死。 嘶。 场上其他人看着平绍峰倒下的身体,全都倒吸冷气,只觉得心头狂跳,寒毛竖起。 冯家的大少爷,死了。 众人正正的看着这一幕,内心狂震。 冯绍峰在冯家的地位,他们再清楚不过,可以说,冯绍峰早已内定为冯家的下一任家主,也是冯家百年来,最难得的天才,可现在,他竟然死了。 秦晨,没有任何言语,任何废话,说杀就杀,一箭,斩碎了冯家的希望,他做到了自己说的,要将平家图禁,而平绍峰,仅仅是个开始。 此子,太狠。 不可惹。 此时众人呆滞的看着秦晨,无法形容内心的震动,在冯家,杀冯家大少爷,一个五国的弟子,怎会有这样的底气? 他怎么敢的? 众人怎么也想不明白? 啊! 一道凄厉的吼叫声,瞬间将人群惊醒,只见冯成正正的看着那地上面躺着的尸体,他唯一的儿子,他花了二十多年心血,精心培养的儿子,他冯家的骄傲。 今日,本该是少风大喜的日子,可如今,他却躺在了地上,一动不动。 我要你死,还有你们,统统都要死。 冯成愿毒的盯着秦晨,体内的血脉之力,疯狂的咆哮了起来,整个人,像是化作了一尊魔神。 秦晨手持神秘袖剑,看着咆哮怒吼的冯成,眼中,同样带着杀鸡。 我也同样要你死。 秦晨冷笑,眸光一寒,之前,只是热身,现在,热身结束了。 咻! 他身形一纵,竟然主动出击,率先杀向冯成。 狂妄,给我死。 冯成怒吼,一拳朝秦晨头顶轰然砸落。 但是,他这一拳轰出之后,却是落了空,刷的一下,不知何时,秦晨竟已来到了他的身侧,刷的一剑斩出。 扑! 冯成体表的护体真力瞬间被切开,紧接着,一捧鲜血飞溅空中,冯成惨叫着倒飞出去,他的胸口,出现一道尽尺长的血痕,鲜血从中不断喷溅。 什么? 怎么会? 怎么可能? 人群狂震,双方一个交手,竟然是冯成受伤了。 冯成也惊怒的看着秦晨,刚才秦晨的身法,太快了,快到他根本捕捉不了,以至于眼前一花,就已经中见了,一个五阶的五宗,怎么会如此可怕? 他不明白。 秦晨冷笑,一言不发,再度出手。 扑! 又是一道血痕浮现,冯成惨叫一声,身上再度被长剑划出一道血口。 慢,太慢了。 秦晨摇头,比起大周王朝六阶中期巅峰的宗卫队长一人图,和血魔交的天魔长老,这冯成太弱了,简直弱得可怜,即便没有阵法,也只能被秦晨肆意蹂躏。 扑扑扑。 只见秦晨快速出手,眨眼的功夫,冯成身上便出现密密麻麻的血痕,整个人瞬间化作了一个血人。 华盛,你还不帮忙出手。 冯成惊怒万分,全身剧痛不已,如果不是他防御手段惊人,恐怕现在已经死在秦晨手中了。 华盛表情一凝,说实话,秦晨的实力,也超出了他的预料,如果是换作别人,他必然明哲保身,不远处出手,但是面对杀死自己儿子的凶手,以及身上怀有古男都最大传承的天才,华盛犹豫了一下,还是冲了上来。 呼! 他手中,瞬间出现一面鼓鼓宝雾,咚的一声,鼓声震动,场上四下都发出惨叫之声,不少修为较弱的宾客,耳鼻流血,在这鼓声之下,身受重创,疯狂后退。 秦晨脑海也是微微一晕,下一刻,一道灵力的刀光,疏得出现在他面前。 叮! 仙君一发之际,神秘秀剑书的出现在秦晨面前,拦住了华盛的强势一刀。 而后 刷! 剑光在一闪,华盛喷血道飞出去,胸口出现一道一字剑痕,若非他反应就是,只差一点,剑光就要将他直接剖开。 怎么会? 道飞之中,华盛惊怒,他这珍宝,蕴含精神攻击,连六阶的武尊,都会被震慑至少一个呼吸,凭着宝物,他偷袭杀死过数名武尊强者。 但秦晨,竟然瞬间就清醒了过来,甚至还第一时间进行了反击,令他怎么也无法理解。 先杀那冯城,再杀他。 冷冷地看了眼华盛,秦晨没有追击,而是朝重伤的冯城暴掠而去。 快来人助我。 冯城怒吼,惊恐万分,一旁诸多冯家长老见到这一幕,惊怒连连,急忙就要冲上前来。 第六百九十二章冯家老祖 哈哈哈哈,你们的对手是我。 见这些长老竟然要脱离战场,黑奴大叫一声,疯狂出手,令诸多长老根本无法离开,有一名长老心慌之下,被黑奴抓住机会,瞬间一枪刺爆在虚空。 黑奴以一人,力敌冯家诸多强者。 今日,你必死。 秦晨略向冯城,眼眸冰冷。 这可未必,小子,今日死的,应该是你。 突然,一道威严愤怒的声音从天而降,宛若滚滚雷声,震战在人群的耳膜当中。 冯城浑身猛的一阵,目光中闪过一道浓烈的狂热之意,激动的看向府邸后方。 轰。 从那后方,陡然掠来一道灰红的身影,是一名须发灰白的老者,远远的,看到一片狼藉的冯家府邸,眼中暴射出毁灭一切的杀意。 这是,冯家上任家主,冯渊。 此人竟然还没死。 冯渊十年前,就已经突破到了六阶中期五尊境界,现在,一身修位恐怕已经提升到六阶中期巅峰了吧。 人群震动,哗然无比。 一直以来,众人都怀疑冯家的老祖冯渊有没有死,只是一直没有证据,如今,冯渊真的出现了,而且是被秦晨逼迫出来的,因为他不出来,冯城就会死。 六阶中期巅峰的五尊。 远处观战的潇雅等人听到人群的议论,则一个个脸色大变,苍白无比。 如此高手,秦晨会是对手呢? 这一刻,所有人都看向秦晨。 却见秦晨静静的站在那里,淡漠的看着飞掠而来的冯渊,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 没有惊恐,没有害怕,也没有忐忑,有的只是,冷笑。 只见冯渊来到庭院中间,看着狼藉的府邸,以及满地的尸体,眼瞳之中,流露出更加暴力的杀击。 好,很好,非常好。 他气急返笑,冷冷的看着秦晨,谋中暴射出前所未有的凛然杀意。 老祖。 冯成等冯家高手,连对着这老者鞠躬,谋中流露出激动之色。 老祖,乃是六阶中期巅峰的高手,他一出现,秦晨必死无疑。 而平成,亦是兴奋不已。 你还有脸叫我老祖。 冯渊冷哼一声,今日,本是他冯家大喜之日,为了夺取这幽千雪身上的传承,让其他势力答应这一切,他暗中耗费了多少精力,答应了各大势力多少条件,可如今,却被这冯成搞成这般。 地面上躺着的尸体,都是他冯家的精英,特别是冯绍峰,连他都极为欣赏,认定对方将来必能继承他冯家大业,带领冯家,走向新的辉煌。 可现在,这一切都烟消云散。 不管今日结果如何,他冯家,必然会成为皇城各大势力的笑柄,至少在他有生之年,都将抬不起头来。 老祖,我有罪。 冯成低下头,面色羞愧,身为冯家家主,让冯家遭此大难,他则无旁贷。 你的罪,我回头再和你算,不过现在。 冯渊冷哼一声,冰冷盯着秦晨。 今天,我不会杀你,不过,我要让你尝尽这世上最痛苦的刑罚,让你知道得罪我冯家的下场。 冯渊身上爆射出一股实质般的杀意,让周围的宾客感到了无比的心寒。 还有你。 冯渊冷冷地看了眼黑奴,一个六阶中期的五尊,竟然追随五国的蝼蚁,不管你是谁,今日必死。 此人也是六阶中期的五尊。 众人惊骇地看向黑奴,虽然他们早有猜测,但此刻被证实之后,心中依旧充满了震惊。 六阶中期的五尊,在皇城之中,都堪称强者,不是轻易就能遇到。 呵呵,阁下好大的威风啊,一上来,就定下了我们的生死,不过,你有这个能耐吗? 就在这时,秦晨突然倾笑了声,声音平静,不带半点波澜。 狂,太狂了。 众人震惊看着秦晨,此子,实在是令人震撼,就算是面对冯家的老祖,竟也敢有这样的口气。 不知死活。 冯渊看着秦晨冷喝了声。 秦晨微微笑了起来,眼神彻底变得冰冷,而后对黑奴冷冷道,黑奴,既然这老东西已经出来了,过会就别留守了,本少可没空在这里浪费时间。 陈少,属下还没玩够呢。 黑奴音笑了声,不过陈少都这么吩咐了,属下自然遵命。 众人愕然的看着两人,这时候,秦晨和黑奴竟然还有心情谈笑,更让他们震惊的是秦晨的话,他们之前居然一直在留守,而且听秦晨的意思,他们两个居然一直在等着平渊。 你找死。 冯渊勃然大怒,下一刻,身形猛的动了,轰隆,整个人如同一道幻影,瞬间来到秦晨面前,一拳直接轰向秦晨面门。 快,太快了。 冯渊的这一击,让众人几乎来不及反应,甚至连场上不少六阶的武尊,都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冯渊的攻击,就已经来到了秦晨的面前。 这就是你骄傲的资本。 可笑。 而更让他们震惊的是秦晨的反应,刷,仿佛早有预料一般,秦晨手中的神秘袖剑,不知何时已经拦在了面前,瞬间挡住了冯渊的一击。 砰。 拳剑碰撞,爆发出惊人的冲击,秦晨身形向后飘飞出十数米,卸开冲击,整个人毫发无损。 竟然挡住了。 人群狂震,冯渊目光更是一鸣。 怎么可能,自己的一拳,连六阶出七武尊都能轰爆,此子只是五阶的武宗,竟能挡住。 冯成、华盛,你们两个,先将那几个五国之人拿下。 冯渊冷喝一声,再度冲向秦晨。 是。 冯成和华盛低喝一声,两人怨恨的看了眼秦晨,而后齐齐朝肖雅他们飞掠而来。 小子,先将你的朋友抓住,老夫看你还有什么能耐。 冯渊拦住秦晨,根本不给秦晨解救的机会,猙獰冷笑。 秦晨目光一寒,以肖雅他们的修为,根本抵挡不住冯成和华盛的出手。 你这么做,只是加速了他们死亡的脚步。 秦晨冰冷说道,众目睽睽之下,秦晨手中瞬间出现一个黑色葫芦,紧接着,大片黑色的阴云,瞬间从葫芦口中弥漫而出,朝着冯成和华盛瞬间吞噬而去。 正是进化过后的火炼虫和士气蚁。 两团阴云,在众人惊恐骇然的目光中,瞬间朝冯成和华盛包裹了过去。 第六百九十三章冯家末日 嗡嗡嗡 无数士气蚁和火炼虫构成的虫群大军,如同黑云一般,朝着冯成和华盛瞬间包裹而来,一瞬间就将两人笼罩在了里面。 这是什么鬼东西? 冯成和华盛脸上全都露出金融,虽然士气蚁和火炼虫还未对他们发动进攻,可光是这密密麻麻的虫群, 就已经令他们毛骨悚然,浑身寒毛都竖了起来。 给我灭。 两人怒吼,疯狂出手进攻,试图将这虫群给轰散开来。 可令他们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当他们的攻击落到虫群中之后,漫天虫群仅仅是微微一致,紧接着便再度疯狂涌来,甚至于连一只虫子都没有死去。 这怎么可能? 所有人都狂震,一个个等大眼珠,难以置信。 冯城和华盛是什么人物,一个是皇城世家冯家家主,一个玄州顶尖宗门流先宗副宗主,两人的实力,在六阶初七五尊之中,都堪称顶尖,一击之下,恐怕连一座山头,都会被瞬间轰爆。 可如今,两人联手之下,这漫天虫群,竟然连一只死去的都没有,这些到底是什么血虫? 要知道,就连六阶尊级的血兽,恐怕都未必能被两人全力一击之下,毫发无损吧。 周围宾客震惊,冯城和华盛则是惊恐了,咔咔咔咔,一击之后,漫天虫群毫发无损,瞬间就将两人包裹在里面,紧接着两人便惊恐发现,自己体表的护体真力,竟然在疯狂被吞噬。 不,两人全都恐惧无比,轰,这一刻,血脉之力,各种秘技,根本没有任何隐藏,甚至爆发出了比对战秦陈时,更加可怕的威力来。 但是没用,在经过黑死沼泽的蜕变之后,士气蚁和火炼虫早就变得强大得多,除了有少部分士气蚁和火炼虫,在两人的攻击下受到一点伤外,其余士气蚁和火炼虫,瞬间就包裹住了两人。 啊!凄厉的惨叫声,顿时在这冯家府邸响起,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这一幕,一个个浑身发寒,恐惧无比。 被无尽虫子试咬的感觉是什么? 众人光是想想,就感到无比的恐惧。 老祖救我! 虫群中,冯城痛苦地嘶吼起来。 轰! 冯渊看到这一幕,脸色大变,疯狂冲杀向冯城所在。 冯家已经死去太多人了,若是连冯城这个家主都陨落在这里,对冯家来说,这个打击太大了。 在我面前,也敢救人。 秦晨冷笑,在冯渊出手的一瞬间,脑海中六阶巅峰的精神力陡然催动。 精神风暴。 嗡! 一股无形的精神力,瞬间化作一道历史,刺入冯渊脑海。 不好! 冯渊大惊,固步地救援冯城,怒吼一声,体内血脉之力轰然爆发,试图抵挡秦晨的精神攻击。 但是没用。 秦晨的精神攻击,可等可怕。 在精神风暴冲入冯渊脑海的瞬间,就攻破了对方的精神防御,一双愤怒的眼瞳,偶然变得呆滞起来。 好机会! 秦晨身形飘渺如电,瞬间出现在冯渊身前,一剑斩了出去。 给我破! 冯渊毕竟是老牌六阶中期巅峰五尊,身上防御手段,腾出不穷,在被秦晨精神力攻击到的瞬间,就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施展出秘技,整个人紧紧迷失了一个眨眼的功夫,就清醒了过来。 但高手对决,一个眨眼的疏忽,便已足够。 扑斥! 一声,冯渊怒吼一声,身上瞬间出现一道长达尽尺上的剑痕伤口,皮肉外翻,一股惊人的毁灭剑意不断涌入冯渊体内,令他张嘴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狼狈的倒飞出去。 若非他反应及时,第一时间清醒过来,这一剑,足以敬他整个人一分为二。 啊!而此时,没有了冯渊的救援,冯承和华盛两人顿时被无数血虫啃试着,在惨叫声中,化为灰飞,只有两个储物戒指,在大量血虫的携带下,落入秦晨手中。 如此场景,瞬间惊呆了场上所有人。 冯承,冯家家主,华盛,刘先宗副宗主,就这么死了。 众人骇然的看着秦晨,心中宛若卷起了惊涛骇浪,此子,好狠,之前所说的话,竟被他在一点点的实现。 而平家老祖冯渊想要出手救援冯承,非但没能成功,反而是被秦晨抓住机会,一箭重伤。 这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不敢相信,世界观都差点崩溃。 你连自身都难保,居然还想着救人。 你放心,马上我就会送你和冯承一道,去那地狱。 秦晨傲见而立,冷笑看着平渊。 你 冯渊惊怒万分,死死盯着秦晨,眼神愤怒,骇然,惊恐。 一个五国的少年,竟将他冯家逼迫到这地步,他先前,根本无法想象。 而在这时,另一侧,也响起凄厉的惨叫之声,只见黑奴身上的气势更加爆发,寒冰长枪挥动间,每一击,都几乎有一名冯家的长老陨落,在他手上,根本无还手之力。 轰 滔天的气势,在黑奴身上萦绕,此时的黑奴,宛若一尊魔神一般,六阶中期巅峰的修为释放到极致,根本没有任何的留守,以冯家那些六阶初期的长老,如何能抵挡。 屠杀 这简直就像是一场屠杀。 好强 怎么可能这么强? 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大肆杀戮的黑奴,心中挡寒。 冯家的高手在黑奴面前,根本没有任何的抵挡之力,就像是被斩杀的侏罗一般。 这斗鹏人究竟是什么人? 这样的高手,为何以前在这大威王朝,竟极极无名? 更让他们震惊的是,像黑奴这样的高手,竟会臣服秦臣,做秦臣的奴仆,这让他们,怎么也无法理解。 不 看到这一幕的冯渊眼眸瞬间变得通红,这些,都是他冯家的栋梁,都是他冯家的支柱,可现在,竟像是蝼蚁一般被屠杀,冯渊的心,此时在颤抖,在恐惧,在后悔。 不用着急,你马上也会随着他们一同上路的。 面对愤怒和恐惧的冯渊,秦臣身形默得动了,轰,他身上绽放雷光,第一次施展出了自己的血脉之力,身形如同一道闪电,瞬间就出现在了冯渊的面前。 第六百九十四章 冷家出面 好快! 冯渊大惊,急忙出手。 枪枪枪枪枪枪枪。 密密麻麻的金铁交割声响起,只见两人瞬间化作两道幻影,速度快到场上宾客根本来不及捕捉,只看到两道幻影,在飞速略动。 在速度之快,令他们全都骇然不已,这等速度,化作他们上前,恐怕还没来得及看到对方出手,就已经死去了。 慢! 太慢了! 这就是你引以为豪的实力。 秦晨一边挥剑,一边冷笑说道,手中长剑几乎化为了无形,密密麻麻的剑光,将平渊彻底的包裹了起来,没有任何逃避的空间。 为了速战速决,秦晨爆发出了最快的速度,甚至连血脉之力都施展开来。 叮叮叮! 冯渊疯狂抵挡,此时的他,瞪大血红的双眼,心中惊怒万分。 强,太强了! 他怎么也不敢想象,秦晨这么个五阶后期巅峰的武宗,竟会强到这等地步,不管是真力的雄厚程度,还是出手的速度,全都不在他之下,甚至还要凌驾在他之上。 这真的是一个少年,真的是一个武宗吗? 此时此刻,冯渊害怕了,恐惧了,他甚至转身想要离开这里,但是在秦晨的攻击下,他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只能仓促抵挡。 扑扑扑。 一道道血痕,在他身上出现,仅仅片刻之间,冯渊身上就出现了数十道剑痕。 唤进球龙。 秦晨眼神莫得一闪,又是一道精神攻击席卷了过来。 不。 冯渊脑海一晕,心中惊怒万分,下一刻,他胸口再度出现一道深可见骨的剑痕,与之前的剑痕组成一道十字剑痕,整个人狼狈的倒飞出去,口中鲜血狂喷。 此时的他,体内经脉,早已支离破碎,在秦晨的这一剑下,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 你。 惊怒的看着秦晨,冯渊张嘴喷出一口鲜血,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老祖。 远处冯家还在富于顽抗的长老和舞者们看到这一幕,全都惊恐万分,眼神绝望。 连他们的老祖,都被击败了,他们还有什么希望? 一个愣神之下,黑奴可不管这些,一枪扫过,扑扑扑,几名长老同时惨叫一声,化为血物。 净。 寂静。 此时全场死计一般,所有宾客都震撼的看着秦晨,以及浑身浴血的黑奴,半天说不出话来。 之前,秦晨说要屠杀冯家的时候,众人只是把这当成了一个笑话。 可如今,短短片刻的功夫,整个冯家,血流满地,几乎绝多数的舞者,都被斩杀。 成笑话的,是冯家。 今日,本是冯家大喜之日,可结果,却成为了冯家的灭族之日。 不必着急,马上就轮到你了。 看着神色愤怒的冯渊,秦晨缓缓地走向对方。 你这个畜生。 冯渊对着秦晨愤怒吼道,眼眸血红,神色癫狂。 我畜生。 秦晨冷笑,看着平渊,我,秦晨,与你冯家无冤无仇,但是你冯家,太过分,抢我秦晨女人,甚至以我朋友,兄弟的性命来威胁他,逼迫他嫁入你冯家。 这些,我都忍了,我只求救回我的女人,而后与你们冯家井水不犯河水。 但是,你们冯家咄咄逼人,竟还要杀我们。 我秦晨,不甘被你们斩杀,只能被迫反击。 现在,你冯家既不如人,反而辱骂我们,难道不觉得可笑吗? 秦晨冷冷地看着平渊,成王败寇,你还有什么话说? 哈哈哈哈,成王败寇。 冯渊怒视着秦晨,癫狂地大笑起来,神色疯狂,你今日敢杀了我,你也不会有好下场。 是吗? 秦晨冷冷一笑,那我等着好了。 话音落下,秦晨目光一寒,就要将平渊斩杀。 住手 就在这时,人群中陡然响起一道冷喝,一名中年男子缓缓走了出来。 此人,一身修为在六阶初七,之前一直坐在主兵台上最前方的几个位置,身份极为高贵。 他冷冷看着秦晨,但莫道,阁下人也杀了不少,威风也耍了不少,是时候停手了吧。 他冷漠看着秦晨,神色傲然无比,即便秦晨在展现了如此可怕的实力之后,此人看着秦晨的目光,依旧带着冷漠,带着轻蔑。 他的出现,也令得场上响起一阵哗然之声。 你是谁?秦晨冷漠看着此人。 本座,冷家管是冷明,此次是代表冷家,参加冯家大喜而来,冯家,与我冷家颇有瓜葛,阁下这么做,也太不将我冷家放在眼里了吧。 冷家终于忍不住了。 那还用说,什么颇有瓜葛,冯家,根本就是冷家的从属家族。 呵呵,我们大威王朝,严禁家族之间暗中勾结,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行了兄弟,冷家和冯家的关系,皇城中人众所周知,还用隐藏呢? 人群陡然激动了,冷明的出现,显然是代表,冷家要插手冯家一事。 相比冯家,冷家,可是皇城三大家族之一,也是皇城仅有的三个大豪门,可以说,论实力,冯家和冷家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差距太大了。 别的不说。 光是冷家家主,便是六阶后期的强者,大威王朝赫赫有名的人物之一。 冷家管事。 秦晨冷漠的看了眼冷明。 没错。 冷明冷傲看着秦晨,有些事,我劝阁下还是不要做绝的比较好,这里是大威王朝皇城,你若杀了冯渊,我怕后果,你们几个承担不起。 冷明的语气中带着浓重的警告。 那就多谢阁下提醒了。 秦晨对冷明拱了拱手。 众人全都松了一口气,看来此子,虽然狂妄,霸道,但对豪门冷家,还是颇为忌惮的。 不过想想也是,整个皇城,除了皇室,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势力,敢随便拒绝冷家。 阁下能这么想,那是最好,既然如此,此人就有本作带走吧,我冷家与这冯家,还有业务,可不能让冯家之人,全都死在这里。 冷明高傲的说了声,显然也认为秦晨怕了自己。 没问题。 秦晨点点头。 话音落下,他手中神秘袖剑陡然划过冯渊的咽喉,扑斥一声,鲜血喷出,冯渊脸上因为劫后余声而涌现的惊喜,瞬间凝固,惊怒的看着秦晨,瞬间咽气。 收起冯渊的储物戒指,秦晨对着冷明笑着道,此人就交给阁下了,阁下尽管拿走吧,不必客气。 秦晨嘴角秦笑,淡漠看着冷明,只是那痴笑的眼神,却让所有人都含气直冒,浑身发寒。 第695章 冷家老祖 你做什么? 看着倒在地上,浑身被鲜血浸透的冯渊,冷明怒吼一声,浑身陡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杀意来。 他死死盯着秦晨,眼瞳通红,心中杀意骤声。 他之前已经说了要保下冯渊,可这小子,非但不理会他,反而是转手就将平渊斩杀,这等行为,根本就是在打他冷明的脸,打他冷家的脸。 场上众人,也都面露骇然,一个个都吓傻了。 一言不合,直接在冷明面前杀死冯渊,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阁下不是要这冯渊有用吗? 但是这冯渊,得罪本嫂,本嫂又不能让他活着,只好将他杀了,至于他的人,阁下可以直接拿去,不必向本嫂道谢。 秦晨微笑说道。 道谢,道你妈的谢呀。 冷明心中愤怒万分,他要的,是冯渊这个活人,一具尸体,他带回去做什么? 小子,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以为杀死了冯渊,这皇城之中,就没人治得了你了吗? 死死盯着秦晨,冷明咬牙说道,浑身寒意绽放。 你是在威胁我? 秦晨目光瞬间冷了下来。 呼。 他右手突然伸出,顿时下了冷明一跳,急忙就要后退,但哪来得及,瞬间被秦晨抓住了脖梗,一股恐怖的真力弥漫出来,硬生生遏制住了冷明体内的真力,令他动弹不得。 你干什么? 冷明惊恐的说道,浑身冷汗都冒了出来。 他这才想起来,他虽然是冷家的弟子,但修为毕竟才六阶初期,此子之前连逢渊这样的六阶中期巅峰五尊都能斩杀,杀他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心中顿时恐惧万分。 而周围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也全都吓傻了,这可是冷家的管事啊,秦晨是想干什么? 不会是连冷家的人也想杀吧? 秦晨冷冷的看着冷明,眼神分寒道,你敢威胁我? 实话告诉你,本少最不怕的就是威胁,提醒你一次,再敢威胁本少,本少管你什么逢家,冷家,连你一块沙,滚。 怒喝一声,秦晨一把将冷明扔了出去,砰的一声,冷明重重摔在一旁的桌椅之上,将桌椅砸得粉碎,再重重摔倒在地,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而这一摔,冷明体内的真力也重新恢复了运转,急忙爬起,怒视着秦晨,愤怒道,你…… 还不滚。 不滚的话,就别滚了,和这冯渊一样,留下来吧。 秦晨冷扫了他一眼。 那冰冷的目光,宛若利刃,令冷明寒毛竖起,冷汗淋漓,眸中闪过一丝怨毒,再也不敢废话半句,瞬间狼狈地离开了此地。 此时,除了满地冯家强者的尸体之外,场上一片寂静,再没人敢说半句。 连冷家之人对方都敢教训,他们若是上前,恐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我们走。 对着黑奴说了一声,秦晨立即带着黑奴和肖雅等人,离开了冯家府邸。 冯家,完了。 看着满地鲜血的冯家强者,众人都摇头叹息,堂堂大世家,就这么被灭,虽然冯家还有不少女眷和舞者没有陨落,但失去了顶尖强者的冯家,将彻底地从皇城的大世家中除名。 特别是冯家在皇城中的那些产业,没高手保护,根本保留不了,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如虎四郎的诸多势力给蚕食吞并。 这就是那个说要灭了刘先宗的五国天才吗? 好狠。 好狠辣的手段,现在老夫信了慈子当初在古南都的时候,将刘先宗的人全都击杀的消息了。 可惜,慈子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皇城可不同古南都那种地方,慈子今日灭冯家这么多高手,破坏皇城规矩,恐怕灾祸马上就会到来。 等着看好戏吧,一个五国的弟子,赶在我们大威王朝皇城如此撒野,恐怕活不了多久了,不仅是他,连他的那些朋友,都不会友好下场。 还是太年轻啊。 前来参加冯家大喜的皇城各大势力代表,或冷笑,或不屑,或兴奋,或叹息,不易而足。 而平家所发生的一切,此时也如一阵风一般,迅速的朝皇城各处传播开来,引发阵阵轰动。 此时,秦晨却已经带着黑奴他们回到了西城贫民窟。 秦晨,大家赶紧收拾收拾,马上离开皇城。 一回到贫民窟,消雅便焦急着说道。 秦晨摇摇头,消雅阁主,没这个必要。 什么没这个必要,你知道吗,你今日这么做,太鲁莽了,冯家,乃是冷家的下属世家,你杀了那么多冯家高手,冷家绝不会放过你的。 消雅一脸忧心忡忡,他在大威王朝皇城住过一段时间,对皇城中的各大势力,最为了解,焦急道,冷家,乃是皇城最顶尖的三大豪门家族之一,冷家家主,更是六阶后期巅峰的高手。 这一次针对幽千学的事,恐怕不仅仅是冯家的意思,更大的可能,是冷家在背后推波助澜,现在你破坏了冷家的计划,要不了多久,冷家就会出手,到时候再走,恐怕就走不掉了。 现在走就能走得掉吗? 秦晨笑了起来。 至少还有一丝希望不是吗? 以秦晨你的实力,还有你身边这位,冷家想留住你们,至少需要六阶后期的太上长老级别高手,不过这样的人物,整个冷家也没有多少,只要大家分散开来,未必不能逃出去几个。 消雅神色焦急。 没用的,冷家想要追杀我等,我们一个都逃不掉。 这时,黑奴突然说了一声。 秦晨等人都纷纷看了过来。 黑奴看了眼疑惑的众人,淡淡道,冷家之所以能成为皇城最顶尖的三大家族,可不是因为冷家家主冷非凡,而是因为冷家老族冷破宫。 冷家老族 消雅愕然,他在皇城生活过不少时间,可从未听过冷家有什么老族。 黑奴眸中闪过一丝冷力,冷冷道,冷家老族,冷破宫,是冷家的支柱,已经有多年不曾出现过了,不过,此人却是一名七阶的武王高手,也是冷家能屹立这皇城中心的底气所在。 七阶武王 文言,所有人都呆住了,面露惊恐。 第696章秦晨的计划 七阶武王,你说的是真的。 这一刻,所有人都震惊,面露骇然。 七阶武王,对于王启明他们这些来自五国之地的弟子而言,无疑是一个逆天般的存在,甚至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人物。 你确定,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 即便是消雅,也面露骇然,一脸难以置信。 就连秦晨也目光一凝,事实上,对冷家的背景,他之前也有所猜测,所谓王朝,没有武王强者。 是根本不可能的,冷家能在大威王朝坐拥三大家族的位置,没有些底牌,更加不可能。 黑奴摇头道,其实不仅仅是冷家,皇城另外两大家族墨家,吴家,同样有七阶的武王坐镇,包括宗门联盟中的归原宗,吴极宗都一样,否则,这些势力,凭什么在大威王朝皇室的嘴里夺食,甚至连皇室,都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他们发展。 消雅震撼了,这是连他都不曾听闻过的密闻。 你是怎么知道的? 消雅震惊的看着黑奴。 他在皇城当阁生活过一段时间,身为当阁长老弟子,也算是接触比较高层的存在,可怜他都不曾听说过这些东西,这陡盆人是怎么知道的? 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皇城原家? 黑奴笑了笑,突然对着消雅说道。 秦晨心中一动,事实上,他一直对黑奴的身世来历颇为好奇,因为他对皇城各大势力太过了解了,现在听黑奴这么一说,他似乎是这大威王朝原家之人。 原家? 消雅面上露出一丝疑惑。 可紧接着,他神色陡然变得骇然起来,脱口而出道,你说的莫非是原先皇城四大家族之首的原家? 黑奴脸上露出一丝怀念之意,想不到这么久了,居然还有人记得原家。 四大家族之首 秦晨皱眉道 消雅解释道,在二十多年以前,大威王朝皇城其实有四大豪门家族,原家、冷家、墨家、吴家,其中,原家最为恐怖,被成为四大家族之首,不过二十多年前,不知什么原因,原家一夜之间被灭门,从此灰飞云散,当时在大威王朝引发了无比巨大的轰动,但是真凶,却始终不曾被人找到,成为了大威王朝世上最大的悬案之一。 秦晨诧异的看向黑奴 没错,陈嫂,其实我就是原家仅存活下来的一名弟子,也是当时原家家主的儿子。 你,你是原家弟子。 消雅骇然的看着黑奴,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传闻,听说当年是皇室出手灭了原家,是真的吗? 原家灭门一案,一直是大威王朝历史上的悬案,而因为皇室在原家灭门之后,并未有多少举动,因此不少人猜测,原家,其实是被大威王朝皇室所灭,原因是以原家为首的家族豪门势力太强了,甚至威胁到了皇室,皇室杀鸡景侯,以景孝游。 这些年,我也一直在调查真相,我所知道的是,当年灭我原家的,是以冷家,吴家和吴吉宗为首,其中还有另外几股势力参与,至于皇室,我怀疑其中有一股势力参与,但应该不是皇室主流势力,也或者没有。 什么意思? 秦晨忍不住开口,他没想到,黑奴身上竟然背负这么大的血海深仇,四大家族之首原家嫡子,还真是令他没想到。 秦晨,当年,以我原家为首的四大家族,以及宗门联盟等势力,的确发展极为迅速,甚至威胁到了皇室的存在,但是四大家族之间,其实并不和睦,我原家,和墨家关系不错,但和冷家,吴家,其实一向敌势,至于和宗门联盟,也有不小矛盾,因此虽然我原家是大,但是皇室不可能为了防止我原家发展,就灭掉我原家,这对于皇室的利益来说,并不相符。 所谓帝王之道,便是为了平衡麾下各大势力,灭了原家,等于是让王朝各大势力失去了平衡,更何况,我们原家当年,和皇室的关系极好,暗中也有不少生意往来。 家父只是没想到,冷家,吴家和吴吉宗,竟如此丧心病狂,趁我原家族会深夜,对我原家突袭杀手,当时几大势力的顶尖高手都汇聚而来,我因为侥幸,才捡回一条命,但是整个家族。 黑奴谋中陡然射出一道怨毒的光芒,所有人都感受到一股刺骨的寒意,感受到那股滔天的恨意和愤怒。 我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并没有皇室高手参与,但是事后,皇室对此却没有多少反应,所以我怀疑,皇室虽然不曾亲自插手其中,但至少和冷家这些势力达成了某种协议,或者说,皇室中有一股势力,暗中参与了其中。 具体的原因,我也还没弄明白。 说到这,黑奴转身看向秦晨,突然单膝跪地,陈嫂,黑奴知道你不是一个鲁莽之人,今日,你灭冯家,必然不会是想着杀完便逃离皇城,黑奴相信,你有你的计划,黑奴今日将身世告知陈嫂你,只是不想陈嫂你心中有什么猜忌,而且,黑奴对这皇城各大势力的了解,可以说远超任何一人,陈嫂你若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秦晨此时,也终于明白了黑奴身上的一切。 他微微一笑,将黑奴扶起,黑奴,如此说来,你的仇人和本嫂的敌人其实一样,你猜的没错,本嫂这才来皇城,可不是单单想在这皇城生存下去,本嫂的目的,是准备从这大威王朝开始,建立起一股属于本嫂自己的势力。 秦晨一双眼眸陡然变得冷冽起来。 前世今生,经历了那么多,秦晨深深的明白,一个人单打独斗,太过雷若,不管是要尽快变强,还是为了找封少宇,上官夕而报仇,光靠他一人,根本不够。 他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势力,作为自己的支柱,将来,和封少宇,上官夕而他们对抗。 秦晨,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得罪了冷家,恐怕要不了多久,冷家就会对我们发难,到时候以我们这些人,恐怕根本无法抵挡,消雅焦急道。 呵呵,以我一人,自然无法和冷家对抗,但若是再加上当格,血脉圣地等这些中立势力呢? 秦晨突然露出一丝笑容。 第697章 势力分布 当格,血脉圣地 消雅一愣,旋即面露苦笑。 曾经,他和秦晨有一样的想法,想依靠当格,来给予王启明他们庇护。 但是结果,却让他失望了。 他已经看透了当格中的勾心斗角,那些长老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彼此暗中争斗,各种手段都施展得出来,让他们为自己出头,想都不用想。 想到这里,消雅便忍不住叹息一声。 当初师尊安好的时候,还能在当格中说得上话,但是现在,师尊病倒多日,甚至连生命都有威胁,再想让师尊出手,根本不可能。 呵呵。 似乎明白消雅内心的想法,秦晨淡淡一笑,他明白消雅为什么会叹气。 的确,一个普通人,想让当格和血脉圣地出手护他,的确难如登天。 当格和血脉圣地等势力,可谓超然物外,根本不会随意插手各地的纷争,而且他们对功法、秘笈等东西,渴望不多,也不会像冷家等势力,对王启明他们身上的传承动心。 所以自己之前并未出现,无法表现出给当格来到利益,再加上消雅的失尊重病,立即就失去了当格的重视。 不过,这只是消雅在当格身份不高的缘故,自己出面,想吸引当格和血脉圣地为自己出头,却并非做不到。 这件事,回头再说,过会,本少会亲自去一趟当格,需要消雅阁主你带着,至于现在,黑奴,你先将整个皇城各大势力之间的纠葛,和本少好好说说。 秦辰很清楚,自己一来皇城,就将皇城顶尖世家冯家几乎灭了各满门,要不了多久,就会引来各大势力的反击。 只有将皇城各大势力之间的关系履清楚,到时候,才能有地方使,进行应对。 是,陈嫂。 黑奴也不犹豫,当即对秦辰讲述起整个皇城各大势力的分布来。 目前,整个皇城,家族势力以墨家,冷家,吴家这三大豪门为首,麾下各自拥有大量的世家,掌控王朝不少地方的丹药,药材,真实等各行各业资源的买卖,几乎掌控了王朝的一半命脉。 除此之外,另一个强大势力便是宗门联盟,宗门联盟以吴极宗、龟元宗、鼎气阁三大势力为主,其中吴极宗和龟元宗,分别掌控大威王朝诸多宗门势力,像被秦辰得罪的刘先宗、山河门、天鹰谷等各州宗门,都和吴极宗、龟元宗有一定的关系。 而鼎气阁,却不似吴极宗和龟元宗等势力,喜欢掌控一些宗门,他们专心进行练气生意,掌控了整个大威王朝几乎一半的宝兵生意,虽然声名不显,但其实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宗门势力。 再加之鼎气阁不喜争权好力,其中的很多业务,都是为皇室服务,也是诸多势力中和皇室关系最好的一个。 同时黑奴也告诉秦辰,这些势力之间,彼此争斗,但也有联合,几乎各个势力之间,都会有一些生意往来。 毕竟,武者修炼,拼的就是资源,各个家族,势力,麾下弟子想要修炼,想要提升,肯定需要大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都需要各个宗门等外出交易。 而如今掌控王朝大量资源,隐隐有三大家族之手的冷家,便显得尤为重要,几乎是各个势力都要交易的对象。 堪称恐怖。 而这个殊荣,当年,其实是属于原家的。 通过黑奴的讲述,秦辰对大威王朝的诸多势力,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不由的微微皱眉。 冷家的势力,居然如此可怕,倒是令他有些意外。 除此之外,刘先宗等所隶属的宗门势力,不知是何态度,但想来,应该也对自己和王启明他们极感兴趣。 不去想那么多了,不管是谁,敢打我秦辰的主意,就等着秦某的怒火吧。 秦辰眸光一冷,射出道道寒芒。 了解了皇城各大势力的基本构造,秦辰第一时间,要保障的是优千雪他们的安全。 黑奴,你现在马上将这附近的人,都赶到别的地方去,我需要布置一个阵法,来保护大家,相信要不了多久,冯家背后的冷家,就会有所举动。 西城贫民窟是皇城最乱的地方,在这里,根本不严禁战斗,一旦冷家震怒之下派出六阶后期的高手,以黑奴的实力,根本抵挡不了。 陈少,是。 黑奴当即带着熟悉情况的王启明等人走出了屋子。 不多时,这一片附近的十多栋屋子,就几乎半空了。 生活在贫民窟中的舞者,都是皇城中的一些底层,见识过上午黑奴斩杀冯家冯伦等人的手段之后,这些人哪里还敢对其有丝毫违抗。 冯家对于这些贫民窟的人来说,简直是高高在上的存在,对方连冯家的人都敢杀,一个不爽之下,将他们杀了,他们都没地方哭去。 更何况,黑奴还给了这几户人家不少的安家费。 贫民窟中,最不值钱的就是房屋,他们拿着这些钱,完全可以再找一个比这个好上许多的屋子。 等所有人都离开之后,秦晨当即开始了布置。 一根根阵旗随着他的挥动,瞬间的落入到四周的各个角落,很快就隐匿尽虚空。 看着秦晨的举动,消雅他们依旧忧心忡忡。 冷家可是皇城最顶尖的豪门之一,光是停一些阵法,能挡住冷家的脚步。 众人心中几乎不抱多少希望。 倒是黑奴,信心满满。 他当初可是见识过秦晨所布置的阵法的,连血魔教的天魔长老,大洲皇朝宗卫队长一人图都能挡住,再加上自己。 即便冷家真的派出六阶后期的武尊,也能抵挡一阵。 现在唯一值得关注的,是秦晨究竟能否拉来当阁,血脉圣地等势力的支持,这才是他们在这皇城立足最重要的一步。 为了优谦血他们的安全,秦晨并不吝啬材料,几乎将身上所有的阵旗都布置了出来,在房屋外布置了数个六阶大阵,甚至他从黑爪城得到的材料,都完全不够用了,幸好从冯家,又得到了诸多材料,这才完成整个大阵。 看着面前数个六阶阵法结合起来的连环大阵,秦晨终于松了一口气。 由此大阵在,任何人想对优谦血他们动手,都得掂量一下自己。 第698章 冷家行动 布置完大阵之后,秦晨没有任何歇息,先将阵法的控制方法传授给了黑奴,紧接着,又从身上拿出了诸多丹药,递给了优谦血他们。 什么?这些丹药? 看到秦晨拿出来的丹药,萧雅顿时惊呼出声,这里面,几乎都是五品以上的丹药,甚至连六品的丹药都有不少。 特别是看到最后的华尊丹之后,萧雅脸上的震惊,更是如同狂风骇浪一般。 华尊丹,竟然是华尊丹。 他震惊的,不仅仅是华尊丹的功效,能让五阶巅峰的武宗突破五尊境界,甚至让五尊强者更进一步。 同样震惊的,还有华尊丹的等级,华尊丹,乃是六品巅峰的丹药,在他当阁之中,恐怕只有阁主才能炼制,甚至连两位副阁主,也没有炼制华尊丹的能力,秦晨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些丹药? 要知道这等丹药,一旦流动到皇城之中,定然会引发巨大的轰动。 这是我这段时间所得到的一些丹药,足以令你们在短时间内突破到更加的境界,不过服用之前,你们先行一人服用一枚这丹药,再服用其他丹药。 秦晨没有告诉萧雅这些丹药是自己炼制的,毕竟太过让人震惊了,同时,秦晨也将分解过的苦韵丹,一人给了一颗。 这丹药 肖雅疑惑的看着秦晨递来的苦韵丹,脸上顿时露出狐疑之色,因为连他这个四品的炼药师,竟然都分辨不出来这究竟是何等丹药,只是隐隐的有些熟悉。 苦韵之,数量极为稀少,因此这天下认识苦韵丹的炼药师也并不多,甚至有些六品,乃至七品的药王,终极一身,都未必见过苦韵丹。 如果让肖雅见到苦韵之,或许能认得出来,但是对已经炼成丹药的苦韵丹,他却浑然不明白了。 肖雅阁主,抓紧时间,先带我去丹阁吧,黑奴,这里就交给你了。 秦晨笑了笑,并未解释苦韵丹的来历。 肖雅也知道事态紧急,并未继续询问,立即带着秦晨离开了西城贫民窟。 你们赶紧服用丹药修炼吧。 黑奴看了眼震惊的肖战等人,微微摇了摇头。 只有他才知道,秦晨给众人的丹药,究竟有多可怕,特别是那能够消除体内丹毒的苦韵丹,那根本是百朝之地的皇室,都不敢想象的丹药。 以这些人的天赋,一旦体内丹毒消除,将来的成就,恐怕不可限量。 而在秦晨布置一切的时候,冯家被灭的消息,已如一阵风一般,瞬间传遍了整个大威王朝的皇城。 砰! 位于皇城内城的一个奢华府邸之中,一名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子一掌重重拍在身下的椅子之上,脸上露出无比愤怒的神色。 你说什么? 冯家被灭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人冷冷的看着下方冷明,浑身寒意爆发,瞬间整个大厅,像是进入了寒冬之中,令人不寒而栗。 正是冷家家主,冷非凡。 家主,事情是这样的,冷明当即将评价发生的事情一五一时说了出来,脸上带着院读道,那小子,根本不把我冷家放在眼里,还请家主下令,属下马上带人将那小子秦拿回来。 一个五阶后期的武宗,竟能击败冯渊这个六阶中期巅峰的武尊。 冷非凡目光一凝,脸上露出凝重之色,秦臣的天赋,连他都感到可怕。 一般天才,五阶后期,能和六阶初期的武尊对战,就已经可以称为天才,而能斩杀六阶初期武尊,便能称之为天骄,在大威王朝皇城,也没有多少。 可那秦臣,才五阶后期,竟能斩杀六阶中期巅峰的武尊,这等天赋,即便是冷非凡见多识广,依旧为之震撼。 这等人物,不得罪还好,一旦得罪,必须斩草除根,不能给对方留下丝毫反击的机会。 家主 见冷非凡不说话,冷明忍不住提醒。 冷非凡这才清醒过来,摇头道,不用。 冷明一愣,家主,难道就这么放过那小子了? 放过他,怎么可能? 冷非凡冷笑一声,此子破坏了老夫的计划,你知道,冯家一死,那五国弟子被救回,我冷家会损失多少吗? 和其他几大势力,也不好交代。 不过,我冷家毕竟是三大豪门之首,数大招风,有些事情,不能亲自去做,否则,岂会需要让冯家出面,对付那五国弟子? 现在闹得这么大,我冷家更加需要低调,不能贸然出头。 冷明文言顿时焦急道,可是 冷非凡一摆手,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冷家不出面,并非代表放过那几人,此子竟敢在皇城屠戮逢家这么大一个世家,已然违背了我皇城的规矩,你马上去一趟成卫蜀。 家主你的意思是,让成卫蜀出面。 冷明目光一亮。 没错,成卫蜀,管辖皇城治安,此事由他们出面,最合理不过,我就不信那五国之人,还敢和皇城成卫蜀交锋。 冷非凡脸上顿时露出一丝冷笑之意。 在冷家想办法对付秦臣的时候,秦臣在逍雅的带领下,则已经来到了当阁所在。 大威王朝的当阁,极为宏伟,比起大齐国的当阁,强了何止十倍,耸立在这皇城的繁华之地,霸道威严。 门口两位护卫见到带着秦臣进入当阁的萧雅,脸上顿时露出一丝异样的神情。 陈嫂,这就是当阁了,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萧雅带着秦臣走入当阁大厅,脸上疑惑说道。 他不明白,秦臣哪里来得自信,相信当阁会答应他的要求。 不急,先带我去看看你师尊吧。 秦臣道。 好。 萧雅点头,正准备带秦臣往里,突然一道刺耳的声音传了过来。 萧雅,你居然还有闲情意志来当阁,听说你这些天一直和那些五国的贱民在一起,怎么,五国之地待久了,忘了自己的身份,把自己也当成贱民了。 只见一名二十多岁,身穿恋药尸袍的少年缓缓的走了过来,冷傲的看着萧雅身边的秦臣,一脸嘲讽之意。 第699章有种你动手。 义臣,你这是什么意思? 萧雅不悦的看着那青年,眸中露出一丝厌恶之色。 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 这些天,你应该一直和那五国的几个贱民在一起吧,还号称什么天才,呵呵,五国之地,偏僻贫瘠,垃圾堆一样的地方,能有什么天才? 那义臣吃笑的看着萧雅,你在五国之地当了一段时间的小阁主,恐怕连自己的身份都忘了,天天和贱民待在一起,自己也成了贱民了吧? 哈哈哈哈 义臣大哥说的没错,这萧雅,恐怕也把自己当成了贱民。 之前萧雅还说要引荐一个五国的炼药师来代替我大威王朝参加当阁的百朝大比,五国之地,个个都是垃圾,他这么做,怕是丢尽了我大威王朝当阁的脸。 在义臣身边,跟着几个青年,巨士纷纷冷笑出声,嘴角勾勒嘲讽。 这里的举动,也顿时引来当阁中顾客的观望。 萧雅,他们是什么人? 秦臣扫了眼义臣几人,皱了皱眉道。 萧雅脸色难看,沉声道,他们都是当阁金元长老的弟子,那一尘,是金元长老的二弟子,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四品中期的炼药师了,在炼药方面的造诣,比我都丝毫不弱,金元长老和我是尊许伯长老一向不和,所以这些人,对我的态度自然也就极差。 你说的那个阻止你是尊将大笔名额给我的长老,就是那个金元长老。 对,就是他,金元长老此人极为自私,他的大弟子,是我们大威王朝当阁中目前的第一天才,所以金元长老对别的地方的炼药师极为不屑,也正是他,阻止我师尊将名额给你,反对我们当阁庇护牵血他们的。 萧雅脸色铁青的说道。 秦臣点头,若有所思。 见萧雅根本不理会他,义尘的脸上,顿时露出一丝不满之色,冷笑道,萧雅,你们在嘀嘀咕咕什么呢,你身边的那个家伙是谁? 不会又是哪个所谓的五国天才吧? 哼,你也是我皇朝当阁出来的人,注意点身份和形象,别把什么阿猫阿狗,都往我当阁里面领。 义尘瞥了眼秦臣,眼底满是轻蔑和不屑,从骨子里,散发出一丝高高在上的意味。 哈哈哈哈,看他身上的服饰。 还真有可能是从五国那种地方出来的。 萧雅之前还带过几个差不多的家伙,到我们当阁来,居然想让我们当阁庇护那几个家伙,这种垃圾,死了就死了,居然还带到当阁来,真是晦气。 嘿嘿嘿。 这些人不断的冷嘲热讽,萧雅的脸色变得极度的难看。 只是,他很清楚,如今他的师尊还不知道情况如何,师兄木冷风,还在被关禁闭,他们这一门现在在当阁中的地位,极为尴尬,能不惹事,尽量不要惹事。 尘少,别理他们,我们走。 萧雅脸色铁青,拉着秦晨,就往当阁内部走去。 站住,萧雅,你可还没告诉我们,这小子是谁呢? 义尘突然拦住萧雅和秦晨,冷哼说道。 我带什么人,需要经过你同意吗? 萧雅冷冷的看着他。 呵呵,你带正常人,自然不需要经过我同意,可你若是带一些五国的垃圾进来,玷污我大威王朝当阁,可就不行了。 你,萧雅震怒道,义尘,你可别太过分了。 过分? 义尘一愣,看到萧雅如此强烈的反应,不由恶然道,不会吧,萧雅,难道此子还真是五国的垃圾? 旋即,他脸色顿时冷了下来。 冰冷的看着秦晨,阁下,说吧,你是什么人,如果是五国的垃圾,给我马上滚出当阁,这里不是你这种垃圾可以来的地方。 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了秦晨身上。 秦晨,别和他一般见识。 萧雅顿时急了,秦晨什么性格,他太了解不过了,根本不是那种甘愿受辱的人。 我。 秦晨冷冷看着义晨,淡淡道,本少名为秦晨,的确来自五国之地,不过,却不是什么垃圾。 什么,此子还真是来自五国之地。 你刚才听见了吗,他说他叫什么? 秦晨,难道就是那个逍雅所说的五国天才炼药师? 就是那个差点占据了大师兄比赛名额的小子。 义晨这边的人在听到秦晨的名字之后,全都愣住了,而后脸上露出愤怒之色。 五国的垃圾,你还真敢来这里,是来找死的吗? 义晨跨前一步,身上顿时释放出恐怖的杀意,眸中寒芒绽放,煞时间,一股恐怖的杀气,瞬间笼罩住秦晨。 义晨,你想做什么? 萧雅怒喝道。 萧雅,你到一边去。 义晨不屑的看了眼消雅,而后死死盯着秦晨,垃圾,你还真敢来,以为我们不敢杀你吗? 他跨前一步,一股阴冷僧寒的寒气,朝秦晨扑来。 秦晨冷漠的看着他,你刚才叫我什么? 垃圾,你没听到吗? 秦晨目光一寒,有种你再说一遍。 哈哈哈哈,再说一遍,你想干什么? 打我吗? 那就再说一遍又如何,垃圾,废物,有种你动手啊? 义晨上前两步,将脸凑上前,贴到秦晨面前,挑衅道。 啪! 只是他话音还没落下,秦晨右手竟真的扇了过来,速度快到义晨根本反应不过来,瞬间就将他抽飞了出去,重重的摔倒在大厅之中。 扑! 张嘴喷出一口鲜血,义晨的一张脸顿时高高肿了起来,如同熟透了的馒头。 这一刻。 所有人都惊呆了,骇然的看着秦晨,义晨的那些朋友,更是都是呆若木鸡,正在原地,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他们看到了什么,秦晨竟然真的对义晨动手了。 这家伙是找死吗? 你,你竟然真敢打我,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给我杀了这个垃圾? 义晨羞愤的从地上站起来,捂着脸,正怒看着秦晨,他第一个反应过来,愤怒咆哮道。 而这时候,义晨的那些朋友才反应过来,瞬间朝秦晨包围了过来,眼中绽放杀机。 第七百章又一个耳光。 小子,你还真敢对义晨大哥动手,找死吗? 拿下这小子。 给义晨大哥报仇,赶在我们当阁动手,这事根本不将我当阁放在眼里,杀了他,也没人敢为他出头。 义晨身边的几个青年勃然大怒,纷纷朝秦晨扑了上来,同时疯狂出手,看那架势,分明是想将秦晨置于死地。 你们几个助手。 萧雅见状,脸色大变,急忙拦在几人面前。 萧雅,你给我闪开。 这时义晨突然跨前一步,瞬间拦住萧雅,他眼神怨毒,就好像一头恶狼一般,死死盯着秦晨。 耻辱,前所未有的耻辱,他义晨,身份高贵,乃是金元长老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大威王朝皇城当阁最顶尖的天才,什么时候遭受过这样的耻辱,而且还是在当阁之中,众目睽睽之下。 此时的义晨,心中杀鸡起伏,只想杀了秦晨。 萧雅愤怒道,义晨,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干什么? 我应该是我问你的,你带着的这个五国垃圾,竟敢对本恋要师动手,今日不杀他,我义晨势不为人。 义晨咬着牙,愤怒说道。 你,萧雅重重的跺了一下脚,这义晨,修为高达五阶后期,还要在他之上,对方执意阻拦之下,他根本阻止不了其他人。 只能焦急的对秦晨道,秦晨,手下留情。 秦晨手段知灵烈,他再清楚不过了,当初在古南都,刘先宗的宗子华天渡说杀就杀了,之前在冯家,冯家家主冯成和老祖冯渊,也直接斩杀,岂会在意当阁的弟子。 现在萧雅最怕的,就是秦晨火气上头,直接将几个当阁的弟子给击杀了,那事情就麻烦了。 放心好了,我会手下留情的。 秦晨冷喝一声,面对义晨的几个手下,神色窥然不变,猛的抬手,一掌拍了出去。 这些家伙,修为都一般,最强的一个,也才五阶中期,如何会是秦晨的对手? 扑扑扑。 只见秦晨随手一抬,那几名朝秦晨扑来的青年全都惨叫一声,倒飞出去,摔倒在当阁大厅之中,顿时引来当阁中诸多服务员和顾客的惊呼。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高贵。 可笑。 秦晨冷笑的看着面前的这群人,冷漠说道。 你。 这几名青年脸色大变,羞愤万分。 他们看秦晨比自己还年轻了几岁,而且是来自五国之地,因此心中不屑,谁知道,秦晨的实力,竟如此可怕,那一掌拍出来的瞬间,他们甚至没能看出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中重鸡飞出去了。 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他们居然被一个五国的少年叫选,恐怕脸面都会被丢尽了。 好小子,原来有点实力,难怪如此猖狂。 义晨愤怒的看着秦晨,缓缓走上前来。 他神色羞愤万分,今日若是不找回场子,他将无言在皇城中立足。 义晨,你住手。 消雅上前,连愤怒要拦住他。 消雅,你给我让开,你现在最好关心一下你自己,今日之事,回头我定会禀报师尊,到时候,你私自带五国弟子进入当阁,大打出手,就等着吃尽弊吧,你那快死的师尊,都保不了你。 义晨愤读说道。 你,消雅气急。 消雅,你让开,此人既然想找我报仇,那就让他过来,我倒要看看,他口口声声称呼本少为垃圾,自己,又有多强。 还是说,他自己其实连垃圾都不如。 秦晨冷笑,让义晨的脸色一僵,怒火,在身上喷涌。 小子,我要撕碎了你。 一声低吼,义晨朝秦晨猛的扑来,他的手掌,高高举起,而后猛的拍下,带着狂霸而凌冽的竞风。 这一掌,直朝秦晨面门袭来,显然是秦晨之前打了他一巴掌,他要当场还回去。 呼。 凌冽的掌风呼啸,这一掌,威力惊人,带着恐怖的真丽气息,让场上所有顾客都骇然变色。 不愧是当阁长老的高徒,实力太可怕了,这一掌若是抽中,恐怕足以将一名五阶初七的武宗,当场拍死。 秦晨嘴角擒着淡淡的冷笑,窥然不动,在义晨手掌落下的瞬间,右手突然抬起,一把抓住了义晨拍落下来的手腕,令义晨的手掌,停滞在半空,竟无法动弹。 闻。 义晨目光一凝,心中骇然,之前秦晨虽然抽了他一巴掌,但他只是认为秦晨是突然袭击而已,可如今,对方竟能如此在自己拍落的瞬间,抓住他的手腕,光是这等眼力和对时机的把握,恐怕都非同一般。 不过,义晨心中并未惊讶,反而露出一丝名笑。 你以为,抓住我的手掌,就有用吗? 冰冷的声音响起,义晨体内陡然升起一股恐怖的血脉之力,咻,他的长袍之中,偶然间出现一柄尖缪,发出尖锐的呼啸之音,旋转着朝着秦晨疯狂激射而来。 是暗器珍宝。 人群惊呼,目光全都一凝,暗道秦晨要倒霉了。 他们这才想起来,义晨乃是当格的天才炼药师之一,在精神力方面的造诣,也极为惊人,这突然出手之下,秦晨恐怕根本来不及阻挡。 然而就在此时,却见秦晨左手突然探出,竟硬生生的朝那尖缩抓射而去。 哼,想用肉掌抓住我的尖缩,太天真了,给我碎。 义晨冷笑一声,精神力催动到极致,那尖缩之上,带着尖锐的污名之声,威力在一瞬间,提升了近辈。 咻! 尖缩带着惊人的穿透之力,竟是要将秦晨的右手给穿透。 秦晨冷笑一声,左手手掌并未退缩,一股无形的力量在他的手掌之中诞生,瞬间将那飞缩空在手中,而后精神力微微一震,义晨与那飞缩之间的联系,瞬间被打断。 什么? 义晨脸色一致,心中大惊,左手疯狂轰向秦晨灭门,同时就要争夺秦晨的束缩,冲托出去。 只是秦晨的右手,如同铁钳一般将他牢牢的束缩住,左手闪电般的朝义晨再度一巴掌抽来。 义晨神色惊怒,但是一股恐怖的力量从秦晨的右手传递而来,他整个人顿时动弹不得,眼睁睁看着秦晨的左手,狠狠抽在了他的脸颊之上。 啪! 清脆的耳光声响起,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义晨再一次被抽飞了出去,另一侧脸,也高高的肿了起来,张嘴喷出一口鲜血,重重摔倒在地。 第701章掌阁管事 这一次的耳光,比上一次,狠了何止一倍? 义晨重重的跌倒在地,再度吐出一口鲜血,半天都爬不起来。 这就是你所谓洋洋得意的高贵身份。 口口声声垃圾,却连本少一掌都接不下来,如果本少是垃圾,你又是什么? 秦晨淡淡的说了一声,这句话,比之前的耳光还要狠,狠狠抽在义晨心中,令他羞愤不已。 而且,不仅仅是义晨,还有那些跟随义晨一同前来的青年,一个个也都好像被抽了耳光般,脸色极为难看。 陈嫂,你太鲁莽了。 看到义晨如此狼狈的躺在地上,萧雅苦涩摇头。 秦晨这一次过来,本就是求当阁办事,现在他这么做,当阁还岂会帮他。 算了,秦晨,我师尊还是别去见了,你现在在当阁里闹得这么大,以义晨师尊的身份,肯定不会放过你的,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萧雅焦急着说道。 想走,哪有那么容易,来人,把这小子给我抓起来,在我当阁闹事,无法无天了吗? 只听得怒吼声响起,义晨和那些青年,愤怒地看着秦晨,大声吼道,只是却并未上前,只是愿读盯着秦晨。 大厅中的动静,其实早就已经传了出去,只听得一连串的脚步声响起,立刻就有一名中年男子,带着一群护卫,急急忙忙来到了大厅之中。 同时,也有一名身穿管事袍的儒雅老者,从大厅楼上击步走了下来。 那护卫中,领头的中年男子,身穿铠甲,气宇轩昂,身上散发出一股雷厉风行般的可怕气息,分明是一名六阶初七的武尊。 而那身穿管事袍的儒雅老者,虽然不曾散发何等凌冽的气息,但是与那护卫队长站在一起,竟没有丝毫的落于下风,竟也是一名六阶的武尊。 看到大厅中的场景,这两人同时大吃一惊,其中护卫队长急忙上前扶起一尘,惊怒道,这是怎么回事。 一尘,是当阁金元长老的二弟子,同时,也是皇城当阁最顶尖的天才之一,身份高贵。 现在,竟然有人在当阁中,对他们当阁的炼药师动手,这让本职是护卫当阁的他,如何不震怒? 甚至,他之前不在大厅,让一尘受了伤,是他的失职。 而那儒雅管事,脸上也带着惊怒之色。 顾勋管事,李峰队长,是那小子动的手。 一尘的几个手下连指向秦晨,争鸣说道。 顺着几人的手指望过去,两人看到秦晨,全都吃了一惊。 年轻,太年轻了。 他们本来以为对一尘他们动手的,会是某个不长眼的皇城武者,却没想到,竟是如此年轻的一个少年。 而在看到秦晨身边的潇雅之后,两人神情再度一正。 立刻就明白,事情绝对想象的那么简单。 潇雅,这是怎么回事? 顾勋就没说道。 他是当阁的掌阁管事之一,所谓的掌阁管事,就是掌管当阁日常交易和秩序的管事,虽然在级别上,比不上长老,但地位上,却也弱不了多少。 毕竟当阁的很多长老,都是高阶炼药师,一门心思投入在炼制之中,很少会真正的管理当阁的日常事物。 顾勋管事,还和他们废话什么,此人在当阁之中对我等动手,分明是不将我当阁放在眼里,还不下拿下了再说。 义尘咬着牙说道。 顾勋管事,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 潇雅脸色一变,急忙开口道。 如果顾勋管事正要对秦晨动手,那事情就麻烦了,以秦晨的脾气,岂会甘愿被俘,必然会发生了冲突,到时候,就算是他师尊,也没有办法解决。 潇雅,不管这件事的原因是什么,此子挡赶在我当阁闹事,并打伤一臣他们,罪无可恕,李峰,先拿下此子,押入执法堂,再做审问。 老者看着秦晨,冷喝开口,让秦晨的目光微微一宁。 他秦晨,闹事。 似乎从始至终,他都是身不由己,才出手的吧。 在我当阁之中,欺辱我当阁弟子,你是羞辱我当阁无人吗? 老者见秦晨不说话,再度开口,声音冰寒。 场上所有顾客都愣了下,旋即摇头,此子,如此年轻,便有这等修为,实在是难得,可惜,他竟挡赶在当阁闹事,恐怕下场会很凄惨。 潇雅心中焦急,如果秦晨真被押入执法堂,还会有好结果。 以金元长老的身份,就算是秦晨无罪,恐怕也会被定为有罪。 哈哈哈哈。 就在那些护卫冲上来,即将擒拿秦晨的时候,秦晨突然冷笑了起来。 所谓当阁,竟然如此不分黑白是分,明明是这一尘胡作非为,可你一上来,便要拷问本少,本少倒想问问你,阁下身为掌阁管事,究竟是如何掌管当阁的? 如果今日不给本少一个交代,本少必去信北天狱当阁总部,投诉你大威王朝当阁,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取缔这一分布。 秦晨这话一出,老者脸色顿时一变。 住手。 他冷喝一声,阻止李锋他们擒拿秦晨,而后冷冷盯着秦晨,喊声道,取缔我当阁分布,阁下好大的口气,你在我当阁伤我当阁弟子,最无可恕,不管你投诉到哪里,都没用。 是吗?秦晨冷笑一声,你还是先问问你身边的那小子吧,刚才,是不是他,先侮辱本少,口口声声说我是垃圾,并要动手赶走本少,本少才动得手。 是又如何? 秦晨冷哼道,顾勋管事,此人乃是逍遥带来的五国弟子,肯定和上次一样,又想让我当阁庇护,我当阁一向不插手各大势力之势,此子用心险恶,弟子赶走他,应该也没什么不妥吧,但是他,却直接动手,分明是不将我当阁放在眼里。 原来是这样。 顾勋瞬间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冷冷看着秦晨道,如果义晨所说的是真的,那么他赶走你,也是正常,我当阁可以不欢迎任何人来此,阁下大可离开便是,但阁下动手,却违反了我当阁的规矩,看来今日,阁下是定要去执法堂一次了。 秦晨冷笑道,若本少是普通武者,此人是当阁的炼药师,自然有驱赶本少的资格,但是,本少同样也是一名炼药师,根据五欲当阁总部规矩,第五款第二十一条,此人竟敢侮辱同为炼药师的我,不知该遭受什么样的惩罚呢? 秦晨冷笑连连,神色怡然不惧。 什么,你也是炼药师? 文言,顾勋瞬间正住了,眉头皱了起来,脸色难看。 第702章监察部 你也是一名炼药师? 顾勋冷漠看着秦晨,目光中闪过一丝异色。 他的语气虽然依旧冷烈,但众人明显感觉到,顾勋的语气,有了一丝变化。 当阁认证的三品炼药师,如假包换。 秦晨从身上拿出一枚令牌,这令牌上,镌刻着一个炉顶,炉顶周围,有着三道银色纹路,代表了三品炼药师的身份。 这枚令牌,正是肖雅当初在大齐国当阁,给秦晨申请到的三品炼药师徽章。 三品炼药师徽章? 来当阁之中的顾客,都是食货之人,忍不住低呼出声。 秦晨如此年轻,竟是一名三品炼药师,令众人全都吃惊,为之震撼。 要知道,三品炼药师,虽然不算高阶,但秦晨毕竟太年轻了,很多炼药学徒在秦晨这么大的时候,甚至连一品炼药师都未曾跨入。 倒是一尘,看着秦晨手中的令牌,冷笑道,不过是一个三品炼药师徽章而已,以为是什么宝贝吗? 秦晨是当初逍雅推荐到大威王朝当阁参加百朝大赛之人,是个三品炼药师,再正常不过。 的确不是什么宝贝,但是根据当阁总部条例,各地当阁,是提供诸多炼药师相互交流,验证,交易的场所,同为炼药师,你侮辱本少,并且驱赶本少,本少给你个教训,自然也正常。 秦晨冷笑着说道,而后看向顾勋,顾勋管事,你身为大威王朝当阁的掌阁管事,有权维护当阁秩序,现在此人如此侮辱本少,在场所有人可都看得清清楚楚,阁下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交代? 交代,要什么交代,我乃四品炼药师,阁下只不过是个三品炼药师,我教训你,驱赶你,根本就是天经地义之事。 义晨怒道。 在他看来,就算同为炼药师,他教训秦晨,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秦晨目光微微眯起,心中冷笑。 这些人,自以为自己出生更好,便可以这么霸道们,说杀就杀,想敢就敢,不容置疑。 在他们面前,无论你的实力有多强,天赋有多高,只要来自低级势力,便是垃圾,贱民,废物。 对这种人,秦晨连说话的欲望都没有,只是冷笑看着顾勋,顾勋管事,这就是你们大威王朝当阁的水平。 根据当阁总部规定,炼药师之间,虽有品阶高低,但无贵贱之分,大家都是炼药师,何来天经地义? 若是顾勋管事也这么认为,那本少定尚书北天玉当阁分部,甚至五玉当阁总部,取缔大威王朝当阁。 秦晨声音伶俐。 此话,令场上众人未知一宁,此子,好狂,动辄取缔大威王朝当阁分部,好大的口气。 根本不像来自五国那种穷乡僻壤之人。 呵,就凭你,也有资格尚书当阁总部和北天玉分部。 义晨冷笑,秦晨不过一个五国弟子,穷乡僻壤出来的刁民,恐怕连北天玉分部朝哪开都不知道吧。 秦晨冷冷扫了义晨一眼,根本无视他,只是对顾勋冷笑道,据我所知,当阁高层除了执法堂之外,还有一个监察部,专门检查天下各地当阁有无违规行为。 监察部,可接受实名和匿名投诉,直属当阁总部管辖,任何人,都可进行投诉,地方当阁,则无权拦截管辖。 这点,此人不知,阁下身为掌阁管事,不会不清楚吧? 文言,逍遥和其他场上的炼药师们,都愕然看着秦晨。 监察部,当阁有这个部门吗? 一个个脸上露出疑惑。 要知道他们在当阁待了这么久,还从未听说过有这个部门存在。 秦晨却面无表情,但莫看着顾勋。 监察部,是前世他陨落之前,当阁刚刚建立的部门,主要是因为,地方当阁,权限太大,经常会有违规参与地方各大势力争斗中的情况发生,惹得当时当阁名声极差,这才专门设立,监管下方各大当阁的违规行为。 如今三百年过去,秦晨也不知道监察部是否还存在,不过猜想,监察部成立并未多久,应该不会这么快就被取缔。 逍遥他们不清楚,但顾勋这个掌阁管事,应该不会不知道。 监察部,还真是可笑,不知阁下究竟是从哪里听到的名词,在我们当阁,监管当阁纪律和炼药师的一项都是执法堂,什么时候又出了一个监察部了,果然贱民就是贱民,连我们当阁的内部部门都一知半解,也配当炼药师。 逸晨哈哈大笑起来,脸上满是嘲讽之色。 住口。 就在这时,顾勋突然朝逸晨冷喝一声,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顾勋管事,一尘一愣,这顾勋管事怎么回事? 刚准备再开口,就看到顾勋冰冷凝重的目光,内心猛的一凸。 莫非,还真有监察部这个部门? 顾勋此时凝重的看着秦晨,似乎要将他这个人看透一般。 监察部,身为当阁的掌阁管事,他自然听说过,是当阁最近几百年才刚刚成立的一个部门,专门监察天下当阁的违规行为。 而且监察部,极恶如仇,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这几百年来,已经有不少当阁,被其惩罚过,甚至顾勋自己就知晓,在这百朝之地,有一个王朝的当阁,因为插手该王国之间的利益斗争,扶持别的势力对抗皇族,被人举报到监察部。 最终,那个当阁的阁主被废去修为,剥夺阁主的职位,当阁内的其他长老,也都被重罚,流放出去。 当初这个消息,在百朝之地的各大当阁,都引发了巨大的震动,使得人人自危,引以为戒。 毕竟,当阁再超然,也难免会和所在的势力打交道,让百朝之地每个当阁之人,都更加小心翼翼。 只是当阁拥有监察部的消息,在百朝之地,都只有一些资深长老才可能得知,此子是怎么知道的。 顾勋一开始以为是消雅告诉秦晨的,但看到消雅脸上疑惑的表情,他又怀疑了,毕竟以消雅的身份,也还没资格知道监察部的事情。 顾勋管事,不知阁下现在准备怎么处理此事。 秦晨冷漠看着顾勋,冷笑说道。 第703章 当阁局面 听到秦晨的询问,顾勋一脸难看。 现在的他,已经管不了秦晨究竟是从哪里得来监察部的消息了,而是担心,秦晨是不是真的会投诉到监察部。 一旦投诉过去,监察部若是派人下来核实,那事情就麻烦大了。 毕竟,当阁在地方上,肯定会和各大势力之间打交道,难免会有一些违规的地方。 再加上,这次的事情,来龙去脉他都清楚,的的确却是一尘辱人在先,若是被监察部查时,阁主大人或许没什么事,当他这个在场的掌阁管事,恐怕是分分钟被撸的下场。 在监察部那群人眼中,他这个小小的掌阁管事,恐怕连蚂蚁都算不上,撵了也就撵了,算个屁。 为了这么一件小事,闹到那种后果,顾勋光是想想,都觉得不合算。 呵呵,阁下说笑了,这等小事,何须闹到监察部,阁下不必着急,若是在下查时,此事真如阁下所说,定然还阁下一个公道,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错怪一个罪人。 脸色变换了几次,顾勋最终微笑说道。 闻言,场上众人差点全都摔倒,一个个震惊地看着顾勋。 而消雅,更是眼珠子都突出来了。 顾勋这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分明是根本不想追究秦臣的责任了。 这让众人目瞪口呆,一个个脑袋发晕。 顾勋管事,你怎么,一尘忍不住焦急开口。 让你闭嘴,没听到吗? 顾勋冷冷看着一尘,而后对周围之人挥手道,散了,都散了,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护卫队长李峰虽然不明白情况,但顾勋都开口了,立即就将周围围观之人都赶了开来。 好,那我就等着顾勋管事给本少讨还一个公道了。 秦臣淡淡说了句,他也不指望顾勋会替他教训一尘,对方说这话,只是客气一下罢了。 萧雅,我们走吧。 转头和萧雅说了句,秦臣跨步朝当阁内部走去。 一尘,别给我惹事。 顾勋看了眼愤愤不平,心有不甘的一尘,警告了句,而后转身也离开了。 这件事,他是不准备掺和了。 这可恶的小子,该死,顾勋管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吃错药了吗,居然把这小子放走了。 一尘心中愤怒,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怨恨无比。 一尘大哥,我们现在怎么办? 一尘身边的几个青年,也都围了上来,个个脸色难看得很。 哼,那小子打了人,还想安然无恙,哪有那么容易,顾勋管事怕事,不想管,我们找师尊去,我就不信,一个五国的弟子,就算是炼药师,还能在我当阁胡作非为不成。 一尘愿读说道。 好,我们找师尊去。 走,我就不信,我们的师尊会不替我们出头。 这些青年,全都兴奋起来,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一般,纷纷去找各自的师尊去了。 师尊他一直想弄倒许伯长老,现在那逍雅竟然把那五国的炼药师带过来了,肯定是想让许伯长老庇护,师尊对这个消息,肯定会很感兴趣,到时候借此机会,说不定能将许伯长老彻底扳倒。 一尘心中也兴奋起来。 师尊这个时候,应该在丹药铺吧,马上告诉师尊去,让师尊围我出头,说不定大师兄对那小子,也很感兴趣。 兴奋之下,一尘连离开当阁,找他师尊金园长老去了。 肖雅,你们当阁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掌权的是哪几个人? 路上,秦晨沉声问道。 他本来还没想介入到当阁的纠纷之中,只想来当阁界下市,却没想到,一过来,就得罪了那金园长老的弟子一尘,而且看情况,肖雅他们的处境,显然极为不妙。 以那一尘的性格,之前之势肯善罢甘休才怪,现在肯定想着办法如何整治自己,他那点手段,秦晨虽然不在乎,可是在这关键时刻,却不能有丝毫差错。 路上,肖雅的表情也很凝重。 秦晨,不好意思,没想到一过来,就让你遇到了一尘,相信你也看到了,我师尊这边的情况,现在非常复杂,虽然师尊以前在当阁地位不低,甚至可以说首掌大权,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特别是那金园长老,和师尊不对头,以前被师尊压得死死的,现在师尊一生病,立即就冒出来了,甚至借着参赛名额的事情,打击我师尊。 现在我师尊这边,情况的确很糟糕。 事到如今,肖雅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一五一时将他们的局面说了出来。 说完之后,肖雅苦涩道,秦晨,我劝你现在还是尽快离开当阁,那一尘,不是什么好惹的人,现在金园长老正得势,他的几个弟子,现在也很嚣张。 最关键的是金园长老已经拉拢了其他几个掌权的长老,可以说,现在当阁之中,金园长老掌控接近一半的资源,一旦被他得知这里的消息,他肯定会找你麻烦,到时候,可就不像顾勋管事那么好解决了。 秦晨没想到,肖雅他们这一脉的情况竟然危机到这地步了。 放心好了,那金园要找我的麻烦,也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你先说说,当阁掌权的究竟是哪几个人,你们当阁的阁主呢? 一直以来,秦晨都不曾听肖雅说过他们当阁的阁主,让秦晨颇为疑惑。 肖雅苦笑了一下,阁主他,倒是非常好的一个人,那是六品巅峰的炼药师,可以说,是我们当阁,甚至大威王朝最强的炼药师,也是我们当阁权力最大之人,只是阁主这人不喜争权夺利,他也是下派到百朝之地的,曾经,来自当阁某个大分部,似乎是犯了什么错误,被下派过来。 这些年,他一直苦心钻研炼药知识,一心想突破药王境界,好重回他原来的势力,因此对当阁的管理,并不伤心,很少会管理当阁的具体事宜,也没有委任副阁主。 说到这,肖雅叹了口气,正因为如此,导致现在当阁内部比较混乱,诸多长老,都想掌一些权,得一些实惠,导致当阁之中,勾心斗角的事情很多,不过主要,还是以我师尊那一派和金元长老那一派为主。 第704章 不容乐观 说到这,肖雅停顿了一下,继续道,除此之外,还有几个长老,虽然比不上师尊和金元长老,但也都有些实权,是师尊和金元长老都要拉拢之人。 以前师尊安好的时候,那些长老中绝大多数,都是支持师尊的,这也是当初师兄很有把握让我们参加百朝大比的原因,但是师尊病倒之后,金元长老得势,其中有两个长老,现在也跟了金元长老,不然师尊现在的处境也不会这么差,连大师兄都被关禁闭了。 肖雅脸色难看无比,像大师兄被关禁闭,以前师尊得势的时候,他想都不敢想。 秦尘沉默不语,看来当格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恶劣,这么多人勾心斗脚,彼此争权夺利,一个当格,能强大才怪。 到了。 就在秦尘思索着的时候,肖雅突然说了声,抬起头,就看到呈现在秦尘面前的,是当格的一个炼制室,一看便是比较高级的那种。 师尊这人一心钻研炼药,因此一直住在当格的炼制室中,在皇城之中,甚至都没有专门的府邸,这些日子病了之后,也是一直待在这里,就我们几个师尊的弟子照顾。 肖雅说着,语气心酸无比。 秦尘点头,前世他去过当格太多次了,很多炼药师,一心钻研炼药,几乎吃住都在当格之中。 而像许伯这种级别的长老,在当格中都有专门高级炼制室提供,这些炼制室,除了炼制之地外,还有休息室,会客室,甚至起居室,方便长老们专心炼药。 很多钻心炼制的长老,都会住在这里。 不过像许伯这种,如今生病之后,还住在当格里,几乎没有自己府邸的长老。 还是极为罕见的。 肖雅,你怎么来了,这里不欢迎你。 就在肖雅带着秦尘走入炼制室的时候,从中突然走出来一个青年,看到肖雅,脸色顿时变得极为难看,寒生说道。 二师兄。 肖雅尴尬的喊了句,我来看看师尊。 看师尊。 那青年眼神愤怒道,你还好意思来看师尊。 若非是你非要推荐什么五国之人代替我们当格参加百朝大比,师尊他岂会惹怒那么多长老。 导致我们现在的处境这么差,现在连大师兄都被关了起来,你还想做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你回去吧。 青年语气冰冷,就差没将肖雅推出去了。 肖雅当初推荐秦尘的事情,给许伯惹来了很大的麻烦,毕竟在绝大多数大威王朝炼药师的心目中,都是不屑五国的炼药师的,那五国的当格,也都只是大威王朝当格的一个分部下属而已。 甚至连肖雅这种长老弟子,都能担任一国阁主之位,由此可见其地位之低了。 因此当初许伯相信了肖雅,历见秦尘的事情,在当格中得罪了不少人,毕竟一个名额,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 当初许伯势大,还没什么,可他一旦病倒之后,就惹来了不少人的打击。 其中许伯麾下有不少人,都将这责任推在了肖雅身上,譬如这二师兄王中,便是如此。 肖雅脸上露出羞愧之意,苦涩道,二师兄,我知道师尊现在这样,和我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这一次来找师尊,的确是有要事,还请二师兄通融一下,让我见下师尊。 尽管二师兄如此态度,可肖雅还是哀求说道。 他知道秦尘见他师尊的目的是什么,定然是为了寻求庇护,如果今天见不到师尊,秦尘他们在皇城之中,定然会遇到极大的风险。 有要事,你能有什么要事? 王中不屑的看了眼肖雅,挥挥手道,赶紧回去吧。 那举动,就像是挥赶一只厌恶的苍蝇一般。 王中挥动衣袖之时,一丝淡淡的清香,飘入秦尘鼻中,他顿时皱起了眉头。 赶紧走吧,别挡在这里,今日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你见师尊的。 王中决然道。 怎么回事? 王中,我不是让你去准备一些热水吗? 站在门口大呼小叫做什么? 就在肖雅一筹莫展之时,一道沉稳的声音突然响起,紧接着从练之室中,走出一名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身上气息凝而不发,给人一种极为凌厉的感觉,竟然是一名六阶初期的武尊,并且是那种经历过生死和大量战斗,才能够形成这种气势的强大武尊。 许正前辈,是我,想见师尊。 见到那中年男子,肖雅脸上顿时露出一丝惊喜,急忙开口说道。 肖雅,你怎么在这里? 那中年男子脸上露出一丝惊讶,而后看了眼王忠和肖雅之间的气氛,立即就明白了刚才发生了什么。 王忠,赶紧去准备热水吧。 许正挥了挥手说道。 王忠顿时急道,许正前辈,师尊他就是因为肖雅他才变成这样,你。 好了,我知道,你赶紧去准备热水去吧,这里我来解决。 许正摆了摆手。 王忠冷冷的看了眼肖雅,这才愤愤的转身离去。 肖雅,如果是你来看看你师尊的话,那就没必要了,他现在的状态很不好,需要敬仰,如果有事,你和我说便是,能帮,我便帮,不能帮,我也没办法。 许正瞥了秦晨一眼,对肖雅淡淡说道。 许正前辈,是这样的,这位是秦晨,也就是我之前推荐给师尊的。 可可。 肖雅刚准备开口把事情说出来,就听炼制室里猛的传来一阵急剧的咳嗽之声,许正脸色一变,急忙冲了进去。 是师尊。 肖雅低呼一声,也赶紧冲了进去。 秦晨也跟在肖雅身后,缓步走进了炼制室,先简单看了一下,才进入炼制室里侧的起居室。 只见起居室中,一名面前乌黑的老者正痛苦的趴在床上,剧烈的咳嗽着,张嘴吐出几口乌黑的鲜血,整个人气息衰弱,似乎随时都可能陨落。 在他身边,许正紧张的扶着老者,而肖雅则流泪站在一旁。 整个起居室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药味,秦晨看了眼老者吐出来的乌黑鲜血,眉头立即深深的皱了起来,快步向前走去。 第705章 病情缓解 秦晨走上前,先是在起居室中看了一圈,而后拿起了周围的一些东西,仔细鉴别了一下,最后来到老者身边,伸手直接抓上了老者的肩膀。 你做什么? 谁让你进来的? 滚出去! 见秦晨如此鲁莽的举动,许正脸色顿时一沉,挥手就要将秦晨赶出去。 一旁消雅也愣住了,急忙道,秦晨你干什么? 面对两人的惊呼,秦晨视而不见,左手瞬间就抓住了老者的肩膀,同时右手猛的抬起,拦在身前。 砰! 许正的手掌重重的推在秦晨的右手之上,只觉得一股距离传来,本以为会被他轻易推出去的秦晨,身形竟然纹丝不动,反倒是他, 在这股力量下差点站立不稳,这让许正心中顿时极为震惊。 他那一掌,虽然并未用尽全力,但也足以将一名武阶后期的武宗给推出去,可这少年,竟然纹丝不动,让他如何不震惊? 可震惊后果,许正脸上紧接着便露出一丝愤怒之色。 小子,你在做什么,给我撒手。 许正怒喝一声,这一次,他手中力量更甚,体内针力流转,武尊级别的力量流露,显然已经认真了起来。 我再给他疗伤,如果你不想他死的话,就给我住手。 秦晨冷冷的看了眼许正,眸中陡然射出一道冷冽的光芒。 他那眼神冷利,宛若利刃一般,带着仿佛能打动人心的力量,加上那低沉的声音,不知为何,许正心中猛的一颤,手上的动作也是停了下来。 肖雅,你带来的到底是什么人? 转头,举正看向肖雅,整个身体依旧紧绷着,没有丝毫放松,像是一头叙事呆发的猎豹一般,随时都能发出雷霆一击。 我,肖雅这个时候完全愣住了,直到许正冰冷开口,才瞬间清醒过来,急忙道,他是秦晨,就是我推荐给师尊的五国天才炼药师,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 五国炼药师? 许正眉头一皱,冷冷看向秦晨,还没等他开口,哇的一声,老者再度喷出一口乌黑的鲜血,整个人一下昏死了过去。 师尊 肖雅顿时惊呼起来。 小子,你对我大哥做了什么? 许正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心中懊悔自己刚才居然停了手,轰,一股可怕的气势从他身上弥漫而出,带着无尽的杀鸡,就要朝秦晨雷霆出手。 可以看出,此时的许正已经彻底动了杀机,身上的气势比起刚才,恐怖一倍不止,浓郁的真力凝聚在他的双手,显然是要将秦晨雷霆斩杀。 先别激动,看看你大哥再说。 秦晨收手退到一旁,面无表情,冷冷说道。 小子,休想再骗我。 许正怒吼一声,此时的他根本不信秦晨的任何话,愤怒朝秦晨拍落一掌,在手掌即将落在到秦晨头顶的瞬间,才下意识地朝老者看了一眼。 这一看,他顿时一愣,只见老者原本乌黑的脸色,竟然变得有了一丝红润,同时虽然昏死了过去,可呼吸的气息却更加的有力和绵长,生命力量也更加浓郁了一分。 他这些天,一直在这里照顾许伯,知道许伯的状态有多糟糕,病情一直在不断恶化,可现在看起来,许伯的状态比之前明显好上了许多,竟有种重患生命契机的感觉。 难道这小子真的在给大哥疗伤? 震惊之下,许正的手掌已然来到秦晨头顶。 不好。 许正心中震惊,急忙想要收手,可却已经根本来不及了。 砰! 只听得一股惊人的轰鸣声响起,举正只觉得自己的手掌拍上一堵十分坚硬的铁墙一般,震得手掌声疼,同时一股恐怖的劲气弥漫开来,将起居士瞬间冲得七零八落,乒乓乱响。 你没事。 许正惊恶的看着站在那里纹丝不动的秦晨,脸上露出无比震惊的神情。 他这一掌,连一块巨石都能拍成粉碎,可那少年,竟然毫发无伤。 你想我出什么事? 秦晨轻笑了一句。 连冯渊这样的六阶中七五尊,他都能杀,这许正虽然强,但想要一掌杀死他,却还有些难度。 震惊之后,许正没有理会秦晨,瞬间来到许伯身前,脸上露出极度震惊的神情。 这一次,他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许伯的状态,的确比之前好了许多,身体中的各项生命指标,都恢复了不少。 怎么会,你到底是谁? 许正震惊的转头看向秦晨。 这些天,为了大哥的病情,他不是没想过办法,找的医师,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个都是皇城中的名医。 更何况,许伯本身就是当格的长老,医人治病,是他的本行,也想尽办法,治疗过自己的身体,当格中来帮忙治疗的高阶炼药师,也来不过少,可个个对许伯的怪病束手无策。 甚至连许伯究竟得了什么病,都没能看出来。 这段日子里,许伯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眼看癌不过几日了。 可现在突然来了个少年,朝许伯肩膀上这么一搭,病情竟然瞬间减轻了不少,这让许正如何不震惊。 我是一名炼药师,这个萧雅刚才应该已经介绍过了吧? 秦晨轻轻一笑。 许正一愣,先前萧雅的确说过,秦晨是什么他推荐给许伯的五国炼药师。 难道就是那个萧雅和穆冷清连妹推荐,准备代表大威王朝当阁出征当阁百朝大比的那个炼药师? 许正彻底呆住了。 他和大哥许伯的关系极好,自然也听说过秦晨的事情,但没想到,竟然是如此年轻的一个少年。 就在这时,王忠端着热水急匆匆的走了进来。 许正前辈,这里发生什么了? 刚才听到巨响的他,急忙赶来,而后就看到狼藉一片的起居士,顿时满脸吃惊。 小子,刚才是不是你在这里捣乱? 王忠看到秦晨身边的东西最为凌乱,脸上顿时愤怒无比,放下热水,猛的朝秦晨扑了过来。 王忠,住手! 还没等他扑到秦晨面前,就听到许正冷喝一声,紧接着一股巨力传递而来,将他瞬间拉了回来。 第706章十个呼吸 许正前辈,你干什么,师尊都已经这样了,萧雅竟然还带着人来这里捣乱,分明是不害死师尊不肯罢休。 萧雅,你究竟何愁何愿,要将师尊如此置于死地? 王忠愤怒的吼道,眼眶瞬间就红了起来。 王忠,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此子是萧雅带来给你师尊治病的,先听萧雅和这小子怎么说。 许正沉生说道。 此时此刻,他已经彻底冷静下来。 能够三番两次拦住自己的出手,可见秦晨虽然年轻,但一身实力,却强得可怕。 如果他想杀许伯,之前早就有机会将他杀了,可现在大哥虽然昏睡在那,但性命却根本无忧。 更何况,萧雅是大哥的爱徒,也是大哥最为欣赏的徒弟之一,举正对萧雅,也极为了解,他不相信萧雅会带人来杀大哥。 换个角度。 就算是萧雅真的想杀他师尊,也有很多更好的方法,根本用不着在他面前用这么直接的方法,让自己陷入麻烦。 这小子给师尊治病。 王忠脸上顿时露出愤怒之意,许正前辈,这你也信。 就凭这小子,能给师尊治什么病? 王忠对秦晨厌恶至极。 萧雅,我需要一个解释。 许正看着萧雅,面色冷立道。 萧雅张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事实上,他也不知道,秦晨之前为什么会这么做,他唯一相信的是,秦晨根本不会害师尊,只郁闷看向秦晨。 这件事,我自然会给大家一个解释,先等许伯长老醒过来再说吧。 秦晨淡淡说道。 有些事情,向他们解释起来太麻烦。 醒过来。 我大哥被你弄昏过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呢? 许正皱眉道,声音冷烈。 这些天,大哥病情加重,一次昏迷,短则一两天,长则数天,虽然现在状态看起来不错,但距离下次苏醒,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放心吧,据我估计,不出十个呼吸,许伯长老就会醒过来。 似乎知道许正的担忧,秦晨淡淡道。 十个呼吸。 王中听了顿时满脸冷笑,愤怒道,你以为你是谁? 神算子。 说师尊十个呼吸醒,就十个呼吸醒。 许正前辈,别被这小子骗了,他这次过来,肯定别有用心。 秦晨冷冷扫了王中一眼,我能有什么用心? 这就要问你自己了。 王中愤怒无比。 王中,既然此人说了大哥马上就会醒,那我们就稍等片刻。 许正皱了下眉头,沉声说道。 见许正都这么说了,王中本想说什么,只能咽了回去,冷哼道,好,你刚才说了师尊十个呼吸就会醒,那我数着,刚才已经过去了五个呼吸,再过五个呼吸,师尊若是还不醒,我绝饶不了你。 六个。 七个。 八个。 王中冷冷的数着,目光冰冷看着秦晨。 十个。 十个呼吸,其实过得很快,眨眼的功夫,王中就数到了十,而后冰冷道,你说师尊十个呼吸就醒,现在怎么还不醒,许正前辈。 咳。 他话音还没来得及落下,就听一道咳嗽之声响起,原本躺在病床上的许伯长老,猛的咳了一声,而后苏醒了过来。 王中脸上的愤怒,瞬间凝固了,而后露出恶然震惊的神情。 秦晨说十个呼吸,没想到师尊真的十个呼吸就醒了,一个呼吸不多,一个呼吸不少。 许正也骇然看着秦晨,从近来到现在,秦晨给他的震惊,实在太多了。 大哥,你没事吧? 许正急忙走上前。 二弟,我这是怎么了? 许伯一开始醒来,还有些虚弱,可很快,变变的精神了一些,想起了之前的事情,就没道,我记得,之前是这位小兄弟搭了一下我,然后就感觉胸口有些发问,接着就昏过去了。 说着,他仔细的感知了一下身体,脸上顿时露出了惊讶之色来,我这身体。 身为当阁长老,许伯本就是一名炼药大师,对自己的身体太了解不过了,这些天,病倒之后,身体器官,不断的衰弱,恐怕没多少天活了。 可现在,他的身体器官,竟然再度焕发出了活力,让许伯如何不震惊。 大哥,是这位小兄弟,刚才替你聊了一下伤,此人是肖雅带过来的,据说是西北五国的炼药师。 许正急忙上前解释道。 雅儿。 许伯连看向肖雅,语气温柔,而后看着秦晨道,难道此人,就是你和冷风推荐的那个五国天才炼药师? 师尊,就是他,他叫秦晨。 听到师尊询问,肖雅急忙走上前,流泪说道。 看到师尊这样子,他心中也难过得很。 果然英雄少年,可惜,可惜了,你这次来,是准备代表我们当阁参加百朝大比的吧? 只可惜现在,老夫重病在身,你那名额,也已经被人夺走了,恕老夫无能为力了。 许伯摇头叹息道。 这个时候,他居然还在考虑秦晨名额的问题。 呵呵,许伯长老,对于名额不名额,本少其实并不在乎,本少这次来,是找当阁有事,同时听说许伯长老重病,想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 秦晨笑道。 帮忙。 许伯长老苦涩一笑,小兄弟,刚才是你让老夫恢复了一些吧,用的手法连老夫也不知道,想必阁下必然得到过某位大师的真传,可惜,我这并我自己清楚,整个大威王朝,恐怕无人能救,留给老夫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许伯摇摇头,不过语气中,却带着一丝洒脱。 虽然自己现在的状态好了一些,但是许伯很清楚,想要治好自己的病,绝非普通炼药师能够做到的。 毕竟他自己就是六品初期的炼药师,可是他,连自己生的什么病都看不出来,整个大威王朝皇城的炼药师们都束手无策,秦晨如此年轻,就算再天才,刚才恐怕也只是用一些独特的手法,缓和了一下他的症状,真说能治好他的病,许伯根本不抱希望。 第707章中毒了。 许伯长老何必如此悲观,若是别人,或许还真治不了许伯长老你这病,但本少,却未必。 秦晨自信的笑了起来。 什么,你能治好师尊的病? 消雅第一个震惊的叫了出来。 就你! 装神弄鬼! 王中则是冷哼一声。 而许正则眼神中露出一丝期待。 至于许伯长老,则是摇摇头,小兄弟,不是我不信你,而是老夫这病,整个大威王朝诸多名师,甚至连病因都看不出来,小兄弟就算是天赋再高,但要说能治好老夫这病,呵呵。 许伯长老摇了摇头,显然是极为不信。 许伯长老先别急着这么说,可否让本少再仔细检查一下你的身体。 秦晨淡笑说道。 这有何不可? 许伯笑了笑,而后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撤去身上真理,道,小兄弟尽管检查。 师尊! 王忠顿时急道,这家伙,来路不明,说不定是金园长老那边的人,师尊你这样撤去真理,对方若是趁虚而入,你岂不是很危险? 许伯洒脱一笑,老夫都已经这样了,此子还有什么值得下手的,更何况,他是你逍雅师妹推荐之人,当初你大师兄对他,也极为赞誉,难道连你大师兄和师妹都信不过了吗? 小兄弟,你尽管检查吧。 许伯躺在那,随意说道,显然对秦晨的检查,并不抱希望,只是想让秦晨死心而已。 那我就不客气了。 秦晨直接来到许伯床榻前,也没什么顾忌,抓起他的手腕,便搭脉而诊。 他的精神力,随着许伯的手腕,瞬间渗入他的体内,开始缓缓的检查。 其次对许伯的病情,秦晨之前已经有了一些猜测,只是并没有机会完整的检查,现在再次仔细检查一遍,只是为了不出纰漏而已。 只是秦晨如此随意的举动,让许正期待的心微微有些失落。 要知道,之前几个大师,一个个都是小心翼翼,询问大哥诸多问题,如何发病,什么症状,以及这些天的状态如何,用过什么丹药,等等,最后再进行小心翼翼的诊断,分析。 可这秦晨倒好,直接抓起手腕就诊,关键是还那么随意,让原本看到秦晨之前让大哥状态好转一些,而抱着一丝希望的许正,如何不失望。 秦晨却不管其他人的表情,只是不断的查探,足足半炷箱之后,才收回了精神力。 秦晨,我是尊贞的有救吗? 到底是什么病? 消雅第一个紧张问道。 对秦晨的神奇,他是了解最深的,心中所抱有的希望,甚至比许正还要强许多。 小兄弟,如何? 可知否老夫得了什么病? 许伯也微笑问道,显然是并不抱希望。 沉默半晌,秦晨抬起头,冷冽看着许伯,沉声道,许伯长老你并非得了病,而是中了毒。 什么,中毒,开什么玩笑,我师尊会中毒。 师尊,我就说这家伙肯定是骗子,你怎么会中毒? 不等许伯开口,王忠便愤怒开口,脸上充满了鄙视愤怒之色。 我中毒,不知阁下是否有依据。 许伯长老却并未像王忠那样激动,而是凝重看着秦晨。 事实上,在寻找诸多病因没找到之后,他也曾猜测过自己是否是中了毒,只是,他在自己体内检测不出什么毒物,所以才排除了。 而如今秦晨如此肯定的说他是中了毒,令他也不禁好奇起来。 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可能? 不知小兄弟知不知道老夫中的,究竟是什么毒? 许伯忍不住开口询问。 秦晨沉思片刻道,许伯长老,你中的是一种叫天蝉化鼓散的毒。 天蝉化鼓散 许伯一正,旋即摇头,小兄弟,你说的这毒,老夫也听过,乃是天下奇毒之一,但是其毒物特性,十分明显,一旦中毒,先是浑身无力,紧接着肌肉溶解,到最后,连骨骼都会化为浓水,痛苦而死,与老夫身上的症状,并不相符。 许伯身为六品炼药师,虽然对毒不是很在意,但一些有名的毒,他还是了解过的。 这天蝉化鼓散,他还真从当格的某本古籍中看到过,和自己身上的症状,根本不相符。 而且,他的修为高达六阶中期巅峰,就算他不懂毒物,对于自己中不中毒,还是能够分辨的。 秦晨沉声道,许伯长老,你说的是普通的天蝉化鼓散,但格下身上所中的天蝉化鼓散,却并非一般,而是经过特殊的改良,连其中的毒物成分,也进行的调整,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让格下中毒,并且令格下在这段时间里,中毒越来越深。 而且对方手段十分缜密,别说是格下了,即便是一名对毒物不了解的六品巅峰炼药师,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也休想看得出来。 众人瞠目结舌,对秦晨的判断,都充满了怀疑。 实在是秦晨说得太过玄乎了。 不对。 许伯一开始还在皱眉沉思,可突然间,猛的抬头,且慢,小兄弟,你的意思是说我身上的毒,是别人故意吓的。 而且这段时间内对方还在不断下毒。 没错。 秦晨点点头。 不可能。 这时旁边的许正突然摇头道,我虽然不知道大哥身上出了什么问题,中没中毒,但这些天,都是我在照顾大哥,但是有没有人下毒,我还是很清楚的,没人能在我面前对大哥下毒。 许正语气十分肯定,更何况,这段时间除了来给大哥治病的一些炼药师外,也没有其他外人来过这里。 这就是对方的高明之处了。 秦晨淡淡一笑。 此话坟讲。 许正十分疑惑,就连许伯长老也是皱着眉头,不甚明了。 秦晨解释道,此人手段十分高明,知道对许伯长老直接下毒没有可能,所以他采用了间接下毒的方法,不但如此,他的这个天禅化骨散,十分特殊,根据许伯长老的体质而炼制,专门针对许伯长老一个。 也就是说,这东西对许伯长老而言,是剧毒,但是弄在其他人身上,就一点功效都没有了。 更何况,这里除了你之外,也并非没有其他人来过吧,他,不就一直在这里吗? 秦晨突然转头,冷笑看着王忠。 第708章 磨玉粉 你什么意思? 见到秦晨突然扯上自己,王忠脸上顿时露出无比愤怒之色。 他不是白痴,很明显能够听出,秦晨这话的意思,分明是在说这段时间,一直是自己下的毒。 师尊对我恩重如山,我岂会对他下毒,更何况,我连那天蝉化鼓散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对师尊下毒。 王忠愤愤不已,师尊,这小子绝对别有用心,你别被他蒙骗了。 王忠脸色长红,愤怒说道,就差对秦晨动手了。 小兄弟,你是说是王忠故意下的毒? 不可能。 许伯长老也是摇头,一点都不怀疑王忠。 我没说是他故意下的毒,但此毒,的确和他有关。 秦晨淡淡道。 你有什么证据? 王忠怒道,你今日若不说出个所以然来,不管师尊什么态度,我绝不会放过你。 证据就是你身上的味道。 秦晨淡默道。 味道,什么味道? 王忠一脸狐疑。 许伯长老和许正,消雅他们也是狐疑看过来。 许伯长老,你乃是六品炼药师,难道闻不出来你徒弟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吗? 淡淡香味? 你是说他身上的那股药材味吧? 我生病期间,很多药,都是王忠替我抓的,他身上有药香,也很正常。 不是药香,你再仔细闻闻。 秦晨摇头。 被秦晨治疗了一下之后,许伯长老状态明显好了很多,听秦晨这么说,再度仔细的嗅了下鼻子。 咦,他眉头微微皱起,王忠身上除了药香之外,的确还有一股古怪的香味,有点像胭脂水粉。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 还真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这时许正和消雅在王忠身上也不断闻着,似乎也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其实问题就出在这香味上。 秦晨冷笑道。 不可能。 王忠脸色难看,不断的闻着自己身上,怒道,我身上哪有什么味道,就算是有点香味又算得了什么,大家这么多人都闻到了,也没说出现什么问题,胭脂水粉的香味也算毒吗? 王忠愤怒无比,脸色长红。 胭脂水粉? 你一个大男人也需要用胭脂水粉。 秦晨冷笑。 我,王忠脸色长红,支支吾吾。 小兄弟,这味道到底有什么问题? 许伯转头看来。 如果是普通的胭脂水粉,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这味道中,加入了魔玉粉。 魔玉粉,是一种毒物因子,香味和一般胭脂极为相似,因此普通人根本很难分辨,就算是炼药师,若非有所了解,也不会分辨出来。 而且魔玉粉,并非剧毒之物,普通人闻多了,也最多就会投昏而已,更不用说是武者了,不过,这魔玉粉对阁下却是剧毒。 普通人无事,反倒是对我剧毒,这是合理。 许伯长老不解。 许伯长老,若是我没看错,你修炼的是某种阳性功法吧? 这时,秦晨话音一转,突然问道。 许伯一愣,不知秦晨为何会突然转到功法上去,但还是点头道,没错,我修炼的,是一种十分霸道刚烈的阳性功法,名为九阳卓日功。 秦晨点点头,那就没错了,而且许伯长老你以前气海应该受过伤,一直未能痊愈,经常需要服用滋补气海的丹药,进行调理。 你怎么知道? 许伯惊骇的看着秦晨。 他气海受过伤的事情,整个当格,知道的人极为稀少,也就一些高层有所了解,那还是他年轻时候的事情,至于他麾下的几个弟子,也都不知晓。 秦晨微微一笑,对方的天蝉化鼓散,就是利用许伯长老你的这个伤势,因为你的气海曾经受过伤,有过损伤,再加上你所修炼的功法,是指杨智刚的鹿子,常年需要滋补药物进行滋补气海, 所以对手就制作出了一种专门针对这类问题的天蝉化鼓散,一旦许伯长老你接触到毒源,你原本受伤的气海,就会产生反应,开始不稳,好像突然重病了一般。 许伯此时的眼珠子,彻底瞪圆了。 他这一次的重病,来得极为突然,但的确是从气海还是出现的。 可是,究竟是谁下的毒? 如果是有人下毒,我怎么会一点都感知不到? 许伯此时已经对秦晨信了半分,不解问道。 这就是对方第二个高明之处了。 秦晨叹息道,对方深知许伯长老你在炼药方面,修为高深,所以并不敢直接下毒,而是不断的循序渐进。 其实你一开始所中的毒,并不算是真正的毒物,若是那段时间你隔离毒源,并且多加调养,渐渐的就会没事。 但是,对方料定你气海出现问题之后,定然会有所慌乱,赶紧进行治疗,于是他们把你接下来疗伤的丹药中,做了手脚,使你身上的毒素,不断的加强,甚至扩散。 如果我没有猜错,许伯长老你在受伤之后,先是服用了吻学丹,想要稳固学位,后来又服用了滋气丹,滋养学位,以往的你,定然是这样做的,而且很有效果。 但是这一次服用丹药之后,你却发现,你的病情,非但没能有所好转,甚至变得更加严重起来,到最后,甚至全身都出现了反应。 这个现象,应该是出现在两三个月之前,随后,在发现自己解决不了之后,你应该请了不少医师和炼药师,到底服用了那些丹药,我并非全部能分析出,但至少,你服用过苦芦丹,青柯丹,百草丹,养孩丹这四种丹药,而你的病情,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变得极为严重,甚至卧床不起,神志有些模糊了。 秦晨侃侃而谈。 你,你怎么知道? 此时许伯长老和王忠,许正等人都惊骇的看着秦晨,那表情,仿佛见鬼了一般。 许伯长老病倒之后,就一直是他们在照顾,请医师和炼药师之后,服用的丹药,也都经过他们的手,自然清楚的知道,秦晨所说的几种丹药,许伯长老全都服用过,一个都不差,而且服用的顺序,甚至状况,都和秦晨说的一模一样。 这让他们如何不震惊? 第709章 真相大白 这治疗的过程,都是隐秘之事,除了他们三个外,根本不可能有外人知晓,除非秦晨向所有给许伯长老诊断过的医师和炼药师,都了解过情况。 不过,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就算秦晨询问过所有的炼药师,也没用,因为这里面有些丹药,是许伯长老自己开的,根本不会有其他人知道。可如今,秦晨竟然知道的这么清楚,这简直就跟亲眼所见一般。 太耸人听闻了。 秦晨却是微微摇头,其实,许伯长老你身上的问题,本不是大问题,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之后,你体内的天蝉化骨散,算是真正的成型了,这几种丹药中,都蕴含天蝉化骨散的材料,再加上你气海和功法的原因,结合起来,便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剧毒,能够弄下这么可怕毒素之人,绝对是一个用毒专家。 许伯长老等人不由的瞬间出了一身冷汗。 如果秦晨所说的是真的,那对方心机实在太可怕了,利用他身上的伤势,一点点将他引入最终的死亡之中。 可是,你之前所说的魔玉粉,又是怎么回事? 许伯长老咒美道。 这便是问题关键的地方。 秦晨沉声道,对方炼制的这种天蝉化骨散,为了防止被发觉出是毒素,其实是不完整的,缺少一种药引,而那种药引,就是魔玉粉。 那毒药,必须常常接触魔玉粉,才会有效果,否则,你身上的毒素会一点点消散,显然,对方是将魔玉粉下在了此人身上,使得你身上的毒素,不断的被加深,伤势也越来越严重。 可一旦有人来诊治,因为你体内缺乏药引,毒素和药引分开的缘故,使得对方根本检查不出来你其实是中了毒,哪怕是六品巅峰的炼药师来也一样。 随着秦晨的解释,许伯等人彻底惊呆了。 竟然是这回事。 许伯怎么也无法想象,自己并非是病倒,而是有人刻意下毒,并且下毒的手段,竟然如此隐秘,如此可怕。 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是我害了师尊? 此时王中喃喃自语,脸上带着难以置信之色,愤怒的看着秦晨道,你别胡说了,什么魔玉粉,什么天蝉化骨散,全都是你编出来的,说,你到底有什么用心? 王中怒吼一声,朝着秦晨扑了上来。 住手! 许正冷喝一声,连阻止王中,眸中闪过寒芒。 秦晨所说的,虽然诡异,蹊跷,但是不知为何,许正心中竟有了七八成的相信。 王中,你身上的味道是怎么回事? 许伯也看向王中,低喝问道。 师尊,我! 说! 这胭脂味,应该是雨柔身上的。 王中脸色长红道。 雨柔! 许伯和肖雅一愣,你是说乌瑞丰长老麾下的弟子雨柔。 是,师尊,你生病之后,雨柔师妹也都很担心,徒儿我经常要为师尊你抓药,一个人忙不过来,雨柔师妹,便会经常帮忙寻找,所以一来二去,我们两个就熟了,我身上的胭脂味道,应该就是雨柔身上的胭脂味道。 王中红着脸道。 呵呵,好一个忠心的徒弟,师尊重病,你居然还有闲情意志和别的女人搞事情。 秦尘冷笑道。 王中愤怒道,小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师尊,你要相信弟子,我怎么会害你,雨柔师妹也是担心师尊你身上的伤势而已,师尊,你别信这家伙。 王中一脸焦急。 秦尘摇了摇头,此子到现在,居然都还不相信他师尊是中了毒。 其实想知道对方是不是有意在你身上下毒,很简单,正常磨玉粉的功效,只能维持四五天,因此想要保持天蝉化骨散的毒,对方必须四五天在你身上下一次磨玉粉,你只需要仔细想一下,这雨柔在两三个月前,是不是突然和你熟络起来,而且四五天就要见你一次。 秦尘冷笑道。 秦尘的这话一出,王中身躯陡然一阵,眼神中流露出惊怒之色来。 王中,是不是,许伯看到王中的表情,顿时冷喝道。 师尊,我,我,王中节节巴巴,脸色彻底变了。 许伯脸上露出悲痛之色,怒道,王中,那乌锐丰长老,和我一向不对,是金元长老那边的人,你竟然和他弟子搞在一块,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秦尘冷笑道,能怎么想,想必这王中,早就对那雨柔有意思吧,只是此人,之前不理会他,如今突然对他另眼相看,自然把持不住,呵呵,美人计,对方可是一手好算盘。 对方能将许伯长老这边研究得这么透彻,定然是做了大量准备,就算是没有王中,也定然会想别的办法。 好一个金元,好狠的心,同为当阁长老,竟然对我下如此毒手。 许伯愤怒说道,气急攻心之下,偶然咳嗽起来。 师尊。 肖雅担心的走上前,同时疑惑道,你怎么知道是金元长老下的手。 哼。 许伯目光一寒,道,咱们大威王朝当阁,以前其实并没有什么毒师,只是前段日子,冷家不知从哪里,招募来了一个极为可怕的毒师,开发出了很多新型丹药,将我们当阁的份额,压缩得更加厉害了。 据我所知,金元长老和冷家之间合作叫密,这几年里,金元一直想掌控当阁,好和冷家霸占整个大威王朝的丹药生意,我一直不同意,能对我如此了解,并且设计如此毒物之人,定然是金元和冷家搞的鬼。 秦晨一愣,他倒没想到,金元长老和冷家之间,竟然还有合作,倒是和自己的敌人,变得一致起来。 陈嫂,你既然知道我是尊重的是什么毒,这毒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萧雅急忙看向秦晨。 这一刻,许正,许伯等人全都转头看来,眼神中流露出火热的神情来。 呵呵,其实这毒,并非什么不治之症,只是结合了许伯长老身体特性,有些复杂罢了,既然明白了原因,想要治疗,其实并不难。 说到这,秦晨当即写下一张药方,萧雅,你只要找到这些灵药,我有把握,让许伯长老,立马痊愈。 好,我马上去抓。 看了眼药方,萧雅脸上满是惊喜之色,立即转身离开了炼制室。 第七百一十章金针刺穴 许伯长老,虽说你身上的毒,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在服用解药之前,最好先让本少将你身上的毒素给逼出来,否则,如今你身体中的毒素已经深入到五脏六腑,光靠丹药,恐怕没有十天半个月,根本不可能排除。 见萧雅离去之后,秦晨又说道。 逼出来。 如何逼? 许伯疑惑道。 自然是有办法。 秦晨微微一笑,若是许伯长老信得过本少的话,本少现在就可替你驱毒。 天禅画骨散在这大威王朝,算得上是最顶尖的毒物,但是在秦晨眼里,却根本不算什么,有的是办法驱除。 小兄弟既然是逍遥推荐之人,老夫自然信得过。 许伯长老倒也豪爽,毫不犹豫便道。 既然如此,那就请许伯长老散去真利,盘膝而坐吧。 秦晨吩咐。 大哥,我来帮你。 许正急忙走上前。 不用。 许伯摆摆手,自己盘膝在那,还请小兄弟出手吧。 好。 秦晨点头,下一刻,他手中神秘绣剑突然出现,散发出凌冽的寒意,朝着许伯一剑就刺了过去。 咻。 灵力的剑光,瞬间来到许伯身前。 原本脸上表情还颇为期待的许正,脸色瞬间变了,仓促间骤然出手,将秦晨的剑光瞬间抵挡了下来。 只听钉。 的一声,灵力的剑气涌来,许正一震,这一剑的威力,并未有他想象的那么强。 秦晨眉头一皱,许正前辈,我正要给许伯长老驱毒,你为何阻我。 驱毒? 许正无语。 看着秦晨的眼神,就像看着怪物。 他知道秦晨说了是要驱毒,可替大哥驱毒,就是这么用剑直接刺向大哥,这也太奇葩了吧。 当他们所有人是白痴嘛。 本来大哥就身体虚弱,现在又散去真理,这一剑下去,毒没驱走,恐怕大哥已经被一剑筒穿了吧。 好啊,师尊,你也看到了,此子根本不是什么好人,什么天蝉化鼓散,此子说那么多,现在终于暴露了,根本就是想要杀你。 王忠也激动起来,愤怒说道。 阁下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解释? 许正冷是秦晨,沉声道。 许伯长老,你这是信不过我了。 秦晨没有理会两人,而是看向许伯,若是许伯长老信不过本少,那本少不出手也罢,反正毒在你身上,又不在我身上。 秦晨其实想用的驱毒方法,是金针刺学,利用真理刺激许伯的学位,做到驱除毒素的效果。 只不过,现在他身上没有金针,便换成了神秘锈剑。 以秦晨的修为,用神秘锈剑和用金针的效果,其实没什么区别。 只是对这,他却懒得解释,毕竟说出来,许正他们根本不会相信,反而更加麻烦。 毕竟用剑代替金针刺学,说给任何一个人听,都不可能相信。 许正,你退下吧,我相信这位小兄弟。 许伯看了眼秦晨,却是淡淡说道。 大哥。 许正顿时急了。 放心好了,若是小兄弟想杀我,刚才有的是机会,岂会等到现在,如此光明正大。 许伯长老沉声道。 这,许正犹豫了。 放心,不会有事的,小兄弟,尽管出手吧。 许伯看着秦晨淡定说道。 其实,身为六品炼药师,许伯也看不懂秦晨到底想做什么。 说心中不疑惑,肯定是假的。 但是,从秦晨的目光中,他看不到任何的阴险之意,有的只是平静和柔和,而且,之前秦晨出剑的时候,他也没感受到丝毫杀意。 好,那我可要出手了。 话音落下,秦晨不再犹豫,右手袖剑骤然幻化出道道剑光,刷刷刷,漫天剑光,刹那间就如同暴雨梨花一般,倾泻向许伯。 剑状,举正在一旁拳头一紧,一颗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紧张的呼吸都停下了。 他体内真力凝聚到极致,做好准备,一旦秦晨若真想杀死大哥,就第一时间出手。 但是他很清楚,秦晨真若要杀他大哥,他反应再快,也根本来不及,恐怕等他出手的时候,大哥都已经死了。 所以现在的他,只能暗暗祈祷,秦晨是真的在替大哥驱毒。 扑扑扑。 只见无数剑光,如同暴雨一般,瞬间落在许伯长老身上,下一刻,秦晨收剑而立,将神秘绣剑收入储物戒指,静静站在一旁。 原本紧张无比的许正瞬间愣住了,小兄弟,你怎么不治疗了? 秦晨狐疑的看着他,治疗。 我已经驱毒完毕了,还治疗什么? 什么,驱毒完毕了? 一个猎且,许正差点摔倒,就差没哭起来了。 大哥,你刚才随手一晃,这就驱毒完毕了。 刚才还把那天谈话鼓伞说得这么恐怖,什么时候驱毒都变得这么简单了? 要是这么简单,大哥这些天还用得着那么痛苦,甚至差点一命呜呜吗? 王忠同样觉得愤怒无比,心中暗道,这小子,分明就是骗人,我非识破他不可。 刚准备跳出来怒骂,就听到一声长长的吐气之声响起。 呼! 床榻之上,许伯常常吐出一口气,这一口气,无比绵长,竟然带着丝丝黑色,仿佛不断吐出一道道黑色雾气一般,同时一股腥臭的气息,在这屋子中蔓延开来。 而伴随着黑气的离开,许伯的脸色越来越红润起来,到了最后,原本为你的脸色竟然变得精神奕奕起来,浑身上下散发出澎湃的生机。 这些黑气,便是积聚在许伯长老体内的天蝉化骨散了,不能让这些毒素再散溢出去,害人害己。 秦晨上前一步,手中真力陡然燃烧成真火,将这些黑气瞬间烧灼成虚无,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臭的味道。 多谢小兄弟救命之恩,老夫没齿难忘。 片刻之后,许伯瞬间从床榻上跳了起来,恭敬对着秦晨行礼道。 他气息绵长,举止有力,哪里还有半点重病的模样,仿佛焕发了第二春一般。 嘶。 许正道吸了一口冷气,骇然看向秦晨。 好了,竟然真好了。 之前困扰了大哥数个月,几乎无法医治的绝症,竟然让这个少年片刻间就搞定了。 心中怎么也无法相信,这也太假了吧。 第711章 疑难实弊 王忠也瞬间觉得头脑发晕,整个身子一软,瞬间瘫软在地上,烂泥似的。 他之前一直认定秦晨是骗子,现在看来,对方说的,很有可能都是真的,是他害了师尊,是他害师尊病情越来越严重,差点一命呜呼。 想到这里,王忠面如死灰。 举手之劳,不足挂齿。 面对许伯等人的感激,秦晨却是摆摆手,极为的淡定。 许伯长老,你体内的毒素,虽然已经被我驱除了大半,但还有部分已经深入骨髓的毒素,并未被驱除,过会等萧雅拿到灵药之后,本少会为长老亲自炼制一炉蛆毒丹,长老只需将所有丹药都服用下去,半月之后,便会痊愈,否则,长老体内的毒素,定然还会复发。 秦晨告诫道。 是,那就有劳小兄弟了。 许伯长老心中一紧,想到自己的毒素还有复发的可能,神色显得更加恭敬。 他是再也不想再次经历那种痛苦的过程了,躺在床上,渐渐地感受着体内器官衰竭,生机流逝,那种感觉,彼此还难受。 秦晨微微一笑。 其实,以他前世的见识,根本不需要再炼制丹药,就能将许伯长老体内的毒素全都驱除。 只是,他过会还有事需要许伯长老帮忙,所谓话不能满。 在没有达到自己目的之前,他自然不会就这么将许伯体内的毒素全都驱除了。 这倒不是他信不过许伯,而是事关大家的安慰,他不得不小心。 呼! 深吸一口气,许伯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这些天衰竭的器官,竟也涌现出丝丝活力,令他忍不住惊叹,秦晨治病的手法,太可怕了,就算是对症的驱毒疗伤丹药,也不过如此吧。 小兄弟刚才神乎奇迹,不知施展的究竟是什么驱毒之术。 心中好奇,许伯忍不住开口。 许正和王中也都宁神看来,随便刺出几件,就将许伯体内的毒素驱除大半,如果不是亲眼见到,恐怕根本不会相信。 呵呵,其实很简单,本少刚刚利用的是金针刺学之法,用外界真力,刺激许伯长老身体中的穴位,将所有毒素逼迫到许伯长老的呼吸道之中,再进行排除。 天蝉化鼓伞虽然可怕,但却是通过血液传递毒素,对呼吸道,完全没有任何损伤,而且传播性也不大,这也是大家在这里这么久,没有中毒的原因所在。 金针刺学 众人一个个狂晕,差点昏倒在地。 金针刺学,是传闻中一种极为可怕的治疗手段,利用细微的金针,刺激穴位,用以疗伤。 但是,金针刺学的难度,却极为可怕,因为穴道,是人体最为神秘的地方。 一个稍有差池,便会造成巨大后果。 所以才会用金针进行刺激,一是金针极为细微,细如牛毛,二是黄金极为柔软,延展性极好,对穴位不会造成太大伤害。 可这秦晨 回想秦晨舞动的神秘袖剑,众人震惊的差点吐血。 用利剑代替金针,进行刺学,怎么听,怎么像是天书。 只有许伯目光一凝,若有所思。 他是亲自感受到秦晨出手之人,在那一刹那,他身上的数十道穴位同时受到刺激,同时涌入一股真力,这些真力,像是有指挥一般,在他体内的所有经脉中流淌了个遍,没有遗漏任何一个角落,这才将所有毒素驱除出来。 这等神乎奇迹的手法,以及刺学的精准度,即便是他这个六品初期的炼药大师,也未必能做到。 小兄弟果然是技艺超群,老夫佩服。 此时此刻,许伯再也不敢把秦晨当成是一个少年,而是当成了一名大师,一个不弱于自己的大师。 师尊 就在这时,萧雅从炼制室外走了进来。 师尊你没事了。 看到许伯长老神采奕奕的站在起居室中,萧雅先是一愣,旋即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呵呵,多亏小兄弟出手,为师身上的毒素,已经被驱除的七七八八了,只有少量残留,还需要你拿到灵药,让小兄弟炼制成丹药之后,才能驱除。 许伯说道 太好了师尊,我就说了,陈少出手,肯定没问题的。 萧雅激动不已,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旋即她看到众人都望向她,这才反应过来,道,陈少,你所要求的药材,大多数我都已经找到了,但还有两种灵药,比较稀少,保存难度较高,必须现采现用,所以当阁中暂时没有,不过我已经派人去采集了,估计两三天内,就会送来。 还要两三天? 许伯脸上有些失落。 自从听秦晨说了,他这毒素,可能复发之后,他是迫不及待想要将所有毒素全都驱除。 只是现在看来,今天彻底驱除是已经不可能,而且好在两三天的时间,也并非太长。 不急。 秦晨也笑了起来,许伯长老身上的毒素,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复发,所以等等也没事。 好。 许伯长老郑重点头,而后看向秦晨,严肃道,老夫这命,是小兄弟所救。 以后不管小兄弟有什么要求,老夫定然竭尽全力。 说到要求,许伯长老,本少现在倒还真有一个请求。 秦晨突然道。 哦! 许伯长老一愣,小兄弟请讲。 据我所知,大陆任何一个当阁,都拥有疑南石壁,不知这大威王朝当阁,有没有此疑南石壁。 秦晨询问。 疑南石壁。 许伯长老点头道,这等东西,我们当阁自然也有。 这疑南石壁上,应该也有现任阁主提出的问题吧。 秦晨又问。 那是自然,现任阁主着清风,其实是来自北天狱当阁分部之人,据说在北天狱也是大有来头,只是因为犯了事,才被贬处到我大威王朝当阁,这些年,很少管理当阁之事,只是一心前修,不过他也在疑南石壁上,留下过问题,不知小兄弟问这,是为何? 其实我此行来当阁的目的,就是为了闯这疑南石壁。 秦晨沉声道。 第712章挑战阁主。 什么,你要闯疑南石壁? 听到秦晨的话,许伯,逍雅,王中三人全都瞬间惊呆了,一个个震惊看着秦晨,头脑发晕,甚至脸色发白,身体都在颤抖。 疑南石壁,那是什么? 许正疑惑看过来。 众人之中,也就他不清楚这疑南石壁了。 疑南石壁,是各地当阁专门记录炼制过程中遇到的疑南问题,无法解决的题目,基本上,都是近百年来,历任阁主大人留下的,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是一些顶尖长老提出,就连历任阁主也解决不了的。 逍雅沉声说道,收录了当阁百年来无法解决的疑南问题,并且连当阁阁主都解决不了的题目。 许正疑愣。 他虽然不知炼药师,但也知道,大威王朝当阁的阁主卓清风,乃是六品巅峰的炼药师,并且,是整个大威王朝最强炼药师。 如果说疑南石壁上的问题,都是各任阁主都解决不了的,岂不是整个大威王朝的炼药师,就没人能解决得了? 是的。 逍雅点头,不光是现任阁主解决不了,百年来,咱们当阁的历代炼药师,包括阁主都解决不了,正因为如此,才叫疑南石壁。 只是个记录疑南问题的地方,闯一下也就闯了,不用这么紧张吧。 许正奇怪。 还以为是什么大事,不就闯一下记录疑南问题的地方吗? 大不了解决不了退出来就是,更何况之前那秦晨,如此轻易就将大哥身上的天长化骨伞给驱除。 说不定还能解决个一两道题目,至于所有人,甚至连大哥这个石拳长老,都战战兢兢,脸色发白吗? 许正前辈,你是不知道,这地方代表的意义。 看到许正一脸郁闷的样子,逍雅忍不住摇头。 他也没料到,秦晨所说的来当阁解决问题,就是来闯疑南石壁。 意义? 是。 疑南石壁,并非任何人都有资格去闯的,毕竟,上面的问题,极为困难,闯石壁者答不出还好,一旦回答对一条,直接就能成为当地所在当阁名誉阁主,若是回答对两条以上,甚至能直接成为当地所在当阁的阁主,继承阁主之位。 因此挑战疑南石壁,就相当于在挑战现任阁主,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大事。 逍雅脸色凝重的解释。 挑战阁主之位。 许正觉得眼前一黑。 什么情况? 怎么闯一个疑南石壁,就是挑战阁主了。 疑南石壁留存的疑南问题,都是经过时间堆积,整个当阁所有炼药师,都无法解决的难题。 见许正疑惑,消雅苦笑一声,继续道,想要成为当阁阁主,炼药造诣自然要胜过其他人,这样才能拥有无上权威。 许正点头。 炼药师和其他职业一样,想统领其他人,没有过硬的实力,超出常人的炼药水平,怎么可能? 基本上,任何一个当阁的阁主,都是所在当阁,炼药水平最高的一个,修位最深的一个。 不会出现一些皇室部门,有较弱者领导较强者的存在。 炼丹这个东西,很多时候,不像比武,可以直接比较。 武者比试,谁强谁弱,一比高下就行了,可炼药师,比如师尊和金元长老,同为六品初期,就算略微有些差距,但谁更强? 没有一个准。 同样的一种六品丹药,师尊能炼制,金元长老不能炼制,并不代表师尊就一定比金元长老强,很有可能金元长老能炼制的丹药,师尊同样也不会炼制,各有所长,各不一样,属于专精不同。 许正再次点头。 比武,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一眼能够看出来,丹道不同,有的人擅长这个丹药,有的人擅长那个,除非在品阶上,直接奋出高下,否则同一品阶,很难说谁强谁弱。 而且有的时候,品阶也未必能代表一切。 譬如一个六阶的武尊,精神力达到六阶,只要多下苦工,自然就能炼制出最基础的六品丹药。 但其实,他的炼药水平和炼丹造诣却未必有多高。 而一名武阶后期武宗,因为迟迟突破不了武尊,所以无法成为六品炼药师,可是他炼丹造诣极强,甚至能够炼制数十种,上百种武品巅峰丹药。 说那六品炼药师比这武品炼药师强,那是肯定的,可要说他炼药造诣一定比武品的高,却未必了。 所以在当阁内部,验证炼药造诣的除了直接比拼品阶之外,便是这一难十弊了。 消雅接着道,石壁上记录了当阁历任会长难以解决的问题,当阁总部为了激励炼药师们奋发图强,锐意进取,所以特意规定,任何能解决疑难石壁上一个问题的炼药师,就能直接成为当阁名誉阁主,任何能回答出两个问题的炼药师,变成直接顶替现任阁主,成为当阁新一任的阁主。 这也导致,不是任何炼药师,都能进行答题的,至少向我就不行,按照规定,至少是当阁长老级别,才能前去答题,或者,必须长老级别的炼药师做宝,方才可以。 这…… 许正眨巴眼睛,这才明白过来。 难怪大家这么紧张。 秦晨真要去闯疑难石壁,相当于挑战现任阁主,不管能不能答得出来,都是一件大事,若能答对还好,一旦答不出,别的不说,光是现任卓清风会长,就不会轻饶他。 至于做宝的许伯长老下场会怎样,不用想也会知道。 而且,一旦有人闯疑难石壁,必须要通知现任会长,卓清风会长,一心闭关,从来不管当阁内部之事,要是有人因此而惊扰了他,却一个问题都答不出来,会长震怒之下,就算许伯长老,也恐怕保不住秦晨。 既然是历代阁主都无法解决的疑难问题,陈少就算是答错,也没人知道吧? 沉闷了片刻,许正忍不住道。 都说是百年来的疑难问题,谁也无法解决,答错了。 也辨别不出来呀。 如果真这么简单,就好了。 消雅苦笑,闯疑难石壁,十分重要,任何答案,都会被第一时间呈送往当阁总部,并有七品药网乃至八品药黄级别的炼药师检验,如果答案有些道理还好,就算不是正确答案,也不会有什么后果,可一旦是随便乱答,总部震怒之下,甚至会对所在当阁进行惩罚,这也是疑难石壁不能轻易去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713章计划开始 当阁总部进行验证 胡乱回答会严惩当地当阁 许正瞬间愣住 这么说起来,除非有十足的把握,否则乱闯疑难石壁,很容易会遭受到总部的严惩。 难怪大家都如此惊讶,他也听说了,当阁现任的卓清风会长,来自更高势力,一心想回去北天玉当阁分部。 若是再来了这么一出,严惩之下,卓清风想被调回去,难度恐怕更高。 震怒之下的卓清风会长会如何对待大哥,光是想想,就让人感到惊悚。 陈嫂,你非要挑战疑难石壁不可吗? 肖雅忍不住道。 秦晨点头,这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立足这大威王朝。 先不说你能不能答对,就算是答对了题目,甚至答对了两道以上,真的成为了当阁新任阁主,等到当阁总部验证当阁,再派人来执行的时候,也起码过去两三个月了。 肖雅知道,秦晨来当阁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冷家,保住优千雪他们。 若他真成为了当阁阁主,还真有这个地位保住他们,可是,按照最快的时间来算,也需要两三个月,冷家真若要报复,岂会等那么久,这么长时间,根本等不到任命下来,恐怕就已经被冷家针对了。 这一点,我自然有打算,我只要能够闯疑难石壁就可以了。 秦晨沉声道。 他岂会不知道这些问题,只是,他可不是为了成为下一任当阁阁主,才去挑战的疑难石壁,而是另有目的。 肖雅,这是怎么回事? 听到肖雅和秦晨的对话,许伯长老一脸狐疑。 师尊,是这样的,肖雅看了眼秦晨,见秦晨没反对,当即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当许伯他们听到秦晨竟然带人将皇城世家冯家给全灭了的消息之后,所有人彻底惊呆了。 这! 许正亥然看着秦晨,没想到秦晨竟是如此可怕的一个人,而王忠更是吓得两腿发软,想到自己先前三番五次怒对秦晨,心中满是后怕。 自己得罪了这么一个杀人狂魔,不会到时候把他也给杀了吧? 没想到在我重病的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们五国的几人,逍雅曾和我说过,得到了古南都传承的他们,已经成为了皇城各大势力眼中的肥肉。 冯家,是冷家麾下的世家,他做出的举动,定然不是代表冯家一家的意志,背后定然有冷家的命令。 而皇城其他势力居然允许冷家麾下的冯家,对你五国弟子出手,很显然,冷家必然和一些势力,已经暗中达成了协议。 而你灭了冯家,恐怕得罪的,不仅仅是冷家,还有皇城的其他势力。 许伯长老脸色凝重。 他何等眼光,虽然这些天病倒床榻,但瞬间就分析出了事情背后的真正阴影。 若光是冷家一个,我或许还能保住你们,可是现在,我重病之后,当阁的大权被金元长老夺去许多,支持我的长老寥寥无几,再加上金元长老和冷家关系极为亲密,以及得到了皇城其他势力的同意,老夫保你一个,或许还可以,但要保住你所有五国之人,难。 许伯叹息,感到深深的无力。 当阁虽然高贵,但他毕竟只是一个长老,无法决定太多。 许伯长老,我此行的目的,并非需求阁下的庇护,只求阁下能让我闯夷南石壁便可,剩下的,阁下都不用管。 秦晨开口道。 他也知道许伯长老的能力,所以并未将希望抱在他身上。 闯夷南石壁吗? 好,没问题。 知道了秦晨的处境后,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许伯长老立即就答应了秦晨的要求。 先不说他的性命还抓在秦晨手中,毒素还未被驱除干净,光是秦晨救了他的命,他也不是那种知恩不图报之人。 就算为此得罪阁主又能如何,没有秦晨,或许他现在还躺在床上,只能痛苦等死。 好,除此之外,我还要现任阁主卓清风的一些资料,包括修为,炼药造诣,以及为何被罢处到大威王朝等消息。 秦晨激动道。 还要阁主大人的资料? 许伯心中狐疑,不明白秦晨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但还是道,没问题,不过我和阁主大人接触的也不多,很多消息,也并不了解,但基本资料,还是有的。 不知小兄弟准备什么时候闯夷南石壁。 现在。 秦晨沉声道。 他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现在。 许伯一正,点头道,那请小兄弟跟我来。 说吧,许伯一边告知秦晨现任阁主卓清风的一些资料,一边带着秦晨,快速的前往当阁大厅。 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了大厅之中。 这不是许伯长老吗? 看到重病了多日的许伯出现,大厅中诸多炼药师和服务员全都惊呆了,一个个瞠目结舌的看着这行人。 顾勋管事人呢? 让他来见我。 疑南石壁的位置,就位于当阁大厅后方,之所以放在这么一个显眼的位置,就是为了激励所有的炼药师。 而进行疑南石壁的考核,必须通过值班的掌阁管事,因为只有掌阁管事,才拥有开启疑南石壁的钥匙。 许伯长老,你叫我。 匆匆来到许伯长老面前,顾勋震惊的看着许伯长老,同时也看到了一旁的秦晨和肖雅等人。 这些天,他一直听说许伯长老快要步行了,现在看上去,哪有半点步行的样子。 这么流言真是害死人。 此时他心中暗自庆幸,之前没有对秦晨和肖雅动手,否则许伯长老一来,他虽然是掌阁管事,但如何比得过许伯长老的地位? 马上打开疑南石壁。 许伯见到顾勋,不容置疑道。 顾勋一下愣住了。 许伯长老,你说什么?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打开疑南石壁,你没听到吗? 许伯看了眼顾勋,淡淡道。 顾勋脸色一变,这是要出大事的节奏啊,这许伯长老怎么回事,这段时间重病之后,据说被金元长老压制得很惨,连大弟子都被关了禁闭。 现在病情好了一些,不会是接受不了现实,疯了吧? 许伯长老,你确定? 顾勋忍不住提醒。 怎么,挑战疑南石壁,只要有长老做宝,便可进行,老夫身为当阁长老,难道连这点权力都没有了? 许伯冷冷看着顾勋,眼神冰冷。 第714章 阁主出现 自然不是。 顾勋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既然许伯长老你执意要挑战疑南石壁,那属下身为掌阁管事,自然没有理由阻拦,不过,后果还请许伯长老自己想清楚。 顾勋敢肯定,只要许伯长老一挑战疑南石壁,肯定会惊动着清风阁主,到时候许伯长老讨不了好,他这个掌阁管事,同样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这一点,就无需顾勋管事你操心了。 许伯淡淡道。 顾勋见许伯滴水不进,却也没有任何办法,只得咬咬牙,将疑南石壁的入口打开。 许伯长老,还请你考虑清楚了,这一进去,挑战中便会想起,到时候再想回头,可就没办法了。 顾勋脸上带着忐忑,告诫道。 此时,这里的举动,已经吸引了大厅中诸多炼药师和顾客们,一些了解疑南石壁的人知道许伯长老要挑战疑南石壁之后,一个个全都惊呆了。 进阶骇然的看向这里。 一些不了解疑南石壁的人,在听到别人的解释之后,也都各个骇然。 当格的许伯长老准备挑战阁主之位。 这可是大事啊。 仅仅片刻的功夫,几乎整个当格大厅中的炼药师们,全都围拢了过来,议论纷纷,哗然不已。 顾勋管是紧张的看着许伯,迫切的希望许伯改变主意。 小兄弟,疑南石壁入口已经打开,阁下若是想挑战的话,还请尽快。 看到周围聚拢了越来越多的舞者,许伯连说道。 什么,许伯长老,不是你要挑战疑南石壁,而是这小子。 顾勋一愣,急忙说道。 对,就是秦晨小兄弟,有我做宝。 许伯长老点头。 不行。 顾勋脸色顿时变了,怒声道。 他之前还以为,是许伯要挑战疑南石壁,尽管有些唐突,但许伯至少也是当格牌的上号的长老,不管通不通过,至少还能向格主大人解释一下。 可现在,竟是秦晨这个五国的弟子挑战疑南石壁,打死他顾勋也不可能答应啊。 这不是开玩笑吗? 哪有一个三品炼药师,去挑战疑南石壁的? 这要真的放进去了,他顾勋,把当格利刃阁主当成什么了? 难道说当格利刃阁主的修为,连一个三品炼药师都不如? 阁主大人知道之后,震怒之下,杀了他都有可能。 为何不行,根据当格规定,疑南石壁,只需是炼药师,并且有当格长老级别以上的人作宝,便可挑战。 此子虽然是五国炼药师,但五国当格,属于我大威王朝当格管辖,此人的炼药师徽章,也是我大威王朝当格下发,现在加上老夫作宝,为何不能挑战? 可笑。 许伯冷冷看着顾勋。 顾勋哑口无言。 的确,按照规定,秦晨是有挑战的资格,但是实际操作上,这分明太过儿戏。 许伯长老,话是这么说,可此子只是五国弟子,而且才三品,你让他闯宜南石壁,岂不是把宜南石壁当成儿戏? 顾勋焦急说道,都快疾疯了。 无妨,小兄弟,你进去吧。 许伯懒得理会顾勋,直接对秦晨道。 事实上不用许伯吩咐,秦晨已经走向了宜南石壁的入口,顾勋急的想要上前阻止,却被许正瞬间拦住,这一当格,就看到秦晨,已然走进了宜南石壁的挑战房间,身形消失不见。 当 下一刻,一道洪亮的钟声,在整个当格中响起,那钟声,浑厚沉重,极具穿透力,不仅仅是当格之中被瞬间传遍,甚至连当格外的诸多建筑,也都清晰可闻,升阵三里。 完了。 顾勋脸色一白,双腿一软,差点瘫软下来。 刚才那钟声,就是触发宜南石壁的钟声,等于告诉整个当格的人,有人要闯宜南石壁,挑战阁主了。 钟声一响,宜南石壁的挑战等于开始,任何都无法阻止,哪怕是现任阁主前来也是一样。 刷刷刷。 伴随着钟声的响起,整个当格全都被惊动了,瞬间一个个气息非凡的强者出现在大厅之中,乌鸦鸦来了一片。 正是在当格中闭关炼丹的一些长老,听到钟声,及时赶来。 怎么回事? 此时,当格之外,之前离去的一尘几人,正乖乖跟随着几名气势不凡的长老,恭敬步入当格,纷纷听到钟声,一个个露出惊容。 师尊,刚才那是什么声音? 走在最前方的,正是金元长老,得到一尘的消息,来替一尘出头。 似乎是疑南石壁的钟声。 金元和身边的几名长老对视一眼,谋中都是露出惊容。 急忙步入当格,来到众人围观之处。 许伯,他怎么? 见到站立在门口的许伯,金元眸中顿时闪过一丝阴沉之意,同时掠起的,还有一丝惊涩。 怎么回事,冷家之人不是说过,那许伯活不了几天了吗? 怎么现在如此生龙活虎的站在这里? 金元心中一惊,眼神怨毒,快步走了上前。 顿时,整个当格大厅之中,人满为患,嘈杂不堪。 那些听到钟声才赶到的长老,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脸上进阶带着惊疑之色,正准备上前询问。 呼! 一道令人心悸的气息,突然从众人头顶传来,紧接着,就看到一名身穿白色炼药师袍,浑身散发惊人气息的老者,出现在了众人眼中。 卓清风阁主 见到此人,几乎场上所有颇具身份的炼药师,全都身形一晃,心脏猛的一跳。 此人正是大威王朝当格现任阁主,长年神龙见首不见尾,几乎很少露面的卓清风阁主。 此时,他脸上带着怒戎,脸色阴沉的可怕,瞬间就来到了人群中央。 见过阁主 包括许伯在内,所有长老脸色大变,纷纷恭敬行礼,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怎么回事? 摆摆手,没有理会众人的行礼,卓清风阁主阴沉着脸,冷声询问,语气中蕴含惊人怒意。 他之前正处于闭关炼制之中,状态正好,突然听到有巨大钟声响起,将他瞬间惊醒,本来炼制的那炉丹药,也瞬间被毁,心中如何不震怒。 第715章 好大胆子 而现在看到是疑难石壁响起钟声,心中更加惊怒。 疑难石壁,在当阁之中,属于极为特殊的地方,往往数十年,都不会打开一次,一旦打开,往往是有人要挑战阁主。 本就炼制被惊扰失败,再加上有人要挑战他的位置,心情可想而知。 那阴沉的目光,仿佛带着杀气,令在场众人,不敢呼吸,全都紧张看向顾勋。 回禀阁主,是许伯长老带着一个五国炼要师前来挑战疑难石壁,属下阻拦不了,这才惊扰了阁主大任,属下罪该万死。 顾勋战战兢兢解释,声音听起来都快哭了。 卓清风会长,脾气暴躁,形势乖张,而且往往我行我素,这从他担任当阁阁主,对当阁业务却撒手不管,从来不露面就看得出来。 一旦惹怒了他,分分钟撸了他这个掌阁管事都有可能,只能把责任往许伯身上推。 许伯带来的五国炼要师。 挑战疑难石壁。 卓清风眉头皱起,怒气欲急,冷冷看向许伯。 这是在挑战他的位置。 轰。 一股恐怖的气势,朝许伯瞬间冲来。 许伯刚刚伤势恢复一切,如何抵挡得了卓清风的气势压迫,顿时闷哼一声,后退两步,喉咙口一甜,差点一口鲜血喷出。 急忙解释道,回阁主,属下不敢,只是我那朋友,对属下有救命之恩,他想挑战疑难石壁,属下不能不答应,还望阁主大人谅解,而且,我那朋友,乃是一名天才炼药师,他想挑战疑难石壁,定然有他的打。 许伯心中暗暗叫苦,此时他虽然不知道秦晨为什么非要挑战疑难石壁,但面对震怒的卓清风,只能这么回答。 天才炼药师。 卓清风冷哼一声。 一旁,金元长老他们目光一愣,联想到之前义晨带回来的消息,不由得神情愕然。 不会吧。 他们脑海浮现一个念头,一个个瞠目结舌,这许伯,不是把那秦晨,给担保到疑难石壁中去了吧? 之前还为许伯伤势好转而阴沉不已的心情,仿佛如云散日出,瞬间一片敞亮。 忍不住狂喜不已。 许伯呀许伯,你还真是胆大呀,这种事都干得出来,哈哈哈哈,这简直就是找死啊。 心中狂喜之下,金元固步的卓清风开口,急于表现的他,瞬间跨前一步,指着许伯怒声吼道,许伯,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挑战疑难石壁,这是心中对阁主大人不满,要取而代之吗? 他神色愤怒,仿佛受到侮辱的是他一般,整个人因为激动,身躯都在颤抖。 金元此话一出,卓清风脸色果然再度一冷。 的确,有长老要挑战疑难石壁,往往是对他这个阁主不满,要取而代之了,否则,他可提前通知他,进行商却。 阁主大人,你别听金元胡说八道,属下没有这个意思。 许伯晶怒万分。 不是这个意思,哪又是什么意思? 金元冷笑,好不容易抓住机会的他,如何舍得放弃,急忙对卓清风拱手道,阁主大人,许伯他评诉理,管理当阁诸多事物,这几年来,几乎把当阁当成了他自己家,想来正因为如此,才觉得当阁是他一家之地,所以想把阁主取而代之,哼,看来是早有预谋。 金元,你放屁。 许伯震怒,目光阴冷。 这金元,好狠,之前下毒毒杀他,现在,竟又在阁主面前落井下石,分明是想置他于死地。 我放屁。 金元冷笑,那你说说,今日你为何让人闯当阁疑难石壁,你别告诉我,只是你一时兴起吧。 此时,一旁卓清风的脸色阴沉得无比可怕,看着许伯的目光,就如同看着一个死人。 冷冷道,五国天才炼药师。 呵,许伯,看来你早有打算,连对付老夫的人都准备好了。 不过,老夫来这大威王朝,也有些年头了,从未听过五国之说。 这五国又是哪五国? 莫非是我百朝之地的哪五个顶尖王朝,新组成了一个五国联盟? 卓清风冷笑不已。 他来到大威王朝当阁,虽然已经有一些年月了,但是常年闭关,对百朝之地的事物,根本懒得管理,因此连西北五国都没听过,还以为众人口中的五国,是某五个王朝联盟。 毕竟,许伯既然有底气让对方挑战自己,对方至少也是这百朝联盟中,某个顶尖王朝的顶尖炼药师,其他人物,根本连挑战他的资格都没有。 回禀阁主,我那朋友,是我大威王朝玄州境内极为偏僻的西北五国中的一个天才炼药师,并非我百朝之地的炼药师。 知道阁主误会了,许伯急忙解释。 玄州境内偏僻之地的西北五国。 卓清风一愣,似乎有点印象。 那地方,是一个极为偏僻的小地方,据说连武宗高手都找不出来一个,是那地方的炼药师。 是,而且我那朋友,并没有挑战阁主的意思,还请阁主不要误会。 秦晨说过,他挑战宜南石壁,并非为了挑战现任阁主,许伯虽然不知道秦晨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他相信,秦晨绝不会对他说谎。 没有挑战我的意思。 那他挑战宜南石壁是什么目的? 卓清风感觉脑袋有些晕,等等,你说那家伙是五国的炼药师,玄州境内的西北五国。 我记得那地方的当阁,也属于我大威王朝当阁管辖吧,似乎三品巅峰的炼药师,就能前往该地一国担任阁主,那现在在这挑战的那位天才炼药师又是极品。 赶直接闯宜南石壁,进行答题,至少也得是六品后期的炼药师,那五国,能出得了这么强的炼药师。 卓清风一头雾水,皱起眉头,被绕晕了。 许伯擦了擦冷汗道,阁主,我那朋友,认证的炼药师等皆是三品,但是此人天赋极高,属下之前还曾推荐此人作为我大威王朝这一次百朝之地炼药师大比的选手。 三品炼药师,就敢挑战我。 卓清风额头黑线直冒,冷冷道,许伯,你是在说笑吗? 第七百一十六章 剥夺长老之位 属下不敢说笑,阁主大人若不信,大可询问顾勋管事,属下绝没有挑战阁主的意思。 许伯紧张道 有这回事。 卓清风无语,心中怒气更加聚集,冷冷看向顾勋。 剑酌清风看过来,顾勋急忙道,是,那进入疑难时必挑战之人,的确如许伯长老所说,是一名五国三品天才炼药师,而且仅有二十岁不到,属下之前也劝阻过许伯长老,但许伯长老执意如此,属下也没办法。 顾勋紧张得手心满是冷汗,都快哭了。 这特么都什么事啊? 这次事情结束,他如果没被惩罚的话,打死也不想当这掌阁管事了。 提心要胆,简直要命。 阁主大人,这许伯长老好大的胆子,让一个三品炼药师去闯疑难时必,分明是对阁主大人你不满。 金元健壮,连开口说道。 没错,阁主大人,你想想看,若是这里的消息今后传到别的王朝当阁,或者我们上级当阁,会出现什么后果? 阁主大人你定然会被众人嘲笑,名誉扫地,这许伯好卑鄙的用心。 金元身边,乌锐风长老也急忙开口。 他和金元早就是一丘之和,毒害许伯的,也有他一份,自然趁此机会,痛打落水狗。 文言,卓清风的一颗心,猛的一沉。 他被下放到大威王朝当阁之后,这些年来,一直苦心研究炼药,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重回北天狱当阁。 但是今日那五国的炼药师闯了疑南石壁之后,在上面胡乱作答,说的有些道理还好,若是根本就是胡写乱图,一旦答案上成道北天狱当阁,他这个当阁阁主,定然也会被上级当阁批评惩罚,如此一来,他今后想要回归北天狱当阁的机会,恐怕更加渺茫。 一时之间,卓清风是惊怒万分,震怒不已。 来人哪,这许伯滥用长老之权,先将他看管住,暂且剥夺他长老之位,等这疑南石壁结束之后,再由老夫定夺。 惊怒之下,卓清风懒得再想太多,直接朝周围长老冷喝,看着许伯的目光中,充满冰冷和寒意。 阁主大人,属下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还请阁主大人明见。 许伯脸色苍白,急忙解释。 是啊,阁主大人,你误会我失尊了。 逍遥也焦急起来。 阁主大人,现在事情还未水落石出,直接剥夺许伯长老的长老资格,是不是有些唐突,要不等那小子出来之后,再做定夺。 也有和许伯长老关系不错的一名长老,上前替许伯说话。 公养举长老,许伯长老狼子野心,故意坑害阁主大人,更是想让人挑战阁主大人之位,逼迫阁主下台,你竟然这时候还替他说话,是不是这一次的疑难石壁之举,也有你参与。 金元冷哼一声,连开口说道。 公养举,和许伯关系极为不错,即便是许伯重病之后,也没能归顺自己这一方,金元早就想拿他开刀了,现在抓住这机会,当即就诬陷说道。 金元长老,你胡说八道什么,老夫只是觉得,许伯长老对阁主大人一向极为恭敬,岂会做出这等事来,这里面,肯定有所缘由。 公养举怒道。 有所缘由,谁知道呢? 阁主大人,这公养举现在还替许伯长老说话,显然是对大人您的命令不满,依属下看,此人也值得怀疑,不如将这公养举长老,也一举拿下,好好调查。 金元长老冷哼道。 当即,包括乌瑞丰在内的几名和金元长老交好的长老,也都纷纷开口。 你们,公养举气得浑身发抖,这群家伙,分明就是想利用这次的机会,陷害他们。 好,将这公养举长老,也先剥夺长老一位,等调查过后,再由老夫定夺。 卓清风正在气头上,直接含声说道。 此时的他,甚至觉得,自己这段时间,从来不再当格出现,是不是这些当格的长老对自己都不敬畏了,竟然做出这等事来,实在无法无天。 还有那五国的炼药师,小小的三品炼药师,就敢去挑战疑南石壁,胆子也太肥了,真以为疑南石壁可连同当格上级,自己就不敢动他了吗? 阁主,现在那五国小子已经引动了疑南石壁,不管有没有答题,疑南石壁的传讯消息,定然已经向总部传讯,要不要属下现在进去,将那小子抓出来,直接严惩。 金元长老上前一步,含声说道。 心中却是狂喜。 这可是个好机会,听闻那秦晨,乃是古南都冠军,身上的传承密集,定然最为可怕,趁此机会,将其擒拿,再和冷家做交换,一时二鸟,一举两得。 等那秦晨和许伯落入自己手中,以着清风阁主的脾气,以后这当格,还不是他一手遮天,说了算。 金元长老内心,兴奋得甚至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 不行。 起料着清风阁主,断然拒绝。 钟声响起,疑南石壁开启,会立即传讯总部,等于北天狱分部,已经知道了这里疑南石壁被打开的消息,若是老夫利用权力直接中断答题,很可能会惹怒总部。 许伯望自打开疑南石壁,放这么一个小子进去,已经让他在北天狱当格分部,失了颜面,若是再违背当格规矩,直接中断那小子的答题,恐怕得知真相的北天狱分部,会直接断绝他重回上级当格的希望。 毕竟,疑南石壁规矩,是武裕当格总部所定,被一个小屁孩挑战,最多只是颜面有师,若是违背了当格总部定下的规矩,一旦曝光,连师门都无法庇佑得了他。 那该怎么办?总部能让那小子,胡乱回答,破坏格主大人你的声誉吧。 金元长老假装关心道,其实他的目的,是为了尽快将秦晨擒拿,以免出什么纰漏。 能怎么办,疑南石壁开启,只能等他回答结束,若是他胡乱回答,老夫就算再不爽,也只能认了。 卓清风脸色铁青。 他已经能够预料,等总部看到那些乱七八糟的回答之后,震怒的表情了。 第七百一十七章开始答题 对了。 突然,似是想到了什么,卓清风连对着金元道,金元长老,这里的事情,先交给你来处理,那小子出来之后,你第一时间将他拿住,等老夫回头,再来对这些人处置。 话音落下,卓清风身形一晃,已然朝当格顶部略去。 看到卓清风离开,众人脸上都露出疑惑。 阁主大人他,这是准备去哪里,这时候,不是应该留下等秦晨出来吗? 谁都看得出,卓清风是真的震怒了,直接罢出了两名长老,而且还是许伯这样的实权长老,这在卓清风上任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 按照道理,卓清风应该是迫不及待等着秦晨出来,这突然间离开,又是怎么回事? 众人心中疑惑,金元长老内心却是狂喜。 卓清风一离开,他便冷笑着来到许伯长老面前,痴笑道,许伯长老你最近不是病了吗? 怎么看起来,精神不错呀。 还有闲情意志来闯疑难石壁,嘿嘿,你若是识相一点,乖乖待在自己的炼制室,多好,非要出来作死,现在好了吧,得罪了阁主大人,看你以后还怎么和老夫斗。 金元洋洋得意,兴奋不已,甚至不在乎场上还有那么多长老和炼药师了。 本来,因为许伯重病,他已经将当阁的权力掌握得七七八八了,同时拉拢了不少长老,现在,许伯竟然还得罪了阁主,直接被赞免了长老职位,在金元看来,许伯已经完全没资格和自己交锋了。 我呸,金元,你这个卑鄙小人,你等着,老夫不会善罢甘休的。 许伯冷冷地看着金元,寒声道。 呦,脾气还不小。 金元痴笑一声,而后面色陡然一寒,来人。 将许伯长老和他身边的人,都给我拿下了,压在这里,我倒要看看,你还如何嘴硬,如何与老夫不善罢甘休。 金元话音落下,立即有当阁的长老和护卫,走上前,要擒拿许伯等人。 你们感动一下我大哥试试。 许正勃然大怒,浑身杀鸡腾腾。 这位,应该不是我们当阁的人吧。 金元眼睛一眯,音冷笑道,许伯长老,听说此人是你的二弟,皇城有名的冒险者。 你说,他若动起手来,老夫要怎么处置他呢? 冷笑一声,金元痴笑道,大家还愣着干什么,都给我拿下了,如有反抗,格杀勿论。 顿时这帮长老和护卫,再度上前。 许正愤怒不已,正要动手,却听许伯尘声道,二弟,别反抗。 大哥。 许正焦急。 这里是当阁,别被金元抓住把柄。 许伯摇头,眼眸中满是无奈。 他很清楚,现在阁主大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处置权交给了金元,他们若真敢反抗,到时候金元心狠手辣之下,将他们直接击杀,根本不会有人替他们说话。 顿时,许伯等一群人,被诸多护卫擒拿起来,压在一旁,如同犯人一般,动弹不得。 金元眸中闪过一丝遗憾,他本来在等着许伯等人愤怒之下,不顾一切反抗,就直接雷霆出手,将其格杀,谁知道对方这么孬,连反抗都不敢反抗,乖乖被擒拿,反倒是没了出手的理由。 一时间,众人就只能等在这里,盯着疑难石壁的大门,等着秦晨回答问题结束,再将其擒拿。 对了,那小子若是在疑难石壁上解答,咱们这里能看到吗? 这时人群中有人问了一句。 当然可以。 人群中一名长老点点头,疑难石壁的题目,正常情况下,对外人是隐藏的,只对当格长老级别的人开放,但若是有人闯疑难石壁,在答题结束之后,会直接在墙壁上显现。 到时候大家都能看到答案。 要答题结束。 有人疑惑。 没错,答题未结束,说明对方还未肯定答案,还有修改的可能,所以一般会等答题结束,才会出现最终答案,但也有一个例外,在当格的监控室,倒是能够看到此人答题的过程,不过能够覆盖疑难石壁的监控室,只有阁主大人一个人,才能进入。 说到这里,那长老顿时一愣。 阁主大人刚才急匆匆的离开,不会是去监控室看那小子答题去了吧? 金元他们也都愣了下,彼此对视一眼,这还真有可能。 毕竟如今当格之中,阁主大人是最为关心那小子会不会乱写的人了。 正如他们猜测那般,此时卓清风第一时间来到了当格的主监控室,直接调去了疑难石壁房间中的阵法监控。 看到疑难石壁中的画面,以及秦晨的面容之后,卓清风头一晕,差点没昏倒过去。 虽然他从顾勋等人口中得知了秦晨年龄不大,但怎么也没想到,闯疑难石壁的,竟然是这么年轻的一个少年。 这哪里是二十不到? 分明只有十七八岁好吗? 这么一个小屁孩,也来闯疑难石壁,这哪里是来答题的,分明是来捣乱的吧。 此时卓清风已经能够想象,总部震怒的表情了。 唯一让他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的秦晨,还没开始答题,似乎还在观察历年来的诸多题目。 而在卓清风打开监控阵法的时候,疑难石壁房间中的秦晨,似乎突然感受到了什么,抬头看了眼四周的监控阵法,一丝微笑,从他的嘴角勾勒了起来。 阵法开启,这是说明,这单阁的卓清风阁主,在关注这里了吗? 微微一笑,一直没有答题的秦晨,瞬间开始了解答。 他先来到其中一道题目之前,刷刷刷开始写起来。 这是一道炼制某种六品丹药的题目,是数任前一名单阁阁主面临的难题,这一枚丹药,只是六品中期的丹药,但是很少有人炼制,属于生僻类丹药。 但根据那一名单阁阁主六品后期的丹道修为,炼制这一枚六品中期的丹药,应该不成问题。 结果是他炼制了很多次,却诡异的发现,按照丹方进行炼制之后,每一次到了最后收丹阶段便会出现纰漏,无法炼制出完整的丹药。 这个问题,困扰了他许久,直到他老去,都未能解决,于是留在了这里,成为了一个难题。 第718章震惊的卓清风 后来几任新任当阁阁阁主上台之后,也尝试过炼制,却同样诡异的发现,无法炼制成功,直到现在,这个问题都没能解决。 卓清风当初上任的时候,自然也来这一南石壁上看过,对这丹药,也尝试过炼制。 结果也是失败。 如今看到秦晨竟然在上面作答,当即神色震慕。 他一个三品的炼药师,也想去解答六品的丹药炼制,这不是故意捣乱,是什么? 心中震慕,却还是忍不住朝秦晨写下的答案看去。 清心丹的主要作用是克制武者在炼弓时,因一时走火入魔引发的真力暴动,同时提高人体经脉对暴动真力的抗性,它主要有两个效果,抑制狂暴的真力和提高经脉的抗性。 其中,药方中的梦心草虽然只是一味辅料,但它的作用,是将以静灵液等为主的主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使彼此药性彻底结合,可以说是极为重要。 而梦心草又有一个极其严重的特性,那就是活性极高,在高温的条件下,只需三个呼吸,就能将所有药性激发出来,一旦超过十个呼吸,药性便会流逝,超过十五个呼吸,将彻底失去效果。 因此梦心草的加入时间,必须是收丹前的三个呼吸左右,一旦超过,将会导致清心丹的功效下降,甚至失败。 而正常炼药师收丹的过程,往往超过十个呼吸,这便是怎么也无法炼制出完美清心丹的原因所在。 对此,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一,用冷丹法进行收丹,在非高温情况下,梦心草的药性不会很快流逝,可以比较容易炼制出完整丹药。 二,在收丹时加入苦兰花,苦兰花能抑制梦心草的活性,使其在高温下还能保持药性,且并不影响清心丹的承担,甚至能提升清心丹的品质。 本来,卓清风在看到秦晨回答的时候,心中是极为震怒的,可看到秦晨回答的内容之后,整个人却彻底呆住了。 是因为梦心草的活性,才导致清心丹无法炼制成功。 他眼神呆滞,嘴角喃喃,心中宛若惊起了惊涛骇浪。 因为在他的推演中,秦晨所写的答案,竟然十分完美,根本不像是胡话乱写,而是充满了道理。 他甚至有种感觉,大威王朝当格力任格主之所以无法炼制出清心丹,原因正是秦晨所写的这个。 呼! 下意识的,卓清风手中出现了一个丹炉,同时,大量炼制清心丹的材料出现在他手中。 心血澎湃之下,卓清风尽情不自禁开始炼制起了清心丹,要验证秦晨所写答案的真假。 卓清风,本是六品巅峰的炼药师,而清心丹,只是六品中期的丹药,以卓清风的炼丹造诣,仅仅半炷香之后,清心丹就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收丹阶段。 按照这小字所写,只需要利用冷丹法,便可炼制出清心丹。 心头一动,卓清风收敛真火,捏动手诀,使得丹炉的温度,瞬间快速下降。 冷丹法,是一种比较偏僻的收丹法诀,但并不难,基本每个炼药师都会。 只是用冷丹法进行收丹的丹药,品质上往往会差一些,因此现实炼制中会用这个方法收丹的炼药师并不多,属于一种即将被淘汰的收丹方法。 嗡! 卓清风猛的收丹,只见监控室中瞬间传来一阵沁人心脾的清香,紧接着十二粒饱满滚圆的清心丹,已然落入他的手中。 成功了。 眼珠一瞪,卓清风张大嘴巴。 大威王朝丹阁立任阁主都没能解决的问题,竟然被这小子,真的解决了。 如果不是亲手炼制出了清心丹,打死卓清风,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此时卓清风已经相信,秦晨的确不是如许伯长老所说,是来捣乱的了。 别的不说,光是解决了这一道题目,就足见此子是有真本事,炼药造诣极为可怕。 一旦将答案提交上去,北天玉当阁分部进行验证,立刻就会给此子颁发下名誉阁主的令牌。 一瞬间,卓清风心中的愤怒,瞬间消了一半。 嗯? 这小子在搞什么? 可下一刻,卓清风又傻眼了。 正常来说,秦晨写到这里,题目已经答完,只需要最后提交,便可上乘上级当阁进行验证。 可在监控阵法中,秦晨突然又将前面的回答给抹去了,并未进行提交。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小子,认为自己提出的答案有错? 所以不想提交? 卓清风一愣。 可立即又觉得不可能。 能够回答出这等答案之人,绝对是对清心丹有过极为深入了解的,不可能说回答了之后,反而不知道自己提交的答案正确与否。 正如秦晨所写的第二个方法一般,虽然卓清风只验证了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没去验证。 但他根本不用去世,就敢肯定。 秦晨的第二个方法,绝对正确,必然也能成功炼制出清心丹。 就在卓清风经营的时候,只见秦晨又来到了第二个题目之前,开始了回答。 这一题,是五十多年前,当阁的一任阁主,在炼制过程中,怎么也无法掌控一门炫丹法,而提出的问题。 这炫丹法,属于远古炫丹法,也是此人从某个遗迹中所得,但他根据秘法上的方法,尝试过多次,都无法将其掌握,只能公之于众,极思广义。 可惜,历年来,在其后上任的阁主,根据其秘法,也无一人掌握这炫丹法,因此便一直留在了这疑难石壁上。 卓清风上任之时,对这远古炫丹法,也极为感兴趣,也修炼过一段时间,可惜同样没能掌握,只能遗憾放弃。 如今看到秦晨解答,顿时瞪大眼睛。 分神炫丹法,是远古炫丹法中极为特殊的一种,主要用于一种丹药的炼制,它的核心,讲究的其实不是炫丹,而是分神。 想要掌握其手法,必须做到神分二处,这所谓的神分二处,并非简单的一心二用,而是需要炼药师的心神,在施展手法的时候,一左一右,以相反的方式,进行熔炼。 看着秦晨不断写下的答案,卓清风心中再度狂震。 第719章 最后一题 原来是这样,这分神炫丹法,需要炼药师施展的时候,以相反的方式同时进行,我之前怎么没想到。 卓清风一边表情呆滞,一边自然而然开始修炼。 这一修炼,之前怎么也无法形成的炫丹手法,竟然瞬间就做到了。 天!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人? 卓清风内心狂震,整个人几乎傻了。 这疑难实弊中,记载的可都是当阁历年来,无数任阁主都无法解决的难题,可这小子,竟然片刻间就解决了两个。 这是见鬼了吗? 而且,根据当阁总部规定,只要考核者能答对两题以上,并得到上级当阁的验证,立刻就能成为大威王朝当阁的新一任阁主,将他顶替。 也就是说,只要秦晨愿意,随时都可以顶替他,成为当阁新一任的阁主。 此时卓清风心中是惊忧交加。 惊的是,秦晨如此年轻,炼药造诣却竟如此可怕,甚至还要在他这个六品巅峰炼药师之上。 如果秦晨回答对一条,还能算是侥幸的话,那么一下答对两条,就绝不能用侥幸来解释了。 忧的是,一旦秦晨将这两道的答案提交上去,那么就会瞬间顶替他,成为当阁新任阁主。 而他,想要回到北天玉当阁分布的愿望,将彻底无法实现。 正震惊着,卓清风就看到秦晨在回答完第二题之后,同样没有提交,而是再次将答案彻底抹去,又来到了第三题前。 这小子到底在做什么? 卓清风心中震惊,眼睛则情不自禁朝秦晨所写的答案上看过去。 这一看,再度癫狂。 原来是这样,回经丹的炼制过程竟然是这样的,难怪我之前一直成功不了,白痴,我真的是个白痴啊,这么简单的原因,我竟然没看出来。 第三题答完,我去答案后,秦晨又来到了第四题前。 什么,原来天元丹的炼制中,还需要加入这么一味灵药,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 咦,这门炼制,让我想想,简直是神来之笔,尼玛,这世上竟有如此聪明之人,这个步骤,飞天才根本想象不到啊。 这道题,竟然这么简单,转换下顺序,居然就行了。 天哪,这小子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 第四题 第五题 第六题 卓清风看着斜旋飞速写下的答案,整个人已经完全沦陷在了其中。 脑海中除了震撼,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秦晨所写的很多答案,其实都很简单,但就像是一层窗户纸一样,在没捅破之前,却怎么也看不透,一旦捅破之后,才会觉得竟是如此简单。 所谓站得高,看得变远。 卓清风对秦晨的炼药造诣,此时此刻是彻底佩服了。 别小看这些题目的回答,虽然简单,好像没什么,一捅就破。 但要知道这些题目,可都是困扰了大威王朝当阁诸多任阁主,上百年的难题。 很多答案,表面看似简单,可在其背后,却代表着无比惊人的炼药造诣,以及对炼药学无比透彻的了解。 别说大威王朝,就算是他以前所来自的更高势力的北天狱分部中的一些炼药师,在某些方面,也未必有这少年了解的更透彻。 此子真的只是一个五国的炼药师吗? 不可能。 卓清风摇头。 能回答出这么多问题,这已经不能用运气来形容了,在此子背后,定然有一个无比可怕的炼药大师教导,甚至,那个炼药大师的修为,绝对还要在自己师尊之上。 心中震惊着,就看到秦晨在回答了这么多道题之后,突然在疑难实弊最后一道提前停了下来。 卓清风的呼吸瞬间屏息了。 不会吧。 他眼珠子瞪大,内心狂跳,连面头都仿佛静止了。 这最后一道题,正是他来到这大威王朝时所写下,困扰了他这些年,一个关于他自身的重要问题。 可以说,这个问题不仅对他的炼药学息息相关,甚至关系着他的未来,他的一生。 只见那疑难实弊上,最后一道题目只写着短短的一行字,看起来十分简单。 先天精神力虚弱,感知有缺,导致灵魂海屏蔽五道意志感悟,影响高阶丹药的意境融入,如何解决。 站在疑难实弊前,秦晨仔细观察了一下题目,而后看了眼开启着的监控阵法,嘴角勾勒起一丝淡淡的笑容。 不出意外,这道题目,应该就是这现任阁主卓清风所面临的难题了。 他从许伯长老口中得知,如今当阁现任阁主卓清风,乃是来自北天狱,一身武道修为,高达半部武王,单道修为,也高达六品巅峰,乃是大威王朝第一炼药师。 而他在来到大威王朝之后,最大的梦想,就是突破武王境界,成为七品药王,重回北天狱当阁分部。 只是,这些年来,现任阁主卓清风的武道修为,始终卡在半部武王境界,那临门一脚,怎么也无法跨出,始终无法突破到真正的七阶五王境。 而突破不了七阶五王,就更不用说成为一名七品药王了。 这,也是他最苦恼的地方。 秦晨之前还在疑惑,一个来自北天狱分部的炼药师,竟然在跨入半部武王境界后,居然会迟迟突破不了武王。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现在看到这题目后,却一下子恍然了。 武者从武尊突破武王境,必须感悟武道意志,只有当武道意志融入自身,才能令七海蜕变,使真力转化为更加可怕的真元,打破这一道武道枷锁,成为武者中的王。 这个过程,极为艰难,有些武者终其一生,都未必能做到。 而卓清风本就是半部武王,可以说,在武道意志上,他已经入门,接下来要做的,只是不断的加身对武道意志的领悟便可,不应该迟迟突破不了。 现在看到这题目,才明白,卓清风竟然先天精神力虚弱,感知有缺。 这类武者,即便天赋再高,能够在武道意志方面入门,成为半部武王。 但因为感知有缺,使得领悟的武道意志,无法不断补权至完美,很多时候,甚至会走上歧途,导致怎么也无法跨入武王境。 而因为其先天精神力虚弱,使得在炼制高阶丹药的时候,无法令丹药完美融入武道意志,即便是将来突破到了武王境,想要炼制出王品丹药,比普通炼药师,也要难上十倍不止。 第七百二十章拿住他 正常得到这种病的武者,基本就已经告别武王境界了。 而纳卓清风既然能跨入半部武王境界,可见其天赋还是相当可怕的,并且在北天狱,背景也比较深厚,服用过不少天才一宝,否则不可能跨入得了半部武王境界。 只可惜,就算跨入半部武王,无法将根本问题解决,同样没用。 这齐阶武王这道坎,会像一条沟壑一般,将其牢牢挡在武王境界之外。 而且在北天狱这种偏僻之地,很难有炼药大师能将其解决。 不过 先天精神力虚弱,感知有缺,倒也不是无解。 普通炼药大师无法解决,但对秦晨来说,却不是什么难题。 前世在武裕,这种病例,他见过不少,其中几乎绝大多数,都已经被解决。 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方案。 抬起手,秦晨直接在疑难石壁上回答起来。 解决这个问题,更简单,天生精神力虚弱,感知有缺,其实并非是精神力的问题,也不是精神汉。 而是人体穴位有缺,经脉拥有缺陷,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从增强精神力,提升感知灵敏度的角度去治疗,等于是治标不治本,耗费再多的心血,到最后也是白忙或异常,唯有将身体中的缺陷,进行调养,使得缺陷消失,那么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而想要解决身体中的缺陷,同样很简单,一般,造成精神力虚弱,感知有缺,往往有缺陷的,是脑海中的天池、百慧,等学位,提问者所需要做的便是,先利用真理寻学的方法,找出缺陷的学位,再利用相对应的真理调养功法,对学位进行调整,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三两月,便可解决全部问题。 以下,是真理寻学之法。 在下面,秦晨简单写下了真理寻学的办法。 监控室。 卓清风一顺不顺,死死盯着疑难石壁上的回答,整个人脸色苍白,身子甚至在微微的颤抖。 先天精神力虚弱,感知有缺,原来并非是精神力的问题,也不是精神海的问题,而是人体穴位和经脉的问题,这简直太出乎意外了。 难怪我这些年,不断寻找秘法,天才地宝,想要增强精神力,增强感知,却始终没有效果,竟然是这么一回事。 看到秦晨所写的答案,卓清风仿佛醍醐灌顶,整个人哆嗦的不行。 虽然还没进行过验证,但卓清风本能的感觉到,秦晨的这个回答,极有可能找对了关键点。 下面还有真理寻学之法,我先试一下。 心神一动,卓清风立即按照秦晨在疑南石壁上所写的真理寻学之法,开始运转起来。 这一运转,他果然感觉到,自己大脑中的几个穴位,隐隐有些制色,和秦晨所说的缺陷状态一模一样。 真的,竟然是真的。 卓清风完全呆滞住了。 如果说之前他还对秦晨提出来的答案,还有些将信将疑的话,那么此刻,他是彻底的相信了。 对了,那小子说了,只要用相应的真理调养之法,就能将缺陷彻底治愈,我看看,我这几个穴位,应该用什么方法进行调养。 激动之下,卓清风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急忙看向监控阵法,却发现,秦晨根本没有写下真理调养的方法,而是将答案抹去之后,早就离开了疑南石壁,不知去哪里了。 不好,可千万不要起冲突了。 想到自己离开之时,吩咐金元长老只要疑南石壁中答题的人出来,就立即将对方擒拿的命令之后,卓清风背后瞬间冒出了冷汗。 这么多年,苦苦研究,怎么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现在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如果因此自己的一个命令,得罪了大师,惹得对方生气的话,那自己真的是万死也莫辞了。 当下,卓清风再也顾不得其他,疯狂冲出监控室,朝大厅冲了过去。 此时,在当阁大厅之中,金元长老等人早就抬头盯着疑南石壁房间外的墙壁半天了。 许伯长老等人也是死死盯着疑南石壁外的墙壁。 在秦晨惹怒了阁主之后,他们的希望全都落在了秦晨身上。 只要秦晨进入疑南石壁中,答对了一道题目,就代表秦晨挑战疑南石壁,并非是来捣乱,阁主大人明白缘由之后,虽然生气,自然也不会对他们太过严惩。 想到秦晨之前展露出来的可怕驱毒造诣,许伯等人心中便带着一丝期盼。 不仅是他们,其他在场的炼药师和顾客们,都看着那墙壁,他们都想看看,那党公然挑战疑南石壁的五国天才炼药师,究竟有什么水平,敢做出这样的事来。 只是令所有人都郁闷的是,一分钟过去了,半炷香过去了,甚至半个时辰过去了,疑南石壁外的墙壁上,甚至连一条答案都没有浮现。 这小子不会是连一条题都答不上来吧? 有人忍不住郁闷? 这还用说吗? 你们不会真以为,他一个五国的小子,能回答得出疑南石壁上的题目吧? 真当当格利刃格主,是白痴吗? 有人冷笑。 就算是回答不出,他如此信誓旦旦的去闯疑南石壁,总得提交个答案吧。 是啊,走进去,什么答案都不提交,这不是完了吗? 所有人都无语的看着眼前的墙壁。 心中郁闷万分。 只有金元长老心中兴奋,秦晨越是什么都不回答,越是代表了,对方是故意来这里捣乱,到时候格主震怒之下,许伯燕有好果子吃。 自己对秦晨出手,也更加的顺理成章,不会引来声音。 众人正议论着。 知呀。 一声,疑南石壁的房门打开,秦晨走了出来。 拿住他。 早就等着秦晨的金元长老,兴奋的无以复加,大吼一声,根本不等其他人反应过来,早就带着一群护卫,冲向了秦晨。 在金元长老的想象中,面对自己突如其来的袭击,秦晨应该大吃一惊,而后奋力反抗,只是令他疑惑的是,看到大厅中这么多人之后,那小子脸上虽然也露出了金融,可面对当格护卫的秦拿,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抗,就被瞬间扣押了起来。 整个过程无比淡定,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一般。 第七百二十一章 拜剑大师 这小子,竟然不反抗。 剑秦晨乖乖被秦拿,金元长老一下子愣住了。 这不符合常理啊。 就算是一个路边的乞丐,刚走出一个地方,突然被人秦拿,也总得反抗一下吧。 这小子倒好,这么认真配合,就好像到自己家做客一般,根本就是没有任何意外嘛。 不仅金元长老疑惑,肖雅也是愣住了。 秦晨的实力,他可是很清楚的,连冯家的冯渊老祖都能击杀。 真要动起手来,恐怕除了阁主大人外,场上没有一个人能治得住他。 可刚刚,面对金元长老他们的出手,陈嫂居然一点反抗都没有,让肖雅也是郁闷无比,无法理解。 你们这是做什么?凭什么拿住我? 大威王朝的当格就是这么对待炼药师的吗? 被一群当格护卫秦拿之后,秦晨嘴秦冷笑,沉声说道,脸上没有任何的慌乱。 呵呵,小子,到这时候了,还在这里装什么大头算? 就在这时,义晨几人傲然的走了上来,冷笑着来到了秦晨面前。 小子,还记得我们不? 义晨傲然看着秦晨,那眼神,就仿佛在看一只蝼蚁,要多嚣张,就多嚣张。 认识,不就是刚才几个辱骂本少的败类吗? 顾勋管事,你们当格就这么做事的。 秦晨转头看向顾勋,冷笑说道。 你还好意思说? 顾勋额头青筋抱起,气得肺都快炸了。 早知道这小子要闯宜南石壁,当初他和义晨冲突的时候,就应该将他直接拿下了,现在倒好,惹目了阁主,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小子,你很狂啊。 金元长老冷笑来到秦晨面前,审视着他。 秦晨大明,他早有听闻,不过见到真人,还是第一次。 你又是谁? 秦晨邪腻着他,冷哼道,阁下凭什么把我抓起来? 哈哈哈哈,凭什么? 老夫金元,当阁长老,就凭你和许伯长老,肆意破坏我当阁规矩,在我当阁疑南石壁中捣乱,老夫今日拿下你,你也无话可说。 金元冷冷看着秦晨,一个五国的废物,也赶来我大威王朝当阁撒野,真把这里当成你五国那种垃圾地方了吗? 秦晨目光一寒,你说什么? 怎么? 我说的你没听清楚,我说,你只是个废物,来我大威王朝当阁撒野,就要付出代价。 很好,我记住了。 秦晨冷冷地看着金元,希望你记住你刚才说的话,今日本少不让你跪着把这话吃回去,本少就不信了。 跪着吃回去。 金元眸中顿时射出一丝寒芒,宁笑道,就凭你。 师尊,和他废话什么,之前辞子敢对弟子动手,先让弟子好好给他一个教训,让他知道,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义晨走上来,猛的一脚踹在秦晨身上,直将秦晨踹飞了出去,重重摔倒在地上。 他衣袍之上,瞬间出现了一个脚印。 义晨,你干什么? 许伯等人脸色大变,纷纷要站起来,浑身散发寒意。 都给我蹲好了。 几人身后的护卫,立即将他们牢牢摁住,乌瑞峰长老更是冷笑道,许伯长老,你们这是要违背阁主大人的命令吗? 可要考虑好后果。 你。 许伯等人神色愤怒,却充满无奈。 而大厅中,秦晨被踹倒之后,却并未说什么,只是冷冷看着义晨,嘴角勾勒冷笑。 以他的修为,义晨的这一脚岂会躲不开,只是他不想躲而已。 对方虽然只是踹了一脚,但过会,他定要让对方百倍偿还。 你还敢瞪我,找死吗? 目光一寒,义晨怒气冲冲上前,就要再次动手。 义晨,住手,要对付这小子,先不着急,等阁主大人回来了再说。 金元冷喝道。 如今秦晨既然已经拿下,早就是他的囊中之物,在阁主大人没回来之前,他自然没必要破坏自己在阁主心目中的形象。 反正此子进入疑难石壁中,连一道题目都回答,分明是来捣乱,如果阁主大人真的去了监控室,自然也知道这小子的一切行径,到时候震怒之下,还不是任由自己怎么处置。 何必急于一时? 来人,将这小子,和许伯长老压到一起,等阁主大人回来。 再做定夺。 金元长老一挥手,立即有人将秦晨和许伯几人压在了一起,蹲在角落,严加看管。 这种整个当阁,都听自己号令的感觉,令金元无比享受。 陈嫂,你。 看到秦晨也被压了过来,消雅叹息一声。 秦晨所说的办法,就是这个。 现在疑难石壁一个问题都没回答出来,阁主大人定然不会轻饶他们了。 陈嫂,你是不知道,你闯疑难石壁,已经惊动了我们当阁的阁主,现在他恐怕马上就会过来,阁主大人的脾气,十分暴躁,你过会态度诚恳一些,阁主大人看你如此年轻,说不定会放你一马,只是落入了金元长老手中,恐怕要悬了。 消雅摇头道。 你们阁主,刚才来过。 秦晨看了消雅一眼。 是。 消雅苦笑,你都挑战疑难石壁了,能不惊动阁主大人吗? 这么说来,你们几个被金元勘压在这里,也是阁主的命令了。 消雅苦笑一声,点了点头。 秦晨淡淡一笑,放心,过会我保证你们阁主,会亲自来替你们松绑。 许伯等人看到秦晨脸上自信的表情,无奈摇头。 这秦晨,还真是天真。 亲自给他们松绑。 他们想都没想,只求着阁主大人不暴怒之下,把他们给杀了就够好的了。 正胡思乱想着,就听一道洪亮的声音,偶然在大厅中响了起来。 人呢,人在哪里? 卓清风如同一阵风一般,瞬间来到了大厅之中,一双眼睛,如同探照灯一般,在整个大厅迅速寻找。 阁主大人,你来了,属下按照你的命令,已经将那小子给秦拿起来了,现在和许伯长老他们勘压在一起,不知阁主大人你想如何处置。 金元长老迅速走上前,恭敬问道。 其实不用他解释,卓清风第一时间,就已经看到了被诸多当阁护卫勘压在角落的秦晨,一张急匆匆的脸色,顿时变了。 晚辈卓清风,拜见大师。 脚步一晃,卓清风迅速来到秦晨面前,急忙恭敬行礼,脸色虔诚。 第722章都惊呆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以往在当阁高高在上,神龙剑手不见尾的卓清风,在秦晨面前,瞬间恭敬行礼,仿佛弟子拜见师尊一般,态度虔诚。 这一幕,瞬间惊呆了所有人。 什么,拜见大师。 众人眼珠子瞪出,一瞬间全都呆住了,像是见鬼了一般,拼命地揉着耳朵。 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大师? 卓清风阁主是在称呼这个少年吗? 所有人都感觉脑海发晕,觉得自己思维不够用了。 卓清风是谁? 大威王朝当阁阁主,半部武王,六品巅峰炼药师,居然称呼一个来自五国,年龄不满二十的五国少年大师,这不会是在做梦吧? 有人用力地掐了下自己的大腿,顿时疼得呲牙咧嘴,好痛,这特别不是做梦啊。 可怎么? 阁主大人,你这是? 金元长老也愣住了,脸上洋洋得意的表情凝固,都快疯了。 而许伯长老等人,也都脑袋发晕,眼珠子瞪落了一地。 你就是这当阁的阁主。 秦晨抬头看了眼卓清风,淡漠说道。 正是晚辈。 卓清风态度恭敬,小心翼翼地说道。 他内心,此时也是崩溃的。 早知道这少年,有解决他身上顽疾的办法,别说闯夷南石壁了,就算是拆掉当阁,也任由他去呀。 现在倒好,他自己嘴贱,非要让金元长老将对方擒住,如今对方被勘压在这里,心中愤恨之下,还会不会给他解答,他自己心中都没准。 活活劈了自己的心都有了。 你们几个都愣着做什么,还不给大师解绑,找死吗? 看到秦晨身后的几个护卫张大嘴巴,眼珠子瞪得滚圆,卓清风势气得浑身发抖,恨不得一掌拍死这几人。 这几个家伙,数白痴的吗,一点眼力尽都没有,没看到自己都恭敬称呼对方大师,都愣在这里作死吗? 是,是,是。 以李峰为首的几个护卫,早就吓傻了,听到卓清风的吩咐,手忙脚乱就要给秦晨解绑。 而卓清风自己也急忙上前,要将秦晨扶起。 且慢。 秦晨目光一寒,冷冷看着卓清风道,既然阁下是当阁阁主,那么本少倒是要请问一下阁主大人,不知本少究竟犯了什么罪,阁下要派人将本少拿下,还请阁下能给本少一个解释。 不,不,误会,这里面都是误会,大师还是先起来再说。 卓清风急忙陪笑道,心中却是对金元恨恨无比。 自己虽然吩咐他人一出来,就将对方拿下,可没说过,要将对方勘压在这里吧。 误会。 秦晨冷声道,本少看这不是误会吧,这位金元长老说了,这命令,可是阁主大人你下的,而且这金元长老的弟子,之前在当阁之中无故辱骂本少,被本少叫神之后,又将其师尊金元长老直接叫来,秦拿住本少,更是对本少大打出手,进行殴打,难道这也是误会? 什么?还有人敢对大师大打出手? 卓清风此时也看到秦晨胸口那大大的脚印,脸色顿时变了。 金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站起来,卓清风对着金元长老怒声道。 难怪大师如此愤怒。 以秦晨之前在疑难石壁中回答问题的水平,可见此子身后定然有一个甚至超越师尊的可怕炼药师存在,这样的天才,来闯疑难石壁,或许根本不是看中自己阁主的位置,而只是想验证一下自己的炼药水平而已。 否则,对方也不会明明写下了正确答案,到最后又直接抹去了。 可现在,闯完疑难石壁之后,非但被当格的人秦拿,竟然还遭到了殴打,这还了得。 此时卓清风心中也愤怒万分,冰冷地看着金元长老。 他没想到的是,在秦晨闯夷南石壁之前,秦晨竟然还和金元长老的弟子起过冲突。 而且,虽然之前是自己亲自下的命令秦拿住秦晨,可他却没下过殴打秦晨的命令。 分明是金元长老公报私仇,利用这次机会,报复大师。 被灼清风冰冷地目光盯住,金元长老一下子慌了,阁主大人,是这小子之前出来的时候,态度嚣张,属下弟子一时气愤,才稍微动了一下手。 而且,此子只是一个来自西北五国的蝼蚁,阁主大人你是不是搞错了? 金元长老现在是都快疯了。 对秦晨的来历,他再清楚不过了,来自五国中的大齐国,古南都大比的冠军,虽然也有些天赋,修为还算不错。 但分明只是一个五国的蝼蚁,怎么转眼之间,卓清风阁主竟然称呼人家为大师? 这是什么情况? 啪! 还在疑惑中,好大一个耳光子,狠狠地抽打在金元的脸上,直将他抽飞出去好几米。 蝼蚁! 你竟敢称呼大师蝼蚁! 如果大师是蝼蚁,那你又是什么? 扎子呢? 区区一个长老,你他妈有什么资格称呼人家为蝼蚁! 我让你好好看住大师,你非但将人家绑成这样,还敢殴打大师,谁特么给你的权利? 如同雷霆般的咆哮,从卓清风口中爆发而出,如同海啸一般,经得场上所有人目光呆滞,都快疯了。 这特么到底是什么情况? 先前还威风凛凛的金元长老,此时捂着脸,像狗一样趴在地上,也惊呆了。 许伯、许正、肖雅等人,也都猛了。 卓清风冷冷地看着金元,一开始,他对金元还没什么看法,甚至以为是自己的命令害了他。 可在得知了秦晨和金元之间本就有冲突之后,卓清风的心便冰寒一片。 这金元,竟敢拿自己的命令,去报私仇,而且在自己明明得罪大师的情况下,还敢称呼大师蝼蚁。 这分明是想破坏自己和大师间的关系啊,该打。 大师,之前之事,一定是有误会,阁下闯疑难实弊,乃是当阁规定的正常行为,是晚辈没处理好,搞错了情况,还请大师千万不要放心上。 抽完金元长老,卓清风立即快步来到秦晨身边,一边急忙扶起秦晨,一边忙着给秦晨松绑。 那态度,要多恭敬,就有多恭敬。 第七百二十三章 被善猛的金元 且慢 秦晨冷冷看着卓清风,但莫道,卓清风阁主,本少也不是刻意针对你,这金元长老,之前嚣张霸道,二话不说,就把本少绑住,甚至还直言本少是个废物,根本不把本少放在眼里,他的弟子,更是对本少大打出手。 本少虽然身份不高,但也不至于连一个小小弟子的出手也躲不开,只是身为炼药师,尊重当阁规矩,所以任由对方出手,连反抗都没反抗。 现在,阁下舅舅这么帮本少解绑,又算是什么情况? 一个误会,就解除了。 秦晨眼神冰寒,本少虽然身份卑微,炼药造诣浅薄,但也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就任由人欺负。 这里的事情,本少会禀告师尊,将这大威王朝当阁之事,上书武裕当阁总部监察部,好好审查一下,这大威王朝当阁,是不是有违法乱纪之事? 秦晨神色严厉,语气冰冷。 此话一出,场上众人全都瞠目结舌。 这秦晨,还给他脸了。 他们当阁阁主,亲自上来结绑,口口声声说误会,都这么给面子了,居然还在那摆架子。 谁给他的勇气这么做的? 要知道,卓清风阁主什么身份,不仅仅是大威王朝当阁的阁主,传闻骑士们,在北天狱当阁,也是拥有不小的地位的,只是曾经做错了事,被下放到了他们大威王朝当阁。 当初上任的时候,大威王朝的陛下亲自迎接,何等威风? 这小子,居然还在那摆架子,北里不饶人,还想怎的? 惹怒了卓清风阁主,信不信一巴掌拍死你,整个大威王朝恐怕没一个人敢为你说话。 还上书武裕当阁总部,你什么身份? 一个五国弟子,恐怕连当阁总部在哪都不知道吧? 甚至连许伯等人,也都为秦晨捏了一把冷汗,虽然他们不知道阁主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可是秦晨这么端架子,着实有些过分了。 一个弄巧成拙,惹怒阁主,后果不堪设想。 只是许伯等人不清楚的是,他们觉得秦晨过分,可卓清风在听到秦晨说的话后,背后瞬间就冒出了冷汗。 秦晨的炼药天赋,他是再清楚不过的,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将当阁疑难石壁中近百年来历刃阁主留下的疑难问题全都解答,这是什么单道造诣? 更不用说是指点秦晨炼药的师尊了。 如果说,在秦晨背后有一个巅峰药王,甚至药皇强者指点,许伯也不会觉得意外。 这么一个顶尖炼药大师,上书当阁总部,那绝对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到时候惩罚下来,他这个当阁阁主,必然会吃不了兜着走,甚至连师门都保不住他。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秦晨拥有能够解决他身上难题的实力。 无论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还是解决身上的难题,他今天,都必须给秦晨一个交代。 是,是晚辈鲁莽了。 卓清风站起来,心中冰冷,冷冷看着金元,金元长老,刚才是你辱骂大师废物的。 阁主大人。 误会,这是误会,属下。 金元长老已经猛了,事情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 误会。 你害我得罪大师,一个误会就解决了。 还敢辱骂大师废物,依我看,你才是废物吧。 卓清风目光森冷,一摆手,来人,将金元长老拿下,先剥夺其长老之位,押入当阁执法堂,再做定夺。 场上当阁的炼药师都猛了,卓清风阁主还真是上意难测,之前直接剥夺了许伯长老的长老职位,让金元长老掌管当阁大局,这才多长时间。 眨眼金元长老就被废去职位,押入执法堂,这要是真进去了,还能好好的出来吗? 执法堂那是个什么地方,没有人不清楚,金元长老在当阁这么多年,若说没有一点迅思枉法的事情,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要进去了,就根本不可能再出得来了。 不,阁主大人,你不能这样。 金元脸色变了,再也顾不得其他,直接指着秦晨交集道,阁主大人,你是被这小子蒙骗了吧,此子名为秦晨,只是西北五国的一个小小炼药师,哪里是什么大师? 说他是废物,蝼蚁,不是属下编造,那根本就是事实,阁主大人,你常年闭关,不了解外界情况,一定是被这小子蒙骗了,没事,让属下来,属下一定好好拷问这小子,将他如何蒙骗阁主大人你的罪行,原原本本交代出来。 金元情急之下,立即就冲到秦晨面前,伸手就朝秦晨抓来,同时怒吼道,小子,快说,你是怎么蒙骗阁主大人的,给我老实交代。 金元,你住手。 卓清风看到金元的举动,吓得魂都快没了。 这要是伤到了他大师,他想解决身上的难题,恐怕彻底泡汤,这辈子都别想了。 一瞬间,想都没想,卓清风惊怒之下,直接就朝金元扇了过来。 砰! 好大一个耳光,直接闪在金元另一侧脸上,这一次,情急之下,卓清风是根本没有留守,半步武王的一巴掌和其可怕,只见金元被狠狠地扇飞出数十米,砰的一声摔倒在大厅中,口鼻喷血,脑海彻底猛了。 来人哪,还不给我将金元拿下,贪压起来,都愣着找死吗? 卓清风愤怒吼道,身上却惊出一声冷汗,还好自己出手及时,没让金元伤到大师,否则问题就严重了。 金元这家伙,简直太过嚣张。 还有你,刚才是你踹的秦晨大师。 转过头,卓清风怒目看向一尘。 一尘什么时候被阁主这么看过,双腿一软,一股骚臭传来,裤裆吓湿了一片,竟然吓尿了。 刚才此子是用那条腿踢的秦晨大师。 给我直接废了,连同金元一起,押入执法堂,如有反抗,格杀勿论。 卓清风眼中闪过一丝厌恶,怒声说道。 是。 此时执法堂堂主,也接到消息而来,是一个黑脸铁面的中年男子,直接一摆手,将还有些迷糊的金元长老以及一尘筒筒勤拿了起来。 第724章还有要事。 秦晨大师,您被勘压在此,也有老夫的一份责任,您放心,今天这件事, 老夫一定给大师一个交代。 再度来到秦晨面前,卓清风恭敬说道。 不过,大师您就算再生气,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一直蹲在这边,万一伤到腿就不好了。 卓清风一边说着,一边再度去扶秦晨,同时急忙给他松绑。 秦晨看了眼被勘压着,一张脸几乎都认不出来的金元长老,这一次倒也没有继续端着架子,而是顺势让卓清风扶了起来。 同时绑在他身上的绳索,也第一时间被解开了。 大师,消消气,一切都是晚辈没弄好,冲撞了大师,该死,该死。 见秦晨身上的绳索总算解开了,卓清风暗中尝出了一口气。 而后怒目看着一旁的顾勋,冷冷道,还愣着干什么,没看到大师身上的衣袍已经脏了吗,还不快弄件新的衣袍过来,给大师换上。 顾勋双腿一哆嗦,郁闷得都快哭了。 这克么什么事啊? 他这个堂堂长阁管事,简直像个仆人一般,被呼来喝去,甚至还要给这么一个少年,准备新衣服。 说出去,恐怕会被人笑掉大牙。 只是心中肺腑,脸上却不敢有丝毫表现。 是,属下马上去办。 慌张出生之后,急忙就去找新衣服去了。 卓清风阁主,许伯长老乃是秦某的朋友,这一次,也是他担保的秦某进入疑南石壁,不知道许伯长老犯了什么事,被勘压在这里。 松了松手腕,秦晨又对卓清风皱眉道。 是,是晚辈疏忽了。 一个机灵。 卓清风这才反应过来,许伯他们还被勘压着。 顿时对勘压着许伯的李峰等人怒骂道,你们几个没听到吗? 还不快将许伯长老他们放开,真特么一群脑残,一个个都是猪脑子吗? 还想不想再耽搁做事了? 不想做的话,赶快滚,一点脑子都没有。 卓清风那个气呀。 秦晨之所以能进疑南石壁,听说是许伯长老推荐的,他之前急着和秦晨解释,忙得疏忽了许伯他们。 正常来说,李峰他们早就该反应过来,及时结绑。 谁知道还将许伯几人死死勘压着,顿时气的肺都要炸了。 这群家伙,真特么太没有眼力镜了,简直跟木头人一样,都快把他给气死了。 许伯长老,刚才是老夫没有弄清楚情况,贸然处置了几位,老夫在这里检讨,这是老夫的问题,还请许伯长老和几位,不要放在心上。 一顿臭骂之后,卓清风急忙上前,亲自给许伯等人解开绳索,那态度,要多客气,就有多客气。 阁主大人,您太客气了。 看到卓清风那满脸歉意的笑容,许伯长老和曾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双腿一软,见鬼了一样。 以往见到卓清风阁主的时候,对方都极为严肃,许伯每次都提心吊胆,胆战心惊,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现在倒好,卓清风阁主亲自给他松绑,让客气的态度,让许伯刚刚恢复了一些伤势的小心肝,哪里受得了,简直快要爆炸。 阁主大人,我自己来,自己来。 手忙脚乱的给自己松绑。 喂,这一次,是老夫没弄清楚情况,误会了许伯长老,是老夫的错,许伯长老不用客气,老夫有罪呀。 卓清风哪能让许伯自己松绑,连将许伯身上的绳索给拿开。 而后,也将萧雅和许正身上的绳索也亲自解开。 还真的是阁主大人亲自松绑。 回想秦晨之前所说的话,萧雅表情呆滞,只觉得脑子完全不够用。 到现在,他也不明白,为什么阁主大人对秦晨的态度,前后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完全无法理解。 好了,这里没什么好看的,散了,都散了。 看着周围聚集的大量人群,卓清风冷喝一声,立即就有当格的人员开始驱赶人群。 他们虽然也都很好奇卓清风阁主态度的转变,想要多了解情况。 但也不敢公然和当格对抗,只得纷纷散开。 秦晨大师,刚才是老夫弄错了情况,你放心,这件事,老夫一定给大师一个交代,大师若是有空的话,不如先去老夫的会客室一坐。 卓清风急忙来到秦晨面前,热情邀请道。 消雅表情呆滞,他虽然不知道秦晨用的呃是什么办法,但是看情况,秦晨竟然真的已经掌握了当格的主动。 只是整个过程,虽然他都全程参与,可依旧不明白,秦晨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卓清风阁主的好意,本少就多谢了,不过本少还有要事,今天就不多留了,如果阁主有什么问题,就找许伯长老和萧雅和我沟通。 今天之事,还希望阁主尽快给本少一个交代,在交代没出来之前,本少暂时不会将此事上书到当格总部,但若是不给个好交代,那就未必了。 拱拱手,和许伯他们再打了个招呼,秦晨二话不说,带着消雅转身离开了当格,甚至连给卓清风挽留的机会都没有。 看着秦晨离去的背影,卓清风有心想要挽留,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只能眼睁睁看着秦晨消失在当格门口。 心中郁闷无比。 如果不是之前发生的那一出,秦晨岂会这么急着离去? 正头疼着,如何在和秦晨攀上关系的时候,卓清风突然撇到了一旁的许伯几人,目光顿时亮了起来。 对呀,他怎么把这回事给忘了? 他和秦晨没什么交情,可是许伯长老不一样啊,能推荐秦晨大师进入疑难石壁,两人之间的关系,定然非同一般,只要和许伯长老打好关系,那…… 心念一动。 卓清风顿时笑吟吟的来到了许伯面前,微笑道,许伯长老,没想到我当格还有这么一位非同一般的长老,老夫常年闭关,对当格情况不甚了解,这一次若非出了这件事,老夫或许还发现不了许伯长老你的长处,惭愧,惭愧呀,这样,不知许伯长老,有没有兴趣来老夫办公室一坐? 卓清风笑眯眯的说道,眼睛肥亮肥亮。 阁主大人邀请,属下岂敢不从。 许伯受宠若惊,虽然不明白阁主为何对自己这般态度,但还是恭敬说道。 第725章 副阁主 来到办公室后,卓清风亲自为许伯倒上一杯茶,更是让许伯如坐针毡,承受不住。 几年来,阁主办公室,他总共也来过没几次,被当成客人,这么安排坐下,更是由阁主亲自倒茶的,这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 呵呵,许伯长老,不必紧张,这些年,老夫管理当格不多,也多亏许伯长老你,为老夫分担。 卓清风一上来,先是寒暄道。 哪里,哪里。 许伯长老擦了擦额头冷汗,谦虚说道,心中却难受至极,他不是那种善于交际之人,像这种交流,对他而言,简直比责骂他还要难受。 好了,老夫也不乱扯了,直入正题,这些年,老夫管理当格不多,对这方面,也不甚感兴趣,不过呢,当格总需要一个人来主持,老这么拖着,对我们当格的发展,也很是不利。 卓清风叹息道。 对此,许伯确实点头。 事实的确如此。 卓清风上任的这几年,对当格不闻不问,基本不管理事务,导致当格之中,乱象被出,诸多长老争权夺利,对当格的业务,的确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也就是这几年,大威王朝当格实力,一落千丈,在对外丹药销售上,被冷家压着打,冷家几乎掌控了皇城七成以上的丹药输出,而他们堂堂当格,竟然只占据了两三成的市场。 甚至,连当格之中,都已经被冷家渗透,金元长老,便和冷家有秘密协议,双方进行合作。 若非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旦金元长老掌控当格全局,并和冷家进行合作,到时候,冷家便能垄断大威王朝的丹药市场,而当格,只能沦落为冷家的附属势力,为冷家打工。 这在其他王朝,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传出去,恐怕会被天下吃笑。 许伯以前掌管了当格不少事物,说实在的,那两三成的丹药市场,也是他苦苦拼下来的,若非是他,恐怕当格连两三成的市场都没有。 只是,格主大人如今和他说这个干什么? 难道说,经过今天之事,格主大人准备出来主持工作了? 许伯脸上顿时露出了兴奋。 这可是好事啊。 以格主大人的造诣,一心整合当格,再加上在一旁协助,许伯有信心,在数年之内,把当格的业务,从微弱的两三成,至少提升到五成。 毕竟,论练要实力,冷家再强,也只是一个王朝豪门,和当格,还是无法相比的。 正猜测着,就听着清风严肃道,老夫,对当格事务,并不如何感兴趣,不过老夫听闻,许伯长老这几年,掌管当格不少事务,而且做得很不错,只是前些日子病倒了,现在老夫看许伯长老状态不错,不知有没有兴趣,担任当格的副格主,今后,就替老夫主持当格的工作。 什么,让我来当副格主? 许伯一下子被砸晕了,完全没想到会是这么个情况。 急忙摆手。 不行,不行,格主大人,属下何德何能,能主持当格工作,万万不可,还请格主大人,亲自出山,撞我们当格声势。 大威王朝当格,已经多年没有副格主了,让他担任副格主的职务,许伯根本想都不敢想。 喂,许伯长老谦虚了,老夫虽然不管当格事务,但也不是完全不了解,许伯长老之前几年,就做得很好嘛,而且你放心,虽然让许伯长老你担任副格主, 老夫在背后,也会给予最大的支持,以许伯长老的能力,完全没有问题。 卓清风一摆手,极为强势,这件事,就无需再谈了,许伯长老只需好好考虑,今后如何主持当格工作便可。 这,这。 许伯晕呼呼,此时此刻,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实在是幸福来得太过突然,让他一下子猛了。 对了,不知对秦晨大师,许伯长老又了解多少。 话音一转,卓清风突然看向许伯。 许伯一愣,此时也从激动中回过神来,感受到卓清风格主期盼的眼神,他瞬间便明白了过来,自己这个副格主的位置到底是怎么来的了。 到底还是因为恩人呢? 实不相瞒,格主大人,秦晨大师,属下今日也是第一次见,而且,若非大师,属下恐怕命不由已了。 当即,许伯便将秦晨的一些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卓清风。 在卓清风面前,许伯也不敢隐瞒。 更何况,秦晨的名气太大,整个皇城诸多势力都盯着他,格主大人只要打听一下,就能知道他说的这些消息。 什么? 金元长老竟然和冷家勾结,毒害许伯长老你。 还有那秦晨大师,刚刚灭了冷家麾下的释迦冯家。 要遭遇冷家的报复。 难怪之前金元竟敢如此对待秦晨大师,这里面竟然还有这么一出。 什么,秦晨大师是许伯长老你的弟子萧雅和穆冷风推荐上来,准备代替我大威王朝当阁,参加炼药师大笔的。 结果名额被金元长老给剥夺了。 一个个消息传来,卓清风瞬间惊呆了。 许伯长老,你将秦晨大师如何替你驱毒的过程讲一下。 其中卓清风最感兴趣的,便是秦晨替许伯驱毒的这一段。 再得知秦晨是利用长剑施斩金针刺学之术,短短片刻,就将许伯体内毒素驱除的七七八八的时候,他整个人激动的都在颤抖。 天禅画鼓散,老夫也听说过,乃是一门极为改毒的毒物,秦晨大师竟然光凭简单的推理,就验证出了你身上的毒,并将之驱除,而且还施斩的是利剑金针刺学,这是什么炼药修为。 卓清风兴奋的脸色潮红。 本来,他还担心,秦晨身上未必有能解决他顽疾的办法,可这么一听,一颗心顿时放了下来。 拥有这般炼药造诣之人,会解决不了他身上的问题。 不知道那学位滋养之法。 想想都觉得不可能。 同时,卓清风也更加肯定了秦晨背后有一个强大炼药师的想法。 第七百二十六章 程卫鼠 这金元,还真是该死,静岗和冷家勾结,意图吞并我当阁,许伯。 你做得很好,若非你和秦晨大师识破对方的阴谋,老夫可正要成为了当阁的罪人。 同时,卓清风心中也有着后怕。 本来,他对秦晨恭敬,只是因为想要获得秦晨的帮助,这才委曲求全,自降身份。 可现在,背后真的是出了一身冷汗。 没有秦晨识破金元的阴谋,若是真让金元成功勾结冷家,控制他当阁,到时候,他卓清风必定会成为当阁的罪人。 一旦消息传回北天玉当阁分部,就算他修为突破,恐怕也无法回去,反而会遭遇上级当阁惩罚。 毕竟,堂堂当阁阁主,竟在自己任机,令当阁被地方其他势力控制,这要传出去,对当阁总部的名声都有巨大影响,也会成为他卓清风一身的污点。 好险。 此时此刻,卓清风心中对秦晨是真正的感激,心服口服。 许伯长老,整顿当阁这件事,现在就交给你处理了,那冷家好大的胆子,敢觊觎我当阁的炼药师,真当老夫这些年不露面是吃素的吗?回头你一定让消雅注意秦晨大师的行动,冷家若是不动手还好,若是真敢对秦晨大师动手,老夫豁出去,也要让这大威王朝知道,我当阁,可不是什么好欺负的地方。 卓清风目光冷冽,神色愤怒。 同时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有许伯长老这层关系,他和秦晨打好关系,已经并非什么难事,而冷家若敢对秦晨动手,更是他交好秦晨的一个巨大机会。 到时候,未必不能让秦晨对他的印象改观,替他治疗身上的顽疾。 而在卓清风想办法和秦晨打好关系的时候,从当阁离开的秦晨,心中却是并没有多少的喜悦。 虽然他很清楚,自己在当阁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当阁阁主,也完全会站在自己这一边。 但是这一次他所面对的,不是冯家这一个小小势力,而是豪门冷家,吴家,吴吉宗等皇城顶尖势力。 这些势力,进阶拥有武王级别的强者,甚至能影响皇室的决定。 而当阁,毕竟属于比较超然的势力,无法太过直接介入地方势力的交锋中,光凭一个当阁,未必能够撼动冷家这一个庞大联盟。 现在秦晨最缺少的,便是时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他完全有能力拉拢更多的势力,和冷家对抗。 肖雅,你现在马上带我去血脉圣地。 调整下心情,秦晨对肖雅说道。 光是拉拢一个当阁,就耗费了这么久,黑奴他们在平民窟,还撑得住吗? 他必须抓紧时间。 好。 经历了当阁的事情后,肖雅对秦晨是言听计从,当即带着秦晨前往血脉圣地所在。 只是,不等秦晨和肖雅来到血脉圣地,远处,一道身形正快速略来。 正是赵灵山。 陈嫂,不好了。 看到肖雅和秦晨,赵灵山气喘吁吁,脸上露出一丝交集之意。 远远便喊了起来。 见得赵灵山如此模样,秦晨心中顿时一沉。 冷家的人,已经到了贫民窟了吗? 不等赵灵山开口,秦晨便是冷声问道。 陈嫂,不是冷家,是皇城城卫属,说你公然违反皇城规矩,屠戮冯家,现在要捉拿你和黑奴归案。 赵灵山一上来,便急匆匆说道,现在黑奴正掌控着你部下的大阵,挡着成卫属的人,但恐怕挡不了多久了。 成卫属。 秦晨一愣,消雅也是愕然,就没道,成卫属,是皇城管理治安的部门,陈嫂你和冯家的冲突,乃是在冯家府邸发生,属于私人事件,而且是在外城,怎么会惹来成卫属? 除非是有人举报,调动成卫属的人。 这冷家,还真是好手段。 秦晨目光一眯,也瞬间明白了冷家的目的。 这件事,属于他和冯家之前的冲突,冷家虽然是冯家的上头,但是,却也不能贸然插手,以免惹来闲话。 而且,他和黑奴的实力,在冯家的时候也已经完全暴露,冷家想要擒住他们,至少也需要太上长老,甚至家主级别的六阶后期五尊出手,才有可能。 如此一来,冷家便彻底暴露在了所有人面前,也让皇城的人知道,秦拿他秦晨和幽谦血,其实是冷家在出手。 所以,为了避嫌,冷家并未直接出手,而是暗中调动了成卫属。 成卫属虽然属于王朝管辖,但冷家在皇城经营这么多年,在成卫属里有些关系,哪是再正常不过,只要他被带入成卫属,也就间接落入了冷家的掌控之中。 更何况,成卫属属于官方势力,他实力再强,再嚣张,也不可能公然对官方势力动手,否则的话,就是直接和大威王朝喧喧战。 这根本就是一时二秒之计。 秦晨心中意涵,他一直以为,冷家会想办法动手,所以下布置下了阵法,就算是冷家六阶后七五尊前来,也未必讨得了好。 却没想到,来的竟然是成卫属,若是黑奴他们不知轻重,直接和成卫属的人干上了,到时候不管他和冯家之间的冲突,谁占礼,都没有办法挽回了。 果然是卑鄙。 秦晨目光纷冷,心中担心,立即道,走,我们先回去。 肖雅一愣,陈嫂,你不去血脉圣地了。 没时间了。 秦晨摇头,如果黑奴他们伤了成卫属的人,那事情就麻烦了,就算是当阁,也没有权利公然插手了。 藐视黄泉,那可是重罪,不管在哪个王朝,都一样。 那你们先过去,我去找师尊。 肖雅急忙说了一声,而后急匆匆的朝当阁略去。 灵珊,我们赶紧回去。 瞬间抱起赵灵珊,秦晨也顾不得其他,身法施展到极致,如同一道流光,朝贫民窟急驰而去。 秦晨的右手,拖着赵灵珊的臀部,将赵灵珊公主抱一般,抱在胸前。 赵灵珊头埋在秦晨胸口,闻着秦晨身上浓烈的异性气息,一张脸顿时红到了耳朵根,心脏扑通扑通乱跳。 此时的他,甚至有种憧憬,若是就这么一直被秦晨暴下去,该有多好。 第727章 逮捕令 西城贫民窟 黑奴他们所在的房屋前,此时早已经被一群全副武装的城卫军给包围起来。 这些城卫军,各个身穿铠甲,手持利刃,冷视着前方阵法中的黑奴等人,脸色十分的难看。 他们来到这里,已经有半个时辰了。 本来接到副统领的命令,是来抓几个在冯家闹事的罪犯,以为只是一件小事,可谁曾想,对方竟然如此顽固,躲在阵法中,半天不出来,让领头的队长管委,极为愤怒。 在黄城中,连他们城卫军的命令都敢不听,而且还是一群外来舞者,简直是反了天了。 里面的家伙给我听着,我等奉命来捉拿你等,再不出来,就休怪我城卫军不讲道理了,到时候,调集王朝玄武为高手,把你们几个,当成谋逆抓起来,可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 领头队长管委,脸色阴沉,对着阵法中的黑奴等人历声喝道。 来抓人前,他也打听了一下黑奴他们的情况,知道是灭了世家冯家的一群高手,此时却也不敢强行硬闯。 毕竟,身为成卫军队长,他也只是一个五阶巅峰五宗,根本不够对方塞牙缝的。 当然,修为不算什么,在黄城中,他们成卫军便代表了王朝官方,还没有任何一个势力的人敢对他们动手。 诸位都是成卫军的好汉,在下自然不赶不敬,只是,你们所说的冯家之事,乃是冯家先暗害我们这边的武者,被识破后,更是对我们残忍出手,我们被迫反击,才无奈杀人,此事,现场证人极多,都能证明我等所说,阁下直接上来抓人,似乎抓错了对象吧。 黑奴站在阵法中,阴沉说道。 鉴于对方成卫军的身份,他也一直克制,并未动手。 抓错对象。 管委冷哼一声。 冯家发生的事情,他岂会不知。 只是这一次前来抓人,是副统领亲自下的命令,他也没有办法,不管对方是不是无辜,他都必须将人带回去,否则就是失职,无能。 当下贺道,人命关天,个中清白,却不能只听你们片面之词,只有诸位跟我们回城卫署总部调查,把事情查得清清楚楚,才能还你们清白,如果事实不是你们所说的那般,在皇城屠戮世家,可是砍头的大罪。 在下之前也说了,配合你们调查,不是不可以,但你们成卫署来拿人,总得下达逮捕令吧,连逮捕令都没有,让我们怎么跟你们走。 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公报私仇,想替冯家报仇。 黑奴冷笑。 成卫署拿人,必须先出示逮捕令,这几个家伙逮捕令都没有,不是冷家派来的人,那才怪。 这家伙。 管委气得哆嗦,怒道,逮捕令,本队出得匆忙,一时忘带了,但现在已经派人去拿,几位是不是也应该出来,违抗城卫署拿人,可知是什么罪。 那也要等逮捕令到了再说。 黑奴滴水不进。 有了逮捕令,才等于有了官方文件,否则被带进城卫署,直接弄死,也没处深渊。 此时黑奴只是祈祷,陈少那边能有好的消息。 阵法中,幽谦雪等人,则都紧张无比。 和皇城城卫军对抗,他们之前想都不敢去想。 放心好了,这些家伙,还不敢冲进来拿人,也冲不进来。 黑奴看了眼紧张的肖战等人,出言安慰道。 肖战等人苦笑一声,对方是冲不进来,但那可是城卫军啊,他们真能一直躲下去吗? 果然,不多时,一名城卫军手中拿着一张纸,急匆匆的跑了过来,递到了管尾的手中。 管尾心中大喜,连拿起那张纸,对着黑奴他们用力一斩,吏声道,看到没有,逮捕令在此,诸位还有什么话可说? 我数三声,诸位若是还不出来,乖乖随我等回城卫署,便以谋逆罪论处,到时候,诸位面对的可就不是我等了,而是王朝玄武卫的高手。 看到管尾手中的逮捕令,黑奴心中一沉。 他对城卫署极为了解,逮捕令,只有副统领级别以上的人才能下发,现在对方真能弄到逮捕令,那么只能说明一点,冷加请动的人,至少也是城卫署的副统领级高层。 黑奴前辈,我们现在怎么办? 肖战等人,心中都是一荒。 黑奴也皱起眉头,到这时候,他也没办法了,逮捕令一出,他若还反抗,那就真的是和大威王朝官方为敌了。 随几位回去,却也不妨,不过,他们几人当初并未出手,应该没必要一同去吧。 就在这时,冷哼声响起,紧接着,一道人影出现在屋外,正是及时赶回来的秦晨和赵灵山。 陈少 见到秦晨,黑奴等人全都惊喜一声。 是你。 在冯家动手的主谋。 你小子总算出现了,给我拿下了。 管委见到秦晨,立即对手下力喝一声。 他可是得到命令了,也看过画像,知道上头最看重的,便是面前这个少年,并言务必要带回去。 刷刷刷。 只见无数流光略来,诸多成卫军,瞬间将秦晨包围在中间,虎视眈眈。 几位不必紧张,我既然来了,就没想逃,不过,其他人与此事无关,在冯家也未曾动过手,阁下把他们也带走,是不是过分了? 秦晨冷冷道。 过分。 哼,谁知道这些人动未动过手。 更何况,他们当时在现场,便是从犯,自然也要跟随我等一同回城卫属。 管委冷哼。 上头可是吩咐了,除了为首的这小子之外,其他人,也是从犯,必须全都带回。 哼,阁下好大的口气,此人乃是我当阁之人,你成卫军有什么资格,把他带走。 就在这时,又是一道冷哼响起,紧接着,许伯长老带着萧雅,迅速来到现场。 陈嫂,你放心,有老夫在,这些家伙,休想把你给带走。 许伯一上来,便冷声喝道。 刚才听到萧雅的禀报,他心中顿时急得没命,疯了一般的赶过来,总算及时赶到了。 先不说他副阁主的位置,是秦晨给他带来的,光是他身上的毒素还未完全驱除,也不可能让秦晨被成卫军的人带走,一旦落入冷家手中,还有谁能其他驱毒。 更何况,阁主大人明确吩咐了,绝不能让冷家对陈嫂动手。 第七百二十八章三封信 你又是何人? 管委冷眼看来。 今天怎么回事,怎么一个个都敢这么对自己说话。 只看到许伯长老身上的炼药师袍,心中便是一惊,在结合对方之前所说的当格,管委立刻明白过来,对方应该是当格之人。 老夫当格许伯长老 许伯冷哼一声 许伯长老 管委目光一宁 长老在当格,那绝对是高层一般的存在了,一般能在当格担任长老的,基本都是六品的炼药师,在皇城,绝对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如果平素理,管委给对方一个面子,也就给了。 但是这一次,副统领明明白白的告知,务必将这些人统统带回去,他身为成卫署队长,就算对当格再忌惮,也不可能让对方就这么把人留下了。 原来是当格长老,在下城卫军队长,见过了,不过这些人乃是我成卫署通缉的药饭,需要带回去协助调查,恐怕当格也留下不了。 管委陈声道 许伯脸色一沉,没想到成卫军这么嚣张,自己身为当格长老,对方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 顿时怒道,阁下的意思是,你们成卫军,非要连我当格的炼药师都要带走了。 老夫今天就在这里了,我倒要看看,你们成卫军怎么把人带走。 冷喝一声,许伯六阶中期的修为顿时释放开来,怒气腾腾。 一旁,许正也神色愤怒,浑身杀气萦绕。 管委等人最强的,也只是五阶后期巅峰的武宗,如何能抵挡得了许伯的气势镇压,顿时纷纷闷哼一声。 管委脸色难看,寒声道,阁下这么说就不对了吧。 在下敬佩阁下是当阁长老,不敢冒犯,但是此人,之前在皇城公然动手,对冯家之人大打出手,几乎将平家五者进阶屠露,我成卫署,乃保卫皇城安危之所,自然要将嫌疑人带回去调查,这是我们成卫署出具的逮捕令,阁下这么阻挠,是代表当阁要与我成卫署为敌吗? 放肆,老夫虽为长老,但也是当阁新任副阁主,岂能容你对我当阁炼药师撒也。 许博勃然怒道。 新任副阁主。 管委心中一惊。 他可是很清楚,当阁向来只有一个阁主,而且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副阁主,现在此人号称自己是副阁主,又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此人在当阁的权力很大? 管委心中较苦连叠。 自己接了这差事,真的是倒了血霉了。 但他身为成卫署队长,副统领下达的命令,自然不可能不执行,而且他很清楚,捉拿着秦臣,应该不仅仅是副统领的想法,那冯家什么势力,是冷家下属的世家,冷家和副统领之间,关系极为亲密,很有可能是冷家的意愿。 一想到冷家,管委心中胆气再生。 在皇城之中,当阁虽然地位高贵,那只是因为是炼药师的集中地,而且背后有当阁总部这么一个大陆顶尖的势力支撑。 但实际上,大威王朝的当阁,向来不参与到各大势力的斗争中,而且在丹药师场方面,一直被冷家死死压着。 可以说,大威王朝的第一单道势力是冷家,而不是当阁。 更何况他成卫属还代表了大威王朝官方,管委又岂会赎当阁。 好,好,在下明白了,看来阁下是非要插手我成卫属执行王朝铁律了,既然如此,此事,我会亲自上柄,并且让皇室上书北天狱当阁,我倒要看看,是不是只要是你们当阁的炼药师,在闹事胡乱杀了人,就可以躲避惩罚,逍遥法外,无所畏惧了。 管委冷哼说道。 许伯脸色微变。 说到底,他这么强行留下秦臣的行为,并没有道理。 只是,如今为了阁主,也为了自己,许伯也是豁出去了,哪怕到时候受到上级当阁责罚,他今天也必须将秦臣保下。 许伯长老,不必闹得如此僵。 就在这时,秦臣突然走了出来。 许伯长老的好意,在下心领了,当阁,身为外部势力,自然不能对本土势力肆意插手,违反地方上的规矩,这也是当阁的宗旨,本少身为炼药师,岂会做让当阁为难,让许伯长老违规的事情。 秦臣对着许伯长老道。 陈嫂,你这是,许伯一愣。 秦臣笑了笑,道,我虽然是当阁的炼药师,但身在大威王朝,自然要接受大威王朝的律法约束,而且,冯家一事,本少是正当防卫,成卫署也只是带本少前去调查,只要查明真相,自然会将本少放开,难道说,成卫署还敢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按在本少头上? 本少可是当阁的炼药师,成卫署还没这个胆量吧? 所以说,没必要把当阁和成卫署搞得对立起来,许伯长老你说对不对? 秦臣很清楚,如果当阁非要这时候牵扯进来,那么便被动了。 毕竟公然和成卫署对抗,当阁并不占道理。 而且,既然成卫署都出面了,他如果拒绝不跟成卫署走一趟,那是公然抗法,势必引起更大的争端。 本来战力,都变成无理。 至于本少这边的其他人,都是无辜的,当初是本少,将平家老祖和家主等人击杀,其他人,甚至并未动手,成卫署也想将他们带走,倒是有些过分了。 秦臣冷冷道。 此时,许伯也明白了秦臣的心意。 想到秦臣这时候还在替当阁考虑,心中不禁感动万分。 好,既然阁下愿意跟我们走,那是再好不过。 管委也没想到秦臣竟然主动愿意跟他们走,不禁愣了一下,立即挥手,让人前来压戒秦臣。 不急,先容我交代一番。 秦臣摆摆手,而后来到许伯长老面前,许伯长老,冯家之事,本少是无辜的,想必你也知道。 但为了防止有些人耍诡计,我这里还有三封信,需要你转交一下。 三封信。 许伯一愣,而后接了过来。 其中一封,还请许伯长老转交给当阁卓清风阁主,剩下两封,一封交给皇城血脉圣地会长,另一封,帮我送到皇城气垫,交给气垫店主,上面都有名字,还请许伯长老不要忘了。 秦臣郑重说道。 第729章冷家震怒 许伯低下头,就看到三封信上,果然都写有不同的事例。 只是,写信给卓清风阁主,他还能理解,写给血脉圣地和气垫,这又是什么原因? 难道陈嫂在血脉圣地和气垫还有关系? 陈嫂你放心,这三封信,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三人手上。 秦臣点点头 本来,他是准备亲自送去的,但是没想到时间不够,既然如此,就只能交给许伯了,毕竟以萧雅他们的身份,想要见到血脉圣地会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如果许伯长老不明白缘由,送信的时候,可以带上萧雅他们,或许,会更有效一些。 秦臣又道 相比对他的了解,萧雅和黑奴他们更加清楚,一起带过去,也能有更多的帮助。 做完这一切之后,秦臣当即来到管委面前,淡淡道,这位队长,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好,拿下了。 管委一声冷喝,立即有成卫军将秦臣捆附了起来。 还有这几个家伙,也都带走。 管委一挥手,又要将黑奴他们带走。 放肆 许伯脸色一沉,当即挡在几人身前,怒道,陈嫂的话,你们刚才也听到了,此事,只关系到他一人,现在陈嫂愿意跟你们走,你们还做什么? 若是还想带走其他人,我许伯今天非要和你们闹上一闹不可。 怒喝之中,一股恐怖的气势,瞬间喷涌而出,顿时震的几位成卫军承受不住,连连后退。 队长 几人连朝管委看来 管委脸色阴沉,盯着许伯半天。 最终只能一摆手,咬牙道,我们走。 他知道,他在僵持下去,这许伯很有可能真会动手,反正已经将秦臣拿住,至少副统领那里已经有了交代,剩下的事情,交给副统领去投腾吧。 当即,一群成卫军在管委的带领下,迅速离去。 成卫署,老夫记下了,你们几个也都给我记住了,陈少,乃是我当阁的炼药师,这件事,我当阁必然会仔细调查,如果查到陈少是无辜的,却又在成卫署受到了委屈。 我当阁绝不罢休,哪怕是赏丙当阁总部,拼了撤出此地,也要找你大威王朝皇室讨个说法,这话,是我许伯说的,请转告你们成卫署统领,别到时候,物为言之不欲。 许伯冰冷的声音,传入离去的管委等人耳中,令管委等人,脸色愈发阴沉。 师尊,我们现在怎么办? 等到管委等人离去,消雅紧张看向许伯。 没事,你们放心,陈少只要是无辜的,我当阁一定会将他救回来,你们几个,先跟我回当阁。 许伯神色冷立,带着黑奴等人迅速回往当阁。 皇城中某一处奢华府邸之中。 冷家家主冷非凡,正坐在书房中。 观看着这个月家族的商铺入账记录。 这时,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 进来。 低沉的声音响起,房门打开,冷明从门外走了进来。 家主,成卫署出动了,那秦臣已经被成卫署的人,带回去了。 冷明丹西跪地,恭敬说道。 哼,我就说,几个五国的蝼蚁,居然敢在皇城撒野,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冷非凡冷笑一声。 不过,冷明脸上露出难看之色,郁问道,除了秦臣之外,五国的其他弟子,却并未被成卫军带走。 什么? 冷非凡脸色一变,豁然站起,眸中偶然射出一丝冷芒,沉声道,怎么回事? 成卫军的人,怎么可能只带走秦臣,而没带走其他五国之人? 五国弟子中,秦臣是古南都考核冠军,作用自然最大,但其他也有三名弟子,闯入前十二,获得古南都传承,同样不容小觑,价值惊人。 是当阁的许伯长老出面,挡住了成卫军的人。 当阁的许伯? 冷非凡露出恶然,就没道,那许伯,不是被金元下毒了吗? 听说要不了几天便要死了,怎么还能出面? 冷家和当阁金元长老之间的合作,他这个冷家家主自然知晓,甚至那天蝉化鼓散,还是他请冷家的那位毒师大人弄出来的。 这,冷明脸上露出尴尬之色,小心翼翼道,弟子还听说了一个消息,今天在当阁,许伯担保五国的秦臣闯疑南石壁,结果惊动了当阁阁主卓清风,本来卓清风震怒之下,让金元主持大局,准备严惩那许伯, 可不知为何,在考核结束之后,卓清风对那秦臣的态度大变,竟尊称其为大师,并且为此还打伤了金元长老,甚至提拔许伯为当阁副阁主,现在这个消息,已经在当阁传开了。 什么,许伯被提拔成为当阁副阁主? 冷非凡脸色顿时变了。 这段日子,他一直在和金元长老谋划控制当阁的计划,一旦计划成功,到时候整个大威王朝九成以上的生意,都会暗中掌控在他冷家手下,可没想到,眼看计划就要成功了,竟然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那金元长老呢? 冷非凡急忙问道。 金元长老被当阁阁主着清风打伤之后,直接押入了当阁执法堂,我们的人还渗透不进执法堂,目前还没有消息传出。 冷明脸色也难看得很。 怎么会这样?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冷非凡脸色无比的难看。 金元长老一下台,那他冷家原先谋化的东西,恐怕便要泡汤了。 这对冷家来说,却是个不小的打击。 该死,没想到这小子,还有点能耐,竟然搭上了当阁的关系,真是让我没想到。 冷非凡脸色愈发阴沉,那当阁,也太放肆,真以为在大威王朝有多大影响力吗? 在我冷家面前,大威王朝当阁,根本连个屁都不是,竟还敢惹我。 冷非凡怒气涌动。 冷家,掌控大威王朝七成以上的丹药市场,平素理,根本没将当阁放在眼里,现在听说当阁敢包庇五国弟子, 顿时令冷非凡怒气生疼。 家主,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 冷非凡冷哼一声,当阁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我冷家,既然当阁敢和我冷家作对,那我冷家,便要让他们当阁,连最后的两成市场也吐出来。 不过,当阁既然插手,成卫署那边恐怕会承担不小的压力,光靠耿德元副统领一人,或许还镇压不住,恐怕必须借一下三皇子的事了。 冷非凡眯着眼睛,目光阴冷。 第730章 三皇子 三皇子 冷明目光一凝,沉声道,家主你的意思是,让三皇子介入此事。 没错。 冷非凡点头,耿德元,毕竟只是成卫署的一个副统领,虽然平素里与我冷家关系不错,但要让他彻底对抗当阁,恐怕不现实,但若是通过三皇子,给成卫署施加一些压力,耿德元他们做起事来,恐怕就更加大胆了。 可三皇子会答应吗? 冷非凡冷冷一笑,三皇子志向远大,一心想将大威王朝建设成百朝之地最强的一个王朝,只是,如今大威王朝皇室,几位皇子都急受陛下欣赏,三皇子虽然占据主动,但也没有绝对的优势,所以现在的三皇子,极为需要我冷家等势力的支持。 更何况,三皇子对五国之地的贱民,本就十分不屑,岂会让他们在皇城胡作非为,所以只要我冷家出面,三皇子定然不会不答应。 而且,三皇子志向远大,对秦臣他们身上的古难都传承,也极为感兴趣,再者,那五国的弟子中,有几个美女,姿色着实不错,三皇子颇为喜好这一口,只是碍于身份,怕惹麻烦,不敢亲自动手罢了。 若是我等答应他,一旦试成,便将这几位美女献给三皇子做禁卵,我就不信三皇子会不动心。 冷非凡脸上露出阴冷的笑容来。 家主英明 冷明脸上也露出兴奋之色,如果有三皇子介入其中,别说耽搁了,就算是再强大的压力,成位数也能扛得住。 别只顾着拍马屁,马上给我联络三皇子的人,老夫需要尽快见三皇子一面。 是,家主,我马上去安排。 冷明兴奋退下。 一个时辰之后,大威王朝三皇子釜底。 冷家主好雅兴,今日居然有空来本殿这里。 不是应该正在忙碌那冯家被灭一室吗? 奢华的庭院中,三皇子刘元新,轻捧茶杯,面露微笑。 三皇子刘元新,是大威王朝诸多皇子中,最为顶尖的一个,是下一任王朝地位最热门的候选人之一。 此子面容俊朗,风度翩翩,一身气息,却极为内敛,显得城府极深。 让人面对着,便有一种敬畏之心。 冷非凡一愣,笑道,三皇子殿下真是好雅兴,居然对我冷家一事,如此了解。 呵呵,如此大事,本殿岂会没听闻。 三皇子淡淡一笑,听说灭了冯家的,是五国的弟子,冷家主,这种事都能发生,你冷家的名气,恐怕会受到不小的打击啊。 殿下说笑了,屈屈五国的弟子,焉能入我冷家法眼,只不过是我冷家一时大意,让奸命小人趁了空罢了。 冷非凡淡淡说道,不过三皇子殿下既然知此事,其实老夫这次前来,也正是为了此事,希望三皇子能在此事上,助我冷家一臂之力。 哦,需要本殿帮忙,说来听听。 三皇子刘元欣似笑非笑道。 灭冯家的五国弟子,名为秦臣,是五国之中,最为杰出的天才,也是古南都考核的冠军。 此子行径极为嚣张,出来我大威王朝皇城,便敢如此狂妄,动辄灭掉一世家满门,可见根本没将我大威王朝放在眼里,想必三皇子殿下,也极为看不顺眼吧。 冷非凡沉声道。 五国贱民,的确嚣张。 三皇子刘元欣谋中射出一道冷芒。 他主张的治国理念,是上位者治国,由上位者,掌控整个王朝的命脉,享受荣华富贵,至于一些低贱的民众,别说享福了,甚至连享受基本医疗,教育的资格也不应该有。 只能成为奴隶,为上位者劳动。 而且,三皇子刘元欣出身皇族,对所谓的血统,极为看重。 这也是当初幽千雪他们要加入帝星学院,结果他出面驳斥的原因所在。 在他看来,来自五国的幽千雪等人,身份低微,血统肮脏,岂能成为皇城最顶尖学院地心学院的正式学员。 像这一类人,只配成为他们操控的奴隶。 如今秦晨竟敢灭掉堂堂王朝世家冯家,三皇子刘元欣自然极为震怒。 这与他的治国理念,有巨大的冲突。 甚至,三皇子刘元欣曾经还提出过一个主张,那便是皇城西城贫民窟肮脏乌浊,就不应该存在在皇城之中,整个贫民窟,应该被彻底铲平,所有低贱的贫民,都应该被抹杀。 只是这个提议,被五皇子等人驳斥,才最终没能成形。 但如果三皇子上位,这贫民窟,早晚会被抹去,其中的民众,恐怕也会被其进阶屠杀。 见到三皇子愤愤不平的目光,冷非凡顿时笑了。 三皇子殿下,听说现在那贱民秦晨,已经因为破坏皇城规矩,被成为蜀的人捉拿,本来,成为蜀的人是想连其他五国贱民,也一同逮捕,只可惜,当阁出面,阻止了成为蜀的行为。 这当阁,竟连我王朝律法都敢挑衅,实在太过嚣张,老夫此次前来,是怕有当阁施家,成为蜀的人,不敢太过放肆,到时候将那贱民安然放走,岂不是对我王朝律法,是大大的践踏。 三皇子淡淡看了眼冷非凡,冷家主的意思,本殿自然明白,只是本殿出面,又有什么好处呢? 冷非凡笑了起来,殿下真是快人快语,只要这次殿下能让成为蜀,扛住当阁压力,将那五国之人,统统拿下,老夫敢保证,今后只要殿下需要,老夫必定竭尽全力,为殿下服务。 在这说了,古南都传承,虽位于五国,但也几乎是在我大威王朝境内,本就应该是我大威王朝之物,岂容一些贱民所得,这等远古传承,就应该归还我大威皇室,比如殿下之首。 而且,冷非凡神秘一笑,那五国之中,据说有几个女子姿色不错,殿下不想看看这些所谓的贱民,究竟有多贱吗? 三皇子流原心一愣,而后嘴角勾勒起一丝玩味的笑容。 冷家主的意思,本殿明白了,那五国弟子,党敢在我大威王朝撒野,的确太过分,理应严惩。 而且,成卫署是我大威王朝护卫机构,岂容一些外部势力胡乱压迫,冷家主只管放心,此事,我会吩咐下面的人,重点关注一下成卫署的办案,绝对要公平公正。 三皇子力声说道。 第七百三十一章 副统领 殿下英明 冷非凡顿时笑了,三皇子虽然没有明说,但这暗示已经很明显了,会站在他冷家一方,为他冷家出面。 冷家主,你可别忘了你之前的承诺。 三皇子流原心阴沉的看来。 殿下放心,冷某说话,向来毫无虚言,更何况,再借老夫十个胆,又岂敢和殿下耍花样。 冷非凡恭敬说道。 两人对视一眼,下一刻,巨士会心一笑。 成卫署 秦晨被带过来之后,就被直接关押在了一间审讯室中,四周都是冰冷的悬缸墙壁,足以抵挡六阶五尊强者的轰击。 四周并没有窗户,除了一个冰冷的铁窗和铁门之外,便一无所有。 房间中央,是一种冰冷的含铁桌子,而秦晨则被用压迫真理的铁链束缚着,绑在铁桌之上。 在铁桌对面,是两名气势不凡的成卫军,一脸警惕地看着秦晨,右手搭在腰间刀柄上,似乎只要秦晨有任何举动,便会拔刀相向。 而管委在将秦晨带到这里后,半句话没说,就直接离开。 秦晨知道,对方定然是去禀报上级了,冷家既然敢调动了成卫署,就肯定不会是管委这个小队长,在他的上头,定然还有一个地位更高之人,替冷家做事。 而因为许伯长老的出面,也肯定让管委和他的上头,有所头疼,必然要进行权衡。 毕竟,冷家虽强,当格也不是吃素的,一个弄不好,必然会引来大麻烦,对这些当官之人,秦晨还算有所了解。 正如秦晨所猜想的那般,在成卫署的一个房间中,听到管委的汇报之后,签署逮捕令的成卫署副统领耿德元,此时却一脸郁闷。 当初冷家吩咐他的时候,可只是说,秦晨是来自五国的一个少年,在皇城根本没什么背景,只是有些实力而已。 可谁曾想,竟然惹来了当格的人。 冷家虽然强,可当格在皇城,也不是什么无名之辈,只是因为这些年,当格很少参与各大势力之间的竞争,这才显得有些无声无息。 但耿德元很清楚,当格不管再怎么悄无声息,那也是当格,绝不是他这个成卫署副统领,可以随意拿捏的。 那许伯长老,还说什么了没有? 耿德元头疼无比。 这倒没有,只不过那许伯长老最后警告属下,若是不公正处理,伤到了秦晨,到时候哪怕是拼了撕破脸皮,也要上书王朝和上级当格,和我们闹上一闹。 管委151时道。 哼,那许伯太放肆了,一个当格长老,也敢管我成卫署的闲事,真以为治不了他当格了吗? 耿德元怒哼一声。 只是他心中虽然不满,但却也无可奈何。 这件事,我需要和冷家商量一下。 为冷家得罪当格,这个险,不是不可以冒,而是要看,会有什么好处和后果,如果好处和后果不成正比,那自然就没必要太过分。 正在耿德元和冷家联系的时候。 耿副统领,这是三皇子殿下的手书。 就在这时,三皇子的命令,终于到达了耿副统领的手上。 三皇子殿下的手书。 耿副统领顿时一惊。 三皇子,可是目前大威王朝升势最高的皇子,很有可能,会成为大威王朝的储君。 如今王朝中,皇子之间争斗得极为厉害,每个官员,都想找一个靠山,而三皇子,无疑是诸多皇子靠山中,最大的一个。 只是,以耿德元的身份,还根本入不了三皇子的法眼。 而他耿德元也不是没有追求,一心想成为成卫属统领,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这才只能和冷家合作,经常赚些外快,如今看到三皇子的手书,如何不激动。 这代表着,三皇子殿下已经注意到了他。 只是,他不明白,三皇子殿下,根本不认识他,为何会突然给他手书。 打开手书,看到里面的内容后,耿德元这才明白过来,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冷家,还真是好手段,在知道当阁入场之后,竟然联络上了三皇子。 耿德元眸中绽放冷芒。 如果说,三皇子介入秦晨这事,背后没有冷家的影子,打死他耿德元也不信。 而看到三皇子殿下的手书之后,耿德元也明白了自己应该怎么做了。 那当阁,虽然可怕,但连冷家,都未必比得上,现在再加上三皇子殿下出面,他还用考虑吗? 别说当阁长老了,就算是当阁阁主现在站在他面前,他也敢不卖对方的账。 一旦三皇子殿下今后登基为帝,那他,就是三皇子手下的人,只要替三皇子把事情办好,什么荣华富贵,还会少。 走,叫上其他人,马上跟我去审讯室。 心下激动,耿德元迫不及待。 迅速朝审讯室中走去。 审讯室中? 秦晨在这里都已经有一个多时辰了。 就在他等得快睡着的时候,支牙一声,审讯室的门,突然被推开。 脚步声响起,一名脸色又黑,有着三角眼的中年军官走了进来,在他背后,还跟着一群城卫军。 此人目光促暇,身上真力浑厚,胸口铠甲上镌刻着精美图案,一身气息,极为阴沉,竟是一名六阶初七巅峰的五尊强者。 一进来,此人就上下打量着秦晨,小眼睛中散发出阴冷的光芒,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茶。 在他身后,还跟着几个气势不凡的成卫军,至少也是队长级别,修卫比管尾,只强不弱。 这就是违反我王朝律法,在皇城中公然杀人,残忍杀害冯家一家的歹徒。 耿德元一进来,便在秦晨对面的椅子上一坐,目光不屑的看着秦晨,散发出思思不怀好意的阴冷味道。 耿统领,就是这个家伙,屠杀冯家的魁首。 跟在后方的管委立即恭敬说道。 看你小小年纪,也不像是什么坏人,没想到下手竟然如此之狠。 耿德元阴冷的看了眼秦晨,冷冷道,说吧,你究竟和冯家有什么深仇大恨,故意在冯家大喜之日,上门行凶,将平家之人进阶屠路,手段还如此残忍,今天在本统领这里,都给我一五一十的交代出来。 耿德元冷哼一声,立声说道。 第七百三十二章惹祸上身 故意上门行凶 秦晨眉头一皱,冷笑道,阁下说错了吧,行凶的,应该是冯家,强迫本少女人,嫁入他冯家,本少只是正当防卫罢了。 看来面前这人,应该就是冷家请动的成位属高官了,秦晨也懒得和对方多说什么。 否则哪有一上来,就给自己扣帽子的道理。 可笑,冯家身份高贵,乃是我大威王朝世家,岂会强迫一五国的贱民嫁入他冯家? 根本就是你五国之人,攀龙复凤,迷惑冯家公子,想要夺取冯家财产,结果在大婚之日,被冯家老祖识破,你五国几人,便心生歹意,将平家屠灭,更是夺走冯家诸多宝物,都给我老实交代了。 耿德元冷冷一笑。 耿统领说得没错,小子,赶紧把你是如何迷惑冯家,结果被识破,残忍杀害冯家之人的事实,一五一时交代出来,我告诉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耿德元身后的一名承卫军,立喝一声,呵斥说道。 秦晨摇摇头,我没什么好坦白的,还是那句话,行凶的是你们口中的世家冯家,本少只不过是正当防卫,根本无罪。 放肆,有罪没罪不是你说了算的,还不给我交代。 那承卫军,一拍桌子,勃然动怒。 秦晨冷笑一声,根本懒得理会。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贱秦晨不开口,肯领站了起来,脸色阴逸,小子,你这样的,我见得多了,本统领,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浪费,你交代也好,不交代也罢,事实就是事实,谁也不能改变。 说吧,他丢出来一张纸。 你行凶的过程,冯家的幸存者,已经详详细细写了下来,并且附有几名目击证人的证词,你看一下吧,如果没什么问题,赶紧签字,你放心,我成位属,会严格按照王朝律法办事,绝对秉公处理。 秦晨低头看向证词,仅仅看了一眼,便是冷冷一笑。 纸箭上面,颠倒黑白,说忧千雪见到冯家冯少峰少主,心生歹念,寄予冯家家产,故意勾引冯家冯少峰少主,欲要嫁入冯家,结果在大婚之日,被冯家识破奸计,他们几人见阴谋被识破,于是歹念横生,对冯家大打出手,残忍杀害冯家诸多弟子,想夺走冯家诸多宝物和财产,最大恶极。 胡说八道。 秦晨冷笑一声,这供词,颠倒黑白,我是不会牵的。 那耿统领,一拳砸在桌子上,勃然怒道,秦晨,这里是城卫署,可犹不得你撒野,今天这证词,你想牵的牵,不想牵,也得牵。 哦,是吗? 秦晨冷冷看着他,口中陡然吐出一股真力,将那供词碾压成粉碎,而后淡淡道,我倒要看看,现在你还怎么让我牵。 秦晨那模样,态度,令所有城卫军,勃然大怒。 好小子,真以为本统领治不了你了吗? 管尾,给我将这人押入黑牢,什么时候化压,在什么时候带过来见我,我倒要看看,他能坚持多久。 耿德元眸光森冷道。 是。 管尾当即英和一声,带着几名城卫军,将秦晨团团围住,押界了出去。 不多时,秦晨便被押到了城卫署的黑牢所在。 黑牢,是城卫署关押重犯的地方,能出现在这里的犯人,基本就没有什么善语之辈。 而一般被押入黑牢,也基本代表着此人与自由无关了。 因为一旦被打入黑牢,几乎没有可能从那里活着走出来。 田队长,这位是耿同领的要饭,明顽不灵,敬酒不吃吃罚酒,耿同领说了,把他打入黑牢,什么时候肯招供化压了,什么时候才能出来。 黑牢,有专门的人管辖,是一名有着落腮胡子的大汉,目光极为冷力,常年在黑牢时间呆长了,浑身散发出一股暴虐之意。 管委将秦晨带过来之后,立即就交接给了那田队长。 管队长,就是这小子。 此人犯了什么事? 值得你们如此劳师动众。 田队长扫了眼被捆腹得严严实实的秦晨,见只是一个少年,却如此郑重,不禁有些意外。 田队长,你可别小看了这小子,对此子,一定要严加看管,身上的附贞所,绝对不能解开,你不知道,此人可狠呢,将皇城世家冯家灭门的,就是这小子,连冯家老祖都死在了他手上,你可小心着点。 管委提醒道。 他怕田丹不明就里,万一将秦晨身上的附贞所打开,那就麻烦了,以秦晨的修为,说不准,就能逃出黑牢。 就是他灭了冯家。 魁梧大汉田丹吃了一惊,仔细打量了秦晨好几眼,难以相信,灭掉冯家的,竟然是如此年轻的一个少年,脸上也收起了小觑之心。 好,你放心,人到了我这里,想安然出去,那是不可能的。 田丹猙獰笑了一下,他身后的两名城卫军也都露出冰冷的笑。 那我就把人交给你了,耿统领可是说了,要好好照顾此人,你应该明白的。 管委冷冷一笑。 放心好了,交给我了。 那田丹上下打量秦晨,嘴角勾勒冷笑,从管委手中接过秦晨后,带入了黑牢区。 队长,把这小子送到什么地方? 其中一名城卫军冷笑道。 那还用问问,既然耿统领交代过了,自然是将这小子送到重刑区。 田队长冷哼一声。 重刑区? 那两位城卫军都一愣,旋即露出了猙獰的笑容。 重刑区,那可是黑牢中最恐怖的地方,里面都关押着一群亡命之徒,基本上,都是一些不可能再放出来的歹徒。 可以说,被关押在那里的人,只是走过过场,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执行死刑。 而这些囚犯,往往也知道自己的命运,因此全都极为疯狂,根本没有任何求生的欲望。 一个正常人被丢进重刑区,恐怕要不了两天,就会凄惨的连爹妈都不认识,可以说,是黑牢最为吓人的地方。 不过在将这小子扔进去之前,先将这小子身上的东西给搜一下。 田队长一挥手,两人立即将秦晨压在角落,就要朝秦晨身上搜来。 田队长吧,如果我是你,就不会让自己惹祸上身。 就在这时,秦晨突然冷笑一声。 第733章 痛煞我也 你什么意思? 原本正准备动手的田队长一愣,停下手,看向秦晨。 你小子说什么呢? 小子,惹祸上身。 胆子挺大呀,这时候还敢威胁我们队长,找死吧你。 两名城卫军也冷喝起来,其中一人冷冷走向秦晨,显然是要给秦晨一点教训。 信不信,只要你动我一根汗毛,要不了两天,你会哭着跪下来求我。 秦晨突然抬头冷冷看向他,那语气并非如何冷烈,目光也极为平淡,可落入那城卫军眼中,却令他浑身一毛,仿佛被某种史前怪物盯住了般。 那目光,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仿佛神龙在俯视楼椅,令人不寒而栗。 登登登。 承受不了秦晨的目光,那城卫军连连后退,不经意间浑身冒出了冷汗。 哼,在黑牢中,还敢威胁我们,好大胆。 田丹脸色一沉,看到手下如此不堪,心中愤怒,也看不下去了。 淡淡看了田丹一眼,秦晨淡淡道,田队长,最近睡眠不大好吧,每到午夜子时,胸口鹰疮穴是不是变疼痛难忍,宛若万虫是咬一般,痛苦不堪,浑身麻痹。 一直到沉时,才会有所缓解。 整个过程,真力无法凝聚,浑身酥软,痛苦不堪。 两名城卫军一政,不知秦晨为什么突然会说这些。 但是,当秦晨这些话说出来的时候,田丹浑身一震,原本难看的脸色,顿时露出金融,眸中射出前所未有的难以置信光芒来。 哎,田队长年纪轻轻,修为已是五阶后期巅峰,剧本少看,距离半步五尊也都只有一步之遥,甚至可以直接冲击了,只可惜啊,身体出现了问题,今后别说冲击尊敬了,恐怕没几天好日子可活咯。 秦晨叹息一声。 小子,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们田队长,修为高深,实力惊人,今后可是会成为顶尖强者的人,你小子才没几天日子好活。 田丹身后的程卫军再度怒喝起来。 其中一人仰起手,就要去抽秦晨。 住手。 就在这时,田丹突然冷喝一声,冷冷盯着秦晨,眸光阴晴不定,仿佛要看清秦晨一般。 但从秦晨脸上,他却看不出丝毫端倪。 小子,你刚才所说,到底是什么意思,今日,若是不给本队长说清楚,别说你是耿统领交代下来的犯人,就算不是,本队长也要让你痛不欲生,后悔来到这黑牢之中。 半晌,田丹冰冷说道,语气中蕴含浓烈的杀意。 田队长听不明白吗? 秦晨淡笑看着田丹,丝毫没被田丹的威胁给吓道,淡淡道,既然田队长听不明白,那本少就说得明白一些好了,田队长应该在不久前,刚刚冲刺过半部武尊镜吧。 时间不长,大概在半个月前的样子吧,如果本少料得不错,田队长应该成功了,顺利突破入半部武尊。 只是,还没来得及高兴,却发现体内气海聚拢不了真力,就算是勉强聚拢,也会突然崩溃散意。 田队长害怕之下,应该服用过一些稳固气海的丹药,恩,五品雇员丹,还有六品宁海丹,则则,宁海丹可不便宜,虽然只是六品初期丹药,可价格不菲,极为稀少。 田队长应该花了不少财物吧。 说到这,秦晨摇摇头,宁海丹虽然疗效惊人,就算是破损的气海,都能进行凝聚,只可惜和田队长你的问题,并不对证,只是平白浪费财物罢了,最终,田队长的半部武尊镜,连三天都没能坚持住,就重新跌入了武阶后期武宗镜。 并且,还出现了我之前所说的那些症状,每到半夜,痛苦不堪,什么丹药都无法治疗,只有到陈时天亮,才会有所好转,本少应该没说错吧。 登登登。 秦晨这边说着,另一边,田丹的脸色却越来越苍白,越来越难看,到了最后,他堂堂成为军队长,甚至站立不稳,连连后退,同时惊骇的看着秦晨。 那眼神充满了惊恐,仿佛见鬼了一般。 队长,你怎么了? 旁边的成为军急忙上前扶住他。 我没事。 田丹一把将两人推开,骇然看着秦晨,惊怒道,这些东西,你是怎么知道的? 本少是怎么知道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田丹队长,你恐怕没几天可活了,一本少看,田队长还是尽早料理后事的比较好,否则等过几天,在黑牢中突然暴毙,连后事都来不及料理。 秦晨摇头道。 小子你找死。 一名成为军愤怒冲向秦晨。 住手。 田丹一把拦住他,路瞪了他一眼,而后冰冷看向秦晨,小子,你以为我会相信你? 本少所说究竟是事实,还是胡说八道,田队长心中应该有数,如果还不信的话,田队长可以摁一下自己的神阙,天池,和官员三学,自然就知道真假了。 秦晨冷笑。 田丹目光一凝,冷冷看着秦晨,虽然他内心极为不信,可下意识的,还是朝自己的这三个学位按了散去。 嘶。 这一案,田丹惨叫一声,三个学位同时传来剧痛,整个人眼前一黑,瞬间痛晕过去,一头栽倒在地上。 你对我们队长做了什么? 两名田丹的手下见状完全吓傻了,惊怒说道。 秦晨冷笑道,不用着急,你们的田队长没事,只需替他掐几下人钟,就会醒来了。 那两人将信将疑,但慌乱之下,还是下意识的听从秦晨吩咐,替田丹愣了几下人钟。 痛煞我也。 田丹嘶吼一声,清醒过来,浑身冷汗淋漓,脸色苍白如纸,无比虚弱,像是虚脱了一般。 田队长,你现在信了吧? 秦晨嘴秦冷笑道。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到底想做什么? 田丹死死的盯着秦晨。 他不信,秦晨指出自己身上的问题,只是为了惹怒自己。 明人不说暗话,你身上的问题,很是严重,正常来说,必死无疑,幸运的是,你运气不错,老天让你遇到了我,等于给你找了一条生路。 秦晨淡漠道。 你是说,你能治好我身上的问题。 田丹目光一凝,难以置信看来。 第734章快跪下了。 此时此刻,田丹心中纠结万分,无比复杂。 他刚才被秦晨一语击中身上的症状,真是有一种如遭雷击的感激,甚至怀疑是不是谁向秦晨泄露了自己的症状。 但是。 田丹心中很清楚,他身上的症状,他连最亲密的妻子都不曾说过,根本不可能有谁可以向秦晨泄露。 唯一的可能,是他曾经问诊过的炼药师。 只是,以他的身份,拜访得到的炼药师,都只是皇城较为普通的哪一类,不算差,但也不算顶尖。 毕竟,他只是成卫军的一个队长,虽然掌管黑牢,但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炼药师,也根本求不到他,岂会对他高看。 因此,那些高阶的炼药师,他拜访不起,也没有资格让别人为他诊断一回。 至于那些普通炼药师,田丹钱花了不少,代价也付出了许多,但却没一个能说出他身上具体原因的。 很多炼药师,甚至连他的病症都看不出来,更不用说向秦晨泄露了。 最让田丹吃惊的,还是秦晨随口就说出了他所服用过的丹药。 那些丹药,价值惊人,都是田丹想尽办法从一些特殊渠道购买,根本不可能有泄密的可能。 把这些线索总结在一起,田丹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秦晨所说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看出来的。 这让田丹如何不震惊? 他身上的问题,虽然发作的时间不长,但这段日子来,恶化的越来越快。 有种无药可救的感觉。 而这时候被秦晨突然点破,就好像无尽黑暗之中,忽然出现了一道光亮,让田丹瞬间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希望来。 看到田丹患得患尸的表情,秦晨目光平静,但莫道,阁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卫署队长,有什么值得本少去欺骗的,说能治疗你身上的问题,自然就能治疗,难道本少还能从你身上骗得什么好处不成? 这可不一定。 田丹冷哼一声。 此时的他,也终于冷静了下来。 秦晨这样的人,他看得多了,很多人到了黑牢中,为了抓住生机,什么话都敢说,其实只是为了求生而已。 难保面前这小子这么说,也是为了让自己网开一面,获得一丝生机。 你说你能治我身上的病,我如何才能信你? 田丹沉声说道,死死盯着秦晨。 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怎么才能相信对方不是诃骗自己? 听到田丹的话,秦晨突然笑了,怎么才能信我? 田队长啊田队长,恐怕本少的身份,你还不是很清楚吧? 呵呵,你大可去当阁打听打听,我秦晨,是什么人,连当阁阁主都要尊称我一生大师,我用得着骗你。 实话告诉你,本少今天来成位属,只是为了不想当阁为难,到最后,你成位属还是会乖乖将本少送回去,那耿得元之所以把本少送来这里,就是想借用你的手,把本少去打成招, 所以本少先前才会劝你不要惹祸上身,你还真以为本少要求着你吗? 你若不信,就将本少投入黑牢中吧,本少忙得很,懒得和你废话。 冷哼一声,秦晨面露不屑。 看到秦晨的表情,田丹心中莫名一惊,连当阁阁主都要尊称他为大师。 真的假的? 你们两个,过来一下。 心中怀疑之下,田丹一挥手,瞬间将两名手下叫到耳边,暗中吩咐了几句。 那两名成位军,连连头,看了秦晨一眼,急急忙忙跑了出去,也不知去哪里了。 哼,不管你所说的是真是假,本队长看你还比较老实,就先不将你押入黑牢区,等本队长看过你的卷宗再说。 冷哼一声,田丹将秦晨押到了一个单独的房间,暂时勘押了起来,而他自己,就守在门口,亲自看守秦晨。 秦晨也不着急,无视门口的田丹,在房间中慢悠悠的盘膝而坐,竟然闭目修炼起来。 他知道,田丹定然是调查自己去了。 等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后,不信他会不改变态度。 半个时辰之后,田丹派出去的两名成位军急匆匆的回来了。 两人看了眼房间中的秦晨,一脸惊容,而后在田丹耳边,低声说了起来。 什么? 田丹的表情,越来越震惊,也越来越惊讶,到了最后,充满骇然的看向了秦晨。 这两名成位军不是去的别处,正是听从田丹的命令,去当阁打听秦晨的消息。 今天白天,秦晨在当阁闯疑难石壁的消息,何等轰动? 别说当阁,几乎半个皇城的人,都有所听闻。 现在刻意打听之下,如何打听不到,这两名成位军清楚的打听到,当阁阁主卓清风在秦晨闯荡疑难石壁之后,对秦晨何等恭敬? 甚至为了讨好秦晨,直接废除了一名当阁实权长老,并将其打入执法堂调查。 这是何等行为? 而且,他们两个,还打听到了另外一个消息,那便是当阁许伯长老之前,似乎生了一场重病,这个越来,并且越来越严重,甚至都快陨落了。 整个皇城的炼药师和医师,都束手无策。 但秦晨过来之后,略施医术,就将许伯长老的伤势治愈,从卧病在床,到生龙活虎,只花了小半天的功夫。 现在许伯长老已经被任命为当阁副阁主。 而且有传闻,许伯长老的病情,并非是什么病,而是金元长老下了一种上股剧毒,这才无法医治。 这些消息,传入田丹耳中,令瞬间震惊无比。 耿统领,还真是害我。 浑身一震,田丹背后冒出一身冷汗。 还好他没有将秦晨直接打入黑牢,连当阁阁主都要尊称大师,这样的人物,别说秦晨还能治愈他身上的病了,就算不能治愈,他也不敢得罪。 要是让当阁得知了,那还得了。 快,快给我打开牢门。 怒喝一声,田丹慌忙走了进来。 睁开眼睛,秦晨不等田丹说话,便淡淡道,田队长,本少的卷宗看完了。 看完了的话,就快点将本少压到黑牢中去吧,本少可听说了,黑牢中,有不少穷凶极恶的歹徒,本少还想见识见识了,一直待在这里,快冷清的。 扑通一声,听到这话,田丹双腿一软,都快跪下了。 第735章 幽明报 脸上尴尬露出一丝笑容,田丹谄笑道,秦大师,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在没有给您定罪之前,在下岂会将你投入黑牢那种地方。 这是对大师您的亵渎,是对皇城律法的践踏。 田丹一副义愤填英的说道。 将秦晨押入黑牢。 开玩笑。 打死他,也不敢做这样的事啊。 他不知道耿副统领为什么要得罪当阁,将秦晨押借过来,但想来,其中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 如果秦晨没什么背景,他卖耿德元一个面子,也就卖了。 可现在知道秦晨是连当阁阁主都要尊称大师的人之后,田丹岂敢再对秦晨有什么想法。 如果耿副统领将秦晨一棒子打死了,那还好,如果最后没定罪成功,最后放了出去,那自己以后还会有好果子吃。 尽管当阁也管不了他们成位属,可这种完全没好处的得罪人,那根本就是作死。 看到田丹脸上谄媚的笑容,秦晨立即就知道,对方肯定是打听到了自己的情况,所以才改变了态度,但是脸上,却装作一脸糊涂,疑惑道,田队长,之前似乎不是这个说法呀。 可可。 田丹一脸尴尬,旋即义正言辞道,秦大师,之前是在下没有看过大师的卷宗,以为大师是个穷凶极恶之辈,自然要严加惩戒,可先前,在下看了一下秦大师的卷宗后,却发现其中一点颇多,有很多地方,根本解释不通,所以在调查清楚事实真相之前,在下觉得,不能以犯人的态度来对待大师你。 此时此刻,田丹连大师都直接称呼上了,正义凛然道,我们成位属,执行王朝律法,代表的是王朝的脸面,岂能在事实真相没有弄清之前,就胡乱给人定罪。 一边说着,田丹一边瞪了身边两人一眼,怒道,你们两个,还愣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给秦晨大师松绑。 真是的,一点眼力尽都没有,秦大师还没真正定罪,就绑成这样子,合适吗?田丹怒气冲冲道。 松绑。 两名成卫军吓了一跳,吃惊的看了眼田丹。 虽然他们知道秦晨是当阁的贵客,可同样知道,就是这个当阁所谓的大师,就在不久前,待人灭了世家冯家,整个冯家高手,几乎一个不剩。 耿副统领恐怕也是担心对方动手,所以才将此人用锁针链给束缚了现在。 真要松绑了,一旦动起手来,这里谁制得住他? 队长,这个似乎不太好吧,管委队长可是说了。 这个案子,耿副统领关注着,特意交代。 耿副统领。 田丹眼珠子一瞪,怎么,你们两个莫不是以为管委那小子背后靠上了耿副统领,本队长就怕了他不成。 这里是黑牢区,是我田丹的地盘,本队长想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别说他管委说什么,就是耿德元在我面前,本队长也丝毫不鸟他,还不快给大师松绑。 一脚踹在两人屁股上,田丹是怒气冲冲。 怎么回事,这两人还听不听命令了? 是,是。 两人面容苦涩,急忙上来,开始解秦臣身上的锁针链。 所谓县官不如县管,他们虽然对秦臣极为畏惧,对耿统领的命令也不敢违背,但他们毕竟是田丹带的兵。 田丹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对田丹的命令,自然也不敢违背。 小心翼翼的把秦臣身上的锁针链给解开后,两人立即吓得躲在了一旁。 来,来,秦大师,这边坐。 田丹一边把秦臣拉到座椅上,一边对着那两人怒骂道,你们两个家伙,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去准备茶水。 把本队长上好的雪山风茶叶拿来,一个个,都数猪的吧。 田丹都快气炸了,这两个家伙,平素里看他们还比较机灵,怎么今天这么不灵光。 很快,热乎乎的茶水端了上来,秦臣全身松绑,被安排到了座位之上。 田丹队长,你就不怕我逃跑。 秦臣喝了一口热茶,但笑着说道。 逃跑。 田丹一摇头,秦大师说笑了,大师刚才可是说了,您是怕当阁难做, 才故意被逮入成位属的,要不了多久,便能离开,别人这么说,我只当他是吹牛,但大师这么说,田某岂会不信。 呵呵。 秦臣笑了一下,不置可否。 秦大师,您看我这茶怎么样? 田丹见秦臣不说话,小心翼翼看过来。 还行。 秦臣点了下头,他是没想到,在这黑牢中,竟然还能喝到如此不错的茶。 秦大师满意,那就好。 田丹搓了搓手,而后带着几分请求的看过来,那啥,秦大师,你刚才说我身上的问题。 秦臣淡淡瞥了他一眼,你放心,既然我说过你身上的病我能治,自然不会骗你。 陈嫂,那我身上。 不知道田队长的血脉,是什么属性。 秦臣笑问,如果我没猜错,田队长应该在半年前,刚刚提升过血脉吧。 你,你怎么知道? 田丹震惊了。 我不但知道这个,还知道,田队长用来提升血脉的血兽,应该是五阶幽冥报。 秦臣又道。 哗啦。 田丹吓得豁然站起,屁股后面的椅子瞬间倒地,整个人震惊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一脸骇然。 秦臣能看出他的症状,他不惊讶,毕竟一名强大的炼药师,就能通过一个人的表象,来推断出其身体的问题。 但秦臣居然一下子看出他在多长时间前提升过血脉,并且提升血脉所吸收的血精,这就让田丹不得不骇然了。 这简直就是神了。 其实田队长你身上的问题,应该就是这幽冥报的血经所引起的。 田丹顿时震惊道,怎么可能? 他提升血脉品级,乃是通过血脉圣地进行的,而且极为符合他自身的血脉属性,怎么可能会出现问题? 顿时震眉道,难道真的是我吸收的血精有问题? 可是,如果那血精真有问题,血脉圣地的那些血脉师,岂会看不出来? 他们也没说什么呀? 那是他们无知,而且太过古板。 秦臣摇头 第736章 贵宾待遇 田丹无语 给他提升无品血脉的,也不是什么无名之辈,好像还是血脉圣地中的一个管事,身份地位极高,居然被秦臣说成无知。 那在下吸收的血精,到底有什么问题? 田丹疑惑道, 如果不是秦臣一语道破他身上的问题,他肯定会觉得此人根本就是个骗子。 其实,你吸收的血精本身没什么问题,那血脉师操作的也没有问题,而是你个人自身的问题。 秦臣道 自身的问题 没错 秦臣淡淡一笑,你修炼地功法,应该是集火属性的,所以你的脾气,一向有些暴躁,而你的血脉,却偏偏属于因属性,这两者之间,本身并不融洽。 不过,这也没什么。 血脉拥有极强的容错性,哪怕是拥有寒冰血脉的武者,也未必不能修炼火属性功法,说不定,还能独创出冰火属性的攻击来,但问题出就出在,你之前提升血脉所吸收的血精之上。 你所吸收的二,三品血精,已经看步大出来了,但你血脉突破四品时,吸收的血精,应该是四阶铁爪兽的血精,铁爪兽,脾气暴力,防御惊人,且攻击狂暴,是玄疾血兽中,比较可怕的一种,但是它的属性,具体来说,属于羹筋属性。 而你血脉突破五品时,偏偏吸收的却又是幽冥暴的血精。 幽冥暴,行动矫健,气质幽冷,为蚁木属性,五行之中,更金刻蚁木,你的血脉同时承受这两种血精的力量,自然会产生冲突。 但是,这也并非无解,血脉圣地一般给人提升血脉之时,都会检测血脉属性,也有过预防手段,即便是更金配上蚁木,也并非一定不行,但它们最关键的,是没有计算尽你的职业。 我的职业?田丹一愣,这和职业又有什么关系? 没错,就是你的职业。 秦陈淡淡道,成卫军,虽然不是什么特殊的职业,但你却偏偏是成卫署中守卫黑牢的队长,黑牢,是成卫署关押死囚的地方,这里的任何一处空气中,都充斥着绝望,暴力和淡淡的死气,普通人接触个十天半个月没什么关系,但你却是常年驻扎在这里,经年累月的接受这种气息,会使得你的身体中,自然而然聚集一样的, 一股普通人所看不出来的阴煞死气。 这阴煞死气,和你身上相刻的血精属性,以及所修炼地功法结合起来,便如同引爆了的炸药桶,瞬间令你的身体恶化起来。 嘶! 田丹面露骇然,他没想到,自己身上的问题,竟然这么复杂。 田丹身边的两名成卫军,此时也是彼此对视一眼,面露骇然。 想到秦晨所说的阴煞死气,两人只觉得浑身毛毛的,渗得慌。 毕竟,他们也常年在这黑牢中工作,不会也沾染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 田丹颤抖道,秦大师,那如何才能解决? 想要解决,其实很简单,我这里先给你开一张方子,你去按照我的方子抓药,服用个半个月,自然会将这股阴煞死气给驱除。 当真!田丹声音都有些发颤。 我有骗你的必要吗? 秦晨淡淡一笑,拿纸笔来吧。 田丹立即动手,准备了纸笔,恭恭敬敬摆在秦晨面前,秦晨也不含糊,直接写了一个方子。 就是这个方子,你抓了药,不需要请炼药师炼制,直接在一起熬汁即可,等汁液熬出来之后,直接吞服便是,不仅仅是你,包括他们两个,所有在黑牢中的成卫军,都可以服用这个药方,驱除体内的阴煞死气。 田丹下意识地接过药方,顿时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忍不住喃喃道,我身上的病,服用这些药汁就可以了。 他心中还有些难以置信。 不是他信不过秦晨,而是这个治疗过程,实在太简单了。 哪有那么容易。 秦晨笑了一下,这药方,只是将你身上的阴煞死气驱除,但是你身上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了,仅仅驱除阴煞死气,并不能治本,我这里,还有一套炼气的方法,分上下两篇,你先按照我这功法的上篇,炼一个星期,再按下篇,炼一个星期,这才能痊愈。 不会就算你痊愈了,以后再提升血脉的时候,可要注意了,不要再吸收和之前血精冲突的血受血精,以免再度复发。 至于这炼气方法的上篇,我现在就直接传给你,而下篇,等过段日子,你再来找我要吧。 秦晨话音落下,直接将一段炼气方法,传入田丹脑海。 这炼气方法十分简单,仅仅片刻功夫,田丹就掌握了。 下意识的,就在身体中运行了一个周天。 这一个周天下来,田丹只觉得身体中暖洋洋的,莫名的多了一些活力,整个人精神也明显焕发了不少。 你再按一下之前的三个学位。 秦晨突然道。 田丹一愣,而后小心翼翼的朝自己的神阙,天池,官员三个学按过去。 实在是之前那疼痛太过可怕了,令他心有余悸,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 咦? 只是这一次摁上去,田丹瞬间惊呆,之前还剧痛无比的三个学位,此时暖洋洋的,虽然还有些疼痛,但比刚才,却好了十倍不止。 怎么会? 田丹是彻底惊呆了,这秦晨的治疗手法,简直是神了,他才简单的运行了一下秦晨所给的炼气功法,效果竟然这么可怕。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虽然疼痛减弱不少,但你的问题,还没得到彻底解决,只有按照我所说的,服用药汁半个月,修炼上下篇炼气法,才能彻底痊愈,不会复发。 秦晨淡淡道。 是。 田丹激动万分,虽然秦晨说只是暂时的,但看到困扰了他这么久的问题,竟然如此轻易就好转了许多,令他如何不激动。 秦大师,你放心,只要是有我在,以后您在这黑牢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田丹意气奋发,一边吩咐一名成卫军去抓药,一边则吩咐另外一人,马上去整理出一个干净的黑牢单间,准备好各种生活用品,务必要做到干净,整洁,好让秦晨住的事。 书心,称心。 享受至高无上的贵宾待遇。 第737章 南宫黎 不得不说,这田丹的办事效率极快。 很快的功夫,一个极为舒适的单间就已经准备好了。 其中床单被褥都是全新的,甚至还摆放了一些茶具,可以直接在里面泡茶。 除此之外,各种食物,零食也都准备妥当,应有尽有。 看得准备的成卫军都目瞪口呆。 这哪里像是黑牢区,根本就是一个疗养院吗? 而在安置秦晨的时候,那药方中的各种药材也都抓回来了,田丹迅速熬制之后,迫不及待喝了一碗。 当热腾腾的药汁进入胃里之后,一股令人舒服到呻吟的暖流,瞬间流遍她的全身,在各个经脉和穴位中,流淌着,让田丹有种前所未有的舒适之感。 那种麻痹的感觉,也迅速被一扫而空,凝聚的真力充满了力量感。 甚至于体内真力,有种跃跃欲试,想要再度冲破半步五尊的冲动。 顿时让田丹泪流满面。 多久了,她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久,都不曾过这种感觉了。 虽然现在还无法突破到半步五尊,但田丹已然相信,按照秦晨的吩咐,半个月后,她不但身上的伤势会痊愈,甚至有可能再度回到半步五尊境界,这让她,如何不激动。 而田丹除了自己之外,她麾下的成卫军,也每人服用了一碗药汁。 顿时,每个人身体中都暖洋洋的,其中一名成卫军,原本一直卡在四阶后期巅峰,竟然一瞬之间,开始了突破。 这让田丹瞠目结舌,震惊不已。 她所不清楚的是,这些成卫军,常年在这黑牢中,也接触了许多暴力的负面情绪,导致身体中,积聚了很多阴煞死气。 这些阴煞死气,不仅会影响他们的情绪,更是会令他们的修为停滞,无法寸进,如今体内阴煞死气开始消散,真力得到了解放,自然会水到渠成的有所提升。 这让田丹更加坚定了,要伺候好秦晨的决心。 而在秦晨被关押入城卫属的时候,许伯长老也气冲冲的回到了当阁之中。 他本来是想通禀卓清风阁主秦晨的情况,想让阁主出面要人。 可让许伯没想到的是,卓清风在秦晨离开当阁,任命他为父阁主之后,因为秦晨闯疑南石壁,给了他太多启发,直接毙了死关。 见不到阁主的许伯,只能按照秦晨的吩咐,快马赶往血脉圣地。 皇城血脉圣地中心 一个宏伟的血脉室外,一名中年男子站在外面,恭敬等待着什么。 不知过了多久,枝牙一声,血脉室打开,一股惊人的波动传出,同时走出来的,是一名气势不凡的老者。 此人身穿六阶血脉尸袍,一双眼瞳,炯炯有神,如冷星翼翼,散发寒芒。 正是皇城血脉圣地的会长,南宫黎。 这南宫黎,在皇城中也算是一个传奇人物,淡薄名利,很少和各大势力往来,身躯简出,一心钻研血脉知识,是一个研究狂人。 属下见过会长大人。 见到老者出来,中年男子急忙攻身行礼。 陈管事,你有事。 正沉思着的南宫黎,被中年男子惊醒,顿时眉头一皱,不悦说道。 南宫黎喜清静,最忌讳被人打扰,每次研究血脉之后,都需要安静的空间和氛围,给他足够的思考时间。 而这个规矩,也是整个血脉圣地的血脉师,都最为清楚的。 见会长不悦,那陈管事脸色顿时一白,知道自己贸然打扰,已经惹会长不开心了,急忙小心翼翼道,会长大人,的确有事。 但是,外面有个名为许伯的当阁长老,想求见你,听说您在修炼,已经在外面等了快一个时辰了。 当阁长老。 南宫黎眯着眼睛。 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当阁之中,除了卓清风会长还有几分交情外,和其他长老,根本不熟,平素里,也没什么往来,怎么突然会有长老求见。 在外界,当阁长老身份地位绝对算不错了,但在南宫黎面前,区区一个长老,他又岂会在乎。 顿时脸色一沉,陈管事,我不是吩咐过你,没有要事,就别来烦我,怎么现在一个当阁长老求见,你都过来打扰,你是不是觉得。 本会长时间多得很。 连一个当阁长老都有空去见了。 他想都不用想,就能猜出来,所谓的当阁长老求见,99%,是来求自己提升血脉的,这种事情,他根本懒得管。 不,属下不敢,属下本来已经拒绝他了,并且说明了会长大人你的情况,可是,好说歹说,此人就是不愿意走,说有要事要找会长您,而且,此人还说自己是当阁的副阁主,属下看他的确很是着急,想着要是真有什么要事,就。 当阁副阁主 南宫里冷笑一声,卓老头我虽然不是很熟,但也有些了解,此人和老夫一样,根本什么都不管,所以从来没设立过什么副阁主,这件事,皇城都知道,你会不知道。 是不是随便哪个当阁长老说自己是副阁主,你都会信。 南宫里面色一沉,不高兴了。 把这陈祥提升到管事职位上,是觉得他还算懂事,有些灵光,怎么这次做事,这么不靠谱。 他甚至在考虑是不是该换个靠谱点的管事了。 不是。 陈祥管事擦了擦额头的冷汗,看到南宫里阴沉的脸色,了解南宫里的他,是知道会长已经很不开心了,急忙道,属下一开始也是不信的,可是他拿出了当阁镯清风阁主的令牌,属下想着要真是阁镯清风阁主有什么要事派他前来,被属下直接挡了就不好了,所以才前来请示会长您,既然会长大人您说不见,那属下马上将他赶走。 心下恼怒许伯,陈祥管事转身就要走。 卓清风的令牌 南宫里皱了下眉头,摆摆手道,算了,既然都来了,那老夫就见他一见吧,你把他带到老夫的会客室,老夫过会就来,老夫倒要看看,一个当阁长老,能有什么要事。 南宫里冷笑一声。 是。 陈管事擦了擦冷汗,这才小心翼翼的离开了。 第七百三十八章天大造化 南宫里的会客室中,许伯和黑奴,被陈祥带了进来。 许伯长老,会长马上过来,或会有什么事,你就直接和会长大人说,别绕什么弯子,会长大人时间忙得很,可没空听你闲扯。 把两人引到座位上后,陈祥沉着脸说道,语气中有着一丝不耐。 之前被南宫里教训了一顿,他心中到现在还有些惶恐,岂会给两人好脸色。 不多时,南宫里走了进来。 晚辈当阁许伯,拜见南宫里会长,如有冒犯,还请南宫里会长见谅。 南宫里一进来,许伯便急忙站起来,恭敬说道。 别看他现在是当阁的副阁主,但他很清楚,他这个副阁主的位置是怎么来的,和南宫里这样的顶尖势力拒搏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更何况,他现在是有事求人,不得不低调行事。 就是你有事要见我。 南宫里看了严许伯,但莫说道,本会长忙得很,如果你没什么要事,却浪费老夫时间,别以为你是当阁的长老,老夫就拿你没办法,信不信,老夫现在杀了你。 卓阁主也不会为你和老夫闹掰。 南宫里冷哼一声。 晚辈知道,晚辈来此,实际上有事向求。 许伯急忙道。 如果是想要让老夫替你提升血脉,那就别说了,老夫忙得很,没这个功夫。 南宫里一皱眉头,听到有事向求,就下意识地以为许伯是来请求提升血脉的。 这种事,南宫里见得实在太多了,身为血脉圣地的会长,南宫里是大威王朝血脉师中修为最强的一个。 整个大威王朝,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权贵高手请求他帮忙,全都被他拒之门外。 现在许伯开口,他下意识地便是拒绝。 会长大人误会了,晚辈此番来此,并非是为了提升血脉。 见南宫里动怒,许伯脸色一变,急忙惶恐说道。 他此番是为秦晨来寻求帮助的,虽然不知道秦晨给南宫里的信中写了什么,但是心中忐忑的他,却根本不敢惹怒南宫里。 不是为了提升血脉,哪又是为了什么? 南宫里冷笑一声。 他脸上流露出不屑,虽然没说什么,但言语中的轻蔑,却是昭然若揭。 一旁黑奴终于看不下去了。 南宫里,他也听说过,脾气乖张,性格极为刚烈,但却是血脉圣地会长,身份高贵。 只是,身份再高贵,他们过来求见,也不至于给这么一副脸色吧。 而且,秦晨写这封信之前,专门询问过黑奴有关南宫里的情况,对其了解得十分详细。 因此对这封信的内容,许伯是一无所知,可他黑奴,却是隐约有些了解的,已然猜测出了陈嫂的目的。 因此眉头一皱。 当即沉声道,南宫里会长,我们此番前来,是我们少主有一封信,要交给阁下。 你们少主。 南宫里看了眼黑奴,失笑一声,你们少主是谁。 老夫认识吗? 在老夫面前,还敢如此态度,陈管事,送客。 一挥手,懒得再问,南宫里直接下达了逐客令。 南宫会长。 许伯急忙喊道,心中却焦急万分,埋怨黑奴,在南宫会长面前,竟然还敢这般态度,这家伙,难道不知道他们此行目的是什么吗? 这么一搞,得罪了南宫会长,陈嫂怎么办? 别再说了,老夫见过的人多了,装模作样,再不走,信不信老夫当场将你们拿下了。 南宫里冷亨一声。 两位,赶紧离开吧,再不走,我血脉圣地可要动手了。 陈管事见会长生计了,也含声说道。 许伯还想说什么,却被黑奴一把拉住,冷冷道,既然南宫会长不想要这造化,哪便算了,如此眼界,也难怪此人,一直卡在六阶血脉失境界,始终无法寸进,恐怕他这辈子,做到大威王朝血脉圣地会长,已经是到头了,许伯长老,我们走。 说吧,拉着许伯,转身便要离开。 且慢。 南宫里声音一寒,冷冷看向黑奴,一股可怕的气势,镇压而来,瞬间落在黑奴身上,冰冷道,小子,你说什么? 难道不是吗? 黑奴转头看过来,淡淡道,南宫里,你出生自大威王朝,年轻时本只是汴州血脉圣地一个普通的血脉师,只不过,你运气不错,二十多岁的时候被一位路过百朝之地的血脉大师相中,跟随他身边,当了几年学徒,后来,那血脉大师离开百朝之地,重回更高地域。 但你因为天赋太低,却被留了下来,但凭借那几年的经验和眼界,你在血脉师意图上,倒也一帆风顺,耗费数十年功夫,总算成为六阶血脉师,成为大威王朝血脉圣地会长,我说的没错吧? 一旁,许伯一愣。 这些消息,他这个皇城的当阁长老都不甚了解,黑奴是怎么知道的? 你,南宫黎目光瞬间寒了下来,一股灵力的杀鸡,瞬间弥漫住两人,寒声道,你将老夫调查得很清楚吗? 说,你们两个的目的是什么? 今日若不说清楚,你们两个休想安然离开,便是叫着清风过来也没用。 南宫黎浑身寒意绽放。 黑奴所说的消息,是他心中最大的痛,当年那血脉大师离开的时候,本有意将南宫黎带走,只是,南宫黎天赋太低,所以无奈放弃。 只是告诉南宫黎,若是他有生之年,能突破到五王境界,并且血脉意图,能跨入六阶巅峰,便可去南华玉找他。 为此,南宫黎这些年,疯狂修炼和苦修,目的就是能够做到这一切。 只是,他的天资的确有限,这些年,一直卡在瓶颈之中。 五王修为倒还好,已经是半步五王的他,并非无法达到,但是血脉修为,他虽然早早的突破到了六阶,但这些年,进步缓慢,距离六阶巅峰,始终差那么一点,成为了他心中最大的痛。 如今被黑奴说破,令他如何不震怒? 目的? 黑奴看着南宫黎道,我们来此,的确是有目的,不过,同样是给阁下一个巨大的造化,若是阁下不信的话,看完在下少主的信,阁下就明白了。 对许伯一点头,许伯顿时反应过来,将秦晨所给的信,递了上来。 第739章 上古血脉术 接过信封,南宫黎脸上露出冷笑之意,装神弄鬼,若是让老夫失望,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后悔。 顺手接过信封,南宫黎打开瞥了一眼,陡然间,眉头微微一挑。 再往下看去,南宫黎双眸陡然瞪圆,眼神中流露出难以置信之色,看到一半,南宫黎豁然站了起来。 哗啦! 他因为太过激动,真理情不自禁流露,身前的桌子瞬间被撞倒,上面的东西,顿时摔落一地。 可他却浑然不觉,握着信的双手微微颤抖,显然是处于无比的震惊之中。 因为那信上,记载的竟然是一种远古血脉之术。 这种血脉之术,南宫黎曾经有所听闻,对血脉师的天赋要求并不高,却能大幅提升血脉师的等级。 为此,南宫黎曾经苦苦寻找了很久。 只不过,这种血脉之术,十分隐秘,南宫黎费尽心思,除了对这血脉之术有了简单的了解之外,对里面的具体内容,却是一点都没有打探到。 他甚至怀疑这种上古血脉术,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 而如今,这信上,清清楚楚写下了那远古血脉之术手法,让南宫黎如何不激动。 太不可思议了,这种血脉之术竟然真的存在。 南宫黎喃喃,脸色长红,像是喝醉了一般。 他那神情,把一旁陈祥管事吓了一跳,跟随南宫黎这么多年,陈祥还是第一次看到会长大人如此激动。 郑狐疑那信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就见南宫黎将信看完之后,脸色猛的一变,下一刻,呼的一声,南宫黎瞬间就来到了黑奴面前,眼神中流露出焦急的神色。 快说,你家少主是谁? 他人在哪里? 快说。 这个意外的举动,吓了许伯一大跳,以为南宫黎要动手杀人了。 只是看到南宫黎一脸焦急,并没有对黑奴动手的样子,反而是急切的打听秦晨的下落,这才隐隐猜测道,也许这信,真的不简单。 他哪里知道,秦晨在信中,只把那上古血脉术,写出了一大半,但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却并未写进去,让南宫黎如何不焦急。 根据秦晨所写的内容,南宫黎清楚的感觉到,如果自己真的将那上古血脉术掌握,极有可能,在数年之内,跨入六阶巅峰血脉师的行列。 如今,他已是半步武王强者,数年之间,彻底跨入七阶武王,也并非做不到。 如此一来,他便有资格,前往南华域,寻找他那师尊,进军更强的地狱。 这是何等的荣耀? 因此看到信中只记载了一半的上古血脉术后,南宫黎心中,是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时间都快要疯了。 南宫会长现在信了。 不将我等赶出去了。 面对南宫黎急躁的神情,黑奴却是表情淡定,平静说道。 南宫黎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这一惊一乍的举动太过鲁莽,而且自己先前也太过狂傲,当下善善一笑,连对着黑奴和许伯道,可可,误会,刚才只是误会。 而后对陈祥一瞪眼,怒道,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收拾一下,去老夫办公室,把老夫最好的茶叶拿出来,给两位贵宾倒茶。 这态度前后差别,让陈祥差点晕倒。 倒茶就不必了。 黑奴一摆手,其实我们少主让在下送这封信来,是有原因的,我们少主敬佩南宫会长的为人,在听闻南宫会长的事迹之后,有心想替南宫会长满足愿望,所以才写下了这封信,让在下送给南宫会长。 至于其中的另一部分秘书,因为比较特殊,不方便写出来,所以我们少主,准备亲自和南宫会长见面交流。 你们少主考虑的真是太周到了,你们少主现在在哪? 老夫现在就在这里等他,不,不,老夫应该亲自登门拜访,还劳烦两位带路,老夫这就去亲自拜访。 南宫离籍得直搓手,哪怕是一刻都等不了了。 本来我们少主定的是这两天和南宫会长见面,只可惜,中途出了点意外。 黑奴摇头。 他这样迂回,其实就是故意要让南宫会长的这颗心揪起来,好让对方好奇,主动询问。 到底是什么意外? 果然,听闻出了意外之后,南宫离得眉头瞬间皱起。 我们少主的朋友,被皇城中的一个家族欺辱,我们少主上门要人,对方竟然还想对我们少主下毒手,结果我们少主愤怒之下,就将那家族灭了满门。 黑奴沉声道,这本来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那家族,背景很大,竟然调动了成卫军来抓人,现在我们少主,被成卫署的人给抓走了。 我们少主,有心帮助南宫会长,所以特意让在下把这信先行交给南宫会长,让南宫会长,先了解起来,等我们少主从成卫署中脱身之后,再来和南宫会长亲自探讨。 什么,有这回事? 那你们少主什么时候能出来? 南宫离极了。 本来这事件很简单的事,但是那家族后台势力太大,想通过这件事将皇城办成冤假错案,所以,我们少主恐怕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出来,还请南宫会长不必着急,我们正在想办法,等我们少主出来后,一定会第一时间来找南宫会长。 黑奴沉声道,这城位属好大的胆子,是非不分,黑白不明,没有王法了吗? 南宫离勃然震怒道,你们少主家叫什么,灭了哪个家族? 老夫马上派人去城位属了解情况,皇城是一个讲法的地方,可由不得人胡作非为。 我们少主名为秦臣,说起来,和你们血脉圣地的东方青,还有向问天,有些交情。 黑奴说道。 东方青? 向问天? 南宫离瞇着眼睛,脑子里依稀记得,血脉圣地里是有这么两个血脉师。 只是,这种血脉师,血脉圣地里头有千千万万,南宫离也仅仅是依稀感觉,听说过这名字罢了。 因为少主现在处境险恶,所以我们两个也就不多留了,这信,就留给南宫会长做纪念,至于剩下的内容,等我们少主出来,再亲自和南宫会长探讨。 把信交上来了,黑奴和许伯也就没有多停留,很快便离开了血脉圣地。 只留下心急交加的南宫离。 第七百四十章 冷火凝冰术 呆得黑奴和许伯离去后,南宫离迅速的把陈祥叫了过来。 我们血脉圣地,是不是有两个叫东方青和向问天的血脉师? 南宫离沉声问道。 东方青? 向问天? 陈祥皱眉沉思了一下,旋即立即点头道,是有这两个家伙。 那东方青,是西北五国大齐国的血脉圣地分部的会长,三阶血脉师,向问天,是玄州血脉圣地分部的管事,四阶血脉师,他们两个,现在正被关押在分部的禁闭势力反思呢。 禁闭势力反思,怎么回事? 南宫离一愣。 这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听说,他们两个似乎因为包庇几个五国的弟子,让我们血脉圣地陷入到了皇城的纠纷之中,所以被戒律堂的人关了禁闭。 对了。 四世想到了什么,陈祥连说道,那东方青,当初因为很快掌握了北天玉下发的新一代血脉仪,给血脉圣地提交了一份新型血脉仪的使用报告,会长你还亲自表扬过呢? 新型血脉仪? 我想起来了。 南宫离恍然大悟,难怪他觉得东方青这个名字有些熟悉,当初那新型血脉仪,整个大威王朝血脉圣地会使用的人都不多,一个五国的分部会长,竟然如此熟练,他自己都极为惊叹。 包庇几个五国弟子。 什么乱七八糟的? 南宫离晨声道,你马上把那东方青和像问天带过来,然后,给我去调查一个叫秦晨的人,此人似乎和冯家有过冲突,现在人在成位属,你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会长有令,陈祥自然第一时间就去处理。 以血脉圣地的地位,很快的功夫,有关秦晨的诸多情报,也都一一提交了上来。 看到秦晨的情报,南宫离眉头微微一皱。 他怎么也没想到,秦晨竟然只是个五国弟子。 一个五国弟子,却拿出了他梦寐以求的上古血脉术,光是让他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如果不是那上古血脉术的内容,此时还在他身上的信中,他甚至怀疑,对方是不是故意来欺骗自己的。 属下,拜见会长。 不多时,东方青和像问天也被带了过来,两人见到南宫离,全都战战兢兢,惶恐行礼。 虽然同为血脉圣地的血脉师,但他们两个的地位,和南宫离的地位,相差太大了,平素里,根本不可能有丝毫交集,如今听闻会长赵剑,内心如何不忐忑。 不必多礼,老夫问你们,你们可认识一个叫秦晨的少年? 南宫离晨声道。 晨少。 闻言,东方青惊呼,脱口而出。 你认识他? 南宫离晨声道。 属下自然认识。 东方青急忙道,此人是我五国中大齐国的天才,而且,对血脉意图,有惊人的了解。 哦!惊人的了解? 从何说起? 南宫离疑惑道。 东方青当即将当初,秦晨随意操控新型血脉仪的事,原原本本讲了出来。 那新型血脉仪,是属下好不容易,才从王朝血脉圣地申请到的,属下敢保证,整个五国,除老夫那里外,其他任何血脉圣地都没有。 而且,那血脉仪,除了属下有资格使用外,其他血脉师,连剑都没见过,可是陈少,却一上来便随意操控,属下的操控方法,其实都是陈少所教导的。 说到这里,东方青脸上带着激动道,会长大人,陈少是不是已经来到了皇城了?他人现在在哪里? 以南宫离的身份,如果秦晨没来到皇城,根本惊动不了他。 原来那新型血脉仪的使用方法,竟然是秦晨教导你的。 听到东方青所说的内容,南宫离一脸震撼。 此时此刻,他对秦晨拥有上股血脉术是更加的坚定了。 他人的确是来了,不过,现在却在成卫署,这里面发生了很多事,过会陈祥管事会告诉你的,你和向问天被关禁闭太久了,先回去休息吧。 南宫离摆摆手,而后道,陈祥。 属下在。 你马上去成卫署,告诉他们,秦晨是我们血脉圣帝的血脉师,让他们马上给老夫放人,听明白没有。 堂堂血脉圣帝会长,那是整个皇城都竖得着的大人物,甚至在皇宫中,都有一定的话语权。 他南宫离吩咐下来,就算是成卫署的署长,也要卖他几分面子,就算是冯家背后有冷家的关系,南宫离也相信,他开口了,成卫署也不敢不给面子。 是,属下这就去。 陈祥从之前南宫离激动的神色上,就能看得出南宫离的态度,二话不说,转身便离开了。 而在南宫离调查秦晨,准备解救秦晨的时候。 许伯和黑奴,却已经到了皇城气垫,见到了气垫店主。 你们少主手中,真有上古冷火凝冰术的锻造手法。 气垫店店主耶律洪涛,是一名有着囚然胡须的魁梧老者,看到秦晨所写给他的信之后,一张脸,瞬间变得无比潮红,整个人豁然站起。 冷火凝冰术,是上古时期一种十分特殊和强大的淬炼之术,在炼气师中,康为至宝。 传闻,这种锻造手法十分可怕,同样的材料,用普通锻造手法,只能锻造出同级别的宝兵,可是用这种冷火凝冰术锻造出来的宝兵,有一定概率,锻造出更高级别的宝兵来。 这是有多可怕? 想想看,都是一阶的炼气材料,别的炼气师,只能够炼制出一阶的宝兵来,可利用冷火凝冰术来锻造,却可能炼制出二阶的宝兵,哪怕是二阶宝兵中最垃圾的,也足以引发整个炼气界的轰动。 因此整个天武大陆,几乎所有的炼气师,都对这种冷火凝冰术极为向往。 但这种炼兵之术,据说早已失传,已经有上千年没有出现过了,它的强大,只是在一些古籍中流传。 可现在,从秦陈信中得知有冷火凝冰术,让耶律洪涛如何不震惊? 黑奴微微一笑,我们少主知道殿主未必会相信,所以特意让属下带来了这一件兵器。 话音落下,黑奴手中瞬间出现一柄宝兵,递给了耶律洪涛。 这是。 接过黑奴手中的宝兵,耶律洪涛的目光瞬间凝固了,眼眸中流露出惊骇之色。 第七百四十一章 无法无天 身为六阶巅峰炼气大师,耶律洪涛眼光和等毒辣,一眼就看出了黑奴所拿出来的宝兵,所使用的材料,仅仅是最基础的一阶材料黑玄铁。 可是,这宝兵上的气息,却分明是二阶的宝兵。 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难道用一阶的材料,真能炼制出二阶的宝兵来? 冷火凝冰术,这才叫真正的炼气手法,可怕,太可怕了。 耶律洪涛浑身激动,颤抖不已。 他不断打量手中的宝兵,眼神凝重,面色潮红。 除了等阶的超越之外,耶律洪涛还在这把宝兵上,看出了诸多传说中的炼气手法。 黑玄铁,材质坚硬,但可塑性较差,可这宝兵上,却镌刻出了如此复杂的纹路,增强了这把宝兵的柔韧性,这分明是上古炼气手法中的百转催炼术。 还有这剑身,剑锋,一气呵成,没有二次加工的痕迹,难道是传说中的一体断气之术? 更惊人的是,这黑玄铁中的杂志,几乎被淬炼殆尽,整个剑体完美无瑕,用的又是什么淬炼手法? 轻轻摸摸着剑体,耶律洪涛激动的心脏都快要爆炸。 急忙拱手对黑奴和许伯行礼,脸上甚至带着前程,恭敬道,两位的少主,不知身在何处。 还请两位引荐,好让在下能亲自拜见大师,聆听教诲。 身为一名炼气师,耶律洪涛之所以能够走到这一步,成为大威王朝气垫的店主,完全是因为他对炼气之术有着十分崇高的敬仰之心。 因此在看到这把普通的二阶宝兵上,净蕴含有如此之多甚至在传说中都已经失传的逆天炼气之术后,他的内心,激动的已经根本说不出话来了。 甚至恨不得现在直接见到黑奴口中所说的少主,聆听对方的教诲。 耶律洪涛很清楚,这些年,他一心想要突破七阶,成为一名王级炼气师,只是苦苦无法得到进阶的法门。 百朝之地实在太贫瘠了,他也没有什么大的背景,有强大的师尊教导。 这些年,耶律洪涛一直在慢慢摸索,却进步缓慢。 可如今,看到如此之多的逆天炼气之术,让他如何不激动? 只要他能掌控这些炼气之术,别的不说,光是冷火凝冰术,就有可能令他在极短的时间内,炼制出七阶的王兵来,从此一举跨入七阶王级炼气师的行列。 这是何等的荣耀? 七阶王级炼气师,整个百朝之地,屈指可数,每一个都地位惊人。 是各大王朝都追捧的逆天人物。 如大威王朝的皇帝刘玄瑞,为了替大威王朝请来一位王级炼气师,甚至三顾茅庐,亲自出马,不远万里去拜见在百朝之地赫赫有名的鬼才炼气师佐安大师。 只可惜,即便如此,佐安大师对刘玄瑞依旧不加言辞,客气请走,而大威王朝陛下甚至不敢生佐安大师的气。 这便是王级炼气师的可怕之处。 一旦他能突破七阶王级,不仅仅能在大威王朝呼风唤雨,更是足以震动整个百朝之地,进军更高地域。 黑奴见效果达道,叹道,耶律殿主,实不相瞒,本来我们少主,是准备这两天亲自拜访阁下的。 只是,就在不久前,出了点意外,所以,只能请耶律殿主多等一段时日了。 什么意外? 耶律殿主听了这话,顿时慌了。 是这样的,我们少主出来大威王朝,却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得罪了皇城的一些势力,现在这些人要找我们少主的麻烦,我们少主被对方陷害,根本抽不开身。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耶律殿主极了,老夫在皇城人卖不少,有什么难题,我祭殿出面替你们少主解决。 这不太好吧,而且我们少主得罪的势力可不小。 不小又怎样,老夫在皇城,也算颇有薄面,到底是那个势力? 是皇城三大豪门之一的冷家。 冷家? 耶律洪涛眉头一皱,你们少主怎么会得罪冷家的? 冷家在皇城可不是一个小势力,乃是三大家族之首,而且还是丹药世家,地位身份非同一般。 哎,说来话长,主要还是冷家麾下的冯家,仗是欺人,想动我们少主的女人,我们少主震怒之下,就将平家给灭了,惹怒了冷家。 其实这倒也罢了,我们少主战礼,也根本不在乎冷家报复,可是这冷家,太过卑鄙,居然勾结成卫鼠,让成卫鼠派人将我们少主带走了。 说到这,黑奴郁闷道,其实我们少主根本不在乎成卫鼠,可是少主他偏偏还是一名炼药大师,甚至连当阁着清风阁主都极为敬佩,为了不给当阁惹麻烦,只能跟随成卫鼠的人回去,现在被押入了成卫鼠大牢。 那成卫鼠的人,嚣张得很,仗着冷家,连当阁的面子都不卖,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就少主出来呢。 这么无法无天。 耶律洪涛本来听说冷家和成卫鼠,还有些疑虑,可听说秦晨是正当防卫,成卫鼠是滥用私刑后,顿时怒了,这冷家好大的胆子,竟敢做出这样的事来,还有那成卫鼠,身为王朝官方机构,竟然助纣为虐,太放肆了。 耶律洪涛神色愤怒,你们两个放心,老夫还真不信了,这里是大威王朝的江山,是皇城地盘,冷家在下面嚣张也就罢了,在天子脚下,他们还想支手这天不成。 这件事交给老夫了,老夫马上派人去成卫鼠,把你们少主接出来,反了天了都。 耶律洪涛,乃是气垫店主,在皇城之中,也是树得上号的大人物。 他派人去成卫鼠说情,那可不是一般的压迫。 黑奴文言松了一口气,微笑道,有耶律店主出面,那肯定就好办了,这宝兵就送给耶律店主做个纪念,若我们少主真从成卫鼠出来,在下一定替耶律店主好好美颜,让我们少主第一时间来和耶律店主交流。 哪里,阁下太客气了,惩恶扬善,这本就是我被该做之事。 耶律洪涛心下大喜,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心中只觉得黑奴懂事极了。 第742章 气风的耿德元 在黑奴和许伯拼命想办法解救秦臣的时候。 当阁 卓清风阁主在闭关结束后,也听说了秦臣的事情,顿时惊怒万分。 许伯那个混账家伙干什么吃的? 老夫任命他为当阁副阁主,他就这么给我办事的。 竟让秦臣大师给成卫鼠的人带走了,到底是怎么搞的? 卓清风气的是浑身发抖。 他之前之所以闭关,正是为了试验了秦臣之前对疑难石壁的解答。 试验的结果,令他大为震惊。 秦臣对每一道题的回答,都完美无暇,根本没有一点披露。 同时他也再一次尝试了秦臣对自己身体的判断。 发现秦臣给出的答案。 简直就是神来之笔,绝对能完美解决他身上的问题。 这令他激动得甚至都快哭了。 可结果一出来,就听到秦臣被成卫鼠关押的消息,这让他如何不震怒? 他这么多年辛辛苦苦,一直无法解决身上的问题,突破不了,现在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丝希望。 可转眼,能解决问题的秦臣竟然被成卫鼠的人抓走了。 这刻嘛简直是在要他的命啊。 冷家和成卫鼠这么做,不是和秦臣过不去,分明是和他卓清风过不去。 消雅,你拿着老夫的令牌,马上去成卫鼠,让成卫鼠放人,如果成卫鼠不放,你就告诉他们,是老夫的命令,本座就不信了,老夫堂堂当阁阁主,竟连我当阁的炼药师都保不住,真当我卓清风是吃素的吗? 卓清风叫来消雅,愤怒说道,此时此刻,他是真的怒了。 成卫鼠的黑牢区 秦臣在黑牢中享受贵宾待遇的消息,经过一个晚上之后,也终于是传到了耿德元副统领的耳中。 你们这几个畜生,竟敢扬奉因为,老夫派管委是怎么跟你们说的? 让你们好好照顾这小子,你们倒好,竟然准备了这么一个地方给他。 怎么,你们以为本统领是让这小子来黑牢区度假的吗? 特么还准备了茶水,一个个都是猪脑子吗? 你们还想不想在成卫鼠干了? 看到在黑牢区享受皇帝一般待遇的秦臣,耿德元气得是浑身发抖,肺都要炸了。 而他身后的其他成卫军,也一个个脸色铁青,神情难看。 在耿德元面前,几个黑牢区的成卫军,却是吓得面如土色,瑟瑟发抖。 一旁的田丹队长冷着脸,耿副统领,你别骂了,他们是田某的手下,是我田某人让他们这么干的。 田丹不愧是有担当之人,这时候,却是站出来,将责任一力承担了,让他的几个手下内心感激不已。 田丹,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夫让你好好照顾,你就是这么照顾的。 你是误会了本统领的意思,还是非要和本统领过不去? 耿德元语气一寒。 耿统领,这里是我黑牢区,你也就别大发雷霆了,没什么意思。 我田某人,也不是你耿副统领手下的兵,你也管不了我。 田丹淡淡淡说道,就算是在耿德元这个副统领面前,也丝毫不惧。 田丹,你这是故意和耿某人过不去了? 你以为你一个成卫署队长,本统领拿捏不了你。 耿德元难以置信的看着田丹,勃然大怒。 周围的其他成卫军,也都目瞪口呆。 一开始,他们还以为是田丹队长误会了耿统领的意思,现在看来,对方是有意如此啊。 这田队长吃错药了吗? 呵呵,耿副统领,你虽然是成卫署副统领,但主管的是皇城西区街道,还管不了我黑牢区吧? 我黑牢区的统领,是卫统领,可没听说有你耿德元这一号人。 成卫署一共有一个署长,三个正统领,每个正统领下,有五个副统领。 也就是说,整个成卫署,等于一共有十五个副统领,每个副统领,掌管的区域也不一样。 每个副统领下面,又有五个大队,每个大队又分十个中队,小队。 可谓是层级严格。 耿德元这个副统领,按照级别,肯定是比田丹这个大队长高一级的。 但是,田丹掌管的黑牢区,却是成卫署的重要部门。 整个黑牢区,有多少歹徒? 多少穷凶极恶的罪犯? 根本不是一般的大队长,能够镇压得住的。 能掌管黑牢区的大队长,那绝对是成卫署所有大队长中最顶尖的几个之一了。 再加上,耿德元和田丹部署于一个统领主管,等于是不同的部门,田丹自然有底气和耿德元这么说话。 你放肆。 听到田丹的话,耿德元几乎快气疯了。 田丹,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这个大队长,还想不想当了? 信不信本统领一个命令,直接把你这身皮给包了? 耿德元气的浑身发抖,手指着田丹,愤怒无比。 他耿德元虽然只是个副统领,但也是有背景的。 走的,是他顶头上司古统领的路子。 而古统领,在成位属三大统领中,也属于极有权势的一个。 而且,古统领和冷家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他之所以能和冷家接触上,还是因为古统领的引荐。 也就是说,他们这一群人,是一伙的,并且,利益都绑在了一起。 更不用说,这一次,还有三皇子殿下插手。 三皇子出面,别说他们古统领了,就算是成位属属长,也得卖面子。 可如今,这田丹一个区区大队长,竟敢如此公然顶撞他,令他如何不震怒。 呵呵,耿统领,你身份高贵,自然无所不能,但是我田某人,却也不能因为你高我一级,就做违背良心之事,这秦辰的卷宗,本队长也看过了,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耿统领非要让本队长将他驱打成招,树田某人办不到,我成位属,也不是藏屋纳垢的地方。 田丹冷哼道。 昨天按照秦辰的方法和药液治疗之后,曾经苦恼田丹的顽疾,竟然真的好转了许多,甚至,田丹有种感觉,要不了两天,他就能恢复半部五尊修为。 到时候突破六阶五尊,也不是不可能。 一旦他成为六阶五尊,身份地位将大大不同,哪怕是不再成位属,也不愁眉去处,这种时候,自然必须坚定站在秦辰这一边。 第743章不知好歹 好好,田丹,你够可以,本统领现在没功夫和你扯淡,来人,把那小子从黑牢区带出来,本统领就不信了,离开了这黑牢区,老夫还拿捏不了那秦辰不成。 见田丹滴水不露,耿德元是气得浑身发抖,但一时却又无可奈何,只能一挥手,准备把秦辰带走。 抱歉了,此子既然已经被带到了黑牢区,那边是我田某的犯人,在事情没有调查结束之前,耿副统领恐怕不能将人随便带走了。 谁知道,就在耿德元的手下要去打开牢门的时候,田丹脚步一横,竟拦在了他们面前,根本不让耿德元的手下将秦辰带出来。 田丹,你这是什么意思? 耿德元眸光一寒,浑身绽放杀鸡,怒声道,此人可是老夫派人押送过来的,你难道还想阻我? 对不起,即便此人是耿副统领派人押过来的,但到了我黑牢区,那边是我田某的犯人,岂容耿统领说领走就领走。 田丹表情严肃,一口回绝。 你! 耿德元简直快气疯。 田丹之前不理会他的吩咐倒还罢了,现在竟然连人都不准备给他了,这分明是准备和他耿德元死磕到底的节奏。 他堂堂副统领,什么时候在一个大队长面前吃过这样的亏? 田丹,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目光一寒,耿德元冷冷看向田丹,浑身杀气腾腾。 田丹,还不给我让开了? 敢得罪耿统领,你是想找死吗? 端正你的态度,你只是个队长,竟敢连耿统领的命令都不听了? 想要以下犯上吗? 耿德元身后,诸多成卫军也都神色愤怒,纷纷利和说道。 面对众人如刀般的杀气目光,田丹淡淡淡道,黑牢区,乃是成卫署最核心的区域,关押的,都是对皇城乃至王朝有重大危害的犯人,我田某身为黑牢区主管,虽然在成卫署不算什么高层,但也知道尽忠职守的道理,岂能让人想赛人就赛人。 想提人就提人。 如果耿副统领不满意田某的态度,尽管去找署长大人,但今天想要带走此人,除非踏着田某的尸体过去。 田丹冷笑道。 田丹,你以为我不敢动你吗? 耿德元目光愤怒,代表六阶五尊的真理,轰然释放。 呵呵,耿副统领,你什么人物,岂会不敢动田某? 只不过,耿副统领你今日若敢动田某一根汗毛,田某必然上书署长大人,甚至王朝皇室,言你耿副统领不讲规矩,冲撞黑牢区,劫持犯人,意图谋反,不知道这个罪名,耿副统领你担不担得起。 田丹表情冷漠,言辞坚决。 耿德元浑身杀气,瞬间溃散,脸色气得发白。 强闯黑牢区,劫持犯人,这个罪名,他可担当不起。 好,好,好。 耿德元连叫三声好,语气阴冷无比,眼眸中射出如蛇蝎般的阴毒目光,冰冷道,田丹,本统领不知你今日为何非要护着这小子,不过,我告诉你,你目无尊卑,以下范上,已经深深触怒了本统领,本统领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马上让开,交出秦晨,本统领可以既往不救,否则,本统领, 可以明确告诉你,你这个黑牢区大队长,马上就要当到头了。 田丹冷冷一笑,想想不行,就来威胁吗? 不屑一笑,道,抱歉,绝无可能,若是耿副统领没有别的事的话,还请离开黑牢区,以免惹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一挥手,等于是直接逐客了。 这个脸,打得是啪啪直响,让耿统领的脸色,长红得如同猪肝一般。 他堂堂副统领,什么时候被这么羞辱过? 竟被一个城卫署大队长,直接赶出黑牢区,传出去,他这个副统领,以后谁还会信服?恐怕会成为整个城卫署的笑柄。 好,田丹,你有种,你给本统领等着,这一次若是不包了你这身大队长的皮,把你从城卫署踢出去,本统领就不信耿,我们走。 气得浑身颤抖,耿德元是再不想在黑牢区再待哪怕多一秒,带着一群手下,怒气冲冲的离去。 田丹,你完了。 执迷不悟。 不知好歹。 耿德元的一群手下,个个冰冷看着田丹,冷哼一声,也都转身离开。 队长,你这么得罪耿副统领,实属不智啊,听说耿副统领是古统领的人,如果耿副统领在古统领面前说你几句坏话,恐怕真可能会被踢出城卫署啊。 耿德元一离开,田丹的几名手下便惶恐的开口。 他们只是普通城卫军,一个队长在他们眼中,都大如天了,更不用说得罪了耿统领这样的副统领了,一个个心中慌乱不已。 田丹看了几人一眼,淡淡道,放心,今天的事情,田某会一力承担,牵扯不到你们几个的。 队长,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不必解释了,你们几个,也不用太担心,我田某做事堂堂正正,岂能如此轻易就被威胁,你们几个,接下来给我看好了这里,绝不能让不相干的人,把秦大师给提走了,如果让我知道谁在背后背着我干事,小心田某对他不客气。 队长,你放心,我们一定小心。 几名城卫军连忙说道。 这些人,都是田丹的心腹,他倒也颇为信任。 那就好,你们昨天,也都喝过了药液,一个个都多想想,是谁替你们治病,排除身体中的阴煞死气的,咱们城卫军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秦大师若是歹徒,田某自然无话可说,可若是有人想陷害秦大师,那田某绝不答应。 行了,这里就交给我了,你们先下去吧。 田队长一挥手,将这几个家伙打发走。 田队长,果然人亦无双。 那几个城卫军队长离开后,看到整个过程的秦臣,在黑牢中对田丹赞叹说道。 他却是没想到,田丹为了自己,竟然敢顶撞耿德元,这可是赌上前途的事情。 田丹苦笑一声,秦大师,你就别嘲讽我了,田某虽然不是什么好汉,但知恩图报的道理还是懂的,秦大师对田某恩重如山,那边是田某的恩人,别的不说,田某绝不能让秦大师在黑牢区中吃了亏。 第744章好大的威风 不过,说到这,田丹叹气一声,耿副统领背景很深,田某昨天也了解了一下您的案子,这件事,十分复杂,似乎除了冷家之外,我有个朋友说,似乎三皇子殿下也曾给耿副统领送过手信,若真是如此,田某也不知道还能顶多久。 三皇子给耿统领手信。 秦臣目光一凝,他倒是没想到,这件事中,还有三皇子插手。 你确定,本少和你口中的三皇子无冤无仇,他为何要插手这件事? 田丹轻叹一声,这件事,是田某一个在耿副统领麾下办事的朋友暗中告知的,应该不会有错,至于三皇子为何插手此事,田某就不知道了,也许是因为秦大师五国弟子的身份吧。 五国身份? 没错,三皇子此人,十分高傲,最讲究血统,对一些偏僻之地来人,十分不屑,甚至曾经在王朝提议过铲除西城贫民窟,只不过陛下没有同意。 而且,三皇子是王朝下一任国军的热门人选,是几个皇子中夺敌呼声最高的一个,他若是开口,我们署长恐怕都要给面子,秦大师若是有门路,还请尽快想办法,田某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听田丹这么一说,秦臣的眸光渐渐的冷了下来。 此时,他也想起来了,这三皇子,似乎就是当初阻止幽谦雪他们加入帝星学院之人。 这么说来,本少五国的身份,还爱着他三皇子了。 秦臣冷笑起来。 这三皇子,三方五次为难自己,真以为自己是迷人,没有半点脾气吗? 如果他不插手这件事还好,若是真插手,而且还和冷家勾结在一起,就休怪自己不给面子了,今后要好好和他斗了一斗了。 田丹健壮,急忙道,秦大师,你不会想什么法子对付三皇子吧,千万不要鲁莽,三皇子地位高贵,在他眼中,我等不过只是一只蝼蚁而已,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蝼蚁 秦臣怒急返笑,很好,好一个蝼蚁,不过他若把本少当成蝼蚁,恐怕本少会让他失望了。 秦臣目光一寒,呼声最高的皇子呢? 希望他,别做出错误的抉择。 贱秦臣这般,田丹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最终却只能摇了摇头,微微叹了口气。 他这里无奈。 另一侧,回到自己办公室的耿德元,却是被气得不轻。 好一个田丹,简直活腻了,敢顶撞本统领,这次本统领非将他拉下马不可,来人。 属下在。 一名成卫军急忙上前。 耿德元脸色阴沉,喝道,你马上去禀告古痛灵,将这里的事情上报,并且告知古统领三皇子守信的事,让他老人夹出一份贬书,直接撤了这田丹的大队长职位。 是,属下这就去。 耿德元脸色铁青,本来这件事,是冷家吩咐他的事,还有三皇子的关系,他本不想让古统领插手。 可谁曾想,田丹竟然如此不给面子,让他气得发疯。 早知道,就不将秦晨送去黑牢区了。 只是现在,后悔也晚了。 所幸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古统领,在成卫属位高权重,想要罢免一个大队长,绝对是一句话的事。 到时候,等贬书下来,看那田丹,还如何嚣张。 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一名成卫军,从外面走了进来。 什么事? 耿德元心情不好,冷声问道。 那成卫军急忙丹西跪下,禀告道,耿统领,外面有一个叫逍雅的炼药师,据说受了当阁阁主的命令,要求我们成卫属,马上将秦晨放出去,这是他们当阁阁主的令牌。 说着,那成卫军递上来一块令牌。 耿德元正气的厉害,看到桌子上的令牌,随手就扔了出去,怒骂道,一个小小的五国弟子,又是什么当阁长老,又是什么当阁阁主,这些当阁的人都吃饱了没事做吗? 你去告诉来人,这秦晨,是我成卫属的要饭,当阁也没资格过问成卫属办案,让对方赶紧离开。 是。 那成卫军当即转身离去了。 难怪那小子底气很足,原来是攀上了当阁的路子,哼,当阁在我大威王朝,一点名气都没有,市场份额连冷家的一半都没有,也在老夫面前嚣张,什么玩意。 耿德元痴笑一声,面露不屑。 话音未落,之前那出去的成卫军又匆匆走了回来。 不是让你把人赶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耿德元眉头一皱。 耿统领,外面又有人求见。 又有人? 是谁? 是气垫的一个执事,据说是受了气垫店主之命,来要求我们成卫属把那秦晨给放了。 那成卫军连说道。 气垫? 也为那秦晨? 这是怎么回事? 耿德元郁问不已。 忍不住怒道,就说那秦晨,是我成卫属要饭,必须严惩,谁来求情也不行。 耿德元冷笑一声。 气垫虽然很强。 但在大威王朝,真正占据皇城兵器市场的是宗门实力中的顶气阁。 他耿德元,根本无需拍气垫马屁,对气垫自然无所畏惧。 可就在那城卫军离开,耿德元还没来得及休息一下,支牙一声,房门又被打开了。 耿统领,外面又有人求见。 那城卫军都快哭了。 又有人? 耿德元也快疯了,怒道,这次又是谁? 那人说他是血脉圣帝的管事,为秦晨而来,要求我们城卫属的人,马上放人。 那城卫军战战兢兢道。 血脉圣帝的管事? 也为那秦晨求情。 耿德元豁然站起,脸色一变。 耿德元靠着冷家,自然不在乎当格,对气垫也没什么需求,无所畏惧,但是血脉圣帝,他却不能不在乎。 眉头一皱,沉声道,你就说我人不在,不见,至于放人。 就说那秦晨,乃是王朝要饭,岂能说放就放,我成卫属,乃是听从王朝号令,自然不能因为血脉圣帝的求情,就直接将人放了,这是对王朝的不负责。 对血脉圣帝的管事,他耿德元可不敢把话说得太狠。 这秦晨,怎么连血脉圣帝的路子都搭上了? 等那城卫军离去之后,耿德元脸色阴沉无比。 正思索着,就听外面传来吵闹之声,一名脸色阴沉,身穿血脉圣帝管事服的中年男子,跨步走了进来。 在他面前,几名城卫军连连劝阻,却根本拦不住对方。 阁下一个城卫属副统领,好大的威风啊。 一边嚣张走入耿德元办公室,陈祥一边冷谋说道。 第745章 愤怒的卓清风 陈祥这一次,是接到他血脉圣帝南宫离会长的命令,来把秦晨救出来。 他本以为,来到城卫属之后,只要自己开口,对方一定会乖乖将秦晨送出来。 可谁曾想,对方根本见都不见他,就要将他打发走。 这让陈祥如何不震怒。 别看陈祥在南宫离面前,忐忑不安。 战战兢兢,好像没什么地位。 那是因为南宫离血脉圣帝会长的身份。 在外界,他堂堂血脉圣帝管事,什么时候被人这么轻视过。 更何况,南宫离会长的命令很明确,就是要将秦晨从城卫属大牢中救出来,完布城会长大人的命令,让他陈祥怎么回去交差。 震怒之下,陈祥直接就闯入了城卫属,要找耿德元要一个说法。 耿副统领,你的手下刚才不是说你不在吗? 怎么现在好好的坐在这里,是在耍我吗? 来到耿德元面前,陈祥直接嘲讽说道,面露冷笑。 原来是血脉圣帝管事,呵呵,希克,希克,本统领先前的确不在,刚刚才回到办公室,所以可能让耿副统领误会了。 见陈祥如此嚣张,耿德元心下恼火,但嘴上却还是带笑说道,血脉圣帝的人,能不得罪,还是不得罪得好。 哼! 陈祥冷哼一声,哪还不知道耿德元的想法,直接一挥手,冷哼道,耿副统领,我也不和你多废话,既然你在,那老夫也就直说了,你们成卫军,昨天抓走了一个叫秦晨的少年,此人是我血脉圣帝南宫离会长的朋友,还请耿副统领赶紧把人交出来, 让老夫带回去,好向南宫离会长交差。 陈祥直接冷哼说道。 他堂堂血脉圣帝掌权管事,却是没将耿德元这个城卫属副统领放在眼里。 这血脉圣帝的人也太嚣张了。 看到陈祥这么嚣张,一上来就想自己要人,耿德元恼怒不已。 血脉圣帝是强,但什么时候,一个管事也能随意插手他城卫属的事了。 还南宫离会长的朋友。 耿德元痴笑一声,那秦晨什么身份? 五国建民,听说是个炼药师,和当格搭上关系,那倒也还正常,什么时候这秦晨,都成了血脉圣帝南宫离会长的朋友了。 根本不用想,耿德元就猜测,这肯定是当格的人请来了血脉圣帝陈祥,让对方用南宫离会长的名头,来他城卫属要人。 恼怒之下,直接冷哼道,陈管事,那秦晨,是我城卫属要犯,此人穷凶极恶,在皇城之中肆意杀人,乃是王朝重犯,岂能说带走就带走,如此一来,将王朝律法置于何地? 陈管事所言,在下就当没听到过,还请陈管事自重。 陈祥一愣,没想到耿德元在自己面前,竟然还这么傲气。 顿时眼睛眯起,冷冷看着耿德元,耿副统领,你可听清楚了,那秦晨,是我血脉圣帝南宫离会长的客人,你这么说,可曾考虑过后果。 后果?能有什么后果,我城卫属,乃是秉公办事,岂容任何来肆意插手,如此一来,把我城卫属置于何地? 如果是为这事,那么耿某只能说抱歉了,来人,送客。 耿某忙得很,就不招待陈管事了。 立即有两名城卫军上前,要将陈祥请出去。 做什么,放开。 将两名城卫军搭来的手甩来,陈祥看着耿德元怒声道,耿德元,别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秦晨灭了冯家的事情,陈某也不是不了解,根本就是正当防卫,话老夫不多说了,马上给我放人,否则我血脉圣地,一定陪你玩到底。 此时此刻,陈祥是真的怒了。 一个小小的城卫属副统领,竟敢就这么驱赶自己,这也太嚣张了。 陈管事,你这是在威胁耿某吗? 你先前传我城卫属,本就违反了王朝律法,现在还敢威胁王朝命官,你是以为本统领不敢将你抓起来吗? 耿德元一挥手,对一旁两名城卫军道,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这里是城卫属种地,闲杂人等,还不给快轰出去。 那两名城卫军当即来到陈祥面前,冷冷道,陈管事,请吧,不然别怪我们几个不给面子了。 好,好,耿德元,你有种,我告诉你,今天这事,没完。 陈祥气得浑身发抖,目光愤怒看着耿德元,转身愤怒离开了城卫属。 哼,一个血脉圣帝管事,也来插手我成为蜀的事,真以为自己是血脉圣帝的,就无法无天了。 看着陈祥离去的背影,耿德元冷哼一声。 如果没有三皇子殿下的授意,他还真未必敢这么对血脉圣帝的人,可现在,他听从的却是三皇子殿下的命令。 三皇子殿下,乃是诸多皇子中最有希望登基的一个,只要他将事情办得妥当,等将来三皇子成为了大威王朝国君,他还会在乎血脉圣帝的态度。 想到自己马上就要成为三皇子的人,耿德元心中便忍不住激动。 当阁。 你说什么? 卓清风阁主豁然站起,神色震怒,纳成卫属,这么嚣张。 敢直接扔掉本阁主的令牌,还敢出言不逊。 是的,对方根本无视阁主大人的命令,甚至连成卫属的大门,都没让属下进,就将属下赶出去了。 萧雅在下手,咬牙说道,面色愤愤。 好,好。 卓清风气得须发弥张,浑身有害人的杀意释放,寒声道,那耿德元,好大的胆子,区区一个成卫属副统领,竟如此嚣张,一点都不将我当阁放在眼里,究竟是谁给他的勇气。 萧雅面色阴郁道,此人定然是以为勾结上了冷家,所以不将我当阁放在眼里了吧,而且,听说此人是成卫属古统领的人,那古统领,是成卫属三大统领之一,据说权力很大,和冷家勾结上了,无视我们当阁,也很正常。 冷家和当阁,都是经营丹药生意。 这些年,冷家的丹药势力,甚至远远超过当阁,对方能巴结上冷家,敢无视他当阁,倒也不是没有原因。 第746章 要出大事 好,好,都是老夫的错,这些年,一直闭关,却不曾经营当阁,也不曾将那冷家放在眼里,没想到,那冷家竟如此嚣张,连养的一条狗,都敢无视我当阁,甚至羞辱老夫的令牌了。 我卓清风,若是不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岂不是告诉皇城,我当阁,真的不如冷家,在冷家面前,甚至要俯首称臣。 怒了,卓清风是真的怒了。 本来,他只是想解救秦臣,对争权夺利,没什么兴趣。 可现在,他在自责,在悔恨。 这些年,没有好好经营当阁,竟让当阁的地位,跌到如此低的一个地步,这一切,都是他卓清风的责任。 他这个阁主,不称职。 不过卓清风知道,现在不是他自责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解救秦臣。 既然那耿德园不给面子,那好,老夫倒要看看,这城位数到底哪里来的勇气,和我当阁作对。 说完,卓清风含声道,萧雅,立刻传令下去,召集所有长老开会,老夫这次要重振当阁之名。 还有,我们当阁应该和大威王朝皇室有丹药交易的吧,马上停止所有的丹药交易,一些欠下的账目和尾款,献皇室明天之前给我结清。 卓清风显然是被弃坏了。 虽然当阁在大威王朝民间的市场并不大,但皇室的丹药供应,一向是从当阁购买的,现在卓清风,是要直接掐断和皇室的交易。 萧雅悚然一惊,切断和皇室的交易,这是要出大事啊。 阁主大人,这样会不会有所不妥? 如果这样,皇室震怒下来,断绝和我们当阁合作,直接转头冷家,那我们当阁,岂不是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到时候,陈嫂那里想要解救,恐怕更加困难。 直接断绝和皇室的交易,这是和皇室作对,如今他们当阁,已经不如冷家了,若再惹怒皇室,哪岂有活路。 这点你就搞错了。 卓清风冷冷一笑,胸有成足,你以为我们当阁,就算是在丹药市场的占有率不高,就真不如那冷家了吗? 我们当阁,是大陆最顶尖的霸主级势力,管辖全大陆炼药师的职业鉴定,他的底蕴,可不是小小冷家能比你的。 卓清风傲然无比,大威皇室,之所以和我们合作,就是因为冷家是王朝的家族势力,越强大,对皇室的威胁,也就越大,皇室就算是再蠢,也不可能和冷家合作。 所以,你只管去做,小小的成位属,也敢欺辱到我当阁头上,真以为我们当阁好欺负吗?卓清风冷哼一声,语气森寒。 气垫所在。 什么? 耶律洪涛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你再说一遍。 下方,一名气垫之士哭丧着脸,愤怒说道,店主,哪个成位属副统领,好大的威风,属下连他的面都见不到,就被对方赶出了成位属。 你没和对方说是本店的命令吗? 耶律洪涛压抑着愤怒说道。 堂堂气垫之士,竟然被赶出成位属,耶律洪涛怎么也相信不了。 对方真有这么大胆子。 属下说了,可是对方根本不理会,还说他们成位属办案,什么人来求情都不行,这分明是不给店主你面子。 属下知道此事店主您十分关注,所以据理力争了几句,谁知道成位属的人直接把属下给轰出了来,根本没将我气垫放在眼里,他们还说。 说到这,那气垫只是一脸愤怒,气得都说不出话来。 还说什么? 耶律洪涛怒声道。 属下离开后,就听那几个成位属嘀咕,说我们气垫算什么玩意,一个打铁的,也来成位属装算,还说他们成位属的兵器,都是王朝采购,从顶器阁定制,我们气垫也想来插手他们成位属的案子,也太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那直视一脸愤怒道。 混蛋,畜生,太嚣张了。 耶律洪涛一拳砸下,身前的椅子轰然粉碎,气得吹胡子瞪眼,整个人都快疯了,这城位属好大的胆子。 气垫,在大威王朝,的确有些特殊。 因为几乎整个皇城的人都知道,在大威王朝,单要势力最强的,是豪门冷家,而兵器势力最强的,却是宗门势力中的顶器阁。 顶器阁,宗门势力中的三巨头之一,很少牵扯各大势力中的争斗,可谓是清心寡欲,但实力,却可怕的惊人。 特别是顶器阁常年和王朝皇室合作,大威王朝各大官方实力,包括军方中的兵器,全都是由顶器阁打造。 在顶器阁的光芒之下,气垫自然就显得暗淡,无人在乎。 但没有人知道的是,顶器阁之所以能发展得如此之大,背后,却是有器垫在支持。 好一个成位属,小小的一个副统领,就敢这么轻视我器垫,好,很好,他成位属的署长,都不敢用这口气对老夫说话,现在倒好,一个小小的副统领,也能爬到我器垫头上了。 看来这么多年支持顶器阁,整个大威王朝都把我器垫给忘记了,以为我器垫,是个谁都可以踩上一脚的势力了。 那只必来。 对那只是吩咐一声,耶律洪涛眸光分寒,冰冷道,老夫马上修书一封,你速速送去顶器阁,就是是我老人家说的,让顶器阁,马上取消和皇室的宝兵合作,大威王朝官方的一切业务,都暂时停下。 那只是一愣,惊道,店主,这顶器阁会答应吗? 耶律洪涛冷声道,顶器阁,有我器垫50%的股份,他敢不同意。 若是他不同意,你告诉他,从今往后,顶器阁休想再从器垫得到任何的帮助和支持,所有炼器原料,让顶器阁以后自己想办法,所有技术支持,我器垫都直接取消。 所有人都不知道,顶器阁,在数十年前,只是大威王朝的一个小宗门。 而器垫碍于规矩,无法直接垄断大威王朝宝兵生意。 所以,器垫折中想了个办法,暗中扶持顶器阁发展。 以材料渠道,和技术支持,占据顶器阁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第747章大事不好了 如此,顶器阁才能在短短数十年时间,成为了大威王朝宗门势力中最顶尖的三大之一。 但其实,整个顶器阁,其实是有一半的功劳,都是属于器垫的。 没有器垫从百朝之地各地运营来的炼器材料,以及从上级器垫得到的最顶尖锻造技术支持,顶器阁岂能脱颖而出,亦非冲天。 而今天,耶律洪涛震怒之下,直接就要封停大威王朝整个官方的兵器交易。 这是何等恐怖的一件大事? 整个大威王朝,边境各地,军队之中,需要消耗多少兵器? 若是这笔交易一停,恐怕整个大威王朝,都会陷入危难之中,导致王朝震动。 是。 那只是听闻之后,顿时兴奋不已,拿着信,急匆匆的就去顶器阁了。 实在是今天在成位属太过愤怒了,今天所受到的羞辱,恐怕他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在耶律洪涛震怒不已,吩咐顶器阁针对皇室的时候。 血脉圣地所在,南宫里也极为愤怒。 会长大人,那耿德元也太嚣张了,你是没见到,属下过去,对方那态度,根本就没将属下放在眼里,将我血脉圣地放在眼里。 陈祥回到血脉圣地,见到南宫里之后,一肚子苦水不停地再道。 他脸色铁青,浑身发抖,可见耿德元给他的愤怒究竟有多少。 他一个副统领,真敢这么说。 陈祥对面,南宫里脸色铁青,目光也冰冷不已。 会长大人,属下敢欺骗你们? 你是不知道,如果不是属下灰溜溜地离开,那耿德元都要将属下都给抓入大牢了。 陈祥胸口起伏,想到之前的场景,他就气得不轻。 他可是血脉圣地管事,平素里微风八面,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欺辱? 别说是一个副统领了,就算是成位属正统领,又算什么。 见到他还不是要尊称一声大师,可今天,他的遭遇,自己想想都觉得愤怒。 好,很好。 南宫里语气森寒,一个小小的副统领,也敢抓我血脉圣地的管事,动我血脉圣地的人,还敢将我血脉圣地的管事轰出去,看样子成位属本事大长啊。 认识南宫里的人都知道,南宫里这样,是真的愤怒了。 耿德元打的,可不仅仅是陈祥的脸,更是他血脉圣地的脸,他南宫里的脸,他若还能镇定,他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一个小小的副统领,哪里敢这么说话,此人靠着冷家,背后肯定还有人支持,不然不会如此。 看来这成位属,是铁了心和老夫做对了。 很好,既然如此,老夫就陪他们好好玩玩,你就待在血脉圣地,老夫要亲自进宫一趟,问问这大威王朝,是不是不需要我们血脉圣地在此进驻,如果不需要,尽早说,我们血脉圣地,也不稀罕在这里建立分布。 南宫里怒气冲冲,话音还没说完,便直接出了血脉圣地,直接入宫去了。 不约而同的,这三家采取的措施,都是直接针对大威王朝皇室,而并非针对成位属。 在他们眼中,成位属只是大威王朝麾下的一个部门,还不值得他们如此针对。 皇宫 义政殿 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正符暗在奏章之中,辛苦批阅。 陛下,您已经辛苦工作了五个时辰了,不如歇息一下吧。 一名老太监走上来,心疼地说道。 哎,最近一段时间,我大威王朝正处多时之秋,周边的大周王朝等势力,对我大威,一直虎视眈眈,朕心中焦急啊。 大威王朝的皇帝,名为刘玄瑞,今年才四十出头。 这个年纪,可以说是正直壮年,更何况刘玄瑞在武道上的天赋极高,四十多岁,却已经是半步武王强者,一身霸气散发,颇有雄主风范。 只是抬起头,却能看到,刘玄瑞一头黑发中,竟也已经夹杂着丝丝斑驳的白发。 大威王朝这些年,并非一帆风顺,外部,有大周王朝等王朝虎视眈眈,内部,一些宗门之间的冲突,也经常发生,势力错综复杂,彼此内斗,消耗大威王朝国力,让刘玄瑞几乎操碎了心。 那老太监跟随刘玄瑞已经多年,见刘玄瑞如此疲惫,顿时心疼的劝慰道:"陛下,虽然正是繁忙,但您也要注意身体,保重龙体啊,奴才刚才让御膳房给陛下煮了燕窝羹,陛下先吃一点吧,养足了精神,才好为王朝效力,咱这大威王朝,还得仰仗陛下呢。 刘玄瑞有些疲累的揉了揉眉心,叹息道:"也好,缓缓啊,还是你心疼着呢?"老太监顿时跪伏在地,激动道:"能服侍陛下,是老奴的荣幸。 说着,当即将燕窝羹端了上来,刘玄瑞还没来得及吃上几口。 陛下,大事不好了。 一个焦急的声音,从义正殿门外传了过来。 那老太监渐有人打扰陛下休息,心中顿时大怒,刚准备呵斥,看到门外来人之后,顿时收了回去。 来人,是一名须发花白,身穿炼药师袍的老者,正是宫廷炼药师首领,费冷大师。 费冷大师,是大威王朝宫廷炼药师首领,一身修为在六阶后期巅峰,同时也是一名六品初期的炼药师,在皇宫中,地位确实不低。 原来是费大师,不知出了什么事,让费大师如此慌张。 见到费冷脸上焦急的表情,刘玄瑞心中一惊,急忙放下燕窝羹,沉声询问。 费冷评宿里,一心钻研炼药师,在王朝,也服役了数十年,可以说,刘玄瑞还是第一次从费冷脸上,看到如此焦急的神情。 陛下,老臣前来,的确是有要事,刚才不知怎么回事,当格突然派人过来找到老夫,告诉老夫今后当格和我们皇室的当格所有交易,全都取消,而且,还让我们明天之前,将之前所有丹药的欠款结清,这等大事,老夫做不了主,所以急着来请示陛下。 费冷焦急说道:"什么,当格要取消和我们皇室的交易,这是怎么回事?"刘玄瑞一愣,眼神渐渐凝重起来,皱着眉头说道。 第748章麻烦大了。 大威王朝皇室,虽然也有费冷大师领导的宫廷炼药师,但是,人数并不多,主要是为刘玄瑞等皇族药云们服务。 而整个皇室,人员众多,每天消耗的丹药,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因此,其他很多皇宫成员的丹药需求,其实都是通过当格采购的。 甚至于,刘玄瑞等皇室药云们需要的一些高阶丹药,宫廷炼药师所炼制不出来的,也是通过当格进行定制。 这项合作,一直持续了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出过纰漏,怎么突然之间,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老陈也不知道啊,今天当格的人过来,直接告知老陈这个情况,老陈想多问一下,对方理都不理,机会都不给老陈一个。 费冷郁闷说道。 刘玄瑞眼神凝重起来,当格的这个举动,太不正常,看样子,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否则,当格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当即皱着眉头,疑惑道,是不是你们宫廷炼药师,得罪了当格? 费冷苦着脸道,陛下,你是了解我的,可能吗? 这倒也是。 刘玄瑞点头。 费冷虽然是宫廷炼药师首领,但他本身,却是大威王朝的子民,在当格也曾任职过一段时间。 甚至于,当格的上上任阁主,对年轻时的费冷机会看好,曾指点过费冷相当长的时间,可以说费冷和当格,是有师徒情分的。 如果说其他人得罪当格,刘玄瑞倒还相信,若说费冷会得罪当格,打死他也不可能。 当格的卓清风阁主,朕也见过两次,来自北天玉当格,因此对咱们大威王朝比较轻视,显得有些孤傲,但是人却不坏,更何况,他再强,如今也在我大威王朝任职,不可能不在乎我们王朝的态度,若说他会无缘无故针对我们,显然是不可能,很有可能是我们在某些地方得罪了他们。 这样,费大师你和当格,关系还不错,这个是,你可以找卓清风阁主好好沟通一下,如果有什么地方得罪的,该交流交流,该道歉道歉,也不要做什么义气之争。 当然,如果是当格在那里无理取闹,没事找我们王朝麻烦,咱们大威王朝,也不是任人宰割的鱼肉。 刘玄瑞沉生说道。 好,有陛下的指示,老臣心中就有底了,那老臣就先行告退了。 费冷也冷静下来,拱拱手,刚准备转身离去。 陛下,大事不好了。 就在这时,殿门外再度传来一阵焦急的声音。 什么人在外面喧哗? 老太监眉头一挑,尖着嗓子怒道。 今天怎么回事,一个个都来打扰陛下休息,活腻了吗? 回皇总管,是公布齐大任紧急求见陛下。 一名小太监急忙走进来惶恐说道。 齐大人! 刘玄瑞眉头一皱,连说道。 齐衡,是大威王朝公部总管,掌管整个大威王朝公部事宜。 而公部,主要掌管大威王朝军队和皇室的兵器等项目,可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 一般能担任公部总管的,都是国君最为亲信的人,这齐衡,也是刘玄瑞亲自提拔上去,是他的亲信。 因此刘玄瑞对齐衡极为了解,知道此人一向兢兢业业,很少会进宫打扰自己,此次如此着急而来,定然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果然,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中年男子进来之后,急忙就在刘玄瑞面前跪了下来。 老臣斗胆惊扰陛下,还请陛下恕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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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49章 等不及了 此时刘玄瑞心中也是如一团乱麻,根本没有半点头绪。 唯一能知道的便是,这一次,这两大势力的举动,恐怕不是意外事件,而是他大威王朝皇室出了什么问题,得罪这两家巨头势力了。 甚至于这个得罪,还不是普普通通的得罪,否则对方不可能如此举动,直接和他们大威王朝闹翻。 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两大势力怎么做,以后还想不想再大威王朝魂了。 废大师,齐爱卿,朕有种感觉,你们两家的事,其实只是一件事,朕现在给你们一个命令,你们两个必须尽快找到对方沟通,了解一下,我大威王朝到底是如何得罪他们这两大势力了,让这两方,生这么大的气。 如果是其他势力,刘玄瑞根本无需看人家脸色。 但是,不管是当格,还是气垫,都是大陆顶级的势力在他们大威王朝的分布,大威王朝想要给对方脸色看,根本不够资格。 充几量,大家互不理会,互不干涉。 只是,对方可以不理会他大威王朝,他们大威王朝却不能不买对方的账啊,不仅仅是大威王朝和这两大势力都有交易,光是得罪了当格和气垫这个消息传出去,就能让大威王朝在整个百朝之地变得十分尴尬。 你们两位,必须尽快闹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刘玄瑞一挥手,直接下了死命令。 正商量着,忽然一个小太监急急走了进来。 陛下,大事不妙。 怎么回事? 没看到陛下正在处理药物,谁让你进来的? 打扰了陛下,你担当得起吗? 刘玄瑞身边的老太监正郁闷着,看到一个小太监如此不懂事,贸然闯入大殿,顿时勃然大怒。 黄总管息怒。 扑通一声,老太监的怒喝,直接让那小太监脸色发白,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不停的磕头。 不必害怕,又有什么事,说吧。 刘玄瑞一挥手,颇有些疲惫的说道。 陛下,刚刚血脉圣地的南宫黎会长来到皇宫,要求见陛下,小人拦住了他,说陛下您正在处理药物,想请他稍等片刻,让小人先行来禀报。 谁知道南宫黎会长二话不说,直接甩脸离开,还说既然大威王朝不欢迎他血脉圣地入住,他也不会死皮赖脸待在这里,让下人转告陛下,他血脉圣地马上就会向上级血脉圣地分部进行请示,要求撤销大威王朝血脉圣地分部,将他调任到别的王朝去。 小太监瑟瑟发抖说道。 什么? 刘玄瑞只觉得眼前一黑,一个站立不稳,差点摔倒在地。 陛下! 老太监惊慌不已,急忙上前扶住刘玄瑞。 陛下没事,只是受惊了,休息片刻便会没事。 肺冷更是直接上来,替刘玄瑞诊断之后,松了一口气说道。 只是众人脸上的表情,却没有一个因此而轻松的。 血脉圣地南宫黎会长竟然要将血脉圣地撤离出大威王朝,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大事。 甚至让所有人都有种感觉,这大威王朝的天,似乎要变了。 南宫黎会长呢? 清醒过来,刘玄瑞第一件事便是焦急说道。 走,走了。 那小太监支支吾吾道。 混蛋东西,你难道不会直接领对方进来吗? 刘玄瑞一向被称为明君,很少向宫黎太监发火, 可这一次,他失态了。 陛下,奴才也想直接领南宫黎会长进来,可是南宫黎会长根本不给机会,撂下几句话,就气冲冲的走了,奴才只能第一时间来请示陛下,陛下息怒,息怒啊。 小太监吓得脸色发白,就差昏死过去了。 好了,你下去吧,这件事不是你的错。 无力的摆摆手,刘玄瑞像是瞬间苍老了十岁。 这一桩桩的事情,接二连三发生,让刘玄瑞这个大威王朝的国君,都有些喘不过起来。 当格,气变,血脉圣地,任何一个拿出去,都是大陆赫赫有名的势力,他大威王朝都要巴结着人家。 可如今,短短半天,三大势力同时发难,甚至要撤出大威王朝。 这说明什么? 说明皇城之中,绝对是发生了某个大事,可他这个大威王朝的国君,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让他如何不惊怒? 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压在刘玄瑞头上。 剑公布齐横总管似乎想要说什么,刘玄瑞一摆手,脸色难看到,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这三大势力同时发难,肯定必有原因,我希望你们现在,马上去当格和气垫,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血脉圣地这边,正会亲自派人去调查。 啊,朕希望,在今天之内,你们双方都能调查出事情的起因来,别辜负了朕对你们寄予的厚望。 陛下,臣就算失死,也不会辜负陛下的期望。 费冷和齐横凝重道。 好,事不宜迟,必须抓紧时间,你们马上出发吧。 刘玄瑞沉声下令道。 此时,三皇子府邸中。 冷家主,这都两天了,你答应本殿的事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履行? 三皇子刘元欣冷冷说道。 在他下手,冷家冷非凡苦笑一声,殿下,你是有所不知,那秦晨,不知道走了什么门路,居然搭上了当格的关系,现在那几个五国弟子,都在当格之中,成位属的人就算在嚣张,也不敢去当格抓人哪。 而且,冷某还听说,当格,气垫和血脉圣地都有人去找过耿德园,那黑牢区的田丹队长,也不知道着了什么魔,居然敢不听从耿德园的命令,导致那秦晨现在还关在黑牢区,没能强行招供。 现在耿德园正在想办法夺了田丹的职位,只有先拿到那小子的口供之后,咱们再去当格拿人,才算有理有据,不至于让成位属难做。 三皇子目光一宁,你不是说那小子之和当格有关系吗?怎么气垫和血脉圣地也去要人了? 冷非凡郁闷道,老夫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想来,应该是那当格许伯长老找的私人关系,想通过气垫和血脉圣地给耿德园压力吧? 私人关系? 三皇子脸色这才缓和了一些,紧接着冷哼道,等到那小子招供,那得什么时候,我马上给成位属传讯,让他们直接去当格拿人。 哼,当格虽然高贵,但这里可是大威王朝,既然在我大威王朝之中,就要接受我大威王朝的律法,难道因为是当格,就能置身法外吗? 三皇子一冷说道,想到幽千雪等高挑的身材和绝美的容颜,只觉得下腹有一团火升起,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第七百五十章各方行动 冷非凡顿时大喜,那就静等三皇子殿下加音了。 冷家虽然在成位属有影响力,但想要让成位属出面去当格拿人,却还是有些吃力。 可只要三皇子下令,那一切就好办多了。 不过也请冷家主记住了,其他东西,本殿可以不在意,但是冷家主答应本殿的,可要尽快兑现。 三皇子冷冷道。 冷非凡笑了起来,殿下放心,只要将那几个五国的建民从当格中带出来,冷某会第一时间将那几人,带到殿下的府邸,给殿下享用,保证让殿下满意。 那就好。 三皇子和冷非凡对视一眼,进阶笑了起来。 黑牢区 秦晨大师,田某已经将三皇子插手的消息,替大师您送出去了。 田丹站在秦晨面前,恭敬说道。 这两天,他在秦晨的帮助下,非但再次回到了半部武尊境界,甚至,秦晨又给了他一些提点之后,竟让他隐约有种直接突破到六阶境界的冲动。 这让田丹对秦晨,是彻底的臣服。 自从知道这件事,有三皇子在里面插手之后,田丹对自己以后还继续在城卫署任职,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了,早就已经做好了彻职的准备。 而在秦晨的指点下,他若真能突破到六阶五尊,就算离开城卫署,也足以去其他任何地方,而不会受到轻视。 并且今天前往当阁送信的时候,也让田丹感受到了秦晨在当阁的地位,竟然是当阁阁主卓清风亲自接待,并且仔细询问秦晨的消息。 让他明白,秦晨之前所说的和当阁关系,绝非是虎口乱舟。 很好,这里没你什么事了,田队长你休息去吧。 知道消息传了出去,秦晨不由的点点头。 他虽然人在黑牢,但很清楚,许伯长老和卓清风阁主他们肯定在想办法解救自己,但若是没有把三皇子这个因素算进去,很容易导致解救行动失败。 这是秦晨不愿看到的。 而在收到了秦晨传出的消息之后,卓清风等人目光也都冷了下来。 难怪成为蜀的人如此嚣张,根本不将他们放在眼里,三皇子,很强吗? 还不是储君,就已经敢对他们这些势力如此轻视,若是今后登基了,还有他们好果子吃。 恐怕三皇子刘元新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这个举动,会惹来卓清风他们如此强烈的敌势。 在卓清风正愤怒着的时候,肺冷却已经赶到了当阁。 许伯长老,还请禀告一下,在卓阁主面前美言几句,说肺某求见。 肺冷的姿态摆得很低,对着卓清风恭敬说道,那态度,哪里像是大威王朝宫廷炼药师的负责人,反倒是像一个炼药学徒。 肺冷大师稍等,荣老夫去禀报一下。 许伯看了眼肺冷,知道他为什么而来,当即不慌不忙前去禀报。 这大威王朝,这么快就有行动了。 速度还挺快。 接到肺冷求见的消息之后,卓清风忍不住一声冷笑。 对此,他早就预料。 以皇室现在的处境,断然不可能真的和他当阁断绝交易。 阁主,肺冷前来,必定是和阁主您的举措有关,要不要属下将他带进来。 有肺冷大师在,说不定,就能将臣少从成卫署救出来。 许伯长老面露稀奇。 再等等。 卓清风摆摆手,冷哼道,肺冷虽然是宫廷炼药师的负责人,但不善交际,和成卫署也没什么关系,现在既然知道成卫署里有三皇子插手,就算是肺冷真的出面,那成卫署恐怕也不会就范。 就说老夫还有要事处置,先谅他一会。 属下明白了。 接到卓清风的命令后,许伯当即重新回到了会客室。 许伯长老,卓阁主怎么说? 见到只有许伯一人回来,肺冷心中一惊,急忙紧张问道。 许伯皱着眉头道,肺大师,实在是抱歉了,阁主大人他现在还有要事处理,恐怕见不了肺大师了。 这,肺冷心中一惊,没想到卓清风连他的面都不想见,这问题很严重啊。 许伯长老,您给老夫美言几句,此恩,老夫以后定然不忘。 肺冷着急说道,姿态摆得很低很低。 实在是抱歉,会长大人这两天,因为某些事情忙得焦头烂额,的确是没有功夫见肺大师,还请肺大师回去吧。 摆摆手,许伯冷哼道。 知道是三皇子在丛中作梗之后,许伯对皇室,心中也憋了一肚子火,对肺冷这个宫廷炼药师首领,自然也就没什么好脸色。 别,别呀,许伯长老,你我之间也算是有些交情,不知道当阁和我宫廷炼药师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还请明示。 肺冷急的是向热锅上的蚂蚁。 树在下无可奉告,而且,阁主大人不说,在下座下属的,岂能乱说,告辞。 一摆手,许伯转身就要离开。 许伯长老,既然卓阁主忙,那老夫就在这里等,老夫有的是时间,还请许伯长老帮忙禀报一下,万分感激。 如果是别的人,敢这么给他脸色,肺冷早就转身就走了,但是如今,出了这么一大档子事,见不到卓清风,肺冷又怎么敢走。 特别是连许伯都这么给他脸色,让肺冷知道,当格对他们,的确是无比愤怒。 在没弄清楚事情来龙去脉之前,他又岂会离开。 肺大师既然执意要等,那在下也没话说,肺大师的要求,在下会和会长说的,只是会长什么时候有空,老夫就不能保证了。 说完,许伯转身离开,只留下肺冷郁闷的在会课室中,耐心等待。 肺冷在这边坐着冷板凳,心头揣测的等着。 另一边 公布总管齐横,倒是很顺利的见到了耶律洪涛店主。 老齐,如果不是看在你我之前还有那么一份交情,当年一起在气垫同事过,你也曾帮过老夫的份上,今天这门,老夫是不会让你进的。 气垫中,耶律洪涛让人把齐横带进来后,一肚子火气,恨恨说道。 第七百五十一章给个交代 齐横只能陪着笑脸,耶律老哥,你我之间的交情,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到底什么事,让你火气这么大? 竟要让顶气阁直接断绝和我大威王朝公布的合作,这件事,影响太大了,老弟我心中惶恐啊,您是不知道,陛下也知道了这件事,对此十分关注,陛下可是对你们气垫,一项十分在意的,到底是为什么,老哥要这么做? 这是把老弟我放在架子上烤啊? 为什么? 你还有脸说? 耶律洪涛冷哼一声,还陛下对我们气垫十分在意,我看是十分不屑吧? 看您这话说的,哪能啊,您气垫,那是何等可怕的势力,老弟我也是没有本事,否则但是岂会去公布,恐怕那时候也留在气垫继续任职了,您是不知道,每每想到老哥,老弟我都羡慕得很呢。 齐横是谗媚的笑着,心中却火辣辣的,他堂堂公布总管,什么时候这么拍过马屁? 特别还是在多年的老朋友面前,这脸,丢得厉害。 羡慕,有什么好羡慕的,我气垫,说出去是大陆顶尖势力,可在你大威王朝,一点都不好使啊,随便一个衙门,就敢打我们的脸,一点都不把我们气垫放在眼里,我看我气垫呢,在这大威王朝继续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还是搬走得为好。 老哥您说的什么话,您要是走了,老弟我以后找谁请教去呀,我大威王朝,损失太大了。 齐横是吓得魂都要没了,血脉圣地要走,这气垫怎么也要搬走啊,不行,这可万万不行。 对了,您刚才说的打脸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可是陛下都十分敬仰的大师,我大威王朝哪个衙门敢打老哥您的脸,这里面不是有什么误会吧? 齐横急忙说道。 误会,嘿嘿。 耶律洪涛冷笑一声,愤怒道,我看不是什么误会,你们大威王朝能耐呀,一个小小的陈魏蜀,掌管治安,无法无天,横行无忌,连天王老子都不放在眼里,想抓谁就抓谁,案子想怎么判就怎么判,不愧是陈魏蜀,执掌王朝律法,威风的狠呐。 齐横听的是冷汉之貌,这耶律洪涛一大堆吐槽,其实都是冷嘲热讽。 这表明什么? 表明对方肚子里火气很大呀。 不过齐横也听明白了,这件事的起因,似乎和承魏蜀有关。 耶律老哥呀,你就别拐弯抹角了,要说承魏蜀敢得罪你气垫,不可能吧? 刘署长我也认识,老好人一个,怎么会得罪你气垫呢? 是不是下面人不懂事,冲撞老哥了? 您告诉我,回去之后,老弟我一定替你弄明白。 弄明白? 我看还是别了,你们那承魏蜀,太威风了,我怕他们知道我耶律洪涛敢找他们麻烦,连老夫我都抓进去,我看我们气垫还是直接搬走比较好,省得什么时候,被人抓进黑牢,黑白不分,直接弄死在里面,都不一定。 耶律洪涛连连摆手。 齐恒大概弄明白了一些,看样子,是承魏蜀的人,抓了气垫的人,里面闹出了一些误会。 耶律老哥,您这样,那是太阁英老弟我了,您是不知道,自从得知您气垫的事情之后,陛下是非常关注,非要老弟我把事情弄明白。 您也就别为难老弟我了,到底是什么事情,是您气垫的人被承魏蜀抓了,还是承魏蜀办了什么冤假错案了? 老哥您就给我说清楚,如果是抓错了人,老哥您就派个人给我,直接跟我去承魏蜀想办法把人给弄出来,您老哥生我的气那没事,可千万不能让您气垫的人受苦,您说是不是? 齐恒是苦口婆心,好说歹说。 派人去承魏蜀捞人。 齐老弟,这我可不敢。 耶律洪涛连连摆手,老夫之前派人过去,差点被承魏蜀的人抓了,再捞人,我怕我那属下直接被承魏蜀用个罪名抓起来,砍了头。 耶律洪涛冷嘲热讽,让齐恒明白,这一次,恐怕耶律店主是出了真火了。 只是听了这么多之后,齐恒也明白了过来,看样子,的确是气垫的什么人,被承魏蜀抓了,而耶律洪涛派人去救,结果差点也被抓,惹怒对方了。 明白了之后,齐恒一颗心也就放了下来,知道弄清楚了事情的起因,就有解决的办法了。 耶律老哥,到底是什么人,让你如此生气? 您和我说,老弟我肯定给你个交代。 拍着胸脯,齐恒高声说道。 齐老弟,本来这件事,我是不想说的,但看在你我身交这么多年的份上,就和你说道说道,老夫的一个朋友,被你王朝成卫蜀的人给抓了去,本来老夫也没当回事,派人去弄清楚情况就好了,可谁知道,那成卫蜀的耿副统领威风得很,办案不将讲证据,硬要把我那朋友的正当防卫办成违法杀人。 老夫派人去弄清楚情况,可那耿德元,非但连人都不见,甚至直接将老夫的手下给打了出来。 还说什么他们成卫蜀办案,谁来都不行,一点都不将老夫放在眼里。 哎,说到这,耶律洪涛忍不住叹息,想我耶律洪涛,堂堂气垫垫主,一个小小的成卫蜀副统领,都敢如此嚣张,一点都不把老夫看在眼里,老夫在这大威王朝待着还有什么意思? 成卫蜀副统领耿德元,有这回事? 啪! 猛一拍桌子,齐横氏豁然站起,怒气冲冲。 这倒不是庄的,而是真的心中愤懑。 他了解耶律洪涛的为人,不是个爱说大话的人,所说的,定然是事实。 难怪气垫会如此震怒。 堂堂气垫店主,朋友被抓,派人去成卫蜀了解个情况,竟然被一个副统领直接打杀出来,一点面子都不给,换谁谁不怒。 耶律老哥,您这是我试弄明白了,您老放心,这件事,陛下都在关注,老弟现在回去,就把事情弄清楚,老弟我保证,只要事情真是如此,此人绝不会有好果子吃,我公布,也会给老哥您一个满意的交代。 说到这里,齐恒直接站起来,转身就离开了气垫。 既然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现在所要的做的,就是尽快核实,然后把耶律洪涛的朋友第一时间给放出来,这才会有一丝转机。 否则,以耶律洪涛的脾气,真要再继续发展下去,就算是陛下的面子,甚至都不管用。 第752章 秦大师 在齐恒弄明白了情况,开始展开调查的时候。 刘玄瑞身边的老太监黄焕,也终于在刘玄瑞的派遣下,来到了血脉圣地。 奇料他的待遇,却是比费冷都不如。 得知黄焕的来意后,黄焕别说是见到南宫里了,连血脉圣地的大门都没能进,就被陈祥管事给赶了出去。 而后直接丢下一句话,既然大威王朝一点都不将他们血脉圣地放在眼里,那么也就别说什么了,他们血脉圣地是斑定了,不过,就算是斑定了,秦大师若是少了一根汗毛,他血脉圣地一定和大威王朝没完。 秦大师 黄焕很少过问宫外的大事,因此也不知道秦晨灭掉冯家了事情。 就算是听说了,也不会把陈祥所说的秦大师,和一个五国的少年联系上。 不过,黄焕能担任大威王朝司礼兼首席,思维也是极为敏锐,立即就明白了,事情就应该出在这所谓的秦大师身上。 秦大师 难道王朝之中,又来了某个血脉大师? 结果在这里遭遇到了不公平待遇。 惹得血脉圣地震怒了。 黄焕心中是悚然一惊。 他虽然不知道陈祥口中的秦大师究竟是什么人,但既然能被陈祥称呼大师,并且让南宫离会长如此震怒,甚至发话将血脉圣地从大威王朝搬出去,那这个大师,极有可能是一个身份极高之人。 甚至于,地位还要在南宫离之上。 否则,南宫离会长岂会如此震怒,甘愿和大威王朝撕破脸皮。 黄焕一念及此,顿时有些急了。 不仅仅是因为血脉圣地要搬走的事,更是为大威王朝得罪这么强大的一名大师,而感到心惊。 不好,此事我必须尽快禀报陛下。 也顾不得在意在血脉圣地受到这么屈辱的对待,黄焕是三步并坐两步,急匆匆的朝皇宫跑去,找刘玄瑞汇报去了。 当阁。 阁主大人,飞大师在汇客室,等了已经大半个时辰了,是不是? 卓清风办公室,许伯进来汇报。 他还在等。 卓清风皱起眉头,罢了,你把他带过来吧。 是。 许伯这才匆匆离开。 惠客适中。 费冷面前的茶水,早就凉了。 但他的心,却比这茶水还要更凉。 他不信,自己到来的消息,卓清风阁主会不知道。 可如今大半个时辰过去了,卓清风阁主都没接见他,这代表什么? 代表对方心中的愤怒,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大呀。 卓清风虽然身份高贵,可他费冷也是宫廷炼药师首领,背靠皇家,什么时候被人这么冷落过。 换作平时,他早就一扭头走了,但现在,就算心中在憋屈,也得忍着。 毕竟陛下的任务交代下来,他若是没完成就离开,根本没脸回宫啊。 正郁闷憋屈着,一阵脚步声响了起来,许伯长老终于再一次露面了,费大师,让你久等了,我家阁主先前一直在忙,所以一直没时间,现在事情暂告断落,听说费大师还在这里等着,很是过意不去,把我们这些做手下的,痛骂了一顿。 快请,快请。 许伯长老哪里的话,卓清风阁主日理万机,老夫在这里等个片刻,那是应该的,太客气了。 费冷急忙站起来,听说卓清风终于愿意见自己了,哪里还管得了受没受委屈,就差激动的跳起来了。 只要卓清风愿意见自己,那么事情就有希望。 费大师,下面的人不懂事,怠慢了。 办公室里,卓清风见到费冷进来,连开口说道。 与其客气,没有什么针对,但也没有什么热情。 哪里的话,卓阁主您事务繁忙,老夫冒昧过来打扰,是老夫唐突了。 费冷姿态摆得很低。 呵呵,客气话就不多说了,不知道费大师此行起来,有何指示。 费冷刚坐下,倒好热茶,卓清风便直接说道。 卓阁主,在下此次前来,的确是有要事,老夫斗胆问一句,是不是我费某,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当阁? 得罪? 这里哪里的话? 卓清风笑了笑,费大师也是我当阁出身,老夫和费大师也有多年交情,对费大师,老夫也是颇为佩服。 可是,当阁今天为何突然断绝和我宫廷炼药师的丹药交易,还有之前的那部分账单,必须在明天前还清,这真的是,费冷急忙道。 听费冷说的是这事,卓清风脸色顿时难看了下来,如果费大师是为了这件事来,那么就恕老夫冒犯了,许伯,送客。 见卓清风一下子就翻脸了,费冷明白,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得罪当阁了。 写慢,卓阁主,我费某的为人,你是知道的。 你给我一句明白话,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得罪了当阁,是的话,费某愿意赴京请罪,卓阁主这样,让费某真的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着急啊。 这件事,和费大师无关,纯粹是大威王朝的事情,如果费大师问的是这事,老夫却是爱莫能住了。 卓清风语气很坚决。 和费某无关,是大威王朝的事情。 费冷心中立刻松了一口气,只要不是他宫廷炼药师出的事情,那就好。 不过,究竟是什么事,让卓阁主如此震怒? 卓阁主,你之前也说了,费某也是出自当阁,对当阁感情颇深,如果当阁受到了什么委屈,只管和老夫说,老夫好歹也曾是当阁的人,岂能让当阁受到半点委屈。 更何况,这件事,陛下也已经得知,他一向极为养众卓阁主,对阁主也极为敬佩,让属下务必要弄清楚其因。 费冷是义愤填膺,大声说道。 费大师真要弄明白。 卓清风淡淡问道。 自然。 费冷今天弄不明白来龙去脉,岂会甘愿离开。 那好,既然费大师问了,卓某也就不卖关子,费大师刚才说大威王朝对卓某极为养重,可卓某却发现,根本不是如此啊。 卓清风冷哼一声,卓某有个朋友,在出来皇城,却受到皇城世家威胁,被诸多人围杀,所幸卓某的朋友天赋惊人,才免于一死,结果正当防卫之下,不小心将那世家的人给杀了。 这下倒好,本来是一件正当防卫的事,你们大威王朝成位署不问青红皂白将卓某朋友关入黑牢区。 卓某让属下拿着卓某的阁主令牌去要人,不但对方不给面子,更是将我当阁狠狠的羞辱了一顿,说什么成位署办案,执掌的是王朝律法,我当阁没资格过问。 更气人的是,直接将老夫的阁主令牌扔在地上,肆意凌辱。 第753章一块抓走 卓清风越说火气越大,我想请问一句,你们成位署办案,就是这么办的吗? 先不说我那朋友根本无错,只是正当防卫,难道老夫堂堂当阁阁主,连过问一下朋友的案件都不行? 甚至连阁主令牌都被砸在地上。 废大师刚才还说,陛下对我当阁极为敬佩,养重,难道就是这么养重的? 老夫算是弄明白了,在这大威王朝,根本没人把我当阁当回事,连一个小小的成位署,都敢这么欺辱我当阁,甚至不将老夫这个当阁阁主放在眼里,那么老夫还有什么脸继续待在大威王朝? 这交易,做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卓清风说的是愤怒无比。 什么? 文言,费冷整个人彻底惊呆了,还有这样的事? 许伯在一旁冷哼道,废大师,难道卓阁主还会平白无故冤枉成位署不成? 那个姓梗的成位署副统领,不但侮辱我们当阁,更是将阁主大人的阁主令牌都给摔坏了,你说说,遇到这种事,我们当阁能怎么办? 废冷使惊的浑身冷汗都出来了。 这成位署什么人啊,连当阁阁主令牌都敢摔。 正震惊着,就见卓清风随手一抬,一块令牌已经落在了他面前的桌子上。 废大师你自己看。 废冷急忙看去,就看到桌子上,摆放着一块令牌,只是那令牌边缘,却出现了一些划痕,虽然细微,但以废冷的眼力,却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成位署竟然敢这么做。 废冷自己都快被吓傻了。 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连当阁阁主的令牌都敢扔,活腻了吗? 难怪当阁如此震怒,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说不定更震怒啊。 阁主令牌,这是北天玉当阁下发的,代表的是什么? 是阁主的身份,是炼药师的尊严。 就算是北天玉上级当阁来下发令牌,也要小心翼翼,极为隆重,因为阁主令牌,代表的是炼药师的脸面。 可如今,竟然被人如此糟蹋。 这还能忍。 换做任何一个炼药师,恐怕都不能忍。 心下惊怒之下,费冷急忙拱手,卓阁主,还请息怒,这件事,老夫已经明白了,这里面,应该是有什么误会,不过你放心,费某自己也是炼药师,深知阁主令牌的珍贵,那可是比任何一个炼药师自身性命还要宝贵的东西。 所以,若是这事是真的,费某保证,一定给卓阁主,给当阁一个交代。 心中尽管愤怒,费冷心中还是有些不敢置信。 而且这件事,既然是成卫署闹出来的,当阁也不能把气撒在我们宝廷炼药师以及皇族身上啊,我们可都是无辜的。 费冷说的是楚楚可怜。 可怜? 许伯吃笑一声,费大师不会以为一个副统领,就敢这么做吧? 那副统领,之所以这么做,听从的可是某些人的命令。 什么意思? 费冷一愣。 什么意思? 许伯冷笑一声,在下打听到了,那副统领之所以敢这么嚣张,是因为背景很深,和皇城豪门冷家走得很近,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件事,得到了三皇子的青睐,有这样的靠山,不把我耽搁放在眼里,那也是正常的很。 三皇子 费冷一惊,这件事,怎么又牵扯到三皇子? 他神色凝重起来。 如果只是牵扯到成卫署,那他直接禀报陛下,敢处置谁,直接处置,根本没一点压力。 可牵扯到三皇子,费冷却不敢随意就走了。 必须弄清楚。 许伯长老,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三皇子,怎么会和一个成卫署的副统领牵扯上? 误会? 许伯冷笑一声,敢准备说什么,就听当阁下方突然传来一阵喧哗之声。 怎么回事? 办公室中的卓清风等人都是一皱眉头,刚准备出去弄清楚情况,就看到潇雅急匆匆的跑了过来。 阁主,师尊,不好了,成卫署的古统领带了一大队的成卫军来我们当阁,要把千雪他们给带走,现在在大厅里僵持住了。 潇雅神色惊慌,一脸焦急。 什么? 还有这种事? 卓清风和许伯勃然变色,固步的理会废冷,急匆匆的就朝大厅中跑去。 只留下一旁惊呆的废冷。 成卫署来当阁拿人? 他这是在做梦吗? 回过神来,卓清风等人已然离开了这里,顿时也急匆匆的跑了出去。 当阁大厅。 两队人马,此时正愤怒的对视着,彼此之间,火药味极浓。 大厅中原本的顾客,已经被赶到了一边,不少出售丹药的柜台,也被砸碎在地,一些丹药滚得七零八落,显得极为凌乱。 这两队人马,一队,正是古统领所带的成卫军,另一队,这是李峰为首的当阁护卫队。 冷冷的扫视着面前当阁的护卫队,古统领脸上,带着冷漠,冷声道,李队长,我们今天无意来当阁捣乱,这是你们当阁中,窝藏了我成卫署要捉拿的要饭,还请李队长马上让开,让我成卫署的人进去拿人,不要给你们当阁惹不必要的麻烦。 古进,这里是我当阁,这里都是我当阁的炼药师和顾客,没有你所说的要饭,给我马上离开。 李峰带着一群当阁护卫,震怒说道。 李峰队长,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别以为这里是当阁,我们就不敢动手了,你应该知道,我们要捉拿的是什么人,那几个五国要饭,就在你们当阁之中,如果再不交出来,信不信我成为蜀联你们的当阁的人一起抓。 古统领身边,耿格元凝笑说道。 本来,耿格元正在找古统领罢免田丹的队长职务。 听说耿格元和三皇子接上头之后,古统领是大为惊喜。 他在成位属统领一职上,做了也有七八个年头了。 虽然已经隐隐是三大统领中的第一人,却因为没有靠山的缘故,一直没能升上去。 眼看着,他也快到点了,如果这两年,他在仕途上还不能更进一步,那么很可能,就只能在这正统领的位置上干一辈子了。 这让一心往上爬的古统领心中,憋屈不已。 如今听说自己属下耿格元靠上三皇子之后,顿时惊喜万分。 只要能靠上三皇子这棵大树,以后别说再成位属了,将来直接进入朝廷,也不是什么难事。 因此激动之下,正准备亲自出马,罢免田丹的时候,却正好接到了冷家和三皇子新的命令,去当阁拿人。 平素里,让古统领去当阁拿人,那是打死他也不会干的。 可发现是三皇子下的命令后,顿时像打了鸡血一样,为了在三皇子面前表现,古统领是二话不说,直接和耿德元带上了一大批的亲信,杀上了当阁,要强行拿人。 这才出现了上面所说的这一幕。 李峰,给你一刻钟的时间,马上将五国的药饭带出来,老夫立刻就走,否则的话,就休怪老夫不将情面,连你当阁的人,都一块带走了。 见周围聚集的顾客越来越多,古统领也不想把事闹太大,直接冷哼说道。 第七百五十四章没听到吗? 此时,大厅中聚集的炼药师,已经越来越多,几乎今天在当阁的炼药师,全都被响动吸引到了大厅。 看到面前的场景,一个个气得浑身发抖,怒气冲天。 特别是古尽那毫不在意当阁的态度,深深刺痛了在场每一个炼药师的心。 炼药师? 乃是天底下最高贵的职业之一。 当阁 也是天底下最恐怖的势力之一。 他们这些炼药师,平素里,走到那里,不是被人恭恭敬敬的恭维着,什么时候,被人这么羞辱过? 特别是城卫署的人,竟敢直接来他当阁抓人,这简直,想都不敢想象。 等于是将当阁的尊严,狠狠地砸碎,而后踩在地上,死死地揉捏。 古尽,这里是我当阁,你疯了不成,你不过一个小小的城卫军统领,谁给你的胆子,在我当阁撒野? 还不马上给我滚? 一名当阁管事,气得浑身发抖,怒指着古尽愤怒开口。 滚! 古尽的眼神瞬间冷冽下来,痴笑道,炼药师,很了不起吗? 他冷笑一声,所谓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们炼药师就算身份高贵,但只要违反了王国律法,本统领就有捉拿你们的资格。 你问我谁给我的胆子,那我就实话告诉你,是律法。 王朝律法,大于天,我成未属执法行事,无惧任何势力。 现在,速速交出那几个五国弟子,本座可以既往不救,否则,本座就定你们当阁一个窝藏罪犯之罪,连你们当阁的人也一块带走。 古尽傲然无比,目光高高在上,俯视面前这一群人。 为了攀上三皇子,把三皇子的任务完美完成,古尽这一次是豁出去了。 他很清楚,既然已经来当阁拿人了,那么就等于和当阁彻底撕破了脸皮,这个时候,必须要占据道德制高点,而绝不能有丝毫退让。 只要认真完成了三皇子的任务,那他的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至于得罪了当阁,他心中倒是没有多少担忧。 毕竟,谁都知道。 当阁在天武大陆是强,但是,大威王朝的当阁,在皇城却没有多少存在感,皇城中,至少百分之六七十的丹药生意,都垄断在冷家手中,当阁,只是占据了一个很小的份额。 就算以后当阁仇是自己,可自己想要购买丹药,照样可以在冷家的店铺中购买到。 古进本就和冷家有所牵连,岂会在乎当阁的想法。 古进,你,你。 那当阁管事,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古进,却是半句话都说不出来。 其他炼药师,也都个个脸色难看,心中愤怒的像是要爆炸。 看来你们,是不想把罪犯交出来了,既然如此,那本座就自己搜。 古进当即冷哼一声,所有人给我听令。 在。 围拢当阁的数百城卫军,齐齐怒吼,声震如雷,震得当阁颤抖不已。 马上给我进去拿人,如有反抗,当同伴处理,务必将那几个五国之人,给我搜出来。 古进一挥手,眸光冷漠,当即咚咚咚,一群城卫军,身穿铠甲,气势汹汹地朝当阁内部嚣张走去。 这些人,个个右手握在刀柄之上,浑身杀气腾腾。 除此之外,古进等高手,也是浑身绽放战役,牢牢锁定在场的当阁高手,显然只要对方有所异动,就会雷霆出动,强势出击。 你们敢。 李锋等人,浑身发抖,愤怒地拦在诸多城卫军面前,阻止他们进入当阁。 今天,若是真被这群城卫军闯入当阁,并且将幽牵血他们带了出来。 那么从今以后,当阁的脸面,将在大威王朝皇城彻底丢失,再也没有抬起来的可能。 你看我们敢不敢,进去搜。 古进来到队伍前方,六阶中期巅峰的修为,勃然释放,当先就要强势冲入。 这一刻,双方之间的气氛凝固到了极致,眼看就要大打出手。 就在这时,阁下好大的胆子,赶来我当阁撒野,给老夫滚回去。 轰。 一股可怕的气氏,从当阁后方的楼梯上陡然传来,紧接着,一股恐怖的真力,如同汪洋席卷,海啸来临,猛的轰击在古进的胸口。 哇! 古进只觉得胸口遭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距离,整个人根本抵御不住,狼狈倒退开十数步,张口喷出一口鲜血。 古统领 耿德远等人大惊,急忙将古进拂起,愤怒的看着声音传来的所在,怒道,什么人,敢对我成卫属统领下手,是要造反吗? 抬头看去,就看到卓清风带着许伯,消雅,脸色冰冷的从楼梯上缓缓走下。 此时,卓清风看着面前狼藉的当阁大厅,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眼神冰冷的如同万载不化的寒冰。 怒! 前所未有的震怒! 堂堂当阁,竟然被成卫属统领带人就这么闯进来,让他这个当阁阁阁主的脸,火辣辣的,如同火焰在燃烧。 阁阁 阁阁阁大人 看到卓清风出面,在场的炼药师们纷纷激动开口,很多人眼中,热泪盈眶。 是谁给你们的胆子,在我当阁撒野的,给我滚出去。 卓清风冷冷走向前,冷视着面前的古进,脸色阴沉的可怕。 卓清风阁阁 古进心中一惊。 而后缓缓站了起来,抹去嘴角的鲜血,低沉道,原来是卓阁主,今日我等冒犯,还请见谅。 只是我成卫属此行,是来抓捕几个五国弟子,这几人,乃是我成卫属的要犯,严重危害皇城安危,甚至不久前,已经灭了皇城世家冯家满门,如此穷凶极恶的歹徒,现在正藏意在当阁之中,还请卓阁主交出几人,本座也好回去交差。 古进冷冷看着卓清风,竟然丝毫没有退让之色。 今天他来到这里,早就有了得罪当阁的准备,岂能因为卓清风出面,就直接离开。 如此一来,之前的努力,等于前功尽弃。 什么五国罪犯,老夫没听说过,此地是我当阁,老夫让你滚,没听到吗? 卓清风怒视古进,一个成卫属统领,竟然无视他的命令,让他心中更为愤怒。 第七百五十五章 气风的废冷 卓阁主,你虽是当阁阁主,但既然在我大威王朝,那便是我大威王朝的子民,自然要接受王朝律法管辖,岂能因为阁下恋要失的身份,就无视王朝律令。 古进冷亨说道。 无视王朝律令。 老夫今日就无视了又能怎样? 老夫说了,都给我马上滚,否则,就休怪老夫落手无情。 卓清风寒生说道,浑身的杀意营绕,半部武王的威压,瞬间镇压在每一个成卫军的身上。 登登登。 几乎所有的成卫军,都面色骇然,纷纷后退一步。 半部武王,何等可怕,在他们的眼中,那便是天。 唯有耿德元这些副统领,六阶五尊级别的高手,才能勉强抵挡。 古进愤怒道,卓阁主,你当真要为了几个五国建民,王朝重犯,与我大威王朝过不去吗? 你可知你现在所作所为,是在藐视我王朝律法。 信不信本座将当阁之势,尚禀你上级当阁,你当阁身为中立势力,庇护地方重犯,恐怕已经违规了吧。 你是在威胁老夫? 卓清风眯着眼睛。 本座不是在威胁卓阁主,只是告诉卓阁主一个事实,希望卓阁主,实施误者为俊杰。 不要执迷不误。 古进冷冷说道,今日,本座是非将那几名五国重犯带走不可,卓阁主若强行阻拦,本座必回上禀陛下,让陛下下令,将你当阁从我大威王朝抹去。 哈哈哈哈,好一个实施误者为俊杰,好一个将我当阁抹去,废大师,你看到了吧,这就是你们大威王朝的成卫署,强势得很啊。 卓清风冷冷说道,转头看向身后的楼梯。 楼梯之上,废冷焦急走下,听到之前交谈的他,气得整个人浑身颤抖,废都快要爆炸。 古统领。 是谁让你带着成卫署的人来当阁的? 还不给我马上把人带回去,在当阁胡作非为,你是想死吗? 怒喝一声,废冷来到古进面前,愤怒说道。 之前卓清风的人说成卫署的人敢扔他当阁阁主的令牌,废冷心中还有些不大相信,但是此时此刻,他是彻彻底底的信了,这帮人,连帅兵包围当阁的勇气都有,摔一下阁阁主令牌,岂能做不出来。 难怪卓清风如此震怒,换做他自己,恐怕气疯了都可能。 愤怒之下,废冷直接劈头盖脸就朝古进怒骂过去。 你又是谁? 也敢管我成卫署的事情? 看到废冷穿着炼药师袍,古进当即以为废冷也是这当阁的炼药师,不由冷笑道。 废冷气得快要吐血,怒道,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老夫宫廷炼药师总管废冷,马上带着你的人滚,否则的话,信不信老夫废了你。 宫廷炼药师总管 古进等人心中一惊。 虽然同为炼药师,可宫廷炼药师总管的身份,还是令他们惊颤。 毕竟,当阁阁主,只是一个外来势力的首领,当今陛下虽然尊重,但也只是因为当阁势大罢了,平素日,陛下很少会召见当阁阁主,双方可以说是互不干涉。 可宫廷炼药师总管却不同,宫廷炼药师专门为皇室服务,可是有资格见到陛下的,这样的人物,尤为要小心。 原来是废大师,师敬师敬。 不过,废大师虽然身为宫廷炼药师总管,可也不能插手我成卫属的事情吧,既然废大师来了,那正好,还请废大师劝劝卓阁主,不要为难我成卫属,窝藏破坏皇城治安的药饭。 古静冷亨说道,他表面淡定,心中却惊怒万分,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遇到宫廷炼药师的总管废冷大师。 此时此刻,他立即骑虎南下,变得更加不能退缩。 一旦退缩,到时候废冷告知陛下,他这个统领,定然没好果子吃,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不退让,坐实当阁庇护重犯的罪行,如此,才能博得一线生机。 剑连自己说话都不管用,废冷顿时气的直哆嗦,怒道,古统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当搁什么地方,岂能窝藏要饭? 古静眉头一皱,冷哼道,废大师这话就不对了,那五国之人,在我皇城大肆出手,杀戮我王朝之人,证据确凿,乃是王朝要饭。 而且,此事三皇子殿下也在关注,废大师这么做,等于是公然破坏我城未属办案,于情于理不合吧。 三皇子吩咐你们的。 废冷一惊,他没想到,许伯所说的是真的,这件事,三皇子居然真的参与了其中。 见废冷语气波动,古静以为自己说出三皇子的名头起了作用,连傲然道,那是自然,三皇子对皇城中发生的暴力案件,十分关注,务必督促我们破案,本座身为成位属统领,则无旁贷,希望废冷大师,别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蒙骗了。 不管三皇子有没有吩咐你们,我现在命令你们,马上离开,这件事,老夫会亲自调查。 废冷一皱眉头,知道事情棘手,此刻的他,只能先平息这里的闹剧。 抱歉了,恕我们办不到。 古统领冷冷道,身为成位属官员,我们有权维护王朝治安,今日不抓住犯人,我们绝不离开。 你,废冷浑身哆嗦,都快气疯了。 废大师,别废话了,你宫廷炼药师的名头,看来不管用啊。 卓清风冷笑一声,而后转头看向古晋,目光冰冷道,许伯,既然这股统领不愿离开,那我们当阁也不能任由他们撒野,马上绿人动手,将他们赶出去。 是,阁主。 许伯英和一声,冷冷道,当阁所有弟子听令,将所有成位属的人,都赶出当阁。 上。 赶走这一群土匪。 妈的,赶在我当阁动手,把他们赶出去。 大厅中所有炼药师们,先前全都憋了一肚子火,如今听到命令,当即纷纷冲了上来。 轰隆。 能成为炼药师的,哪个会是弱手,强势出手之下,场上顿时卷起一股滔天的真力? 你们赶。 古晋面露惊怒,六阶中期巅峰的气息瞬间爆发开来,就要率领成卫军的抵挡。 只是,他还没来得及出手。 卓清风阁主已然动了,身形一晃,就出现在了古晋身前,随手一抬,砰的一声,古晋瞬间被击飞出去,重重摔倒在当阁外的大街上,胸口的铠甲上,出现一个深深的拳印,再度喷出一口鲜血。 紧接着,惨叫声连连,在许伯的率领下,所有炼药师大打出手,瞬间就将上百名涌入大厅中的成卫军,一个个扔到了外面大街上,惨不忍睹。 第756章 刘玄瑞震 费大师,你也看到了,这就是你们大威王朝成卫署的态度,你还认为我们当阁有必要继续和你们合作下去吗? 许伯,送客。 脸色一沉,卓清风神色愤怒,直接一挥手,转身进了当阁。 卓阁主,费冷还想说什么,看到的,却只是卓清风冷漠的背影。 费大师,请吧,不送。 对费冷拱了拱手,许伯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徐长老,还请向卓阁主多多美言两句,今天这事,老夫知道了,你放心,老夫此次前来,侍奉了陛下的命令,我费冷,一定会给阁下一个交代。 费冷既得脸色铁青,看到当阁的态度,也知道对方为何会如此生气,当即没再多说,拱拱手,迅速离开了当阁,急匆匆的去皇宫汇报去了。 皇宫之中 齐衡,黄总管等人已然回到了大殿之中。 正向刘玄瑞汇报着事情的缘由。 这两人所得知的内容,几乎一样,事情直指王朝成卫蜀,以及一个叫秦大师的人。 陛下,根据老臣所知,是成卫蜀的耿德元副统领,抓了气垫耶律洪涛殿主的一个朋友,耶律洪涛派人去问清楚情况,却被成卫蜀的人赶了出去,这才惹怒了耶律洪涛殿主。 齐衡恭敬说道 陛下,我这边也是,那秦大师,似乎和血脉圣地的南宫离会长也有关系,被其称为秦大师。 黄总管也急忙道。 刘玄瑞此时也明白过来,为什么气垫和血脉圣地会如此震怒了。 自己的朋友被抓,结果派人去成卫蜀,却被成卫蜀的人赶出来,耶律洪涛和南宫离都是皇城鼎鼎有名的人物,若这么打脸,不发怒才怪。 只是让刘玄瑞惊颤颤的,一个被耶律洪涛殿主和南宫离会长同时称为大师的人,又是一个什么人? 那秦臣的资料,你们有没有? 刘玄瑞沉声问道。 他现在要弄明白的,是那秦臣究竟是什么人,同时为何被成卫蜀抓过去,究竟有没有违反王朝的律法? 陛下,属下已经第一时间派人去收集了,估计要不了多久,就有消息了。 老太监恭敬说道。 作为刘玄瑞的贴身太监,他做事极为心细,这种事情,自然第一时间就去处理了。 那就好,不过纳成卫蜀也太不懂事了,就算对方真的违反了王朝律法,气垫和血脉圣地都开口了,居然一点脸面也不给,这不是百明了得罪这两方吗? 刘玄瑞是郁闷不已,冷哼道,马上把柳成给我喊过来,朕倒要问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柳成,是成卫蜀署长。 得到陛下通报,他急急忙忙,第一时间就进入了皇宫。 陛下,陈柳成,拜见陛下。 扑通一声,柳成急忙跪下,心中忐忑不已。 他虽然是成卫蜀署长,在下面,地位高贵,但在朝堂之上,其实地位不高,第一次被皇帝这么亲自接见。 吓得背后冷汗都冒了出来,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柳爱卿,起来说话,朕问你,那秦臣是怎么回事? 你们成卫蜀,为何将人带走? 刘玄瑞摆摆手,沉声问道。 他现在要的,是真相。 秦臣? 柳成一愣,老臣不知陛下在说什么。 刘玄瑞眉头一皱,就是那个被你们成卫蜀抓走的秦大师,气垫和血脉圣地,还为此找上过门的。 柳成战战兢兢道,气垫和血脉圣地找上过门。 老臣不知道吗? 这一下,倒是轮到刘玄瑞愕然了。 按照气垫和血脉圣地的消息,那秦大师,分明是被成卫蜀的人抓了过去,可是如今,柳成却什么都不知道,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柳成乃是成卫蜀署长,连气垫和血脉圣地都上门的大事,必然会交到他的手中,刘玄瑞本想知道,那秦臣犯的是什么罪,可现在柳成却连听都没听过,让刘玄瑞一下子猛了。 眉头一皱,不会是齐横和黄幻打停错了吧? 正疑惑着,就见费冷急匆匆地从殿外小跑了进来,一脸怒气冲冲。 陛下,老臣回来了。 一回到大殿中,费冷便单膝跪下,但脸上的愤怒,却怎么也无法掩饰。 费大师,朕不是让你去当阁打探消息去了吗,你这是怎么了? 刘玄瑞胡一道,费冷,可是老好人,他还是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如此愤怒的神情。 陛下,老臣刚才的确去了当阁,陛下你是不知道,这城位属实在太无法无天了。 费冷此刻还在气头之上,连话都差点说不出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玄瑞目光一宁。 陛下,事情是这样的。 费冷怒气冲冲,当即将自己去当阁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说了出来。 陛下,你是不知道,那古统领实在是太嚣张了,老夫在他面前,他是一脸面子都不给,甚至带着几百成卫军,将当阁为的严严实实,水泄不通,当着所有人的面,要从当阁带人,这样的事情,谁能忍? 费冷气的是吹胡子瞪眼,到现在还颤抖不已。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他甚至不敢相信竟会发生这样的事。 什么? 刘玄瑞豁然站起,也震惊不已。 一旁,齐恒和黄总管也惊呆了。 至于柳成,更是猛了。 此时此刻,他才明白,陛下把自己叫来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可如此大事,他这个成卫署署长,竟然一点音讯都没有。 一时之间,他只觉得额头冒汗,双腿发软,跪都快跪不住了。 黄总管,你要的消息,属下已经收集来了。 就在这时,殿外一个小太监涅部走了进来,将一份资料,递到了黄幻手中。 给朕看看。 刘玄瑞冷喝一声,直接接过消息,脸色阴沉得可怕,低头看了上去。 第757章 暗影卫 大威王朝皇室,有一个自己的独立情报部门。 被称之为暗影卫。 这个部门,只隶属刘玄瑞管辖,除了刘玄瑞外,任何人都无法调动。 他们专门收集大威王朝境内发生的各种大事,以大威王朝皇室的力量,几乎没有事情能够瞒过他们的眼线。 因此虽然仅仅是片刻,可那消息上,却记载有秦晨详细的信息。 秦晨,五国弟子。 古南都大比冠军。 十七岁少年,五阶巅峰五宗。 不久前进入皇城,灭了豪门冷家麾下的释迦冯家,后闯荡当阁疑南石壁,被夺清风恭敬奉为大师。 这个消息,极为详尽,将秦晨一行人的来历,讲述得清清楚楚。 看到上面的内容之后,刘玄瑞整个人都惊呆了。 一旁,黄总管,费冷,齐衡等人,也都看到了秦晨的情报。 这! 一个个瞪大眼睛,眼珠子都快瞪爆了。 陛下,这消息来源属实吗? 不会是假消息吧? 齐衡瞠目结舌,喃喃说道。 实在是太让他们震惊了。 五国,乃是大威王朝玄州边境一个极为偏僻的势力。 因为被黑领山脉隔绝,且物质极为匮乏,再加上大陆条约的束缚,使得大威王朝虽然知晓西北五国存在,但对其,根本没有任何欲望。 甚至大威王朝,有不少人,都将五国之人,看成是画外蛮夷、土著,极为轻视。 如今听说卓清风他们所称谓的大师,竟然只是一个五国弟子,这让刘玄瑞目瞪口呆,几乎以为自己是看错了。 这,不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吧? 齐衡也难难说道,目瞪口呆。 听说那五国之地,极为天僻,甚至连五宗强者,也极难出现,怎么会出现一个如此天才的少年? 十七岁,五阶后期五宗,就算是咱们大威王朝,也没有吧? 三殿下和五殿下,算是天资聪颖了,但也是二十岁之后,突破的五宗境界吧? 黄总管无语说道。 只有废冷,四世想到了什么,目光一凝。 应该不会,暗影卫调查的情报,不会有错。 刘玄瑞摇头。 虽然他也极为感到难以置信,但是却相信暗影卫调查的情报,不会有什么错误。 陛下,那秦臣,的确可能是五国之人。 就在这时,废冷急忙开口,老臣在当阁的时候,就曾听那古统领说,他们来当阁,捉拿的要饭,便是几个五国的弟子。 这么说来,卓清风他们所说的大师,的确就是那个五国的弟子秦臣了。 刘玄瑞目光明重,流露出一丝亥然。 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却被卓清风,耶律洪涛,南宫黎,同时称呼为大师,这让他,不得不重视起来。 如果只是一个人这么称呼,说不定还有什么隐情,可是被这三大势力的人一同如此重视,却让刘玄瑞怎么也想不明白。 特别是,根据情报上显示,那秦臣在来到皇城之后,只和卓清风在当阁见过一面,和耶律洪涛,南宫黎,根本没有任何交集,却离奇的牵扯上了。 此子,莫非是北天狱,某个顶尖势力的培养的天才? 心中一惊,刘玄瑞浑身瞬间冒出了冷汗。 这不是没有可能。 按照五国的条件,根本不可能培养出这么一个天才。 毕竟,整个五国,连一个武宗都极为少见,就算是有天才涌现,怎么可能会出现一个十七岁,就突破到五阶后期的天才出现? 这根本不符合常理。 唯一的可能就是,此子,虽然出生在五国,但却被某个顶尖大实力看中,是这大实力暗中培养的天才。 而卓清风,耶律洪涛,南宫黎,对那个大势力,都极为敬畏,甚至,其中出来的一个天才,地位都要在卓清风他们之上,足以断定卓清风他们的命运。 这才会引来卓清风他们,如此剧烈的反应。 否则,根本无法解释这一切。 想到这里,刘玄瑞脸色发白,甚至有些站不稳了。 他想象不出,究竟是何等势力,能让卓清风这三大势力都有同样的表现。 哪怕是卓清风他们的北天狱上级当格,上级气垫和上级血脉胜地,也不可能有如此强大震慑力吧。 莫非是,那秦晨所来自的势力,甚至要超越北天狱的范畴。 刘玄瑞眼前一黑,差点昏倒在地。 如果是这样,那他大威王朝,恐怕是惹来了一个惊天大祸。 陛下,你怎么了? 看到刘玄瑞浑身惊颤,脸色发白,冷汗直冒,黄总管立即紧张地上前,扶住刘玄瑞。 我没事。 刘玄瑞摆摆摆手,被黄换这么一服之后,整个人瞬间清醒了过来。 来人,马上调动禁卫军,随我一同去成卫署。 低喝一声,刘玄瑞急忙跨步而出,直接就朝殿门外走去。 当务之急,根本不是猜测秦臣的来历和身份,而是先将对方解救出来。 否则,如果古晋等人再做出什么事情来,恐怕这件事,将再无缓转的余地。 一时间。 刘玄瑞心急之下,带着黄换,齐衡,费冷,柳成等人,以及一大群禁卫军,出了宫门,浩浩荡荡朝着成卫署,狂奔而去。 此时。 三皇子的府邸。 这古统领,真是猪脑子,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怎么给他当上统领之位的。 拿着古晋传来的消息,三皇子脸色难看,愤怒的一拍桌子。 古统领从当阁回来之后,心之不妙,当即将自己在当阁见到费冷的消息,告知了三皇子。 费冷,毕竟是宫廷炼药师,有面见陛下的权利,古晋得罪之后,也怕费冷在刘玄瑞面前说自己坏话,因此想要通过三皇子,给费冷施加压力,让他不要乱说。 那古晋,的确有些鲁莽了。 冷无双在一旁,也是无语道。 他让古晋去拿人,不是这样直接硬上,而是先想办法,弄清楚五国弟子的所在,然后突然袭击,将人拿住,如果当阁要出手,再用成卫署的身份进行压迫。 只要将人抓到,那么一切就好说了。 可古晋,却蠢得像猪,直接冲进当阁。 现在,平台惹怒了当阁,却什么都没得到,让冷无双,也郁闷不已。 费冷,乃是宫廷炼药师总管,连本殿见到,也要客客气气,这股劲道好,直接得罪了,而且还将本殿套了进去,哼,害得本殿还要专门替他擦屁股,解释一番,省得他在父皇面前乱说。 三皇子面色阴沉。 现在的他,还不知道,费冷前去当阁,正是奉了刘玄瑞的命令,而不是无意出现。 既然那几个五国弟子没抓到,又被费冷看到了这一切,看来本殿必须要去承卫蜀一趟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将那秦臣的罪名落实下来,到时父皇如果听说了什么,询问下来,本殿才有解释的理由。 想到这里,三皇子当即站了起来,走,冷家主,随我一同去承卫蜀。 当即,三皇子带着冷无双一群人,同样浩浩荡荡朝承卫蜀走去。 第758章 强行拿人 成为蜀 黑牢屈中 秦臣盘膝而坐,闭目修炼。 他身体中,倒到五阶后期巅峰的真力不断运转,在九星神地角的催动下,融入全身的十二道经脉之中,形成一股惊人的力量,最终汇聚到小腹的气海之中,沉寂下来。 这两天里,秦臣在黑牢中,倒也没有浪费,好吃好喝,剩下的时间则都在疯狂修炼。 两天的时间,令他的修为极度凝聚,已然达到了五阶后期巅峰的极限境界,距离半部五尊,也只有一步之遥。 他身上,还有从黑死沼泽得来的诸多灵药,甚至连七阶的王级灵药,都有几种,这其中,便有能让他突破五尊的灵药。 一旦他突破到六阶五尊,以他前世的造诣和实力,除了半部五王级别以上的高手之上,恐怕连六阶后七个的五尊,他都未必会惧怕。 呼! 长长吐出一口气,秦臣睁开双眸,浑身散发出一股令人心悸的气息。 等回到当阁吧,七阶王级炼药的炼制,不容马虎,哪怕我经验再丰富,也必须一个极度安全的环境才可以,否则一旦功亏一篑,损失恐怕无可计算。 七阶的灵药,秦臣身上也有那么几株,用一株便少一株,他也不敢随意尝试。 就在这时,脚步声响起。 陈嫂,田某刚刚得到消息,古晋统领和耿德元副统领先前率领了一大群成卫军,浩浩荡荡朝当阁过去了,说是去捉拿五国的逆贼,现在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田丹急急忙忙从黑牢区外走来,焦急说道。 他最害怕的,便是耿德元说动了古晋统领,以古晋统领的身份,完全有权利,将他的职位割除,如此一来,秦臣必然会再度落入到耿德元的手中。 什么? 他们竟敢去当阁拿人,那古晋如此胆大。 秦臣豁然站起,眉头皱起,沉声道,看来你所说的三皇子插手,应该是确有其事,否则一个小小的成卫属统领,怎么有勇气敢去当阁撒野。 惊怒之下,秦臣心中忍不住担忧。 他虽然布置下了大量应对的方法,但是他也不敢确定,事情是否会以自己预料的方式发展。 一旦气垫店主和血脉圣地会长并未按照自己预料的那般插手。 光以当阁的体谅,去应对三皇子和整个成卫属,秦臣也不知道卓清风就究竟能坚持多久。 正思索着。 哐当一声。 黑牢区外陡然响起一连串的脚步声,紧接着,耿德元带着一群成卫军,气势汹汹地从黑牢区外闯了进来。 耿统领,这里是黑牢区,你们想干什么? 田丹的几名手下,怒气冲冲地阻拦,但却无济于事,被耿德元身边的管委等队长,纷纷推到一边,狼狈不堪。 耿德元,你想做什么? 造反吗? 田丹见状,不明白耿德元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连怒声说道。 田丹,马上让开,这小子我们接管了。 耿德元冷哼一声,根本不理会田丹的呵斥。 没能抓住忧千雪几人,反而是得罪了宫廷炼药师肺冷,耿德元和古晋也不是白痴,在给三皇子送信的同时,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已经极为危险。 而今,最重要的就是秦臣的口供。 只要能将秦臣拿下,强行得到他的犯罪的口供,到时候就算陛下关注起来,他们也有理有据,根本不用担心什么。 因此从当隔一回到城卫署,耿德元根本没有休息,第一时间就来到了黑牢区,准备强行将秦臣带走,进行严刑拷问,让他化压认罪。 放肆,耿德元,这里是我黑牢区,你无权动我黑牢区的要犯。 田丹勃然大怒,冷哼一声,死死站在耿德元面前。 这耿德元,软得不行,今天这是要来应的了。 田丹,本统领今日没空和你闲扯,你的队长职位,已经被剥夺了,既然你不让开,那老夫就亲手让你让开。 脸色铁青,耿德元也懒得和田丹废话,手一抬,六阶出七五尊的修为勃然释放,就要将田丹推开,甚至,有心要给他一个叫训,一股恐怖的掌力,顺着他的手掌,勃然发出,狠狠拍向田丹。 但是,令他震惊的是,就在他手掌即将拍中田丹的瞬间,田丹的右手,竟然猛地抬起,画掌围拳,与他的右掌,轰然碰撞在一起。 砰!一股剧烈的轰鸣响起,耿德元只觉得一股剧力传来,身形一晃,竟然后撤了一步。 而反观对面,田丹登登的也后退几步,但却并未有丝毫受伤的模样。 你,突破六阶五尊了。 耿德元吃惊的看向田丹。 成位属大队长,一般都是五阶后期巅峰的五宗修为,田丹虽然是黑牢区的主管,但也就比一般的队长强上一些罢了。 本以为,自己一掌之下,对方必然要受伤吐血,乖乖让开,起料,对方竟然硬生生的扛住了,并且从田丹手中传递而出的权力来看,分明也是一名六阶初期的五尊。 这让耿德元如此不吃惊。 耿德元,这里是黑牢区,容不得你放肆。 冷哼一声,田丹冷冷看着耿德元,我劝你还是离开黑牢区,田某或许还能网开一面,否则,田某必要参上一本,递交给署长大人,致你一个违法成位属律令之罪。 难怪你最近如此嚣张,原来突破六阶五尊了,好,很好。 耿德元冰冷的看着田丹,心头震目。 一个小小的黑牢区队长,以为突破了六阶五尊,就能在自己面前撒野了吗? 来人,把这里围起来,不要让任何人离开。 耿德元森冷看着田丹,田队长,恐怕你还不知道你得罪了谁吧,你放心,古统领马上就来,届时,本统领一定会让你跪得心服口服。 你 田丹脸色难看,却又无可奈何。 他虽然在秦晨的帮助下,突破了六阶五尊,但毕竟刚刚突破不久,勉强抵挡一下耿德元,并不是什么问题,可要将耿德元驱赶出去,却根本做不到。 第759章 罢免书 更何况,耿德元此次前来,麾下还带了数名大队长,这么多人率领诸多成位军层层包围之下,别说他刚刚突破六阶初七,就算是再强一倍,也很难抵挡的驻场上所有人。 大刀阔斧地将秦晨所在的黑牢包围住,耿德元目光阴冷地看着秦晨,小子,你在里面很舒服吗? 耿统领好雅兴,怎么,再当格吃了扁。 跑这里撒也来了。 秦晨睁开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耿德元。 你休要得意,小子,马上就会是你的死期,看你还怎么嚣张。 秦晨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气得耿德元脸色直发轻,愤怒说道。 看到耿德元的表现,秦晨嘴角的冷笑更甚,内心却微微松了一口气。 看样子,对方并没有从当格手中讨到好,将忧牵血他们带回来,否则,根本不会是这样的表现。 小子,你别得意的太早,恐怕你还不知道,你身边的那几个美女,三皇子殿下已经看中了,等你死后,三皇子殿下会好好照顾他们的,嘿嘿。 还有你的那个朋友,呵呵,咱们大威王朝也有奴隶市场和斗舞场,到时候把他们卖到奴隶市场和斗舞场进行生死比斗,五国废物比斗,相比会吸引不少人过来,赚到不少票钱吧。 还有你,田丹,突破了六阶五尊,就赶在本统领面前放肆,你放心,等你的队长职位被剥夺之后,本统领会好好照顾你的,还有你的老婆和女儿,听说你的女儿,今年才十多岁吧,长得挺水灵的,不知道玩起来,滋味怎么样。 耿德元砸把砸把嘴,一副陶醉的模样。 耿德元,你这个畜生,你敢动我女儿一根汗毛,老子一定杀了你。 田丹的眼睛瞬间红了,女儿,是她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就如她的逆临一般,令她的情绪瞬间都快控制不住。 哈哈哈哈,看来你对你的女儿很在意,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她的,让她死之前也品味一下,身为女人的滋味。 耿德元争鸣笑道。 秦晨本来懒得理会对方,听闻此言,内心也勃然动怒,眸中陡然射出一道犀利寒芒,寒声道,耿德元,你这个畜生都不如的垃圾,本少若不杀你,势不为人。 连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这耿德元,还是人吗? 势不为人。 哈哈哈哈,本统领倒要看看,你到时候怎么杀我。 所有和和我耿某为敌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耿德元冷笑一声,面容阴质。 这时,一道沉重的脚步声从外头传来,紧接着传来的,还有一群成卫军的恭敬之声。 在众目睽睽之下,诸多包围住黑牢区的成卫军纷纷让开,一个脸色阴沉,浑身绽放恐怖杀鸡的中年男子,从黑牢区外缓缓走了进来。 正是古晋。 而在那古晋身后,还跟着一个魁梧的汉子,一进来,眼神便愤怒的盯着田丹。 古统领,魏统领。 看到来人,原本眼神愤怒无比的田丹。 脸色顿时变了。 古统领,成卫署三大统领中的第一人。 平日里,柳城署长很少会坐镇成卫署,因此掌管成卫署最多的,便是这个古晋。 以他的身份,只要愿意,绝对能够罢免他田丹。 而在古晋身后的那个,却是他的直属上司卫双成卫副统领。 作为他的直属上司,卫副统领也有管辖他的职责和能力。 如今,这两人一同前来,让田丹内心,瞬间冰凉一片。 你就是田丹。 哼,成卫署把你培养成黑牢区队长,你就是这么报答成卫署的,勾结要犯,违抗命令,好大的胆子。 古晋一进来,便冰冷开口,眸底闪烁着如毒蛇般阴冷的杀意。 古统领,我,田丹张嘴,刚想说什么? 却被古晋瞬间打断,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成卫署的大队长了,马上脱下你的成卫军制服,放下你的武器,跪地束手就擒,这是罢免书,你自己看吧。 手一抬,一张盖着成卫署大印的罢免书直接呈现在田丹眼前。 他之所以比耿德远晚来了片刻,正式准备这张罢免书去了,否则就算他是成卫署统领,没有罢免书,也名不正言不顺。 田丹,看看你干的好事。 古统领,这里的事,是属下没有尽职,不过你放心,属下一定给统领处理好此事。 田丹,还不给我按古统领说的做,脱下制服,跪下认错。 卫双城也愤怒的对着田丹吼道,面对古尽的时候,却态度恭敬。 见田丹没有举动,卫双城对着黑牢区田丹的几名手下怒喝道,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将田丹拿下了,这家伙连古统领的人都敢得罪,无法无天了都,你们几个还想不想在成卫署继续干下去了。 黑牢区的诸多成卫军,神色犹豫。 一边,是他们敬重的队长,另一边,却是他们成卫署的顶头上四位副统领和古统领,一时间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但也有几名田丹的手下,迅速来到田丹面前,对着田丹冷喝道,田队长,你也听到了,不要让我们难做,现在你已经被古统领罢免了队长职务,快快脱下制服,就地伏法吧。 说着,他们还对卫双城恭敬道,卫统领,其实我们早就对田队长看不惯了,黑牢区,乃是城卫属重地,关押王朝重犯的地方,理应听从诸卫统领的命令,谁知道田队长,不,这田丹,竟然功气私用,甚至不听从几卫统领的号令,属下早就对田丹看不顺眼了,只不过他是队长,属下无力反抗而已。 是啊,这田丹在黑牢区一手遮天,贪赃枉法,罪无可恕。 理应剥夺队长职位,严加拷问。 任何时候,都不乏落井下石之辈,这几名田丹手下,颠倒黑白,在古晋等人面前,把田丹说的是臭名昭著,恶贯满盈。 另一旁的田丹,气得浑身发抖。 这几名手下,之前的时候,在自己面前恭恭敬敬,点头哈腰,队长前队长后的,没想到一到这时候,竟然如此无耻。 忍不住悲叹一声,眼眸中流露出绝望。 第七百六十章有经过同意吗? 田队长,你到这里来,你我共进退。 一直没说话的秦晨,此时淡淡的说了句,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他依旧神色淡定。 其实,这黑牢区,根本困不住秦晨。 以秦晨此刻的修为,连六阶中期巅峰的武尊都能斩杀,岂会在乎这一群成卫军。 所有人中,也就古尽修为达到了六阶中期巅峰,勉强有一战之力,其他如耿德元之流的六阶初期武尊,恐怕连他一招都挡不住。 真要翻脸之下,他起码有八成的把握突围出去。 田丹苦笑一声,秦大师,对不住了,田某,是没有能力保住大师你了。 话音落下,田丹哐当一声,将秦晨锁在黑牢的锁链劈开,而后进入黑牢区。 秦大师,等会,田某会竭力挡住古统领他们,你赶紧跑去当阁,寻求庇护,田某所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田某其他义无所求,只希望秦大师若是逃得出去,就替田某照顾好家人,拜托了。 田丹一边说着,一边猛的砍向秦晨身上的锁针链,显然是要替秦晨解开束缚。 不好,拦住这家伙。 古镜见状,脸色一变,仓促间,急忙一掌拍出。 轰。 那可怕的掌力,虽然隔着黑牢铁蓝,但还是第一时间传递到了田丹身上,将田丹阵飞了出去,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而田丹手中的战刀,也失去了准头,未能劈开秦晨身上的锁针链,只是在地面上劈出一道长达数尺长的裂缝。 听我号令,田丹勾结黑牢区重犯,意图帮助重犯越狱,最大恶极,当场斩杀,至于那小子,给我带出来。 古镜心下一松,连力喝说道。 刚才太悬了,那秦晨,可是连冯家老祖冯渊都能斩杀的高手,若是身上的锁针链被解开,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索性,最坏的结果没有发生。 伴随着古镜的怒喝,耿德远等人,当即纷纷地扑了上来,凝笑着朝田丹疯狂下手。 田丹苦笑一声,面露绝望。 就在这时,哐当一声,秦晨身上的锁针链,不知何时,寸寸碎裂。 轰。 下一刻,秦晨猛地抬手,诸多成为军强者怎么来的,怎么倒飞了出去,张嘴喷出鲜血,个个狼狈不堪。 动我秦晨的人,你们有经过本少同意吗? 活动了一下手腕,秦晨嘴角勾勒一丝森冷的笑容,淡默说道。 你怎么? 这一刻,所有人都惊呆了。 看着浑身解开束缚的秦晨,一个个面露惊容。 锁针链,乃是百朝之地独有的镇压要犯的工具。 上面蕴含有惊人的锁针链纹,一旦被束缚住,武者体内的真力,便会如同水泥一般凝固起来,根本调动不了分毫,只能被蹂躏。 而为了防止秦晨逃脱,耿德元为秦晨准备的锁针链,是成位属最强的一种。 别说一鸣五阶的武宗了,就算是六阶后期巅峰的武尊被束缚住,也只能乖乖认命,束手就擒。 如今看到秦晨竟然独自挣脱开了锁针链,让他们如何不震惊? 拦住他,别让他跑了。 震怒之下,古晋身形一晃,急忙冲入黑牢之中。 哼,给本勺滚出去。 手中神秘袖剑浮现,秦晨面前,陡然浮现无数剑影幻光,密密麻麻,幻化做层层绚绚烂剑花,在古晋谋底疏然盛放。 好美。 古晋尼南,完全被秦晨施展的剑花吸引,下一刻,扑扑扑,他的胸口出现稻稻血花,整个人狼狈倒飞出去。 同时倒飞出去的,还有无数冲向黑牢区的成位军,一个个摔倒在地,痛呼不已。 一时间,整个黑牢区,一片凄惨叫声。 秦大师,你。 田丹也彻底呆住了,惊恶看着秦晨,像是傻眼了一般。 他不明白,秦晨既然能解开锁针链,且有这么可怕的实力,为什么之前不逃? 如果他想要逃,整个黑牢区,根本没人能拦得住他。 而更让田丹震惊的是,秦晨在鸡飞古晋等人后,再度坐了下来,浑然没有逃出黑牢区的打算。 秦大师。 你赶紧离开这里,你在成位署杀了这么多人,后果太严重了,等于是公然造反,如今,只有逃回丹阁才有可能有一线生机,否则,王朝根本不会放过你的。 迅速回过神来,田丹焦急说道。 逃,我为什么要逃? 秦晨却平淡一笑,不以为意,你看看你面前,哪个成位军死了? 田丹转头看去,这才发现,黑牢区外虽然惨烈,无数成位军在地上凄惨打滚嚎叫,但个个都是只是身上挂踩,而没有一个真的被杀死的。 可是,你这么公然动手,不管你有没有杀死人,已然是公然违反王朝律法,挑衅成位署,这是重罪,必死无疑啊。 田丹焦急道。 重罪? 秦晨痴笑一声,本少先前之所以动手,只不过是这些成位军,藐视王朝律法,在未给本少定罪之前,就要对本少动手,本少只是正当防卫罢了。 田丹见秦晨怎么都听不进去,都快疯了。 正当防卫? 看看你伤的都是谁? 成位署正统领古晋,副统领耿德元等等,这些人,哪个不是成位署的实权人物,定罪的权利都在他们手上,你和他们说正当防卫,这不是搞笑吗? 秦大师,真的,你赶紧走,不走就来不及了。 田丹急得是浑身上火。 这里的事一旦传出成位署,整个皇城都会被惊动,到时候皇室震怒之下,派出大量禁卫军,就算秦晨再强,也必死无疑。 这里怎么回事? 就在田丹焦急不已的时候,黑牢区外,突然传来一道震怒的怒喝,紧接着,三皇子刘元新和冷家家主冷无双一行,快步走了进来。 看到黑牢区中的场景。 刘元新等人,全都惊呆了。 三皇子殿下,冷家主。 看到两人,古近如同见到了旧事主一般,脸上顿时露出狂喜之色,你们来得正好,这小子,不知道怎么回事,挣脱了身上的锁真链,偷袭属下,属下猝不及防之下,被他击伤,还请两位出手,拿下此子。 什么? 被秦臣定罪。 谁知道来到这里之后,竟然看到了如此混乱的一幕。 堂堂成位属黑牢区,闹出这么大的事来,就算古近是成位属统领,也根本遮盖不了,必然会第一时间传到父皇耳中。 一旦有肺冷在一旁吹风,父皇好奇之下,若是关注这里,知道他参与了黑牢区之事,必然会引发父皇的震怒。 对他的前途,或多或少都会有影响。 冷家主,给我杀了这小子。 突兀地,三皇子对着冷非凡冰冷说道。 什么? 冷非凡一下愣住了。 我让你杀掉这小子,你没听到吗? 三皇子冰冷说道,盯着秦臣的目光中,散发出骇人的杀鸡。 冷非凡顿时急了,三皇子殿下,万万不可呀,此子是古南都大比的冠军,身上,定然有古南都的强大的传承,若是直接杀了。 冷家耗费这么多功夫,针对幽千雪和秦臣他们,目的是什么? 难道真的是为了替冯家报仇,或者对五国弟子不屑吗? 根本不是,冷非凡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秦臣他们在古南都所获得的传承。 而现在,三皇子竟让他直接将秦臣斩杀,这等于是,直接断绝了他获得秦臣身上传承的机会,这让他,如何能接受? 冷家主,我这不是在请求你,而是命令你。 三皇子冰冷的看着冷非凡,鼓劲他们去当阁的事情,已经被废冷知晓,再加上在成位属黑牢区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消息根本挡不住,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传入父皇耳中,以父皇的脾气,定然会第一时间来进行调查。 如果我们有时间,将供词做得完美,那还好,可现在,分明已经来不及了,发生这么大的事,根本没时间让我们伪造一份完整的供词,同时也让这小子乖乖认罪,所以,只有杀了这小子,一了百了,才能躲开父皇的调查,难道你不明白吗? 三皇子冷冷看着冷非凡,他的目的,和冷非凡不同,不是壮大家族,也不是获得什么传承,而是在父皇面前,获得更多的青睐和影响。 一旦让父皇得知他干出了这么一档子事,虽然未必会受到责罚,但必然会在父皇心目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这是三皇子绝不允许发生的。 感受到三皇子身上冰冷的杀意,冷非凡尽管心中再不甘,也只能苦笑一声,殿下,我明白了。 此时此刻,他甚至有些后悔和三皇子合作了。 这家伙,除了惊虫上脑,一肚子饮水,和惦记他将来的皇位之外,其他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关键时刻,恐怕连他冷家都能放弃。 只是心中再不愤,这时候,冷非凡也没有其他办法。 呼! 冷非凡身形一晃,当即直接朝秦晨掠来。 重犯秦晨,试图越狱,格杀勿论。 三皇子猙獰力喝道。 这话,他不但是说给冷非凡听的,同时也是说给在场的诸多承卫军听的。 在黑牢区中,想要击杀秦晨,也必须做到有理有据,而不能肆意动手。 而在承卫属,越狱,无疑是最好的借口。 击杀越狱犯,合情合理,天衣无缝,就算是父皇以后询问起来,也没有任何漏洞。 杀! 伴随着三皇子的力喝,冷非凡身上,陡然释放出一股恐怖的杀意。 轰! 代表了六阶三重五尊的气息,肆意爆发,那狂猛的的气息,震得在场诸多成卫军,一个个脸色发白,身形亮相不已。 而位于风暴中心的秦晨,目光也渐渐凝重起来。 他的实力虽强,但毕竟修为太低,对抗六阶中期巅峰的五尊,已经是极限,面对冷非凡这么个三重五尊,他也没有什么底。 一旦战斗起来,恐怕只有想办法逃出这城位属了。 小子,怪就怪,你惹怒我冷家,任何敢得罪我冷家之人,都必死。 冷喝一声,冷非凡眸光一片冰冷,手掌幻化做一道惊人的掌影,朝着秦晨猛的劈下。 狂猛的掌影之下,秦晨只觉得呼吸困难,体内真力都凝制起来。 给我住手。 便在这千军一发之际,黑牢区外,陡然传来一阵雷霆震怒的般的咆哮声,所有人都给我住手,退下。 这一道怒吼,如晴天霹雳,将整个黑牢区震得隆隆轰鸣,同时一股剧烈的颈风,迅速的袭向最前方的冷非凡。 给我拦住他。 见到有人阻止,三皇子心下惊怒,连朝身边的宗卫统领怒喝道。 给殿下滚回去。 那宗卫统领一身修为在六阶中期巅峰,一向狂暴无比,怒喝一声后,一掌就朝那掠来的人影拍出一掌。 砰的一声。 起料对方的实力,超出他的预料。 问哼一声,整个人当即倒飞出去。 但被那宗卫统领阻拦之后,那出手之人,身形也猛的一缓,顿时失去了救援秦臣的机会。 什么人,在成卫属撒野,难道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党敢得罪三皇子殿下,是准备找死吗? 那宗卫统领被震飞之后,心中勃然大怒,抬起头,便是愤怒喝道。 身为三皇子的贴身护卫,皇家高手,他根本不惧怕任何人。 轰! 的一声,此时冷非凡的攻击,在没人阻挡之下,瞬间盖落秦臣头顶,剧烈的轰鸣之下,瞬间将秦臣震飞了出去。 轰隆! 秦臣后背重重靠在身后墙壁之上,轰隆一阵兴田,差点喷出一口鲜血来。 六阶三重的武尊,的确强得可怕,现在的他,还根本无法抵挡。 如果不是修炼了不灭圣体的他,防御力不弱于六阶巅峰的武尊,仅仅是这一击,就能令他重伤陨落。 秦臣眼神凝重,冷非凡则是惊怒了。 他怎么也没料到,自己的一掌之下,秦臣竟然安然无恙。 小子,难怪你敢这么狂,果然有两下子,可惜,得罪我冷家,你必须死。 怒吼一声,冷非凡知道有人来救援,情急之下,体内真力催动到极致,朝着秦臣再度全力出手拍出。 朕说住手没听到吗? 只是下一刻,一道更加威严霸气的怒喝声响起,紧接着,一道人影,宛若雷霆一般,瞬间出现在冷非凡身前,一掌拍了过来。 第762章 朕来晚了 谁敢阻我,找死。 冷非凡愤怒之下,甚至没听清楚对方在说什么,见有人挡敢阻止他,下意识地朝那人一掌拍了过去。 轰 两股可怕的长进,在虚空中猛地碰撞在一起,紧接着一股惊人的轰鸣声响彻,冷非凡只觉得一股无可阻挡的力量袭来,整个人张口喷出一口鲜血,瞬间倒飞了出去,重重摔倒在地。 而在倒飞的过程中,他才悍然地看到出手之人的容貌。 不仅仅是他。 三皇子刘元新,以及在场的古晋,耿德元等人,也都看到了来人的容貌,脸上的怒意瞬间凝固,脸色刷得变得惨白,身上衣袍瞬间被冷汗打湿。 只见出现在秦晨面前之人,身穿禁卫军铠甲,面容方正,眼神灵力如天刀,带着不怒自威之色,正是大威王朝禁卫军统领,雄振风。 而先前出手,被三皇子宗位统领挡住之人,脸色也阴郁无比,却是宫廷炼药师首领肺冷,情急之下出手。 在两人身后,只见一大群人,正簇拥着一名充满威严的中年男子,缓步走入了黑牢区。 那领头的男子,模样也不见得如何威武,但却有一种难言的霸道气息,疏然流露。 你们好大胆子,党敢违抗陛下之命,是想抗止不遵,被诸九族吗? 大内总管黄幻愤怒的走上前,对着场上诸多还在发猛的城卫军们,尖声力喝道,整个人气得浑身发抖。 他无法想象,在陛下下令之后,这些城卫署的人,竟然丝毫不停,还敢动手。 馨儿,你很威风啊,还有冷家主,什么时候,王朝成位属,是你冷家的私牢了? 刘玄瑞走上前,冰冷看着狼藉一片的黑牢区,眼神中有着怎么也无法掩饰的愤怒。 父皇,您,您怎么来了? 扑通一声,三皇子脸色发白,一下子跪下了。 避,陛下。 扑通扑通。 却见冷非凡和古晋等人,瞬间跪了一地。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们浑身颤抖,心中惊骇万分,浑身上下,瞬间被冷汗尽尸。 一个个心中惊颤,不明白刘玄瑞为什么会突然来这里。 而场上的诸多城卫军,更是吓得身如筛糠,将额头死死的磕着冰冷的地面,根本不敢抬头。 以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以往根本没有的面胜的机会,心中最大的梦想,就是被陛下召见,却不曾料到,这辈子第一见到陛下,居然是在这种场合,并且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耿德元,管尾等城卫军首领心中,一个个惶恐不已,内心颤抖。 老臣有罪,未能管理好城卫署,还请陛下降罪。 看到黑牢区中狼狈不堪的场景,跟着刘玄瑞一同前来的城卫署署长柳成,只觉得眼前一黑,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不停地磕着头。 但刘玄瑞,却根本没有理会他们,只是将目光,望向黑牢之中。 只见黑牢里,一个少年正站在那里,手持一柄锈剑,面对突如其来的众人,眼神中没有任何的惊慌和惊喜,仿佛他们的到来,根本无法给他心灵带来丝毫的波动一般。 你就是五国的弟子秦晨。 刘玄瑞沉声问道。 一颗心,却陡然一松。 在秦晨身上,他并未看到什么明显的伤口,自己总算,赶到得及时。 你便是这大威王朝的皇帝。 秦晨看着面前威严霸道的中年男子,淡然说道。 大胆,对陛下,你岂敢不敬。 黄焕脸色一变,连呵斥出声,却被刘玄瑞一挥手阻止。 此时刘玄瑞和秦晨对视着,心中陡然一脸。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震惊的一个少年。 面对身为大威王朝皇帝的他,脸上没有丝毫震惊和害怕,有的,只是一种云淡风轻,一种超然物外的姿态。 那种感觉,仿佛自己这个王朝之主在他面前,根本算不得什么一般。 此子不简单。 刘玄瑞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了这么一个念头。 此时此刻,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猜测。 如果秦晨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五国少年,岂会在见到自己之后,没有一点情绪波动。 那超然物外的神色,分明只有一些见识过更加辽阔世界的逆天人物,才有可能流露出来的。 整个过程,瞬间说起来漫长,实则仅仅在一瞬之间,让刘玄瑞瞬间明白,此子,绝非等闲。 秦大师,朕,来晚了,让你受苦了。 脸上带着自责之意,刘玄瑞急忙上前两步,走入黑牢之中,对秦晨,自责说道。 那语气态度,都极为诚恳,让人能够清楚的感受到,刘玄瑞内心的自责情绪。 如此一幕,瞬间让场上所有人都惊呆了。 堂堂大威王朝皇帝,竟对一名来自五国的少年如此恭敬,甚至隐约带着道歉。 这,让所有人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内心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而刘玄瑞此话一出,跪了一地的刘玄新等人,心中却猛的一尘,像是跌入了无尽的谷底。 堂堂大威王朝陛下,竟然对秦晨如此态度,这代表了什么? 他们这群人,恐怕将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一时之间,不少人内心惶恐忐忑,情不自禁的瑟瑟发抖起来。 你们谁能告诉我,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抬起头,刘玄瑞看着面前那跪了一地的成卫君,语气冰冷的说道。 这! 所有人都语节,不知道该说什么。 心儿,你来告诉我,你身为皇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见没有人说话,刘玄瑞目光冰冷的看向三皇子。 父皇 三皇子心一跳,咽了口唾沫,脑海中急死电转,连开口道,儿臣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是因为接到成卫署古晋统领的消息,说有一个叫秦晨的少年,违背了王朝律法,大肆杀戮我王朝子民。 成卫署将其擒拿之后,起料当阁强势来到成卫署,要将那违法少年强行救出,成卫署承受不了当阁的压力,所以想让儿臣出面。 儿臣接到消息,心中自然震怒万分,想我大威王朝,立国千年,一向依法治国,岂能因为对方是当阁之人,就能贪赃王法。 无事王朝律法,这才来到成卫署,目的只是想弄清楚事情来龙去脉,还我大威王朝一个朗朗乾坤。 三皇子急忙说道。 不得不说,这三皇子颇有才华,仅仅片刻之间,就将他为何出现在这里圆了回来,还给人一种他事一心为王朝的忠心态度。 第763章 大开眼界 还我大威王朝一个朗朗乾坤,心儿,你还是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刘玄瑞冷笑着说道,他得到的消息中,可不是这样的情报。 父皇,儿臣身为皇子,理应为父皇分担,这是儿臣应该做的。 三皇子恭敬道。 仿佛,刘玄瑞在夸奖他一般。 刘玄瑞的眼眸中,流露出一丝失望。 说实话,诸多皇子中,他最看好的,就是三皇子刘元新。 手段强硬,脾气也挺像他,除了对待底层民众有些霸道之外。 其他,他都极为欣赏,也把他当成了几个接班人一样培养。 可是今天这事,却让刘玄瑞无比失望。 就算是白痴,也看得出刘元新能够出现在这里,肯定不会那么简单。 可他,竟然如此回答自己。 真当自己这个国君是白痴吗? 冷笑一声,刘玄瑞倒也没有拆穿刘元新,只是看向了冷非凡。 冷家主,阁下好雅兴啊,不愧是我大威王朝的顶尖豪门,手段通天,这城卫军黑牢区,乃是我大威王朝关押要犯的重地,冷家主说来就来,就好像自己家一样,呵呵,甚至还敢在这黑牢区中肆意动手,连朕的命令都不放在眼里,朕真的是佩服不已啊。 刘玄瑞眯着眼睛说道。 陛下,这…… 冷非凡背后的冷汗,瞬间冒了出来,您这是误会了,在下出现在这里,只是协助成卫署调查而已。 协助成卫署调查? 刘玄瑞冷笑一声。 正是。 冷非凡抹了抹额头的汗水,连说道,陛下,此子,来自五国,对我大威王朝极为仇视,当初在玄州外古南都的时候,就曾对我大威王朝玄州流先宗等势力动手,夺我大威王朝机缘。 今日,此子来到皇城之后,更是大肆杀戮,直接将世家冯家高手,进阶屠灭,手段残忍,令人发指。 在下出现在这里,也是因为冯家和我冷家有一些生意往来,并且我冷家管事冷明也是当时的目击者,所以古晋统领才召集我等过来,只是为了调查冯家被灭的真相。 至于之前动手,是此子胆大妄为,竟然抗法不遵,甚至击伤了古晋统领和耿德元统领,并且想要越狱而逃,在下身为王朝子民,自然有协助王朝执法机构捉拿歹徒的职责,这才出手阻拦此子。 先前陛下进来,在下只是以为是此子帮手出现,所以冲撞了熊统领,若有冒犯,还请陛下和熊统领见谅。 冷非凡越说越冷静,到了最后,他脸色镇定,甚至都相信了自己所说的言行。 就算是秦臣,都有些佩服这冷非凡了。 冷非凡和那三皇子张口就来,颠倒黑白,简直运用到如火纯青,如果不是他是当事人,甚至都无法分辨对方所说的真假。 你们几个呢,有什么话说? 最终,刘玄瑞看向古进,耿德元等人。 陛下,事实便如三皇子殿下和冷家主所说的那般,此子,乃是杀害皇城世家冯家的凶手,我等只是带他回来调查情况, 岂料,此人拒不配合,而且,还将臣等打伤,臣等没有办法,只能动物捉拿,不知此子竟然会惊动陛下,还请陛下明见呢。 古进和耿德元是瑟瑟发抖,满头大汗,不停的磕头。 同时,还递上来一份供词,陛下,这是当时在冯家做客的一些宾客证词,此子丧心病狂,谋害冯家,将评价数十口人屠戮,罪大恶吉亚陛下。 他们以为刘玄瑞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得到了废冷的消息,知道秦晨是当隔着清风大师的贵客,为了不得罪当隔,所以才仓促前来。 也就是说,刘玄瑞对秦晨的事情,了解的并不多,只要自己占据道理,表明是按照王朝律法行事。 虽然会惹怒陛下,但至少能把命留下。 接过证词。 果然,上面有着一些参加冯家婚宴的宾客证词,言明秦晨手段残忍,肆无忌惮,在冯家大肆杀戮,将无辜的冯家残害。 刘玄瑞眼眸中,瞬间变得无比冰冷。 好,好一个成卫君,好一个成卫署,真是办得好案子啊,则则,这证词,这流程,办得真是无懈可击,跟真的一样。 刘玄瑞手中拿着成卫署的虚假证词,怒及返校。 看过暗影卫调查的秦晨资料的他,自然对秦晨和冯家之间的冲突,了解得一清二楚。 但和这成卫署拿来的证词上,却截然颠倒,有着天壤之别。 你们确定这证词,都是真的。 刘玄瑞冰冷说道。 陛下,自然是真,还请陛下明见。 古进等人,颤苟说道。 好,好,那么按照你们这么说,镇手上另外一份资料,是假的了。 手一抬,暗影卫调查的秦晨和冯家资料,瞬间排在了刘元新等人的面前。 看到上面所写的内容之后,古进等人的脸色,瞬间一片惨白。 如果说他们现在不知道刘玄瑞是早有准备而来,那么他们也太白痴了。 当即咚咚咚的拼命磕着头,惊慌道,陛下,我等冤枉啊,这些证词,都是那些宾客提供,属下也不知真假,所以闹了乌龙,还请陛下恕罪。 古进等人疯狂磕着地面,额头瞬间蹦出血来。 恕罪。 朕的成位属,有你们这一帮家伙,朕今天真是大开眼界。 刘玄瑞眼谋冰寒。 如果说一开始,他还是因为担心秦臣的身份,考虑当阁,气垫,血脉圣地的影响,才来援救秦臣的话,那么现在,他心中是真的犹如火烧般愤怒。 嘿,太黑了,这简直是太黑了,他不敢想象,他麾下王朝皇城的所在,竟然都能黑成这个样子,那么整个王朝其他地方,还不知道会黑成什么模样。 这可是他刘氏家族的王朝啊。 见得刘玄瑞如此模样,三皇子刘元新眉头跳了三跳,心下惊慌。 身为刘玄瑞的皇子,对自己的父亲,刘元新是再了解不过了。 刘玄瑞这个模样,分明是真的动了肝火,雷霆震怒了。 第七百六十四章 任你处置 混账东西,原来你们根本未曾调查清楚,就将秦大师抓来,还直接押入黑牢区,试图严刑拷问,若不是父皇明健,连我都要蒙在鼓里,甚至还为此。 我得罪了当阁,我王朝之中,竟然有儿等罔顾王法之人,简直是本殿瞎了眼。 刘元新突然来到古晋和耿德元面前,狠狠一脚踹在两人身上,骨骼碎裂声响起,两人不敢反抗,口喷鲜血,伪顿在地。 而后三皇子丹西跪下,愤怒道,父皇,此事经过儿臣并不知情,都是被这古晋统领他们蒙骗了,不过,儿臣得到消息后,未能明察,反而被这几人利用,儿臣难辞其咎,还请父皇责罚。 刘元新咬着牙,一副愤愤不平,咬牙切齿的模样,似乎真的是被蒙在鼓里,知道真相后大意凛然,请求责罚。 刘玄瑞见了,悠悠一叹。 本来,几个皇子中,他最看好的便是刘元新,因为刘元新的手段果断,做事决绝,很有为君之人的一种气质。 并且天赋出众,所以一直以来,刘玄瑞也是有意将刘元新当接班人一样锻炼。 然而刘元新在这件事上的表现,确实让他大失望了。 刘玄瑞没有想到,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他刘元新居然还在推卸责任,假装自己不知情。 难道他真以为自己这个国君,是瞎了眼的吗? 没有他三皇子的命令,成位属的一个统领,副统领,真的就敢如此无法无天? 无视当阁等三大势力高层,嚣张跋扈。 第一次,刘玄瑞对刘元新的期待,瞬间跌到了谷底。 他根本就没有理会刘元新的请罪,而后转头看向一旁的秦晨,态度诚恳道,秦大师,如今真相大白,让您受委屈了,朕身为大威王朝国君,在这件事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道歉的话,朕也不多说了,说多了都是空话,朕只有一个承诺,这件事,朕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秦晨倒是没有料到,自己安排的后手,竟然会惹来大威王朝皇帝刘玄瑞亲自前来,并且给自己道歉。 一个国君能够做到这一步,秦晨就算受点委屈,也不会在意,更何况,在这里,他根本没吃什么苦,倒是有吃有喝,悠闲得很。 陛下,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程卫署掌管皇城刑罚,首长重拳,出几个败类,也是难免的,好在黑牢区的田队长,一身正气,在没弄清楚事情真相之前,立抗耿副统领和古统领等人,以免对我严刑拷问,倒是让秦某,没吃什么苦。 田队长 刘玄瑞一愣,他倒没想到,成卫军中,竟然还有这么一个蒸蒸铁骨之人。 这却是个意外的惊喜。 难怪秦晨进入黑牢区之后,身上却如此干净,似乎没受什么罪,这里面,竟然还有这么一出。 急忙转过头,询问道,不知秦大师所说的田队长,究竟是哪位? 陛下,陈田丹,成卫属黑牢区大队长,见过陛下。 见陛下亲自询问自己,田丹急忙抬起头,激动得身体直哆嗦,头重重磕了下去。 田爱卿,免礼。 只见刘玄瑞快步上前,直接将田丹扶起,这一次,多亏了田爱卿,能够立扛成位属不正之风,朕,甚是欣慰呀。 田丹激动得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连颤抖道,陛下言重了,臣只是做了自己应做之事。 好一个只是做了自己应做之事,我大威王朝,就是要多一些像田队长这样的正义之人。 刘玄瑞用力的拍了拍田丹的肩膀。 陛下,属下万死不辞。 田丹激动得又跪下了。 他一个成卫军大队长,平素里连成卫属署长都见不到,什么时候被大威王朝皇帝这么夸奖过。 整个人激动得都快哭了。 之前帮助秦臣抵挡古进的时候,他都以为自己快死了。 没想到峰回路转,幸福来得太快,整个人差点没因此昏厥过去。 只觉得晕乎乎的,除了跪下磕头,其他什么都表达不了。 田丹如此淳朴的模样,反而惹来刘玄瑞会心一笑。 一旁 雄振风,费冷等人见状,心里明白,这田丹,以后恐怕要前途无量了。 而那之前几个为了前途,背叛田丹的成卫军,更是毁得长子都清了,一个个脸色苍白,心中惶恐。 秦大师,如今真相大白,是我大威王朝对不起大师您,不知秦大师要如何处置这些成卫军,尽管开口,朕,绝不会有任何意义。 一纸跪在下面的古进等人,刘玄瑞冰冷说道。 他这,也算是交好秦臣,省得秦臣心中埋怨王朝。 毕竟,三大势力的事,接下来,还需要秦臣去解决。 恭敬不如从命了。 秦臣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直接来到了耿德元面前,耿副统领,当初,可是说过,一定要弄死本少的,如今,本少安然无恙,死的,恐怕是耿统领你了。 饶命,饶命啊。 耿德元听了,脸色发白,连惊恐喊道,三皇子殿下,救我。 秦大师,耿副统领他说不定也是被人欺瞒,何不。 三皇子眼皮一跳,急忙开口。 扑哧。 只是不等他把话说完,秦臣手中的袖剑,已然斩落而下,下一刻,耿德元的求饶声戛然而止,一颗瞪大双眼的头颅冲天而起,却溅起来一丈高。 那果决的动作,让所有人都是心头狂跳,心底生寒。 而这时,三皇子的话甚至还未说完,只是张着嘴巴,眼神惊怒。 没有理会其他人的目光,秦臣又来到了古晋面前,嘴角勾勒起一丝冰冷的笑容。 不,你不能杀我。 古晋一下子慌了,猛的爬向三皇子,殿下,救我,救我呀,我可都是听你的命令行事,对你可是忠心耿耿啊,殿下。 刘元心眸中闪过一丝寒芒,突然一掌震碎古晋的心脉,寒声道,此人私自调动成卫属,围攻当阁,破坏我王朝与当阁关系,更诬陷秦大师入狱,罪该万死,本殿先前被他蒙蔽了双眼,差点害秦大师受冤,今日便亲手将他解决,以警校友。 刘元心恶狠狠的说道。 古晋邓大难以置信的双眼,死死盯着刘元心,喉中发出咯咯咯的声音,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以他的修为,刘元心根本杀不了他,只是在陛下面前,他根本没有想到,刘元心竟会如此狠毒的击杀自己。 三皇子殿下果然狠辣,本少之前,只是想给古统领一点惩罚,毕竟,他也可能是受到耿副统领蒙骗,没想到,三皇子殿下居然直接将人给杀了。 呵呵,本少真是佩服。 只是不知道三皇子是真的大义凛然呢,还是想隐瞒些什么呢? 秦晨面露冷笑,痴笑着说道。 第七百六十五章 刘玄瑞的野望 秦晨这话,一有所指,让众人看向三皇子的目光,顿时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能够在刘玄瑞身边担任众位的,都不是白痴,自然能够分辨出三皇子所说的,是真是假。 秦大师误会了。 三皇子对着秦晨拱拱手,一副悔恨的模样,本殿之前也是被这古劲蒙骗了,以为秦大师罪大恶极,所以先前有所冒犯,还请秦大师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他态度诚恳,好像真的诚心实意向秦晨道歉一样。 哦,是吗? 那么那耿德元他们先前所说,我的几个朋友,都被三皇子殿下看中,届时,一旦等本少死了,这些人都将成为三皇子殿下进来一世,也是假的了。 秦晨似笑非笑道。 闻言,刘玄瑞等人也都纷纷看来,眼眸中流露出莫名冷芒。 三皇子脸色一白,连神色愤怒道,这耿德元,好大的胆子,竟敢肆意妄为,故意陷害本皇子,本殿乃是大威王朝皇子,岂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自然是假,秦大师明察秋毫,应该不会被骗吧。 呵呵。 秦晨冷冷一笑,倒也没再说什么,转身走向刘玄瑞,陛下,这圣下之人,便交由陛下处置吧。 剩下的三皇子和冷家主,身份高贵,肯定不是他想杀就能杀的,秦晨也不会越祖带袍,真将两人给杀了。 刘玄瑞松了一口气,道,好,来人,将心儿和冷家主,都带回去,终于其他人,押入大牢,等候发落。 是。 熊振风当即率领一群禁卫军,走了上来。 父皇。 三皇子脸色发白,连喊了出来。 陛下,冷某也只是协助成卫署调查。 应该没什么错吧? 冷非凡也急忙开口。 冷家主放心,既然冷家主说了只是配合调查,那自然没什么,只是先前,冷家主在我城卫署大肆动手,朕,总要调查清楚,给王朝子民一个交代。 刘玄瑞冷哼一声。 冷家,王朝三大豪门最顶尖的一个,有七阶五王坐镇,且,与王朝各大势力之间的关系都极为亲密,冷非凡身为冷家家主,一旦被抓,恐怕影响极大。 刘玄瑞虽然身为王朝国君,但也不敢随意动冷非凡。 否则,必会引起王朝动乱。 冷非凡脸色难看,刘玄瑞既然都这么说了,他孤身一人,自然也不好反抗,只能被雄振锋率领的禁卫军,给带离了此地。 秦大师,你这几日在成为蜀,恐怕也吃了不少苦,朕就不打扰了,下面的事情,就交给朕来处理,不知秦大师下面要去哪里,朕派人送大师过去。 送就不必了。 秦晨摆摆手。 那怎么行,秦大师的安全,是我王朝目前守卫。 刘玄瑞一正言辞的说道。 秦晨看了眼刘玄瑞,但笑道,既然如此,那就送我去当阁吧。 好,废大师,你马上送秦大师回当阁,务必要保证秦大师的安危。 是,陛下。 废冷急忙上前,秦大师,请。 秦晨点点头,率先离开了成卫署。 待秦晨离开后,很快,一大群的成卫军,都被带了下去,严格调查。 陛下,这里的事,还有三殿下和冷家主怎么处理? 黄焕在一旁忐忑问道。 哼,这一次,心儿也闹得太过分了,必须严惩,至于那冷非凡,仗着冷家势大,竟连我王朝成卫署也敢插手。 刘玄瑞神色愤怒。 换作普通人,他就当场杀了,但是冷非凡身份太过特殊,连他也不能妄动。 不过这一次,冷家竟然敢插手到成卫署,还给朕闹出这么大的麻烦,朕虽然不能杀他,但必须要让冷家大出血一次,否则我皇室,以后还有什么尊严立足。 刘玄瑞恶狠狠地说道。 如果可以的话,他甚至恨不得将所谓的三大豪门和宗门联盟全都从大威王朝铲除了。 这些势力,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繁荣大威王朝,实际上,却是像马皇一样在拼命吸着大威王朝的血,是王朝动乱的根源。 只不过,皇室虽强,但也没有能力一力抵抗冷家和宗门联盟等诸多势力,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在王朝发展扩大,耀武扬威。 刘玄瑞也算是一名雄主,一心想发展大威王朝,扩大大威王朝在百朝之地的影响力,让大威王朝成为百朝之地的霸主级势力。 可惜的是,自从他登基的那一刻起,这些年,却一直疲惫地对付着各大势力,心力交瘁。 更让他绝望的是,十多年下来,他甚至非但没能遏制住冷家等势力,反而让冷家等势力,越来越扩大,变得越来越强了。 当年,皇室默认冷家等势力对原家动手,本是想,让所谓的豪门势力混乱内斗,皇室坐收渔翁之力,却没想到,培养出了一个比原家更加可恶的冷家,早知如此,当年就应该插手原家之势,而不是放任为之。 刘玄瑞叹了一口气,当年原家之势,他还只是皇子,并未觉得皇室所为有什么错,现在回想起来,却是后悔不已。 原家被灭一世,绝对是这数十年来,导致皇室越来越吃力,冷家等势力联盟越来越强盛的源头。 在刘玄瑞郁闷的时候,秦晨却在肺冷的护送下,回到了当阁之中。 见到秦晨出现,许伯长老等人,全都愣住了,一个个狂喜不已,紧接着,幽千雪等人也纷纷出现。 双目相对,幽千雪一头扎进了秦晨怀中,哭个不停。 紫薰,赵灵珊在一旁看着,也是眼泪横流,围了上来。 这些天,他们替秦晨担心受怕,根本无法安定,甚至一度有冲向成卫署,将秦晨救出来的冲动,如今突然看到秦晨安然回来,内心如何还能保持平静。 紧接着,接到消息的卓清风阁主,也激动的跑了出来,连将秦晨迎入了当阁之中。 见状,肺冷也是安心的回去赴命去了。 而此时,整个城卫署,却是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地震。 参与此次行动的古晋和耿德园,虽然已经被斩杀,但在第二天,两人独职被斩杀的消息,还是由皇室通告了出来,瞬间传遍整个皇城。 第766章 皇城轰动 通告中,对此次的事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对诸多问题责任人,也进行了惩罚。 如城卫署署长柳城,为尽职尽责,被直接撤销城卫署署长一职,统领古晋和副统领耿德园,以及亲自捉拿秦晨的大队长管委,则因贪赃王法,践踏王朝律法,被当场处死。 同时处死的,还有一些对秦晨实行过暴力的城卫军。 黑牢区副统领卫双城,因为职务犯罪,被免去副统领一职,废去修为,贬出城卫署。 甚至连三皇子刘元新,也因参与其中,被紧闭三月,受到惩罚。 冷家家主冷非凡,也因插手城卫署公事,被暂时勘押起来,接受调查。 除此之外,倒也不是所有人都遭到了惩罚,如元城卫属黑牢区大队长田丹,就因执法公正,被任命为城卫属副统领,并暂时代理谷统领的工作,连升数级。 此通告一出,整个皇城轰动,为之震战。 一个个势力都瞠目结舌,震撼不已。 特别是参加了冯家大婚,知道事情来龙去脉的一些势力,更是目瞪口呆,完全都猛逼了。 他们都很清楚秦晨灭了冯家之后,冷家定然不会罢休,这件事表面上看起来,是城卫属和秦晨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却是冷家和秦晨之间的交锋。 在所有人想象中,秦晨一个小小的五国弟子,敢这么得罪冷家,最终的结果,定然无比凄惨。 可结局,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秦晨安然无恙,反倒是冷家家主,被勘押起来,接受调查。 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更有人得到消息,在秦晨被城卫属带走之后,当格,气垫和血脉胜地,都曾向城卫属施加过压力,让众人瞠目结舌的同时,都无法理解,一脸猛逼。 皇宫中。 哐当一声,三皇子刘元欣狠狠地将面前的杯盏拍成粉碎,面目无比猙獰。 没想到这秦晨如此深藏不露,竟能让当格,气垫和血脉胜地这么多人,为他求情,害得我在父皇心目中的印象大跌,被禁足三月。 这一刻,刘元欣心中忍不住深深地后悔起来。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秦晨这么个小小的五国弟子,竟然会这么有背景,如果他早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掺和到这件事情中去。 本来这一切,只是冷家和秦晨之间的冲突,可偏偏他非要插入其中,最后导致了这样的后果。 只可惜,现在再后悔,这一切也已经无法挽回。 他甚至能够想象到,当自己被禁足的消息传出去后,会在朝堂之中引发多大的轰动,自己这个一向受到父皇宠爱,几乎被誉为下一任大威王朝皇帝接班人的皇子,会损失多少的人气。 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觊予几个五国弟子造成的。 该死,都是那秦晨害的我如此,说不定这一切,都是五帝设计陷害的本殿,否则一个小小的五国建民,怎么引来当阁,气垫和血脉圣地这三大势力的关注。 刘元新面目争鸣,将这一切结果,都加在了秦晨身上。 该死的小子,你等着,我刘元新,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 三皇子咬牙嘶吼,指甲深深的没入了掌心之中。 而此时,冷家也陷入了一片动乱之中。 家主被关押,这对冷家来说,无疑于天塌下来了一般。 诸多长老在商议之后,第一时间,通知了正在闭关中的冷家老族冷破宫。 而被惊扰了闭关的冷破宫,在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一张脸色顿时阴沉的可怕,气氛显得极为压抑。 一群废物,居然连一个五国的弟子都解决不了,甚至破坏了老夫的闭关,你们这一群家伙,都是吃屎的吗? 冷破宫冷冷的扫过这群人,寒声呵斥道。 感觉到冷破宫有如实质的目光,冷家诸多长老身上不禁冒出一阵寒意,冷汗流了下来。 老祖,我们也没料到,那小子竟然能引动当格,气垫和血脉圣地这三大势力说情,最后甚至连刘玄瑞都惊动了。 几名长老战战兢兢说道,将责任推在了当格,气垫和血脉圣地身上。 引动这三大势力说情。 冷破宫皱了一下眉头,道,这怎么可能? 你们不是说那小子只是五国的弟子吗? 怎么可能会惹来三大势力如此剧烈的反应? 老祖,小人也不清楚啊,不过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的确是三大势力在从中捣鬼,这才惹来了刘玄瑞的关注。 冷明他们急忙到,心中对秦晨恨得咬牙切齿。 若非秦晨的原因,他们家主怎么会被皇室扣押,更何况秦晨之前还灭掉了他们冷家麾下的冯家。 在他们心中,永远都不会考虑到,若不是他们先要对秦晨的朋友们下手,觊于他们身上的传承,秦晨又岂会对付冯家。 或许在他们心目中,秦晨这样的五国贱民,就应该被他们欺辱吧。 冷破宫看到众人的表情,见他们神情不似座尾,不禁皱起了眉头。 身为七阶的武王,冷家多年的掌权人,冷破宫对皇城的格局,恐怕比任何一个人都了解得清楚。 当格,气变,血脉圣地这三大势力,一向独来独往,彼此都很少有关联,怎么可能会同时为了一个少年出面? 能造成这个局势的,或许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皇室在设局。 假若这秦晨是皇室之人,这一切,都是皇室和三大势力演出来的一场好戏,如此一来,才能说得通。 难道是我冷家世大,刘玄瑞那家伙故意想搞我们? 冷破宫眼睛一眯,眸中射出一道寒芒。 这不是没有可能,这些年,冷家不断发展,甚至已经凌驾在了当年的原家之上,若说王朝皇室最忌惮的是谁,绝对是他们冷家不可。 这点手段,也想搞垮我们冷家。 那刘玄瑞未免也太天真了。 冷破宫冷哼一声。 以冷家现在的势力,刘玄瑞想要动他们,无异于痴人说梦,除非对方根本不管大威王朝的死活了。 他冷家以及背后的势力联合起来,恐怕整个大威王朝都能被瞬间撕裂。 毕竟,他们冷家所处的联盟,现在掌握了整个王朝至少五成以上的经济命脉,在这么一个世界里,谁掌控住经济,谁才是真正的王? 第767章 敲竹杠 更何况,在真正的武力上面,皇室也并未占据太多的优势。 只是这一次,冷家已经落入下风,而且冷非凡也已经被皇室压了起来,想要救出冷非凡,想要不付出一点代价是几乎不可能了。 你们在这里等着,老夫去一趟皇宫,找刘玄瑞老儿说道说道,先将非凡救出来再说。 冷哼一声,冷破宫知道继续在这里想下去也没任何头绪,当即离开冷家,直接前往皇宫。 皇宫中 得知冷破宫前来的消息之后,刘玄瑞第一时间召见了对方。 老夫冷破宫,见过陛下。 进入大殿后,冷破宫朝着刘玄瑞拱了拱手,便直接愤怒道, 陛下,老夫此次前来,是听说了我冷家的家主冷非凡被陛下关押在了天牢之中, 不知我冷家主究竟犯了什么罪,需要陛下将其当成犯人一样堪压。 冷破宫声音洪亮,带着质问的语气,震耳欲聋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 给人一种耳鸣目眩的感觉。 天武大陆,武道为尊。 整个大威王朝,最顶尖的便是武王强者,冷破宫身为冷家的老牌武王,就算是面对刘玄瑞,也没有丝毫畏惧。 因为他很清楚,以皇室的实力,根本奈何不了他。 见冷破宫进来之后,如此嚣张,甚至带着质问的语气,刘玄瑞身旁的皇总管,顿时气的脸色发白,连呵斥道,冷破宫,这里是义正殿,对陛下尊敬些。 冷破宫不屑的看了眼皇宦,冷哼道,一个阉人而已,老夫在和陛下说话,轮得到你插嘴吗? 你,放肆。 皇宦气得浑身发抖,还想说什么,却是被刘玄瑞抬手阻止,只见刘玄瑞微笑道,冷老家主不必愤怒,我皇室之所以将冷非凡家主勘压, 是因为他插手我成位署办案,导致我皇室惹怒了当格,气垫和血脉圣帝三大势力,如今三大势力都要断绝和我皇室的合作,为了平息三大势力的怒火,朕也是没有办法。 刘玄瑞笑咪咪的,心中却无比愤怒。 冷家,太鞠躬自傲了。 就算冷破宫是武王强者,可他刘玄瑞,毕竟是大威王朝皇帝,帝威浩荡,岂容他人如此凌辱。 没有办法。 冷破宫冷哼一声,三大势力针对皇室,那是皇室的事情,总不至于拿我冷家来撒气吧,老夫可是听说了,我冷家冷非凡家主,只是配合成位署调查而已,就算出了什么问题,错也在成位署,岂能惩罚到我冷家头上。 刘玄瑞微微一笑,若冷家主真是配合成位署调查,那朕自然也不会针对冷家主,可是根据朕的调查,这里面,似乎不是那么简单。 说着,刘玄瑞直接从身上拿出一封信,刷得扔入冷破宫手中,这是冷非凡家主给成位署耿副统领的信件,这里面,可不像阁下所说的,只是配合调查。 冷破宫打开一看,只见里面是冷非凡对耿德元的命令,要求他务必无比将秦晨勘压好了,绝不能让任何人救走。 冷破宫脸色一沉,心中恨不得将冷非凡披了的心都有,这冷非凡,做事这么毛糙,居然连信这样的东西都被人留下了,简直是猪脑子啊。 脸色一致,冷破宫尘声道,陛下,这可能是非凡他成敌心切了,毕竟,那秦晨,屠露了冯家诸多高手,冯家与我冷家,关系颇为亲密,非凡他一时心急之下,所以有所违规,但并不能代表什么。 不管能不能代表什么,冷家主他,的确破坏了我王朝的律法,甚至在我成位属,大打出手,诬陷他人,若非朕及时赶到,甚至害得秦大师差点重伤陨落,我皇室,总不能熟视无睹吧。 刘玄瑞语气陡然冰冷起来。 皇子犯法,尚且与庶民同罪,冷家主身为我大威王朝的子民,岂能践踏我王朝律法。 还是说冷家主对我大威王朝律法,根本不放在眼里。 刘玄瑞身上偶然释放出一股冰冷的寒意。 陛下误会了,我冷家乃是王朝家族,自然要遵守王朝律法。 冷破公脸色一致,这罪名,他可不敢接。 冷家虽然不怕皇室,但目前也不是和皇室撕破脸皮的时候。 既然我冷家在此次事件中负有责任,我冷家自然也不会置身事外,只是不知道陛下要如何,才能将非凡放出来。 冷破公臣声道。 这件事,朕也做不了主,毕竟此事都是因那秦大师而起,朕也询问过秦大师了,只要冷老家主准备好单子上的这些东西,此事便作罢。 说着,刘玄瑞再度递上来一张单子。 随便瞥了一眼,冷破公目光顿时一凝,七阶化诸果,七阶龙心草,六阶木许子叶,这,这些都是极品灵药,那家伙是在敲竹杠吧? 冷破公愤怒说道。 这些灵药,都极为珍惜,每一株,都堪称天价,冷家虽然经营丹药生意,这么多年来,积聚的财务无穷,但一下子拿出这些灵药,也要伤筋动骨。 刘玄瑞摇了摇头,冷老家主,这些,都是秦大师代表三大势力所提,朕也只是做个中间人,冷老家主你应该清楚,此事,目前已经影响到了我王朝的运转,若是冷老家主不将这些东西准备好,平息秦大师的怒火,朕为了挽回三大势力,恐怕会做出一些对不住冷非凡家主的事来,届时,就请冷老家主见谅了。 见冷破宫抬头想说什么,刘玄瑞连摆手道,冷老家主也别说这上面的灵药没有,记得当年冷家对付袁家的时候,袁家的很大一部分东西,都进入到冷家藏宝中了吧,朕就不信,堂堂冷家,会连这点东西都拿不出来。 当然,冷老家主也可以置之不理,但是我皇室,恐怕为了挽回三大势力,不得不做出一些伤害冷家的事来了。 刘玄瑞语气平静,却让冷破宫心中一领。 他知道,刘玄瑞是真的怒了。 如果是换作别的人,他定然将手中的单子直接撕了,但是如今,他面对的是刘玄瑞,大威王朝的当今陛下,更何况,他冷家的冷非凡家主,还在皇室手中。 撕碎单子,等于是和皇室彻底撕破脸皮。 第768章 大出血 脸色变换了数次,冷破宫终于沉声道,好,好,好,我冷家今日认栽了,这单子里的东西,我会想办法凑齐,只是不知是否如陛下所说,只需我凑齐这里面的东西,便可放了冷非凡。 刘玄瑞淡淡淡道,那就等冷老家主先凑齐了单子里的东西再说。 那老夫就先告辞了。 见刘玄瑞没有再说下去的欲望,冷破宫拱拱手,不再理会刘玄瑞,直接离开了大殿。 陛下,这冷破宫简直太嚣张了,仗着自己是五王高手,把皇宫当成什么地方了? 简直太过放肆。 冷破宫一走,皇宦就愤怒的嘶吼起来。 阉人 他黄换身为大内总管,什么时候被人这么侮辱过,气得脸色发白,心中的怒火怎么也无法抑制。 刘玄瑞叹了一口气,脸色也是阴沉的可怕。 冷破宫的嚣张,的确也让他震怒不已,但是刘玄瑞却很清楚,以大威王朝现在的实力,还根本无法动冷家。 一旦动而不灭,对大威王朝而言,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冷家,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实力上,都是令皇室极为忌惮的一个势力。 刘玄瑞早就想对冷家进行制裁了,只是一直想不到比较稳妥的办法,只能一直拖着,可现在看来,越拖下去,冷家越来越嚣张,一旦等冷家把整个大威王朝的命脉掌控住了,岂不是他皇室刘家,见时都要仰仗冷家的鼻息而活。 想到这里,刘玄瑞的内心便更加阴霾不已。 见刘玄瑞那阴沉的脸色,黄幻如何不了解对方心中的苦楚,道,陛下,不用操心,那秦大师,可是南宫离会长他们都要恭敬万分的人物,现在冷家得罪了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秦大师 刘玄瑞目光一亮 不知道那秦大师,究竟是哪个势力之人? 如今冷家得罪了秦大师,若是秦大师对冷家不满,说不定冷家就会吃个大亏。 刘玄瑞暗自期待 而此时,冷破宫也已经回到了冷家府邸 老祖,怎么样? 家主人呢? 一群长老纷纷围了上来,看到冷非凡并未跟着冷破宫一同回来,一个个脸色微变。 你们准备下这张单子里的东西。 这是什么? 几位长老一看,脸色顿时一变,这单子里的东西,没一样不是珍稀灵药。 刘玄瑞说了,只有拿出这单子里的东西,才能将冷非凡放出来。 冷破宫冷亨说道,浑身杀意暴涨。 他堂堂冷家老祖,什么时候被这么威胁过? 什么? 这东西就算是我们冷家收集,也要大出血一次,那刘玄瑞老儿竟然如此嚣张? 老祖,难道你都出面了,那刘老儿都不把家主放了? 依我看,不如给刘老儿一点颜色瞧瞧,否则真以为我们冷家好欺负的。 一群冷家长老纷纷怒喝道,仿佛受了多大的委屈一般。 不妥。 冷破宫冷亨说道,现在,还不是和王朝闹翻的时候,我们冷家虽然占据王朝诸多生意,但是,并未到一手遮天的地步,一旦打蛇不死,倒霉的反而是我们。 那我们难道就这么忍了? 一名长老愤怒道。 那你觉得呢? 冷破宫冷冷看向他,听刘老儿所说,这些东西都是那秦臣所要的,一个小小的五国贱民,也敢趁机狮子大开口,销我冷家的竹杠,让他先嚣张片刻,等此事了解之后,再来找他算账,到时候,老夫要他连肉带骨头,全都给我吐出来。 到底是个坚决果断的枭雄,冷破宫下定决心,立刻动用冷家的人脉,开始收集清单上的灵药。 大威王朝,物产丰富。 那单子上的东西,也的确是秦臣在刘玄瑞询问如何惩治冷家时候才拿出来的,也是从大威王朝实际出发,并且自己接下来突破五尊境界马上用得着的灵药,自然都是大威王朝可以找到的。 在冷家四处寻找单子上灵药的时候。 秦臣在当阁休养了两天之后,这才出了关。 这两天中,为了感谢卓清风阁主的帮忙,秦臣也给了卓阁主一些真力调养的秘法。 而卓阁主在激动之下,直接陷入闭关之中,到现在还未出关。 而秦臣休养结束之后,第一时间,则是前去拜访气垫。 从幽谦雪他们口中,秦臣也知道了这些天所发生的事情。 同时也明白了,刘玄瑞之所以如此气势汹汹的杀网成卫署,和他安排之后,气垫店主耶律洪涛和血脉圣地南宫离会长的帮忙,脱不了干系。 秦臣是个知恩图报之人,因此第一时间,就亲自前去拜访耶律洪涛。 秦臣被释放,成卫署被严惩的消息,这几天在皇城之中早就传遍了。 耶律洪涛身为气垫店主,自然不会没听说,这两天,他心情虽然很愉快,但多多少少,也还是有些担心,恨不得第一时间就去当阁找秦臣,去询问那冷火凝冰术。 只不过,他也知道秦臣刚刚被释放,不方便贸然打扰,所以强忍着没有动身,而是在气垫里苦苦等着。 每天,都备受煎熬,心里像是千万只蚂蚁在爬,痛苦得要死。 眼看就快熬不住了,正准备杀象当阁,就得到了秦臣来拜访的消息。 快快快,快快有请。 激动之下,耶律洪涛差点没跳起来,直接急吼吼地冲向了大厅。 阁下就是秦大师。 尽管对秦臣的资料,已经有所了解,可看到秦臣的真人之后,耶律洪涛还是吓了一跳。 这简直太年轻了,甚至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此子身上真的有冷火凝冰术。 本来,耶律洪涛对秦臣,是充满了奇迹,可看到真人之后,一颗心顿时一沉。 被秦臣利用,倒还没什么,他最害怕的就是,自己心心念念的冷火凝冰术,只是一场梦。 梦醒了,希望也就破灭了。 这位便是耶律洪涛店主吧,在下秦臣,见过店主。 前世里,耶律洪涛这样的六阶巅峰练气师,在秦臣眼里,那是根本排不上号的,甚至连见他一面,都极为困难。 可如今,今非昔比,耶律洪涛对他,毕竟是有大恩,秦臣态度也极为恭敬。 第769章 效率极高 秦大师,李甘景 耶律洪涛虽然心中怀疑,但还是恭敬将秦臣迎了进来。 热茶道上,双方甚至还没开始交谈,耶律洪涛便将当初秦臣炼制的那二阶悬兵拿了出来,沉声道,秦大师,此宝兵,真是你炼制的。 他脸上露出稀奇之色,一颗心甚至都快停止跳动了,就怕秦臣说出不是两个字。 秦臣淡淡一笑,知道耶律洪涛目的的他,直接从身上拿出一张纸,道,耶律洪涛店主,你要的冷火宁兵术就在这里。 什么? 耶律洪涛颤抖的接过秦臣手中的单子,整个人激动都快控制不了自己了,一双眼眸,死死的朝那单子上看了上去。 这一看 这个大威王朝气垫的店主,大威王朝全是惊人的人物,竟然像个小孩一样,哭了。 瞬间泪流满面。 只见这单子之上,除了之前所看到的冷火宁兵术的上半部分之外,下半部分也赫然在列。 这几天里,耶律洪涛对这冷火宁兵术的上半部分,不知道研究过多少遍了,只一眼,就看出,这下半部分,绝对是真的,没有半点虚假。 冷火宁兵术,老夫有生之年,竟然可以看到这等秘术,不枉此生啊。 耶律洪涛抬起头,老泪纵横,泪心激动万分。 不过只是一小小的冷火宁兵术而已,耶律店主,没必要如此激动吧? 秦臣笑着说道。 小小的冷火宁兵术。 耶律洪涛吹胡子瞪眼,如果不是这秘术正是秦臣拿出来的,他恐怕早就勃然大怒,把秦臣赶出去了。 这等在炼气史上,留下过万古名气的奇特炼兵之术,居然被这么称呼,这简直是对炼气师的亵渎。 耶律洪涛哪里知道,这冷火宁兵术对秦臣来说,还真的不算什么,在秦臣脑海中,离冷火宁兵术还强的炼兵之术,没有一百,也有基石。 而他当初之所以拿出冷火宁兵术,只是从黑奴口中了解到耶律洪涛情况之后,特意准备的。 耶律殿主,这冷火宁兵术的单子,就放在殿主你这边了,不过本少希望,这单子除了殿主看过之外,不要外传出去,毕竟,匹夫无罪怀必其罪,若是让百朝之地其他炼气师知道殿主身上有这等上古炼兵之术,恐怕会给殿主带来无穷的祸害。 秦大师放心,这冷火宁兵术除了老夫外,不会给第二个人看到,如有违背,老夫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耶律洪涛严肃说道。 这就不必了。 秦臣苦笑一下,倒也不是想让耶律洪涛发这个毒誓,站起身道,接下来,我就不打扰耶律洪涛店主研究这冷火宁兵术了。 耶律洪涛一愣,他本以为秦臣会趁机提一些要求,他都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不管这秦臣提什么要求,他都尽力去实现。 却没想到,秦臣一点要求都没提,便要告辞了。 等等,秦大师难道没有别的要求吗? 这下,耶律洪涛却是有些挂不住了。 他虽然也帮了秦臣忙,但只是通过顶器革给皇室施压而已,实际上,却并未有什么损失。 可这冷火宁兵术,乃是远古失传的逆天练兵术,自己就这么拿到手了,接下来一点表示都没有,耶律洪涛自己心里都不过去。 别的要求。 秦臣淡淡一笑,耶律店主,本少今天找上来,可不是来提要求的,耶律店主还是先专心研究这冷火宁兵术吧,至于要求,说不定你我以后,还会有什么合作也不一定。 说吧,秦臣直接离开了气垫,头也不回。 合作 好 到时候秦大师若是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老夫若是皱一下眉头,就不是人。 耶律洪涛见秦臣真的什么要求都不提,感动得无以复加,紧接着,整个人迅速的冲向炼制室,对着手下吼道,老夫现在开始要闭关,除了秦大师来,谁也不许打扰我。 话音落下,哐当一声,炼制室大门紧闭,只留下几个不明所以的气垫管事,在那面面相去。 离开气垫之后,秦臣紧接着又去了血脉圣地。 血脉圣地中,南宫里的表现,比耶律洪涛不成多让。 见到秦臣之后,也是激动万分,同时也无比忐忑。 秦臣自然也不会端着捏着,知道南宫会长想要什么的他,直接将那上古血脉之术的核心部分,传授给了南宫里。 在听到秦臣传授的内容之后,南宫里同样感激涕零,整个人哆嗦得都快哭了。 当这么多年苦苦追求的梦想,眼看越来越远,怎么也无法实现的时候,秦臣却直接给了他如此巨大的一个惊喜。 给他通往自己梦想的方向,指明了一个明确的道路,这让他如何不激动。 秦大师,以后不管大师有什么需求,只管来找老夫,哪怕上刀山,下火海,老夫绝不皱一下眉头。 南宫里拍着胸脯,豪爽的说道。 南宫会长放心好了,本少保证,你我以后,会有大大的合作机会,而且,这上古血脉之术,也不算什么,届时,说不定南宫会长还会有更大的惊喜。 秦臣微笑说道。 只是南宫里对秦臣所说的更大的惊喜,却没什么感觉。 在他看来,如此可怕的上古血脉之术,已经极为逆天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惊喜,还能比得上这上古血脉之术的。 好,那老夫就静候秦大师的佳音了。 在秦臣离去之后,南宫里也第一时间进入了闭关,开始沿袭着上古血脉之术来。 一天功夫,将气垫和血脉圣地的事情处理完,秦臣回到当阁之后,却接到了刘玄瑞的消息。 不得不说,在下定决心之后,冷家的办事效率极快。 仅仅两天的功夫,在动用了所有渠道之后,秦臣在清单上所写的东西,便被冷家全部集集了。 同时这些东西,也被送到了当阁。 这冷家的效率还真是快,竟然这么快就集集了。 看着面前的珍惜灵药,秦臣心中顿时大喜。 这段日子,他早就将自己的修为修炼到了五阶后期巅峰,距离六阶五尊,也只有一步之遥。 只不过,这一世,秦臣修炼地功法太过逆天,导致突破难度极高,他不敢贸然突破。 可如今这些灵药聚齐之后,顿时让秦臣瞬间充满了信心。 看样子,是时候突破到五尊境界了。 收起灵药,秦臣脸上,充满了狂喜之色。 第七百七十章丹阵 不过,以我现在的修为,炼制七阶网品丹药,还有些不大可能,但若是有卓清风的配合,会有一些惊喜也不一定。 当格格主卓清风,乃是六阶巅峰炼药师,有他出手一同联合炼制,秦臣相信,比自己一个人炼制,绝对会强上许多。 正考虑着是不是要将卓清风从闭关中喊出来,这时候,卓清风居然自己出关了。 秦大师大恩,老夫永生难忘。 从今天起,秦大师你就是我卓某的恩人了,以后需要用得到我当格的地方,尽管开口,我卓某若是说半个不字,不得好死。 卓清风激动的语无伦次,一出关,就找到秦臣,脸上满是兴奋之色。 卓格主,就一个滋养学位的秘术,用不着这么激动吧。 秦臣无语,看着卓清风那满脸潮红的激动模样,还真怕他当场疯过去。 什么叫就这么一个滋养学位的秘术啊? 卓清风激动道,就这份秘术,可是老夫的命根子。 此时此刻,卓清风哪里像是一个当格的阁主,反倒是像一个得到了心爱礼物的少年,就差手舞足倒了。 秦大师,你不知道,卓某当年在当格犯了错,其实是被北天玉当格主出来的,再加上卓某天生精神力虚弱,很难突破极高境界,因此一直不被北天玉当格重视,以至于师尊都没办法将我留下。 但当初卓某在离开北天玉当格的时候,师尊曾和卓某说过,只要卓某能够打破天生精神力虚弱的魔咒,将修为突破到七阶五王,或者成为七阶王品的炼药师,就有办法让老夫重回北天玉当格。 这些年,老夫兢兢业业,想尽办法,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将先天精神力虚弱治愈,跨入五王境界,可是迟迟没有办法。 但秦大师你的方法,却让卓某看到了希望,秦大师你不知道,老夫之前根据大师你提供的滋养学位之法闭关修炼了几天,老夫的精神力,明显有了改善。 对五道意志的感悟,也比以前有了惊人的提升,老夫有种感觉,只要按照秦大师你给的秘法坚持修炼下去,老夫的先天精神力虚弱,将彻底治愈,届时必将能够真正跨入五王境界,重回北天玉当格。 说到这里,卓清风早已老泪纵横,泪流满面。 看到卓清风激动的模样,秦辰内心也忍不住为之触动。 不知卓阁主当年究竟犯了什么错,导致被驱赶出北天玉。 同时,秦辰也忍不住好奇。 从卓清风的讲述中来看,卓清风的师门,在北天玉当格,也不是无名之辈,一般弟子犯了错,最多也就责罚一番罢了,但像卓清风这样,直接被贬入下级当格, 并且终生不能回去的,还真的是少见。 当然,本少只是问问,卓阁主若是不想说,也可以不说。 见卓清风面色古怪,秦辰摆摆手,他也只是好奇罢了。 没什么不想说的。 卓清风叹了口气,语气悠悠,像是陷入了当年的回忆之中,秦大师,算了,我也和徐长老他们一样,叫你陈少吧,陈少可曾听说过飘渺宫。 飘渺宫? 秦辰目光一凝,眸中射出悠悠的寒芒。 这他如何没听说过? 上官夕尔所创立的,便是飘渺宫,而秦辰这辈子最大的目标,便是重回武裕,亲自踏上飘渺宫和轩辕帝国,找上官夕尔和风少宇那一对贱人算账。 卓清风倒霉注意秦辰的表情,依旧陷入回忆之中,飘渺宫,乃是天武大陆赫赫有名的可怕势力,其扩张得极快,甚至在北天狱也建立了分部,而我当年,便是得罪了北天狱飘渺宫分部的一位长老弟子,对方竟直接找上了我北天狱当阁分部,要求把我交出来。 飘渺宫虽强,但我当阁也不弱,师尊他们自然不同意,可对方,却极为强势,咄咄逼人,师尊他们为了稀释宁人,最终,只能将我驱逐到了百朝之地,也算是给了对方一个交代吧。 卓清风悠悠一叹,当时的我,先天精神力虚弱,未来极为有限,当阁眉为我和强势的北天狱飘渺宫分部闹翻,这一点,我也能理解,而我这些年的目标,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凭自己的努力,重回北天狱分部,找回属于我自己的尊严。 不过,成为七阶王品炼药师,我暂时是不敢想,但是成为七阶武王,老夫现在是充满了信心。 卓清风激动说道。 秦晨目光幽冷,原来卓清风当年,竟是发生了这么一桩事。 看来上官希尔统领飘渺宫这些年,发展得很快呀。 眼神眯起,秦晨心中冰冷无比。 一个飘渺宫的分部,能让同级别的当阁分部退让,由此可见如今飘渺宫的强势。 放心好了,你的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秦晨沉声说道,这也给了他更大的压力和动力。 卓阁主,我有件事要交给你办。 什么事? 陈嫂尽管吩咐。 卓清风从回忆中回过神来,一拍胸脯。 给我找一间炼制室,本少需要炼制一炉丹药,炼制室里,最好要有丹阵。 丹阵? 卓清风眼珠子一瞪,骇然看着秦晨,陈嫂,你要炼制室简单,老夫的炼制室就可以给你用,可你要丹阵就难了,这百朝之地,哪里有丹阵这东西? 丹阵,是一种辅助炼丹手法,但是操控难度极高。 据卓清风了解,这玩意别说是在百朝之地了,就算是在北天玉丹阁分部,也没几个炼药师拥有,秦晨的这个要求,实在是太难了。 没有。 秦晨一愣,先是无语,可玄疾,又明白了过来。 想想也对,一般王品以下的丹药,哪里用得着丹阵的,直接用丹炉炼制就可以了,而王品以上的丹药,百朝之地也根本不可能有。 要说让卓清风在大威王朝准备丹阵,的确是有些强人所难。 没有丹阵也行,不过,最好是找一个装备齐全,能够布置丹阵的炼制室。 秦晨又道。 第771章龙血王丹 这个简单,陈嫂,你跟我来。 在卓清风的带领下,秦晨很快就来到了丹阁顶层一个辽阔的炼制室中。 陈嫂,你看这地方怎么样? 卓清风自傲说道。 不错,不错。 秦晨点头。 面前的炼制室,十分辽阔,占地面积足有整个丹阁顶楼一层,里面各种炼丹设备齐全。 而且,因为没有全部利用的缘故,空间也极大,完全足够布置一个丹阵了。 卓阁主,还请帮我准备一下这些材料。 拿出纸笔,秦晨很快写下了诸多东西,递给卓清风。 陈嫂,这些都是阵法材料啊,你这是? 本以为秦晨给的是灵药单子的卓清风,看到单子上的内容后,一瞬间愣住了。 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全都是炼阵的材料。 没错,既然这炼制室没丹阵。 那我准备自己布置一个。 自己布置一个。 卓清风瞬间傻眼了,陈嫂,你准备自己布置一个丹阵。 整个人震惊得无以复加。 要知道,丹阵极为复杂,只有一些顶尖丹药的炼制,才会利用到丹阵,因此哪怕是最简单的一个丹阵,都不是一般的阵法师能布置的,甚至很多时候,布置丹阵的阵法师,还必须是一个高阶的炼药师。 你只管去准备好了,而且,本少只是布置一个最基础的丹阵而已。 秦晨笑道。 卓清风无语。 最基础的丹阵? 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布置的。 心中虽然震惊,但卓清风倒也没有任何犹豫,说干就干,立即风风火火的按照秦晨的吩咐准备去了。 以卓清风的能力,很快,所有材料便齐备了。 仅仅是当天的功夫,秦晨就将基础丹阵给布置了起来,看得卓清风一愣一愣的。 在基础丹阵布置结束之后,秦晨立即拉着卓清风开始了丹药的炼制。 这一次他所要炼制的丹药,名为龙血王丹。 龙血王丹,是七品的丹药。 同时,也是七品丹药中炼制过程最为简单的一种。 其主才,是七阶的龙心草,府才则是六阶龙血脂,血清修罗,木许子叶等灵药,并且,为了防止自己的修为不够,炼制的过程中药力无法完全发挥,秦晨还准备多加入了一种七阶的化珠果。 这也是秦晨向冷家所要这些灵药的原因所在。 秦晨身上虽然有从黑死沼泽中得到的树珠七阶王级灵药,但是那些灵药所炼制的七品丹药,都十分复杂,秦晨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而这龙血王品,一旦有了卓清风的帮忙,秦晨至少有八成以上的把握,能够炼制成功。 龙血王丹,顾名思义,是一种十分霸道的丹药。 武者一旦服用,就好像接受龙血洗礼一般,身体从各方面会得到蜕变,无论是五脏六腑,还是皮毛血肉,都会有质的提升。 甚至连丹田处的七海,也会得到蜕变,变得更加强大。 它其实,是一种全身改造类的丹药,能够让武者的肉身和七海,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而并非突破类丹药。 但对于秦晨来说,如今的他,修为已经达到了五阶后期巅峰。 并且肉身,也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 之前突破五阶后期的时候,秦晨还是服用的话尊丹突破的。 一名武者,若是在修炼过程中,服用太多的突破类丹药,会导致他今后的突破瓶颈越来越大,到了以后,会有极大的限制。 所以这一次,秦晨刻意炼制这龙血王丹。 以他现在的修为和身体状况,一旦身体素质得到了提升,修为自然而然也会突破,水到渠成,不会有任何不自然。 同时,也不至于对今后的突破,造成多大的影响。 可以说,这次炼制什么丹药,秦晨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炼制室中 秦晨在卓清风面前,直接开启了丹阵。 嗡! 整个炼制室中,瞬间被一股可怕的气息给覆盖。 卓清风震撼的看着炼制室中覆盖的震纹气息,一双眼瞳,瞬间睁大了。 虽然是所谓的基础丹阵,但卓清风还是第一次见识到,特别是感知到整个丹阵复杂的路线之后,他那六阶巅峰的精神力,都差点被绕晕了。 太可怕了,我早就听说,丹阵虽然能大幅降低炼药师对丹炉的控制,但是对炼药师的精神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毕竟直接用精神力控制丹炉火候,虽然耗费精神,但简单明了,可要是通过丹阵去控制,任何一丝波动,都需要经过阵法去催动。 相对而言,对精神力的精细程度,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卓清风震撼不已,他能感觉到,就算是他六品巅峰的精神力渗入这丹阵之中,也绝对会被弄得手忙脚乱,别说控制了,连吕青状况恐怕都未必能做到。 秦晨一个五阶后期的武宗,能控制丹阵。 正疑惑中,就看秦晨直接将精神力释放了出来。 呼! 整个炼制室中,煞石像是卷起了一股无形的精神风暴一般。 好可怕的精神力,怎么可能? 陈嫂只是一名五阶后期的武宗,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强大的精神力? 卓清风快惊呆了。 秦晨释放出来的精神力,虽然强度不如他这个半部武王,可是在本元气息上,竟比他这个半部武王,都不成多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卓阁主,你还愣着干什么? 你要做的,是控制这丹阵的初步启动,我不想连丹阵的启动,都需要消耗我的精神力。 就在这时,秦晨的冷喝声响起,顿时将卓清风从震惊中拉了回来。 并且,不管过惠卓阁主你看到什么,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你的精神力输出,绝不能断,你能做到吗? 丹阵的启动,需要大量的精神力,如果自己在这方面,消耗太多,那么对丹炉的控制,自然会减弱很多,届时,想要炼出龙血王丹,自然就会变得不可能。 而卓清风毕竟是半步武王强者,精神力强度甚至还在自己之上,只要他能远远不断的催动丹阵开启,自己只需要去操控丹阵的反应,那么对秦晨来说,将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弊异。 第772章 冷家计划 陈嫂你放心,这些都交给我好了,老夫保证,绝不会有任何的中断。 卓清风信誓旦旦的说道。 同时心中暗骂自己,卓清风啊卓清风,你也好歹是北天玉丹阁出来的人物,居然在陈嫂面前丢这么大一个脸,你的高傲呢。 心中正告诫着自己,下一刻,卓清风就看到,秦晨瞬间催动真火,并且在真火之中,还融入了一种青色的莲花火焰。 这火焰一出现,整个炼制室中的温度立刻就攀升而上。 在清莲妖火释放出的瞬间,秦晨双手捏动手绝,只见那清莲火焰,瞬间一分为九,化作了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宝塔形状,铁饰在丹炉底部。 同时,周围的真火在宝塔火焰出现的瞬间,层层融入到宝塔的塔身之中,而后一层层向上传递,最终,彻底融入了宝塔最顶端的那一朵火焰之中。 嗡! 刹那间,整朵火焰的温度瞬间暴涨,一股惊人的火焰威慑力,瞬间席卷而出,弥漫整个炼制室。 噗! 张嘴差点吐出鲜血,卓清风眼珠子瞪得滚圆,整个人激动得都快疯了。 他这是看到了什么? 那九层宝塔,难道是传说中的宝塔分焰术不成? 还有那真火融入之术,莫非也是远古控火术中的凝焰之术? 卓清风只觉得心脏狂跳,眼珠子都快挪不开窝了。 宝塔分焰术,传说是远古控火术中极为恐怖的一种,能够让炼要湿的火焰,焰分九朵,呈宝塔形,如此一来,火焰威力便能够层层递进,每一层的威力都不同,可以自如的控制丹炉下的火焰威力。 而且,但宝塔火焰凝聚到最顶部的时候,能够让那顶部的火焰,得到至少一倍的振幅,是炼丹手法中一种极为逆天的控火之术。 而这凝焰之术,同样极为可怕。 能够让两种不同的火焰融合,大幅增加原有火焰的强度。 只是这两种控火之术,传闻早就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纵观整个北天玉当阁,连一种能施展的人都找不出来,如今一下子出现了两种,让卓清风如何不震惊。 这陈嫂究竟是什么人物? 震惊之下,卓清风精神力的输入,立刻就有了一丝波动。 卓阁主 注意力集中 行尘就没看来,低喝一声。 这卓清风的定力,也太差了吧,这下面还怎么炼制? 陈嫂抱歉,是我大激动了,下面一定不会出现失误了。 卓清风连回过神来,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心中却郁闷无比。 想自己好歹也是大威王朝当阁的阁主,赫赫有名的人物,六品巅峰的炼药师,怎么在陈嫂面前,这么没定力。 但想到秦晨给他展露的东西,他又恍然了。 丹阵,卓塔分艳术,宁艳之术,每一种,不是逆天的炼药之术,别说是他了,就算是师尊过来,恐怕也会震惊的目瞪口呆。 心中激动之下,卓清风深吸一口气,暗暗告诫自己,绝不能再出错了,否则陈嫂震怒之下,自己将自己赶出去,那他恐怕毁的肠子都清了。 卓清风在一边紧张激动,秦晨则精神陷入空灵之中,开始了真正的炼制。 各种灵药被他一一投入丹炉之中,各种控药,控火手法,也被他不断的施展而出。 一道道精神力在丹阵的控制下,不断融入到丹炉之中,参与着整个过程的反应。 要说没有一点紧张,那是不可能的。 毕竟秦晨现在炼制的是超越自己修为等阶的网品丹药。 可前世身为丹阁名誉长老,秦晨炼制的丹药太多了,别说是网品丹药,就算是黄品丹药,也数不胜数,心态处于一种极为古怪的状态之中。 这也导致他每一个步骤,都小心翼翼的,按部就班。 整个炼制步骤,秦晨这些天在脑子里,已经过了很多遍,已经可以确保没有任何纰漏。 各种灵药,也按着先后顺序,纷纷进入了丹炉,各种时机,把握得极为完美,看得着清风是目瞪口呆。 而最影响秦晨的,还是对精神力的掌控,尽管各种细节,秦晨先推演了无数次,可依旧觉得头绪极多,甚至有些接济不上。 这也就是秦晨,换做其他任何一个六品巅峰的炼药师来,恐怕连半炷香的功夫都坚持不下,便已经当场吐血了。 好在秦晨修炼的不灭圣体,令他的肉身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导致他在身体上,并不会感到吃不消。 一连串的操作之后,秦晨完全陷入了炼制之中。 此时他的脑海中,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消失,所剩下的,只有面前的这炉丹药。 那种彻底融入进入的感觉,令他心无旁骛,忘却的一切。 而当秦晨在当阁炼制龙血王丹的时候。 冷家府邸 在提供了秦晨所需的灵药之后,冷非凡家主也终于被大威王朝放了出来。 废物,连几个五国的弟子都解决不了,你堂堂冷家家主,还能做些什么?丢人现眼。 冷破功能冷看着下方颇为狼狈的冷非凡,气不打一处来。 这一次事件,冷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并未有什么损失,冷非凡也安然回到了冷家。 但在皇城中,还是对冷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堂堂冷家家主,竟被押入王朝天牢中,不得不让王朝的其他势力,忍不住品味出一些东西来。 甚至冷破功这些天里,还接到了许多其他势力的问询,明显都带着试探兴致。 老祖,这一次,使弟子没处理好,弟子也没料到,那小小秦晨,竟能惹来当阁,气点和血脉圣帝三大势力的关注,被那刘家抓住了机会。 冷非凡脸色难看,面目猙獰,心中也郁闷不已。 你知道你这一次错在什么地方了吗? 冷破功冷冷道。 弟子知道,错就错在,没将那小子的背景调查好,就贸然行事。 冷非凡咬牙,如果早知道秦晨有这么深的背景,他岂会这么贸然行动? 错。 冷破功冷冷看着他,怒声道,看来你现在还没弄明白,这一次你的错,并非是没有调查好那小子的背景,而是我冷家办事,岂需要借助王朝官方的手? 老祖你的意思是? 冷非凡一愣。 你让成卫署拿人,等于是将主动,交到了王朝官方手上,难道我堂堂冷家,连拿这一个五国小子的能力都没有? 若是你一开始就直接将那小子抓回来,就算刘玄瑞想证明些什么,也没有机会,岂会有接下来的事情? 至于当阁等三大势力,我冷家还怕他们不成。 冷破功众众冷哼一声。 这一次,那小子让我冷家在王朝诸多势力面前丢尽颜面,你给我想办法,将那小子暗中擒拿过来,我要让他和这王朝的诸多势力知道,得罪我冷家,将会有多么凄惨的下场。 冷破功眸中,偶然射出一道忧冷的寒芒。 第七百七十三章独供奉 一个小小的五国,竟让他们冷家如此狼狈,这让冷破功心中,气不打一处来,快要发疯。 冷非凡同样眸光森冷,恨得牙齿直痒痒,只是愤怒之后,又一脸郁闷道,可是老祖,现在那秦晨,听说一直在当阁之中,和卓清风那老东西在一起,我们冷家想要接近,将那小子擒拿,难度很大呀。 卓清风,好歹也是皇城老牌的强者,半步武王高手,整个冷家,除了冷破功,几乎没人能从卓清风手中把秦晨秦拿过来。 而冷破功也不可能对卓清风动手,毕竟卓清风好歹也是大威王朝的当阁阁主,一旦敢对其动手,必然会惹怒北天狱当阁。 冷家虽然在大威王朝之中,力压当阁,占据绝大多数丹药份额,但相比北天狱当阁,却太过脆弱,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 所以冷非凡想来想去,都想不出来如何才能将秦晨从当阁之中秦拿。 那小子一直待在当阁中,想要将他秦拿,的确难度很高,但想要将其击杀,却并非有多困难,你马上去处理,我希望过两天,就能听到那小子的死讯,如此一来,同样能给皇城诸多势力一个震慑,告诉他们,我冷家,不是好惹的。 冷破功冷哼一声。 将他击杀。 冷非凡知道老祖是真的愤怒了,忍不住皱眉沉思起来,只是,任他怎么想,都想不出如何在当阁保护下,将秦晨击杀的方法。 毕竟,想要击杀秦晨,就必须绕过卓清风这个半部武王,这根本不可能。 老祖,卓清风可是半部武王,有他在,我们想要杀死那小子,几乎不可能啊。 冷非凡郁闷道。 废物一个,说你是废物,都是高估你了。 冷破功气得直骂娘,凭武力当然比较困难,你难道就不能想想其他办法吗? 其他办法? 冷非凡想了半天,一脸尴尬,还请老祖明示。 冷破功恨不得一掌劈了冷非凡的心都有了,怒道,那许伯,你们之前是怎么做的? 你是说下毒? 冷非凡一愣,紧接着恍然大悟。 我怎么没想到。 一拍大腿,冷非凡一脸激动。 他们冷家的毒供奉,羞为可怕,甚至连他都极为忌惮,当初之所以慢慢毒杀许伯,只不过是因为生怕被当阁发掘,否则许伯岂能活到现在。 谁知道最后,功亏一篑,许伯安然无恙,金元长老却折损在了里面。 现在,反正撕破了脸皮,毒供奉就算直接暗杀了那秦晨,当阁又能有什么办法? 老祖,弟子明白了,你放心,弟子马上去找毒供奉,让他神不知鬼不觉的将那秦晨毒杀,老祖就等着好消息传出来吧。 一脸兴奋,冷非凡立即匆匆找毒供奉去了。 而在冷家准备秘密暗杀秦晨的时候。 当阁之中,秦晨的炼制,已经到了尾声。 嗡! 整个丹炉之中,不断的震战,一股股浓郁的药香,渐渐的传递了出来,甚至在丹炉上空渐渐的汇聚成了一片阴暈的药云。 药云声,王丹县,这,这。 看到丹炉上空的药云,卓清风激动得身体颤抖,眼神中一彩连连。 王品丹药,已经属于极为高阶的丹药了,一旦炼制成功,将会形成惊人的药云意象,久久不散。 而卓清风以前,只是看师尊炼制丹药的时候,出现过药云,他自己炼制,还是头一遭。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尘少不过五阶巅峰的武宗,就算精神力再强,又怎么能炼制出七品的丹药来。 卓清风感到难以置信,秦晨今天所做的一切,完全颠覆了他以前的认知,令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卓清风激动,可秦晨面色却是一尘。 不对。 他凝重的看着面前丹炉上空的药云,眼神冷烈。 面前虽然有药云出现,可那药云,死气沉沉,并不灵动,分明代表自己丹炉中的丹药,缺乏生机,就算是炼制成功,也属于伟王丹,并非真正的王品丹药。 这种丹药,虽然同样拥有一定的功效,但因为缺乏灵动,属于失败品。 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秦晨皱眉。 论精神力,他虽然只有六阶巅峰,但是有着清风在一旁协助,并且利用丹阵阵伏,虽然不曾跨入七阶境界,但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炼制王品丹药最基础的级别。 论火焰,他的清莲妖火虽然同样只有六阶巅峰的强度,但是加上九星神帝绝的真火,以及丹炉下方本身的阵火,三大火焰在他的控火秘术之下,也已经达到了炼制王品丹药的最基础强度。 至于灵药品阶,就更不用说了,他仔细检查过每株灵药,都没有问题。 而炼制流程,以他前世的经验,是最不可能会有差错的。 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在王品丹药本身的融合上了。 一项项分析过去,同时一项项被排除。 秦晨心中虽惊不乱,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丝鸣雾,五道异境。 没错,就是异境。 王品丹药的炼制,和低阶的丹药截然不同,之所以被称为王品,就是因为其中融合有王品炼药师的异境之力。 而秦晨如今,才武宗修为,又岂能在炼制的过程中,融入王品异境。 难道就这么认由他失败? 不。 秦晨摇头。 本少众活一世,历经千辛万苦,岂能在这里被难住,倒下。 他眸中莫得暴射出璀璨利芒。 无知修为,虽只有五阶,但五道异境,却可逆天,以无知盖世五道,逆无知丹道,何可不为? 秦晨前世,精彩绝艳,以八阶武皇之力,立抗九天五帝而无惧,五道异境,何其可怕? 且前世,他也仅有八阶修为,却能炼制出九天地丹,早已逆天。 本少就不信,这一次,本少会炼制失败。 心中一沉,秦晨谋暴力芒。 轰。 一股前所未有的可怕气势,从他身上释放。 这一刻,秦晨身上的气势陡然变了,他一昧飞扬,眸闪一彩,整个人傲然天地,散发出一股令人心悸的气息。 仿佛一个丹地,在主宰乾坤。 这是。 卓清风看着陡然气势大变的秦晨,刹那之间,竟有种跪拜沉浮的冲动,内心震撼,为之激动。 第774章开始突破。 嗡嗡嗡。 炼制式中,秦晨捏动丹绝,漫天精神力,疯狂席卷,一股惊人的异境,凌驾诛天,镇压环宇。 原本已经有些平静,即将名单的丹炉,再一次地震战起来。 呼呼呼。 丹火燃烧,秦晨的心,也随之燃烧。 信仁心脾的灵药香气,疯狂散意,一缕缕药气,从丹炉之中冲天而起,疯狂凝聚成药云。 那药云,五彩阴晕,充满了灵动,仿佛一个丹药生命,在随之诞生。 这一次的药云,已知先前,灵动了何止百倍。 隐隐约约,丹炉之中甚至有龙银之声传递而出。 收! 秦晨眸中陡然爆出一团精芒,双手用力舞动,哐当,丹炉剧烈震战,紧接着炉盖瞬间冲天而起,伴随着炉盖一同飞起的,是十二道璀璨流光。 嗡嗡嗡嗡嗡嗡。 这十二粒流光一出现在天地间,便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恐怖气息,如果不是卓清风的炼制式蜜蜂性极为可怕,光是这气息,必然会传遍整个当阁,甚至被整个皇城得知。 秦晨双手捏动丹绝,这十二粒流光,像是被无形的线牵引一般,纷纷落入秦晨手中。 扑! 张嘴喷出一口鲜血,秦晨后退两步。 陈少! 卓清风惊呼一声,急忙上前。 我没事。 秦晨摆摆手,脸上却有着惊喜。 七品丹药,太过可怕,整个炼制过程,秦晨耗费大量心血,因此在丹药出炉的一瞬间,精神力反噬,才导致他受了一点创伤。 但吐出一口鲜血后,便已安然无恙了。 好,好,这龙血王丹,终于炼制成功了。 看着手中的十二粒丹药,秦晨激动万分。 以六阶巅峰的精神力,炼制出七品的丹药来,在没成功之前,秦晨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而如今成功,秦晨内心的激动,自然易于言表。 在炼制这一炉丹药后,秦晨隐约的感觉到,自己在丹道意图,似乎有了更深的领悟,甚至在前世的基础上,都有所感触,有所提升。 抛去杂念,秦晨看向手中的丹药。 十二粒丹药,通体血色,隐隐泛着一丝金光,在那丹药表面,有着一道道复杂的丹纹,简直前所未有的完美。 秦晨本以为,他能炼制成功就已经极为难得了,没想到最终炼制出来的丹药,有六粒达到了上品,还有六粒,达到了中品,至于下品,一粒都没有。 陈少,成功了,真的成功了。 一旁,卓清风的激动,比秦晨甚至更加夸张。 想不到我卓清风,竟然也参与到了网品丹药的炼制,不可思议。 卓清风一脸发猛,还有种身处梦中的感觉。 卓阁主,这一次炼制,多亏了有你,这一枚龙血王丹,就当是阁下的酬劳吧。 拿出一枚龙血王丹,秦晨直接递到了卓清风的手中。 不,不,不,陈少,这太珍贵了,我不能要。 卓清风连连摆手。 这一次炼制,他只是维持丹阵基本的运行而已,其他几乎什么都没做,更何况,亲眼目睹了秦晨的炼制之后,卓清风收获太大了,这却是比区区一枚王品丹药,还要珍贵十倍,百倍的东西。 卓阁主,你不是一心想要突破去武王境界吗? 这么多年卡在半部武王,卓阁主你的身体,其实已经鸡皮已久,虽然你的精神力虚弱差不多恢复了,可想要突破七阶武王,依旧不容易,而这一枚龙血王丹,却是能省去你数年的苦功,将你积劳的身体,恢复到最巅峰的状态,你确定不要。 秦晨似笑非笑道 这 卓清风脸上顿时纠结无比,像是便秘了一般。 哈哈哈哈 看到卓清风的表情,秦晨忍不住大笑起来,而后,他不再戏弄卓清风,直接将丹药塞入了他的手中,卓阁主你就收下吧,说不定以后,秦某还有不少要麻烦卓阁主的地方呢。 卓清风接过丹药,内心无比感动,他的眼眶,甚至湿润了。 陈嫂,从今往后,我卓清风,就你陈嫂你未尊。 恭敬行礼,卓清风严肃说道,目光坚决。 此时此刻,他彻底打定主意,从今往后,便跟着秦晨做事,无怨无悔。 秦晨倒没想到一枚龙血王丹还有这样的效果,笑着道,卓阁主,别的就不多说了,以后,有本少一口吃的,自然就有卓阁主一口喝的,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请卓阁主替秦某找一个修炼的地方, 本少需要闭关修炼。 如今状态正好,秦晨也不想浪费。 这炼制是陈嫂觉得如何? 若是可以的话,老夫马上去门外替陈嫂看门,不让任何人打扰。 也行。 秦晨点点头。 见状,卓清风当即走出炼制室,竟真的盘膝在门口,替秦晨看守起来。 之前的炼制,他有太多的东西需要领悟,需要感悟,倒也不想破坏了这一份灵感。 呆着清风离开后,秦晨也直接盘膝而坐,开始了修炼。 龙血王丹的炼制,虽然令秦晨的精神极为的疲惫,甚至还受到了一些创伤,但却令他的状态,前所未有的好。 一个时辰之后。 秦晨身上的创伤,便彻底痊愈,同时状态,也提升到了一个极致。 开始吧。 直接吞服下一刻龙血王丹,秦晨谋射立盲道。 轰。 龙血王丹入腹,一股惊人的药力,瞬间在他的身体中肆意开来。 七品的丹药,何等可怕? 扑吃。 刹那之间,秦晨身上的肌肉瞬间崩裂,浑身上下一袍粉碎,毛孔各处都渗出了鲜血。 吃吃吃。 惊人的药力流转,下一刻,秦晨的肌肉再度治愈,紧接着又随之崩裂。 每一股药力,都能将他的身体瞬间破坏,可同时,也能将他的身体瞬间治愈。 这种不断撕裂愈合的过程,让秦晨剧痛无比,宛若承受千刀万寡的酷刑。 如果不是秦晨修炼了不灭圣体,肉身强度极为惊人,化作别的武宗前来,恐怕刹那间,对方便会暴裂而亡,四分五裂。 只是另一个情况,也引起的秦晨的注意。 当他身体中的药力过剩的时候,他脑海中的精神种子,会突然释放出一股莫名的气息,将剩下过剩的药力,统统吸收。 砰砰砰。 那精神种子,仿佛拥有生命一般,在吸收了药力之后,不断生长。 第七百七十五章突破五尊 同时,在吸收了药力之后,精神种子中,瞬间弥漫出一种更加神秘的力量,反补秦晨的身体。 这精神种子,太强了。 秦晨暗自震惊。 从古南兜中得到这精神种子后,秦晨对这精神种子,是充满了震撼。 每一次突破的时候,这精神种子都会随之壮大,并且,反补出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进入他的身体,滋养他的成长。 如果没有这精神种子,他的突破绝不会那么顺利,也不会那么快。 并且当初在黑死沼泽的时候,若非这精神种子将那恐怖老者的灵魂夺舍排斥出去,恐怕自己早就已经在古殿之中被人夺舍了。 古南都的传承,果然可怕。 尽管心中震惊,但现在的他,却没有太多精力去研究脑海中的精神种子。 他疯狂运转九星神帝绝,不断地吸收来自龙血王丹的可怕要力。 伴随着那恐怖要力的融入,秦晨感觉自己身体中的力量,在疯狂攀升。 终于。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咔嚓。 秦晨感觉自己的身体中,仿佛有什么东西瞬间破开了斑。 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瞬间充斥他的全身。 突破了,终于突破六阶五尊了。 秦晨睁开双眼,眸中陡然射出一道激动之色。 呼! 天地间,无穷的天地真气瞬间凝聚,化作漩涡一般,朝秦晨的身体中不断汇聚。 秦晨大手一挥,从黑死沼泽诸多强者身上得到的中品真实瞬间出现,被他疯狂地吸收。 一颗颗中品真实在秦晨的身边爆碎开来,化为灰飞,而秦晨身体中的真力,也在不断地凝聚。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外界,早已一片漆黑。 秦晨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修炼了多久,直到他感觉自己身体中的力量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再也无法寸进的时候,这下停下修炼,睁开了眼睛。 眼前的一切,和他在五阶五宗境界的时候,变得截然不同起来。 周围任何一丝气流的浮动,都清晰地呈现在他的感知之中,仿佛和自然融为了一体。 六阶尊敬 尊,代表尊师。 是一种对五道的理解,达到一种极致的境界。 一旦进入尊者境,五者感知将会大幅提升,对天地本源的感悟,也会大大提升,对五道意境的领悟,也会有新的感悟。 而如果将五道意境,领悟到一个全新的境界,进入到五道本源的领悟,便是五王境界了。 突破尊敬,我前世所掌握的一些精妙秘术,也能开始尝试使用了。 秦晨目光璀璨,嘴角勾勒笑容。 之前,因为修为太低,导致他前世掌握的很多武技,都无法施展,但突破尊敬之后,一切便截然不同起来。 先重新感悟一下吧。 再次突破五尊境界,让秦晨对这个境界,有了更深的领悟,忍不住细细感悟起来。 此时,外界已经一片漆黑。 深夜降临,整个皇城,渐渐地恢复了一片寂静。 当阁之中,诸多宾客也已经离开,一盏盏针灯熄灭,除了一些长明灯之外,只有一些炼药师的炼制室中,还灯火通明,那是炼药师们,在辛苦的炼制。 在当阁外一座极为靠近当阁顶楼的建筑上,两人人影突然悄然出现在那里,冷冷地看着不远处的当阁高塔。 这两人,身穿黑衣,左感之人,目光阴冷,眼神英质,脸上带着五彩的暗色纹路,面容紫青,仿佛中了毒一般,左手把玩着一只七彩毒株,微微眯起的眼睛中不时绽放出紫色的冷芒。 右感之人,身穿麻衣,头戴黑金,只露出一双幽冷的眼睛,射出怨毒的光芒。 毒供奉,你确定只要待在这里,不需要进入当阁,就能毒杀那秦晨。 幽冷的声音从右感的麻衣男子口中传出,竟是冷家家主冷非凡。 毒供奉是数年前,主动前来投靠他冷家的一名强者,来历神秘,连冷家都不知道对方的真正来历。 这些年,冷家扩张得越来越大,与毒供奉的贡献,脱不开干系。 对毒供奉的实力,冷非凡也极为了解,绝对是一个极为可怕之人。 甚至连冷非凡自己,对这神秘的毒供奉,也颇为忌惮。 紫青男子黑黑一笑,脸上干瘪的皱纹扭曲,在黑夜下显得更加猙獰恐怖,冷家主,你放心好了,老夫的千积毒,无影无形,却能根据精神意念而动,润物无声,如果那小子真只是一个五阶五宗的话,杀他如杀鸡,就算是六阶三重的五尊,在没有防备之下,也难逃一死。 更何况,紫青男子冷笑一声,根据情报,那小子在卓清风的炼制室里几天了,不知道捣咕什么,而卓清风一直在炼制室外守护,若是靠近,以卓清风半步武王的修为,万一察觉到什么,岂不是前功尽弃? 你以为卓清风是摆设不成? 冷非凡眸中冷芒更甚,冷哼道,那冷非凡,也不知道搞什么鬼,竟然一直给那小子护法,这两人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冷非凡一脸疑惑。 金元长老虽然被冷家处置了,但冷家一心吞并当阁,在当阁之中的眼线,远不止金元长老一个。 虽然失去了金元长老,等于失去了一个重大注意,无法在当阁中闹出什么大事,但是其他棋子,暗中调查一下秦晨的位置和卓清风的动向,还是可以的。 德卓清风这些天和秦晨一直在一起,并且都在炼制室的时候,冷非凡怎么也想不明白两人到底在干嘛。 想要知道那小子在里面做什么,只要等老夫的千积毒进入便可,千积毒中蕴含老夫的一丝精神意念,能够窥探周围的情况,不管那小子做什么,都无所遁形。 那我就静候独供奉佳音了。 冷非凡不再询问。 会的,今晚,就是那小子的死期。 宁笑一声,紫青男子轻吐出一口气,手中出现一个暗绿色瓷瓶,轻轻打开,一缕青烟,从那瓷瓶之中缓缓飘入。 独供奉眼神凝重,五指激张,一股无形的力量浮现,牵引着那青烟,悄然融入黑暗之中,朝着当阁顶层的炼制室,悄然飘散而去。 第776章还能有谁? 青色毒物没有丝毫杂质,在虚空中渐渐变淡,渐渐变薄,最后达到了无形无色的地步,顺着当阁建筑间的缝隙,缓缓的飘入了进去。 深夜的丹塔,虽然极为寂静,但不少炼制室中还有不少炼药师正在炼制,但却没人察觉到,一缕致命的毒气从当阁缝隙进入,最后飘到了顶层的炼制室。 炼制室外,卓清风阁主正闭目盘膝,感悟着之前的收获,浑然没有感觉到,一丝无形无色的毒气,就在他身侧飘荡。 毒供奉小心地绕开卓清风的身体,在炼制室外晃荡了片刻,宛如有灵性的毒气找到了一丝炼制室的缝隙,悄然飘入了进去。 炼制室中,毒气飘了进来,没有惊动任何东西。 也没有发出任何细微的声音。 仿佛无形的空气一般,根本不存在这世间。 无声无息中,毒气朝炼制室中央的秦辰的飘荡而去,并且缓缓地飘向他的鼻翼。 那小子居然在修炼,太好了,看来老天注定今天是他的死期。 当格外,毒供奉剑秦辰在盘膝修炼,谋中顿时流露出一丝兴奋。 武者在沉浸修炼的时候,是感知最为薄弱的时候,只要秦辰吸入哪怕一丝的千基毒。 他的生死,便已不再由他自己掌控。 此时,秦辰正在感悟这武尊境界的身体。 我的真力,比原先浑厚了起码数倍,若是现在在交手,逢渊这样的六阶中期巅峰武尊,我根本不需要施展任何秘术,光凭自身的真力,就足以将其碾压。 至于实力上,此时的我,在遇到那冷家家主,也足以正面交锋。 输出一口气,秦辰再度睁开眼睛。 正准备吸气,突然一股危机感,瞬间浮现他的脑海。 有危险? 哪里传来的? 六阶巅峰的精神力瞬间席卷出去。 嗯,什么都没有。 六阶精神力下,根本没有发现危险的来源。 不对。 但在精神力弥漫出去的同时,秦辰的灵魂力也席卷了出去,瞬间感觉到身前空气中有些不对劲。 不好,是毒气。 秦辰目光一凝,瞬间并住呼吸。 轰。 右手抬起,恐怖的武道意志从秦辰身上释放,猛的一拳轰出。 轰隆。 静风席卷,空气炸裂,前方的虚空中,一股淡青色光韵瞬间爆裂开来,毒气四散辐射。 哼,精神风暴。 冷哼一声,秦辰眉心陡然辐射出一股强横的精神力,精神力迅速流转,化作一道无形的屏障,将那一丝青色毒气隔绝在外,迅速消弥。 当格外的建筑上。 毒供奉脸上闪过惊恶之色。 怎么了? 冷非凡问道。 毒供奉脸色难看,这小子比想象的可怕,连我的千击毒都被他发现了,该死,此子的感知怎么会这么可怕? 怎么可能发现我的千击毒? 而且,就算发现,他的真力怎么会这么强,甚至能隔绝我的毒气入侵。 毒供奉震惊万分。 他这千击毒,威力极强,而且无形无色,别说秦辰这么个小子了,就算是卓清风这样的半步武王,他小心之下,对方也未必能够发现。 就算发觉了,也没什么,他那毒气,能够腐蚀大部分真力,杀人于无形,在先前那种情况下,就算是一般六阶的武尊,也无计可施,只能硬生生被毒死。 可如今,一个仅有十多岁的少年,非但发现了他的毒气,更是将他的毒气顷刻间湮灭,令他如何不震惊? 而更让毒供奉震惊的,还在后面。 嗡! 刹那之间,一道无形的精神力,瞬间弥漫过他的身躯。 不好! 有人在窥探我们,被发现了。 毒供奉惊呼一声,豁然站起。 什么? 冷非凡也大惊,是卓老儿吗? 当阁,位于皇城内城,严禁杀戮,一旦被卓清风逮住他们在外动手,谋杀秦臣,落入对方手中,连老祖都救不了他们。 走! 刷刷! 两人固步的犹豫,身形一晃,如同丧家之犬,瞬间消失在了建筑顶部。 在两个离开的片刻后。 刷! 一道人影从当阁中电射而出,瞬间落在独供奉和冷非凡之气那站立的地方。 正是秦臣。 只不过,他来晚了一步,等他落下的时候,只看到两道黑影,在远处的黑暗之中,一闪而逝,便不见了踪影。 对方逃得太快了。 目光一冷,秦臣眼神难看,刚才那种身法,极为惊人,说明刚才站在这里的两人,至少也是六阶三重的武尊,否则不可能在短短的瞬间,逃出自己的精神力感知。 陈嫂,怎么了? 就在这时,卓阁主惊恶的声音响起,身影落在秦臣身边。 之前,他正在感悟,突然被轰鸣声惊醒,就看到秦臣瞬间冲出了当阁,连急忙追赶了上来。 没什么,刚才有人想要对我下毒。 秦臣沉声道。 下毒。 卓清风吓了一跳,眸中陡然射出力忙,是谁? 他们人呢? 已经离开了,两个人,修位都在六阶三重以上。 秦臣沉声道。 他的右手托着虚空,一团无形的精神力中,一点青色的毒烟,缓缓飘动,显得美丽而阴毒。 那毒物浮现,卓清风心中一惊,一丝浓烈的危机感,也在他的心头浮现。 好强的毒物,到底是谁在动手? 能让他感受到危机感的毒气,说明甚至对他,也能造成一定的伤害。 不清楚,此毒十分可怕,无形无色,威力惊人,初步来看,一旦六阶三重的五尊息入,恐怕也要暴毙而亡,至于卓阁主你中了,最多受伤,不会有性命之忧,对方的目的,应该是我。 陈少你? 到底是谁想杀你? 卓清风脸色难看。 此刻此时,他早就将秦晨当成了自己真正的恩人,岂容他人暗害。 除了他们,还能有谁? 秦晨冷笑一声,那两道身影中的一道,他隐约有些熟悉,似乎和冷家家主冷非凡有些相似。 更何况如今皇城中,罪恨之入骨,也要将其除之后快的,除了冷家,不会有第二家了。 再加上这毒,十分诡异,非一般毒师能够施展,结合许伯长老的中毒,答案还会有第二个吗? 再加上这毒,十分误论 eens。